第501章 金银 夜涵 可算是让我们找到你了 声音传进我们的耳中 三个人一起转身向后面看去 看向声音的源头 刚才还没有人影的某个方向 此时却站着七八个人 一个个都不是擅长 身上释放着明显的敌意 其中有几个人 我不久之前才刚刚见过 无脸老鬼 记忆以及和他一起的五个中的三个 我熟悉的就是那个大块头 和他之前有过接触 另外几个人我却没有见过 不过表面上看着也都不是寻常人 身上释放出来的气息十分强横 尤其是站在最前面的两个 一个身上穿着金色的衣服 一个身上穿着银色的衣服 佩戴的饰品也是很有特点 相互应和的 看着就像是两个兄弟 或者是两个很好的朋友 绝对是一伙的 阎王最先开口 用阴寒的声音说道 果然是你在暗中搞鬼 他口中说的这个人 指的自然就是无脸老鬼 因为我已经想到了 刚才阎王就和我说 整件事情可能都是有人在暗中搞鬼 推动着这一切 现在无脸老鬼出现在这里 想想也知道 整件事情都和他有关系 之前在阎王的威胁 和所处的环境之下 让他不得不放过我 但他并没有放弃 又用了别的办法 还是想要抓到我 无脸老鬼站在后面 并没有上前 倒是显得很低调 不过他也知道 阎王说的是他 便主动开口 回了一句 阎王爷 您也是活了无数岁月的人了 应该知道 大丈夫能屈能伸的道理 之前我忌惮你和当时周围的人 没有对叶涵怎么样 可是不代表我以后也不会 阎王冷声说道 当时就不该放你走 该把你杀了 哈哈哈哈 无脸老鬼忽然大笑起来 声音带着浓浓的鄙视 似乎对阎王说的这句话 很是不屑 阎王 如果是你得到的那个年代 我在你面前 屁都不是 可是你现在还是当初吗 你能有多少力量 你不过是 借着一缕残魂 靠这一点特殊的力量存活罢了 吓唬吓唬一些 没见过世面的家伙还行 可想要吓唬我 门都没有 那一晚上你 还想杀我 若不是当时来了很多人 我怕控制不了事态的发展 绝对不会让你轻易带走叶寒的 不知道无脸老鬼 是因为有了依仗 还是在说实话 表现得十分的嚣张 与之前他对我的感觉不太一样 从我的内心来讲 是感觉他现在是在做戏 表演得有些虚假 阎王却被他的话气得不轻 身上弥散出一股浓重的黑气 毕竟自己的底细被人看透了 直接说出来 任谁都会不舒服 不等他开始发作 站在最前面的的金银两人 开口说了句 无脸老鬼 你就安静一会儿吧 要真有本事去对付阎王 那你就自己去和他打 无脸老鬼听到这话 立刻闭上嘴巴 什么话都不说了 十分的 乖巧 阎王爷说了句 你们两个家伙 刚才被我打得受了伤离开 现在又出现在这里 看来是随着我过来的 是我小瞧你们了 我明白了 这两个金银兄弟 原来就是刚才阎王所说的 和他大战的两个人 实力十分强大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他们在来的这群人中 应该是作为领导者的 就算是无脸老鬼 都不敢有什么反驳 穿金衣的人开口 笑道 阎王 我们哥俩修行了几千年 见识过不少的人和事 你还是我们的老前辈 既然这么蠢 就没有发觉 我们是故意去和你打 在你身上留下气息 跟随着你找到叶寒吗 我脸色一变 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们能够找到这里来 原来是因为有阎王在 带路 我身为殷思成的名刹 身上带着很多殷思成的东西 阎王要找到我 十分简单 没想到 阎王都被利用了 可我心中还是有一丝怀疑 阎王是什么样的人物 我之前就已经了解了 他绝对不是那种 被人利用的人 对方会这样的办法找我 他会没有任何的察觉 当时这个念头 在我心中一闪而过 也并没有太过在意 阎王听到这句话 也知道自己被利用了 表现得十分愤怒 大喊了一声 你们可真是大胆 竟然敢算计我 一副就要打开的架势 阎王所代表的战力 不是我所能够比拟的 无论我再怎么疯狂 也最多 就是分神境界的实力 算不得什么 阎王却不同 所以 能不让他动手 还是不让他动手 看到他的状态之后 那个穿银衣的人立刻说道 阎王爷 我们哥俩对您并没有敌意 也不希望和您为敌 您能够再今天重新出现 也算是一种天大的机缘 若是出现什么问题 一切也都得不偿失 咱们打个两败俱伤 何不一起合作 共同得利呢 听到这里 我心中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 对方这是先打一棒子 再给一个填枣 之前和阎王一番大战 展示自己的实力 就算是不敌 对方人数多 真要是打起来 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如今找到我之后 再向阎王示好 一起得利 让阎王放弃好 若是阎王不念合我的情意 最好的选择 就是放弃我 与对方合作 将我交出去 免得把自己给搭上 我还真是没有把握 确定阎王不会这样做 毕竟站在他的角度来讲 他应该是更看重自己 这一缕残魂针 要是毁掉了 一切都是虚妄 阎王陷入了沉默 似乎心中在纠结 我在背后看着 心跳也有些加快 主要是不能够 保证阎王的态度 那些人也没有打扰阎王 给他时间思考 过了有两分钟左右 阎王终于打破了沉寂 开口说道 燕涵是我殷思成的名刹 为殷思成做了很多事情 我不可能看着他 被你们带走 一句话 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也暗暗感动 阎王能够为了我做到这一步 实在是让我没有想到 这与我心中想象的 以及老狗所描述的阎王不一样 他还是很有感情的 并非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 话说到这里 也没有再劝的必要了 毕竟大家都不是小孩 所做的决定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金银两人身上 释放出强大的力量 冷声说道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们哥俩不客气了 得罪之处 还请阎王勿怪 两个人留下这样一句话 立刻施展秘法 向阎王扑过来 这两个家伙 手上的法器 也是一金一银 很有特点 相互之间还有配合 发挥出来的力量 并不是简单的 一加一等于二 阎王也立刻出手 和这两个家伙缠斗在一起 他们之间的战斗 有些超出我所能明白的范畴 根本就看不懂是什么情况 而且也没有精力去看这些了 因为那两个家伙 缠住了阎王 剩下的无脸老鬼等人 向我围过来 准备将我拿下 他们的目标是我 阎王只需要缠住即可 叶寒 你是逃不掉的 无脸老鬼 用阴寒的眼神看着我 脸色得意 似乎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我说道 老东西 你想要我的身躯 现在找来这么多人 就算是抓住我 看到时候 你能不能得到好处 嘿嘿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他应笑道 看到他这样子 我心里面有些慌 这件事情 似乎不是我想的这么简单 刚才那两个实力强大的人 看似主导一切 但无脸老鬼 仿佛还有别的手段 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他们不知道我的想法 也不给我时间去想 见我走神了 趁着这个空荡 全都扑了上来 第502章 无懈可击 我面对这么多人的围攻 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下意识地向后面退了两步 手上的黑刀展出 让自己处在一个 暂时安全的位置 黑刀的锋芒 在半空中 划出一条分界线 让我和他们之间 处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内 无脸老鬼 你为了我融合的夜深费尽周折 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瞪大眼睛 看着前面的无脸老鬼 大声喊了一句 无脸老鬼从一开始对付我 就是为了我融合的魔体 也不为其他的东西 他看着我 回了一句 夜涵 我有什么目的 你以后会知道的 现在也别想拖延时间了 就算是有阎王护着你 今天你也逃不掉了 我瞥了一眼 正在和金银两人缠住的阎王 三个人你来我往 金色 银色 黑色的气息交织在一起 看上去十分炫酷 一时半会结束不了 阎王无暇顾及我 剩下的事情 只能靠我自己 无脸老鬼抬起双手 握起拳头 在自己胸前猛地对撞一下 发出一道沉闷的响声 双拳之上 立刻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我立刻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气浪 仿佛一股狂风 向我席卷过来 强烈的危机感 让我内心直颤 风是无形的 气浪也是无形的 可是这股气浪之中 蕴含的力量 却给我一种实质性的感觉 宛如一股巨浪冲过来 我立刻释放出 体内的阴阳之力 在体表形成一层防护之力 抵抗这股气浪的力量 强大的力量冲击在身上 身体顿时向后面退了几步 裹在身上的衣服 也全都被震碎了 露出恐怖猙獰的模样 之前见过我的几个人 看到我如今的模样 还被吓了一跳 那个一直跟着 无脸老鬼的大块头 脸色难看 站出来喊了句 几天没见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既然已经暴露出 自己的样子 我也没有在家掩饰 目光扫过无脸老鬼 既然说到这件事情 我免不了怀疑他 无脸老鬼 你给我吃下去的那个药丸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肯定是和你有关系吧 听到我的话 无脸老鬼冷笑一声 回道 你变成这个样子 可不是和我有关系 而是和你融合的夜深有关系 我看到他脸上露出来的表情 心中已经明了 绝对是和给我吃下去的 药丸有关系 果然是无脸老鬼的阴谋 从出道至今 我也遇到过不少敌人 可还没有被人如此算计过 面对无脸老鬼 我就感觉自己 被牵着鼻子走 完全处在被动 而且 对方向我所使用的手段 也让我没有任何的应对办法 以前所经历的那些 简直就是小儿科 如今所面对的敌人 才是真正可怕的 各位道友 叶寒这小子滑溜得很 也多 一个不小心 说不定就会被他找到机会逃跑 咱们还是趁早将他擒住 以免出现意外 这一次 无脸老鬼联合的这些人 也不说利益分配 更没有人小瞧我 看样子 是打算一起动手对付我 一群人附和着无脸老鬼所说的话 向我这边围攻过来 气息紧紧锁定住我 让我无处可逃 这么多人 每一个的实力 都比我要强大 现在就算是给我三头六臂 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我看着逼近的众人 开始慢慢地向后面退 内心多少也是有所恐惧的 退了好几步 眼睛忽然瞥到了一个身影 深男 这个老家伙 就连阎望都看不透身前 若不是阎望出现 强行逼问他 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主动跟着我游历 也不知道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心中一动 立刻向旁边跨了一步 来到他旁边 用不大不小的声音 开口说了一句 深前辈 这一次我有些麻烦了 还希望您能够出手相助 深男十分古怪 虽说之前帮过我 可完全依照自己的性格做事 摸不清套路 现在请他来帮忙 我也没有任何的把握 我这一句话 让五脸老鬼 也将目光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所有人都流露出凝重的神色 盯着深男一番打量 谁都看不出他的深浅 这些人也算是活了很长时间 见过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却没有一个人认识深男 你是何人 也是要帮叶涵吗 五脸老鬼询问了一句 他说话的语气十分沉重 脸上得意的表情也消失了 为了我 他可以说是花费了无数的心思 但是总会出现各种意外 之前是阎望和没有露面的几个强大高手 让他不得不暂时放弃 现在出现的深男也让他心中狐疑 不知道是否会对这一次的计划造成影响 深男还是之前的老样子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眼中闪烁着金光 看上去就是一个精神奕奕的老人 他摇摇头说了一句 叶涵 这些人也都不是简单人物 我可没有这个能力帮你对付他们 这件事情帮不了你了 我立刻说道 他们是想要我蹲命 你不是要跟着我游历吗 要是我死了 你可就没有办法跟着我了 他看了我一眼 沉默片刻 道 不论你是死是活 我都会跟着你 看着你去死 也是一种游历 说完 他向旁边走去 不打算掺和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心中的侥幸被打破了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是自己来面对 一群人将我围成一个圈 手上亮出法器 各自释放出来的强大之气 都能够形成一张大网 将我困在里面 这样的情况 也激发出了我心中的愤怒和战意 我大吼了一声 和一刀颤抖 一股血色的气息弥散出来 缭绕着身体四周 我的眼睛也开始慢慢变成红色 在这样的刺激之下 身上稳定下来的血红色的痕迹纹落 又开始窜动 让我失去理智 看到我的样子 无脸老鬼喊了句 叶涵 你融合了叶深 是做出了前无古人之举 可是叶深之中蕴含的力气 可不是你的力量能够化解的 我通过各种手段 激发出你所融合叶深的弱点 以及利器邪念 以你的道衡本事 绝对会被其同化 到时候 你就会成为没有理智的真正的恶魔 叶深的力量隐藏在我的身体中 之前它让我对叶深上瘾 又激发出邪念 为的就是 让我被叶深给同化 换句话说 现在是我融合了叶深 而它是想利用叶深中的负面力量 让它反过来控制我 但又因为叶深没有完整的灵魂 所以我若是被叶深的力量控制 就会变成丧失理智的怪物 能够做到这一点 说明 它对我融合的叶深十分了解 对邪先十分的了解 你到底是谁 为何对我融合的叶深 有如此了解 我嘶哑着声音 沉深询问道 它咧嘴一笑 什么话都没有说 身影却消失在原地 双手竖起利刀 快速冲过来 向我直劈过来 我立刻举刀反击 看准 它冲过来的线路 将黑刀猛地斩出去 砰砰 黑刀看在它的手臂上 就好像砍在了石头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 而它的手臂完好无损 十分强横 这个时候 其他人也全都出手了 四五道强大的力量向我袭来 直接超出了我的灵魂 能够感应到的范畴 更是来不及一一抵挡 将黑刀收回来 下意识地向四周挥斩 扛住了几招 身体被轰击得一阵踉呛 而还有几招没有抗住 结结实实打在了我的身上 第503章 定死 对方没有留情 手上打出来的秘法 也都是用出来的权力 打在我的身上 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原本亮枪的身体刚刚站稳 又被打中之后 双腿立刻就弯了下去 差点直接倒在地上 口中随之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煞白 身上强势的状态 立马就软了下去 在绝对的力量和数量面前 我的任何手段都是白费的 没有任何的用处 我身上有伤 自己就有了机会 他们看准时机 再一次向我发起了进攻 一个个又全都打出强大的秘术 只取我的性命 高手之间的对决 如果其中会留情 心中总想着要留活口 出手有忌惮 那就算是面对 比自己还要弱的人 都有可能战败 所以他们一出手 就是要我命的状态 那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反败为胜 当然 也不至于被杀死 毕竟我并不是软柿子 我在有伤的状态之下 双手握起黑刀 抵抗四周打来的秘术 砰砰砰 一番激烈的碰撞声音 我的身体也到处摇晃 很难稳住 能够保持站立而不倒下 这就已经是足够好的了 经过这次的对抗 我的身体更加不知了 就算是双眼血红 体内的邪念作怪 导致我的理智丧失了 可依旧没有力气 让我去发泄心中的疯狂 我当时的状态 就犹如一头没有牙的老虎 根本发挥不出任何的作用 最后 我嘴里的鲜血 止不住地往外流 体内受了严重的内伤 无法压制住 只能够将黑刀束在地上 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不让自己倒下去 这个时候 无脸老鬼抓住了时机 他抢先一步 在其他人还没有动手的时候 身形忽然消失在原地 化作一道残影 以异种 S型的路线 急速向我冲过来 身上弥漫着浓重的杀气 势必要取我性命的状态 我看到这一幕 脑袋里猛的一震 身上惊起来 一层鸡皮疙瘩 目光有些跟不上对方的速度 可还是强忍着身体的损伤 准备出手抵抗 刚刚举起黑刀 还没有注意到 对方到了什么地方 我就感觉一股寒气 从手腕袭来 便及全身 与此同时 我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 扣住了我的手腕 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呢 就感觉到 一股剧烈的疼痛 手腕好像要被掰断了 我忍不住发生一声吼叫 被抓住的手腕 刚好是握着黑刀的手 手疼之后 黑刀立刻脱落 掉在了地上 而无脸老鬼鬼笑一声 身上有出现 一股强大的力量 幻化作一条黑色的线 缠绕在我身体上 把我给紧紧地捆锁住 让我完全发挥 不出身上的力量 嘎嘎 这一次 我看你往哪里跑 无脸老鬼说话的同时 一只手在我身体 各处的穴位上点了一下 我身上一阵酥麻感 很多股冰凉的力量 丝丝缕缕地进入身体之中 让我忍不住直发抖 紧接着 后面有个人冲上来 说了句 看我的捆线绳 一道暗金色的绳索 宛如大蛇一般 向我蜿蜒飞过来 上面还闪烁着各种符纹 我仅仅感觉身体僵硬不能动了 就连灵魂和体内的力量 都全部凝固了 失去了所有的自由性 这捆线绳 和之前无脸老鬼施展的 四灵锁魂阵 有着差不多的动作 能够禁锢人的身体和灵魂 彻底让其失去抵抗 见我被困住了 无脸老鬼也直接叫我放开 我失去了着力点 身体就如同一个木棍似的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发出 砰的响声 如同人偶一样 这个时候 无脸老鬼俯下身来 脸贴着我的脑袋 口中轻声说了一句 叶涵 这一次 没有人能够救你了 你现在体内的夜深力量 已经被激发出来 等到这些红色的纹络 覆盖你的全身之时 你就会变成一具 活着的夜深 到时候 我就可以好好剖析你 看看当年的邪仙 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 听到这句话 挣扎中 我的也平静了下来 脸上呈现一种猛逼的状态 脑袋里面有片刻的空白 随后 我回过神来 更加确定之前自己的猜测 无脸老鬼 也是当年的得到人物 虽说现在已经没有了 得到的气息 可他对邪仙是十分熟悉的 你知道邪仙 可传言他并没有朋友 你为何知道得如此清楚 你又到底 想要研究他什么 我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 嘶哑而低沉 他对我说道 邪仙的确没有朋友 可我对他了解 是因为得到之后 承仙刺赏 先绑留名之时 我的名字紧贴着他的名字 他对我并不在意 可是我却深知他的一切 这个时候 其他人已经围过来了 而无脸老鬼 也不打算说下去了 他轻声道 若是没有他 或许我早就不复存在了 关于其中的细节 等以后没有人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的 让你死得明白 说完 他在我的额头上点了一下 手指上面 不知道沾了什么东西 碰触到我的眉心之后 上面那团火焰印记 立刻就猛地燃烧了起来 紫色的火焰在燃烧的时候 体内的邪念力量 顿时就遮住了我的理智 让我彻底陷入疯狂 当时我整个人 都不再是自己了 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就像是一条疯狗 在大喊大叫 在不断地挣扎 身体中的力量 都是疯狂的 我隐约记得 那之后 无脸老鬼就和一群人 将我给带走了 而阎王依旧在和金莹 两兄弟打斗 没有顾得上我 至于深男 他却成为了一个艺术 在我被带走的时候 他一直跟在后面 离开一段距离之后 众人停下来 看着后面的深男 一个个都很有敌意 当时 无脸老鬼似乎和他对话了 说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 差不多意思 就是询问他 为何还要跟着 是否另有目的 主要还是不知道深男的来历 生怕会再有什么意外 毕竟他已经告诉了我很多事情 要是这一次再让我跑掉 日后我有了防备 怕就不好再得手了 深男回答得很简单 说的应该就是 他是要跟着我 看看道上的人和事 也不会为了我出手 让他们放心 最后一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 只要叶寒死了 我自会离开 无脸老鬼 似乎也看出深男的神秘诡异 不敢得罪 思索片刻之后 并未多做追问 任由他在后面跟着 带着一群人 裹挟着我离开了 至于走了多久 去了什么地方 我就记不清楚了 当时的那种状态 我整个人都疯疯癫癫的 完全没有正常人的思维和记忆 最后 我记得自己 是被带到了某个地方 那里的声音十分嘈杂 似乎也是有很多的人 期间 我还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具体说的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等平静下来的时候 我是被钉在了一个柱子上面 身体就好像标本似的 被打了一圈的钉子 死死地钉在柱子上 不用身上有力气 都能够支撑住 在我模糊的记忆之中 我被钉住了之后 整个人都没有消停下来 一直在发疯 不停地挣脱 把自己都给搞伤了 可终究是没有摆脱掉 依旧被紧紧地钉着 具体过了多久 我自己也不清楚 一股力量从我的脑袋上下来 让我的身体猛地震了一下 仿佛是一盆温水浇在了身上 让我的意识 慢慢清醒了过来 第504章 问罪 我的意识慢慢地清醒过来 一开始的时候 还处在猛逼的状态 脑海中记忆并没有完全融合起来 犹如是一团江湖 加上眼前看到的环境很陌生 让我整个人有种失忆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 身处何地的感觉 我闭上眼睛 缓和了一会儿 记忆也如潮水一般 涌入脑海之中 让我脑子里面的混乱 渐渐离顺 过了有一分钟左右 我想起来了所有的事情 知道了自己是被抓起来了 这个时候 我就赶紧睁开了眼睛 看向周围 当时 我的身体四周 被钉上了一排黑色的大钉子 钉子上面还有符纹 拥有特殊的封印力量 不仅控制住我的身体 还压制住了我的力量 让我无法挣脱掉 我被死死地钉在一个巨大的柱子上面 这根柱子 是在一个大的计台 高地上面 地面上还有特殊的图案 因为是 刻在石头上面的 石头又经历过一番十分严重的腐蚀 如今图案都已经不太清晰了 四周都有台阶 可以通到下面的空地上 我低头看去 入眼的是密密麻麻的人 高地下面 站满了人 全都抬头看着我 目光各异 但是都没有善意 被如此多的人盯着 无数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全都汇聚在我的身上 再加上 我也不清楚 如今是什么状况 心中不免还是有些慌神 当时那种状况 就好像我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如今被钉在柱子上 等待死亡惩罚 下面是围观的众人 人虽然有不少 道横也高地不同 看上去分别是阴阳道上 不同势力的人 可是他们此时都十分地安静 谁也没有闹出一点动静 我扫尸一圈 只看到了这么多的人 但也没有一个认识的 至于之前抓我的五脸老鬼 以及那一伙人 全都不在这里 阎王也不在 不知道是否会来救我 因为我被钉死了 看不到后面的情况 使劲瞥了瞥眼 倒是还看到 旁边站着一个熟人 这个熟人是深男 我隐约记得 他要求跟着我 还真跟着来到了这里 竟然一直在旁边 见到他 我赶紧开口 喊道 深前辈 深前辈 咱们这是在哪里啊 你能不能先救我下来 听到我开口说话 深男睁开了眼睛 看了我一下 并未做出任何的反应 就像是一个 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这个时候 我背后响起一个声音 叶寒 这一次谁都救不了你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他站在我后面 看不到人 但是声音我很熟悉 是五脸老鬼那个家伙 刚好当时有太阳 阳光照射出来了影子 我看不到五脸老鬼的人 却能够看到 地上蔓延过来的影子 能够大体判断他的位置 我骂了一句 老东西 五脸老鬼听到我再骂他 也并不生气 对我说道 你现在还能够骂我两句 过一会儿 就什么都没有机会说了 我也不会和你一般计较的 你把我绑到这里 到底想要做什么 要杀就杀 何必搞这么多的花样呢 我喊道 他却没有和我继续废话 向前面走了两步 来到我的身边 因为个头够不上 点了点脚 凑到我耳边 对我轻声说了句 叶寒 今天我将当着阴阳道上的 所有人把你杀了 成为道上的英雄 所有人都会知道我的名号 之后 我便把你这句身体 好好解剖了 绝对不会让你 有一块肉能够残留 我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身体稍稍发了 我脸老鬼看到我的样子 更加得意了 继续冲我说道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问问你 不知道你能否为我解惑 若是能够为我解惑 你的那些朋友 比如巫谷 落洞这两脉 以及殷丝成的人 都不会为你担罪 若是你不能为我解惑 他们就会随你一起去 我瞪眼看着他 没有说话 但是内心的愤怒却在燃烧 双眼变得更加烟红 他继续说道 告诉我 你融合邪仙夜深的时候 是否还得到了什么东西 我心中一动 十分疑惑 没太明白他的意思 这个问题 他看似是问的随意 可在这种情况之下 忽然询问我 反而说明 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但我没懂 他问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现在已经被擒住了 身上的法器什么的 全都被搜去了 无论是仙护 还是乾坤葫芦 都已经被拿走了 要是他想要的东西在其中 绝对不会这样问 我疑惑地盯着他 而他没有再说话 静静地等着我 让我回想以前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 我开口问了句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在邪仙的夜深身上的东西 我脑中急转 邪仙的夜深 以前我并未接触过 曾经是狠人的灵魂 融合进入其中 而当时 应该就只有那一卷 阴阳和修的密法点击在旁边 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后来 是老狗将夜深的棺材给打开了 当时搞出了什么事情 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就是将夜深暂时压制的过程 当时并未发现有什么 想到这里 我猛地记起来 老狗屁股上面的裤衩 难道是那块黄色的布块 老狗曾经对我说过 那布块是一件绝世珍宝 它有了布块之后 连仙护都不要了 后来还十分用心地 制成了一件裤衩 穿在身上 抵挡住了数次的强势攻击 忽然 我脸老鬼又问我 你是不是想到了 我回过神来 心里面几乎肯定 就是那块黄色的布块 可是我绝对不会告诉他的 一是 因为有这样一个把柄在手上 说不定能够让我自救 或者拖延时间 不至于现在就被杀死 二是因为老狗 我曾经答应过他 不能够告诉别人 关于黄色布块的事情 老狗一直真心待我 我自然不可能去害他 我摇摇头 道 脑袋不好使了 记不起来了 你要是再多给我点时间 说不定我就能够记起来 听到我的话 他的脸上立刻露出怒色 明显知道我这是 再以此作为要挟 哼 你真以为这样 就能够逃过一件 不管怎么说 今天你都必须要死的 无脸老鬼 完全不被我威胁 他向我使了一个眼色 反过来威胁道 你死了之后 和你有关系的人 都会去给你陪葬的 说完 他转过身去 冲着我后面喊道 各位道友 咱们如今抓住了叶寒 也在这里失忠三天了 今天就当着道上的 众多道友的面 为咱们阴阳行荡 驱除这一害 将他杀了吧 好 后面传来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我也听过 似乎是金银兄弟中的某一个 具体是谁 我忘记了 而后 我看到好多身影 从后面走过来 斑驳的影子盖住了地面 地面上全都是黑影 之前出手抓我的人 原来都在我后面 怪不得我刚才没有看到的 金银兄弟走到我面前 看着我 金银开口说道 你这个小子 倒是有不错的机缘 乾坤葫芦 得到仙护 以及各种秘法宝贝 常人求其终生难得一见 你却有这么多 此次出山请你 也算是我们的机缘了 银医又道 你有资格知道 我们哥俩的名字 指了指金银 我大哥叫金天 我叫银帝 说出名字之后 便不再理会我 对无脸老鬼说道 老鬼 你还杀了他吧 尸体你自己带走 我和大哥一会儿 就带着该拿的东西走了 好 无脸老鬼应了一声 又问我一句 刚才我问你的事情 你可想好了 我没有回应 过了有一分钟 无脸老鬼不等了 开始数了我的罪行 从一开始来说 到实际的很清楚 说我杀了很多人 是最不可赦的恶人 留着就是祸害等等 还说我已经入魔了 现在的样子 也不是人的模样 必须要杀死 还提到我的那些朋友 都是和我同流合污的 应该受到惩罚 在杀了我之后 应该被消灭掉 不要在阴阳道上留下祸患 第505章 登场 我被钉在柱子上 全身都没法动 只能听着无脸老鬼 在数落我的罪行 一桩桩一渐渐 有些还是我在 疯狂的状态下做的 连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罪行庆竹难输 造下了很大的孽障 我自己听着 都觉得真该死 杀的人实在太多了 很多都是无辜之人 好多次的灭门 简直就是 丧失了人性的做法 我听着听着 也低下了头 就算是自己再有怨气 杀了那么多人 的确是不应该 而下面站着的 阴阳道上的众人 则是更加的疯狂了 一个个面色争鸣 红着眼睛 恨不得冲上来 将我生吃了的状态 听到最后 全都一份甜音 口中呼喊起来 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这个恶魔 所有人都在喊杀 要将我杀掉 他们虽然没有冲上来 可是传出来的声音 和目光之中 投射出来的寒意 让我背后直发毛 无脸老鬼说完 花了有十好几分钟 最后为了表示杀我的决心 举起拳头 在我身上狠狠打了一拳 这一拳头中 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打在我的身上 立刻让我口中喷出鲜血 大家看看 叶寒现在是一个恶魔 而大家都是道上的朋友 今天我们将叶寒情注 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 杀了他 为道上的朋友 除了这一害 无脸老鬼打我的同时 口中贺喊了一句 这一句话 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回应 对 杀了叶寒 为民除害 几位前辈情注叶寒这个恶魔 为阴阳道上除了这一害 就是我们大家的英雄 叶寒杀了我一家人 如今各位前辈替我们报了仇 我愿意以几位前辈为主 日后只要几位有所要求 在下一定万死不辞 我们也愿意结交几位前辈 在如此疯狂的心态之下 人的思维也会变得疯狂 他们知道自己要报仇了 便有些丧失理智地 开始做出回报 这样的回报 只是一时间的想法 没有经历过深思熟虑 日后肯定会有所后悔 不过等到后悔的时候 各种环境和处境 往往会让起没有机会后悔 到时候 一切都身不由己了 而这正合了无脸老鬼的心意 他要了我的命 得到我的身躯 又通过这件事情 成为了阴阳道上的英雄 进一步 说不定就想掌控整个阴阳行的 听起来可能是有些疯狂 但我却想到了这里 这个时候 无脸老鬼挥了挥手 示意大家都安静下来 大家请先安静 如今这个时候 他说的话 自然所有人都响应 全都安静了下来 没有人再开口 可是笼罩在我身上的强横的杀气 依旧让我心头发颤 安静之后 无脸老鬼继续道 在杀死夜寒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说 在我们抓捕夜寒的过程中 有他的同伙曾经相助他 让他差点逃掉了 在我们处决了夜寒之后 也要去将他的同伙杀掉 不能留下后患 阴阳行当 也是一个江湖 在江湖之中 难免会有敌人 可最好的办法 也是最绝的办法 就是铲草除根 将自己的敌人都杀掉 便没有了敌人 这里有很多人都是我的仇人 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也是我杀害的 无辜之人的亲人或者朋友 如今知道我有同伙 自然是想要全都杀掉 主要也是为了泄愤 好 杀掉夜寒 再将他的同伙全都杀掉 一个都不要剩下 把盗上这些毒瘤 全都拔掉 这些人要杀我 我心中倒还没有什么 可如今 听到他们说 还要把和我有关系的人 全都牵扯上 实在让我无法忍受了 我吼了一声 你们要杀就杀我 不要牵连其他人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尽管冲着我来吧 这个时候 无脸老鬼看向我 脸上露出争鸣诡异的笑容 隐隐是在向我示威 刚才他的威胁没有起到作用 现在是让我承担后果 我以为无脸老鬼 会再一次向我施压 没想到他做得这么绝 无脸老鬼一番 演讲 把我说成是罪孽加深的恶魔 又在这里拖延时间 有的没的再说 有人就等不及了 金银两兄弟 今天 营地语气沉重 开口说道 无脸老鬼 时间也差不多了 赶紧动手吧 别再浪费时间了 虽然整件事情 都是在无脸老鬼在策划 可是金银两兄弟 表现出来的实力最为强大 说出来的话 也很有分量 听到他们的话 无脸老鬼 立刻回应 好 现在就把叶涵杀了 我如今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周围都是拼了命 要杀我的人 还有各个高手在旁边盯着 就算是有人来 想要将我救出去 怕也是不容易 心里不免出现了一个声音 难道自己真的要死在这里 无脸老鬼看着我 向我走过来 紧紧贴着我的身体停了下来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道 叶涵 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 如果能够动的话 都能够直接张口去咬他的样子 见我不说话 他便摇了摇头 自顾自地说道 既然你没有什么要说的 那我就不和你废话了 先送你上路吧 本来我以为他对老狗 从魔体那里得来的黄色布块 十分感兴趣 还会再次提及 没有想到他完全不提 似乎没有这回事 根本不在意 他看着我 举起手来 手上凝聚出一股强大的黑气 硕大的拳头 变得好像一个篮球大小 这一拳若是打在我的身上 绝对可以要了我的命 无论体质再如何强横 一拳就能够断绝了所有的生机 无脸老鬼的拳头向我打过来 在我的瞳孔之中放大 我不由地闭上眼睛 我甚至能够感觉到 拳头上面的力量 擦在我的脸颊上 马上就要打我身上了 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在想 好好好 一道吼声 却忽然在我耳边响起 声音从灵魂遍及全身 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脑袋里面的空白消失了 也听出了这个声音是谁 熟悉的声音 正是老狗 霸气威武的麒麟吼声 并非老狗平日邋遢的声音 原本我还想要去找老狗 没想到老狗竟然出来了 我猛地睁开眼睛 眼前正飘着一个熟悉的东西 红黄拼接的颜色 奇怪的形状 正是老狗的大裤衩 裤衩也不是以前 朴实无奇的模样了 上面弥漫着一团火焰 而无脸老鬼这一拳的力量 打在了裤衩上面 上面的火焰一阵颤抖 完全化解掉 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影响 老狗 我忍不住呼喊了一声 这个时候 天边飘来一片火红色的云彩 整片天空都被映红了 有种天地异动的模样 我感受到了熟悉的火热气息 这是南鸣离火的气息 肯定是老狗来了没错 所有人的目光都向上面看去 盯着天上发生的异变 很快 天上那团火红色的云彩 从远处飘了过来 在我们的头顶上停下 而后 一个巨大的身影 从里面窜了出来 身形庞大 巍峨雄壮 气势压迫天际 满身火焰 斜着无尽的气势 从天上落下来 所经过的地方 空气都被映红了 这样的身影 我以前见过几次 正是老狗变化而成的麒麟神兽 麒麟强大的气场 形成一道巨大的气浪 将周围那些倒横低的人 全部都给震推 你们这群家伙 还趁本大爷不在 欺负我的小弟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本大爷的力量 第506章 解救 老狗登场 十分风骚 身上弥漫着浓重的南鸣离火 庞大的身体立在台阶上 仰头暮天 俨然已经没有了 以往的邋遢样子 如今的他 才是真正的重现了 麒麟的威风 忽然冒出来这样一个 庞然大物 满身是火 威势强大 样子也是 谁都没有见过的 一看就不是善茶 还扬言说是我的大哥 顿时让所有人都震住了 他们全都看着老狗 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一个个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我眼睛的余光 可以瞥到老狗 见周围没有人说话 便先大声喊了句 老狗 没想到你来救我了 看来我命不该绝 赶紧先将我放下 死里逃生的感觉是很好的 相比于死亡 如今能够活着 对我来说 自然是好事 心里开心也是正常的 老狗听到我的声音 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睛 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拳头大小的双眼 缭绕着浓重的火焰光彩 像是在冒火 模样和眼神虽然变了 可是他和我说话的声音 以及语气 却没有变化 呀 小子 本大爷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竟然被人搞成这个样子 真是丢人 难道不知道 报上本大爷的姓名吗 老狗的话依旧 强势 把自己高高地举起来 就像是做他的小弟 这个名头 就能够让我无敌于天下 可能是因为看到了老狗 让我的内心有些放松了 不再像刚才那样 面对死亡时候的紧张 说话也变得轻快了 忍不住和老狗 开了句玩笑 没报你的姓名还好 报了你的姓名之后 才让我被抓起来了 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听到我的话 老狗骨子里面的狗心 身上的火焰一阵颤抖 更加旺盛了 扯着嗓子吼道 什么 谁 谁啊 谁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敢藐视本大爷的威严 真是找死 给我站出来 看本大爷 我不一口火烧死他 我听到老狗这番话 又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家伙虽然变成了麒麟的样子 不过行事作风还是老样子 别废话了 赶紧先放开我吧 这么钉在柱子上 实在不舒服呀 我埋怨了一句 身体周围一圈都是钉子 上面有特殊的力量 对我体内的力量 有着极强的压制 带来的伤痛也是成正比的 长时间被这样钉着 不仅仅身体会疼痛 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老狗听到我的话 抬起爪子 向高台上面迈了一步 来到高台之上 举起满是火焰的爪子 向我身后的柱子拍打过去 口中还嘟囔了一句 你这小子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要不是熟悉你身上的气息 我都认不出你的样子了 不对 气息也不太一样了 我心中一动 自从被抓住带来这里 应该有好几天的时间了 并不知道 自己现在是什么模样 听老狗这样说 似乎样子有很大的问题 来不及多想 背后传来一道沉重的响声 轰隆 我的整个身体 也都跟着剧烈的颤抖 背后袭来一股强烈的冲击感 地面也随之颤抖 轰隆隆地响 这是老狗一巴掌 拍在了柱子上 造成的巨大的后果 可是 他竟然没有将这根柱子拍碎 老狗如今可是麒麟的身躯 道横恢复没有我不知道 可他现在身上充满了难民离火 一巴掌的力量 绝对是十分强大的 拍打过来之后 却没有对柱子造成任何损伤 着实让人觉得诡异 他自己开始嘟囔道 咦 这是什么东西 似乎有些古怪啊 本大爷这一巴掌 竟然没有拍碎 我喊了句 你就算是拍碎了 也是把我压在柱子下面 没被别人杀死 倒是被你给砸死了 赶紧直接将我身上的钉子 都给弄出来吧 老狗没有说话 但也按照我说的去做了 他抬起来的那个爪子 猛的一用力 爪子的五指立刻紧绷起来 露出尖锐的指甲 上面还缭绕着火焰 用尖锐的指甲 扣住我身上钉着的钉子 用力一把 立刻将钉子给起了出来 叮铃 钉子落在地上 上面那些闪烁着的诡异符文 立刻化作黑气 消散在空气之中 只剩下钉子的本体 这个时候 有人看不下去了 人群之中传出来一个声音 你是谁 为何要救夜寒这个恶魔 老狗的体型很庞大 样子也十分的威严 看上去很唬人 不过能够在这里的 也没有一个是不见世面的人 谁都知道有很多的花架子 他们不确定老狗是谁 不知道他的底线 加上这边人很多 自然有不怕的 老狗也看是谁在说话 一边给我将身上的钉子拔下来 一边说道 夜寒是我的小弟 本来是一个烂好人的 就算现在成为了恶魔 也是被你们逼的 本大爷救他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有意见的 尽管上来 高地之上的人没有动 场下的有人忍不住了 立刻跳出来个黑影 一个个手上都拿着法器 施展出强大的秘法 静止轰打向老狗 我只看到好几道黑芒飞了过来 老狗立刻抬起头来 双眼之中 燃烧出两束火焰 没心处的那一缕印记 闪过一道七色的光彩 没见到 他动用什么秘法 那些飞过来的黑芒 瞬间被燃烧了起来 化作几团火焰 在半空燃烧 立刻泯灭 与此同时 老狗冷哼了一声 你们这些蝼蚁 敢与本大爷动手 真是胆大包天 声音落下 那几个出手的人身上 全都燃烧起来了火焰 一团火焰瞬间变成熊熊烈火 将它们包裹起来 在惨叫声之中 被烧成了粉末 难民离火 世间最为强大的养火之一 如此才算是其真正的威力 很快 我身上的钉子 就被老狗拔得差不多了 我的身体也瘫倒下来 没有了支撑 自己也站不住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发疯 无限地消耗体内的力量 之前清醒过来 身体被钉在柱子上面 还感觉不出有什么问题 如今没有了支撑 才感觉到 体力有些消耗过大了 双腿没有一点力气 身体直接就倒在地上 这个时候 我听到跟随着 无脸老鬼的 那个大块头的声音 他大喊了一声 好家伙 你到底是什么妖兽 满身是火 如龙四缝 气息如此强横 我竟然从来没有见过 老狗没有回头 干脆地回了一句 我是你大爷 熟悉老狗的都知道 他这个家伙 嘴巴就是管不住 说出来的话 也是十分不好听 若是碰到一些 小家伙气的人 他能够直接把人给气死了 大块头也不是那种大气的人 听到这话 明显是有些愤怒 他吼了一声 向这边冲过来 我没有看到 却能够感觉到 老狗抬起另外一个爪子 向旁边横扫拍出去 似乎是达到了大块头 发出一道撞击的响声 然后大块头就惨叫了一声 哼 还真是不把本大爷当回事 什么小猫小狗都敢跳出来了 今天这件事情 谁是主导者 大爷站出来吧 他说完话的同时 也将我身上最后一根钉子拔完 我的身体彻底瘫倒 躺在地上 想站也站不起来 随即 我看到老狗转过身去了 发出一声吼叫 气势大涨 道 是谁 给我站出来 欺负了我的人 今天谁都别想杀了 老阎王 我离开的时候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看中夜寒 如今这种局面 你为何不出来呢 第507章 强势 本来老狗救下我 还要给我出头 为我找回场子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他忽然提到了 老阎王 说的语气也很奇怪 就像是阎王如今 就在他的眼前 我愣了一下 用尽全身的力量 稍稍翻过身体 转过头来 向原本看不到的背后望去 看到我后面的场景之后 顿时傻眼了 片刻之间 脑袋里面 嗡的一声 有些空白了 刚才我看不到的背后 竟然有一排十座 百列得十分整齐 就好像 是操场的看台座位 有差不多近20个 这些十座的上面 全都坐着人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我都是见过的 除了一部分我不认识的 还有当初和五脸老鬼 一起追捕我的五个人 经营两兄弟 让我最为震惊的 是阎王也在那里 阎王坐在那里 面色凝重 像我们这边看着 没有一丝被胁迫 或者控制的样子 就是自己愿意坐在那里 再者说了 以他的道行和身份 也没有谁能够 威胁他坐在这里 从刚才一开始 我被五脸老鬼威胁 以及数落罪行 他都一直没有说话 明显是不让我知道 他在这里 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阎王和这些 想要害死我的人 是一伙的 这一切都是阴谋 他表现出对我好的样子 也不过是作戏给我看 可是我想象不出来 他这样做 到底有什么好处 老狗身上的气势冷冽 面对着众人 向他们为我讨回公道 还直接质问阎王 可能他也没有想到 阎王会如此这般 事情虽然不清楚 可阎王坐在后面 看着我要被人 钉死在柱子上 说明他是默许这一切的 我忍不住喊了句 阎王 你这样做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从一排座位上 向我走过来 脸色凝重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最后 他走到老狗面前停了下来 阎王 告诉我原因 否则 今天我就算是 拼着自己的重伤 也必定要与你们 这些人斗上一斗 主要是你 他着重强调最后一句话 阎王听到这句话 抬头看了老狗一眼 沉生说道 叶寒是一个 十分有天赋的人 日后必定非常人 但是你可知道 他曾经引动了 天外阁的那一卷仙榜 这个时候 我看到老狗庞大的身躯 颤抖了一下 身上的火焰 猛地缩小了几分 阎王的声音并不是很大 但我也听得十分清楚 他说我引动了 天外阁的那一卷仙榜 这句话里面 蕴含着很多的意思 我一时间都没有明白 说的是什么 老狗的反应有些强烈 从他后面看那个样子 应该明显是愣住了 之后 阎王又说了句 叶寒身上隐藏着太大的秘密 就算是我再看中他 也不得不舍弃掉 过了有两分钟 老狗回过神来 瞪着阎王 喊了一句 你觉得杀了他 就能够挖出这些秘密 就算是他身上 隐藏着一些秘密 你觉得自己 能够参透仙榜之谜 这个时候 阎王抬起手来 指了指旁边的无脸老鬼 道 他对我承诺 可以从叶寒的身上 挖出隐秘 代价便是杀了他 只留下他的身躯 老狗瞥向无脸老鬼 目光之中燃烧着火焰 强大的气势 压向了无脸老鬼 应该是十分的愤怒 因为这一切的事情 都是由他引起来的 老狗现在是麒麟之体 身上强大的气场 可不是寻常人 能够抵抗的 我也能够感受到 这股强大的气场 自然能够明白 其中的强大 可是这股气势 全都针对在 无脸老鬼的身上 他竟然丝毫没有感觉到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脸色不变 表现得十分淡然 他与老狗对视 相互僵持 虽然他没有表现出强势 可也没有被压制住 刚才的时候 无脸老鬼对我说 他也是得道之人 与邪仙有一份莫名的渊源 所以他绝对不是 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 麒麟 一头畜生罢了 当年脱了一层皮 好不容易活到现在 如今仗着身上的 难民离火 还敢在这里逞凶 难道真的当自己 还是以前吗 他一口道出了 老狗的身份 而且在说到麒麟的时候 也是充满了不屑 并没有将他当回事 在场的人 能够认出 老狗真身的人并不多 无脸老鬼一口道出 也并不惊奇 加上他说话的语气 表现出来的就是 他以前就知道老狗 老狗听到这句话 也是开口询问了一句 你知道我 你也是当年存活下来的人 可为何我在你身上 没有感觉到 任何的得到气息 你的样子 我以前也没有见过 这样的话语 我曾经听阎望 也对无脸老鬼说过 我虽然知道 他的确是得到之人 却不知道 他为何与阎望等人 表现出来的气息不一样 但是记得 他刚才说过 似乎是和邪仙有关系 整件事情的真相 距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感觉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渗透进了一个 与我相隔甚远的漩涡 而这个漩涡之中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无脸老鬼没有回答 我对老狗喊了一句 老狗 他也是得到之人 你小心一点 这家伙身上有古怪 不仅仅是老狗 就连阎望等其他人 也都十分惊讶地 看向无脸老鬼 这件抓捕 并且斩杀我的一系列事情 都有着无脸老鬼的身影 所有人都知道它不简单 有些人也猜测 它是很久之前活下来的人 却没有真实的证据证明 如今听到这句话 自然会感觉到好奇 老狗自然相信我说的话 点了点头 盯着无脸老鬼打量 你也是得到之人 身上却没有丝毫 被排斥的气息 若不是身上有什么秘宝 那就是自身有某种特殊性 本大爷倒是好奇了 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好好探探你的底 场面一度变得紧张起来 气氛也开始微妙 因为经过刚才我那一句话 让无脸老鬼 暴露出自己的身份 与他同伙的人 也开始暗暗猜测其中的隐情 怕是自己被利用了 无脸老鬼 也感觉到了微妙的气氛 开口说了句 各位道友 今天这头麒麟出现 想要将叶寒带走 也是咱们的敌人 否则他日后 肯定会和叶寒报复 我们谁都跑不掉 答应你们的事情依旧 接下来 咱们就合力斩杀掉这头麒麟 将他的身体分掉 之后再处置叶寒 你们觉得如何 今天赢的立刻说道 无脸老鬼 我们哥俩不管你是谁 今天这件事情 已经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们哥俩带着乾坤葫芦走了 剩下的事情 你们自己掺和吧 他们两个倒是知趣 得了便宜就卖乖 想要赶紧离开了 可是不等无脸老鬼说话 老狗先不同意了 这家伙虽然看上去 大大咧咧的 可是护短得很 见我被欺负得这么惨 并不打算放过任何人 你们两个砸碎 打算急着逃跑吗 不可能 他仰着脑袋 身上火焰大掌 抬起手来 猛地向他们两个拍过去 手掌之上 蒙着一团巨大的火焰 今天营地也不是简单角色 虽然实力不曾得到 可是两个人和起手来 也有着退凡的修为力量 老狗一巴掌拍下去 他们两个立马反应过来 做出相同的动作 双拳握天 两道金色和两道银色力量 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道旋转的庞大力量 直冲落下来的火光而去 轰隆 双方碰撞在一起 立刻发出巨大的响声 整个地面都跟着颤抖 而战斗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第508章 找场子 老狗和今天营地对抗了一招 双方都用出了强大的力量 强烈的战斗余波 让地面猛地颤抖 感觉和地震了似的 而双方对抗的时候 老狗身上的南鸣离火 以及今天营地 向四周绽放开来 老狗庞大的身躯 向后面退了两步 身体靠在了刚才定走的柱子上面 稳住了身形 惊天营的也从高地之上 一路跌落到了台阶下面 双腿弯曲 半蹲在地上 都没有办法站稳了 刚才我就听无脸老鬼说过 如今老狗并没有恢复道行修为 仅仅是靠着身上的南鸣离火 展示出了强大的威势 所以 他对上惊天营地也不轻松 双反打斗起来 也是一副势均力敌的状态 老狗 我在后面感受到地面剧烈颤抖 也看到了 老狗要不是依靠着柱子 状态也不比今天营地要好 心中担心他会受伤 老狗听到 我在后面喊叫 没有看我 十分憋气地回了句 叫唤什么啊 本大爷又没死 你好好在 后面待着吧 他说的话是挺轻松和嚣张的 可语气还是明显 能够感觉到有些沉闷 身体应该也不轻快 我又道 老狗 他们人多 没有必要和他们硬拼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呀 虽说老狗十分强势 可这里没有一个善茬 如今仅仅是和今天营地对了一招 还有实力强大的阎王 以及深不可测的无脸老鬼等人 若是他们合力攻击老狗 他绝对是招架不住的 老狗的身体挺立起来 抖了抖身上的火焰 变得更加旺盛 你作为本大爷的小弟 被人欺负得这么惨 本大爷肯定要为你找回场子 要不然 以后还怎么混呀 你就别管了 老老实实待着 本会儿本大爷就带你离开 他抬起一个爪子 往我这边挥了一圈 将飘在我面前的大裤衩 给领了过去 这件裤衩 可是老狗的宝贝 拿在手上之后 他的动作依旧是以前那样风骚 完全没有变化 双腿一弯 十分人性化地将裤衩套了进去 再往上面一提 立刻紧紧地扣住了屁股 穿在了身上 以前的时候 他身上的火焰很淡 穿上裤衩 看着十分的滑稽 现在满身是火 穿上裤衩之后 倒是全都被火焰包裹起来 看不见真面目了 谁都没有在意到 老狗裤衩里面隐藏的秘密 只是流露出嘲笑 老狗倒也不在意别人笑话他 套上裤衩之后 瞬间就有了底气 羊手挺胸 比刚才出现的时候 还要强势的模样 抬起右前腿 分开手指 像人一样 用中指比划了惊天银帝一下 向他们发起挑衅 你们两个 再来啊 看本大爷 如今将你们给灭了 小小蝼蚁一样的东西 还敢在我面前逞胸 他还是以前的作风 无论是语气 还是姿势 都完全一样 不过和以往的邋遢样子相比 如今满身是火 麒麟威势铺天盖地 表现得嚣张一些 看上去还不那么欠揍了 而且我知道 老狗这是在丢出头 忽然让我有一种 自己被欺负了 家里长辈出来找场子的感觉 心里面暖暖了 也不觉得可笑 只觉得很幸运 能够有老狗这样的朋友 今天营地 都是活了无数年的老妖怪 形势十分小心谨慎 也深知世间存在着 某些特殊的强大人物 就算是他们联手 都不会是对手 刚才见到老狗出现 就准备要走 是老狗强行将他们留了下来 如今老狗直接挑衅 不但没有激起他们两个的愤怒 甚至还让他们萌生了退役 向后面退了两步 完全无心恋战 准备赶紧逃走 场面有些凝重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老狗和今天营地的身上 没有人出面帮助他们 也没有掺和进来 和一开始 老狗没有出现的情形完全不同 今天将目光从老狗身上移开 看向周围的人 沉声说道 咱们大家一起上 将夜寒和这个畜生干掉 否则谁都不好过 这和刚才无脸老鬼说的话 是一样的意思 不过今天营地 正是因为无脸老鬼这句话 立刻就要走 才被老狗一巴掌拦下来 现在他自己也这样说 周围人的目光 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 无脸老鬼直接回了句 你们因为夜寒身上的乾坤胡落 对他起了歹心 如今人家背后的靠山 来寻仇了 先找上你们那时 你们的运气不好 和我们没有关系 阎王站在原地 脸色凝重 目光深邃 没有任何的兴趣 什么话都不说 表现出一副 完全事不关己的样子 周围的其他人 道行都不如惊天营地 一个个也全都拿不定注意 看着霸气逼人的麒麟 谁都不愿意上去送死 一群人你看我 我看你 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面退 他们两个道行不低 平日形势太特立独行 身上没有那种号召力 这番话语 没有得到一个人的回应 顿时有种被孤立出来的感觉 就算是有同样的敌人 也不会和他们联手 先让他们去和老狗斗 无论结果如何 对其他人 反正是没有影响的 老狗有些不耐烦了 见自己的挑衅 没有起到作用 他抬起爪子挠了挠头 说道 怎么 刚才不是还挺嚣张的吗 现在不行了呀 你们不出手 本大爷也不客气了 他后腿稍稍弯曲 强劲的大腿蓄满了力 犹如一只离弦的弓箭 猛地窜了出去 化作一道火影 在半空中扑下去 他没有展示出任何的道横 身上也没有阴阳之力 只有满身的火焰 和强劲的身体 难鸣离火的力量 对付惊天营地 是完全足够的 只要让老狗抓住时机 一旦被火焰沾到了 他们两个怕事 就会被烧成灰烬 世间最强大的阳火之一 并不是简单说说而已 好好好 伴着老狗的一道吼声 他的身体正冲着惊天营地 扑了下去 身上的火焰 瞬间包裹住那一片区域 让他们两个无路可逃 惊天营地虽然怕事 可不代表他们没有实力 直到自己现在 没有别的选择 也开始真正地和老狗对战 他们两个 寄出两个金银色的法器 再形成一道强势的锋芒 宛如一道光剑 冲天起 要将扑下去的老狗刺穿 老狗见识不妙 鬼叫一声 立马甩动尾巴 调转身躯 将自己的屁股 对着惊天营地 由刚才的 直扑 变成了坐下去 这一屁股坐下去 势头很是很猛的 瞬间 拿到散放着金银两色的光剑 刺向了老狗的屁股 这家伙屁股上面 有那件裤衩保护 什么都不怕 接触到光剑之后 那道光 犹如实体碎裂了一般 咔嚓一声 化作无数的碎片 消散在半空中 没有伤到老狗丝毫 可他却受疼了 鬼叫了一声 嘶嘶嘶 本大爷的屁股呀 差点爆开花了 疼死了呀 他就好像孩子一样 脸上还弄出一副 夸张的搞怪表情 就算是真的有点疼 也没有必要那样 让人一看就知道 完全是装的 不过 当时他的屁股 还是结结实实落了下去 没等金天银的回过神来 就直接被老狗的身体 压在了下面 轰隆 老狗落地 金天银地成为了肉店 发出一声惨叫 就看不到人影了 嗯嗯 舒服 屁股下面垫着点肉 就是舒服 他伸出爪子 在自己屁股下面摸索了两下 掏出来一个东西 第509章 底气 老狗从自己的屁股下面 掏了好一会儿 掏出来一个东西 我看到他手上的东西之后 双眼放光 这东西不是别的 正是乾坤葫芦 今天营地 他们两个肯为了我出山 就是因为这一枚葫芦 之前我被钉死在柱子上 身上的东西 早都被搜走了 乾坤葫芦 也落入了他们两个的手上 老狗发现了 给我找回来了 不用我说 他拿到乾坤葫芦之后 向我这边看过来 冲我招了招手 喊道 叶寒 这不是你的葫芦吗 来 给你 接住了呀 他爪子上用力 将乾坤葫芦 给我扔了过来 我刚才躺在地上 休息了好一会儿了 力气也恢复了一些 接着 乾坤葫芦 还是完全可以的 一把将葫芦握在手上 心中不由地开心 毕竟这是自己的宝贝 还是在自己身上比较踏实 多谢了 老狗回了我一句 你是本大爷的小弟 照着你是应该的 我们两个 你一言我一语 一唱一喝的 倒是十分地自在 也没有将周围的人放在眼里 主要是老狗这家伙 让我感觉到莫名地放松 这个时候 老狗的身体摇晃起来 屁股下面有些不稳定了 似乎是今天赢得要跑出来似的 毕竟这两个人 都是道横很高的人物 不可能被老狗一屁股给做死了 很快 老狗的身躯就被掀翻过去 一惊一银两道光芒 立刻从他的屁股下面飞出来 一时间犹如什么质宝出世 很是壮观 看得直耀眼 眼睛都有些睁不开 我眯着眼睛 隐约看到 今天营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两个人本来身上穿着金银色的衣服 其他外表和正常人一样 但是如今 两个人的皮肤 竟然也变成了金银色的 犹如是金银筑成的身躯 熠熠生辉 除此之外 两个人的样貌也有了变化 脸上都有符文 不再像是人 看着就好像是什么妖怪 脑袋上面还长出了脚 那副样子 让我想到了名著 西游记 里面曾经讲到过的金角和银角 两个妖怪 老狗也一个打滚 从地上翻滚起来 身上火焰冲天 使劲养着脑袋 眼睛向下面瞥着 给人一种俯视 惊天营地的感觉 畜生 你把我们两个惹怒了 今天就算是拼着同归于尽 也定要让你知道 招惹我们两个的后果 他们两个能够成为如今这般人物 绝对不是单靠小心谨慎 手上还是有真本事的 再说 尼菩萨还有三分火星 知道自己跑不掉 至少也要留下一番好的名声 老狗也不甘示弱 回道 还敢骂本大爷 就算是你们的祖宗在这里 也要叫本大爷一生前辈 凭你们 还要和我拼命 真是找死啊 本大爷对付你们 都不用动手 一会儿一批就能够把你们崩死了 和老狗对骂 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这家伙开始不论理 没有谁能够对得过他 我都甘拜下风 果不其然 今天营地被老狗这一番话 气得身体起伏不定 喘息粗众 差点一番白眼昏过去了 哎呀 他们两个呼喊着 化作两条光线 静直向这边扑过来 手上 寄出强大的秘法 老狗身上的火焰猛的一掌 倒没有用什么秘法 甩了甩半截尾巴 前半身低下 后面的屁股 狠狠地撅了起来 南鸣离火 凝聚成一团一团的 好想发射炮式的 从老狗的身上 飞射出去 向今天营地所来的方向 打过去 这样攻击 对他们两个 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一个个全都闪躲开 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他们来到了老狗的身旁 来到了攻击范围之内 向老狗的命门 发起了致命的攻击 老狗身体一震 身上的火焰陡然增强 向四周扩散了差不多一倍 我都能够感觉到 一股灼热的气息 当时 金银两道光线已经飞过去 老狗身上的弥漫出来的火焰 瞬间悬挖凝聚起来 在火焰之中凝行 生出来了两个巨大的东西 呼扇 那两个巨大的东西 像是两只翅膀 生在老狗的身体两边 只是并没有实体 出现之后 狠狠地煽动了一下 猛烈的南鸣里火一阵抖动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浪 向四周扩散开来 而刚才金银银帝刚好冲过来 正好是被火焰之中的翅膀给煽到了 身体承受了巨大的伤害 又被煽飞出去 两个家伙最后摔在地上 把地面都砸出一个巨大的坑 身上刚才的气势和力量都不见了 蹊跷出血 成了斗败的攻击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老狗就算是没有道横 仅仅凭借着身体的强横和南鸣里火 对付他们这样的人 也还是绰绰有余的 哼 现在知道本大爷的厉害了吧 老狗收敛起身上的火焰 眼睛高挑 冷哼了一声 身上的嚣张更是无人可及 这个时候 一直没有动静的阎望 瞪大眼睛 看着老狗 沉声说了一句 这是凤凰雨灵 为何会出现在你的身上 老狗瞥了阎望一眼 道 还要多谢你呢 如果不是你告诉我 大火鸟还留了一枚蛋 我也不会在吸收凤凰火焰的时候 意外吸收了一些凤凰之力 让自己能够 幻化出一对翅膀 等到以后呀 本大爷还会展翅高飞 到时候 肯定亲自登门道谢 阎望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点了点头 盯着老狗打量一番 哼 就你这样子 还展翅高飞 还真是敢说 可不知道害臊 被阎望如此说 老狗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很声道 怎么着 老阎望 你是不是想打架 正好呢 我要找你算账 那两个家伙 现在是出局了 你就替他们来吧 听到这里 所有人都用余光瞥了 惊天赢地一眼 这两个家伙道横高深 却遇到了强横的老狗 在不知深浅的情况下 贸然和老狗硬拼 结果就被他给打败了 现在受了重伤 看来是不可能再打了 如今 老狗又要和阎望开战 他是打算 把这里伤害我的人 都挨个打过 阎望听到老狗的话 立刻说道 我和你打 你现在不是我的对手 说话的时候 还轻轻摇着头 表现出不屑的模样 老狗最受不了的 就是这样的无视 他当即跳了起来 身上火焰 快要烧到阎望的脑袋上了 口中一边喷火 一边喊道 你说什么 本大爷不是你的对手 来 咱们比划比划 看谁厉害 我还就不信了呢 阎望说道 咱们两个的力量打起来 难保不会引动一些竞技之力 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 还是别了吧 不行 绝对不行 老狗可不算完 被他给缠上了 在没有达到他满意的效果之前 绝对不会停下来 今天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能够给我个交代 咱们两个就不算完 我到时候 就去你们阴思成呢 阎望没有再说话 但是他也了解老狗的德行 知道这家伙记仇 真要是让他去了阴思成 恐怕事情会更加麻烦 他看向旁边的无脸老鬼 说了一句 道友 如今事情闹成这个样子 老畜生为叶寒出头 现在他的实力 你差不多也有个了解了 你说 应该怎么办呀 阎望倒是会推 一句话 看似是问询 实际上却将问题的重点 扔给了无脸老鬼 也将老狗的一部分 注意力吸引过去 无脸老鬼冷笑都 道 现在今天营地这两个 想要逃跑的家伙败了 那剩下的咱们 就是同一战线的朋友 你们若是信得过我的话 就和我一起 将这头麒麟斩杀掉 之后再把叶寒杀了 继续我们刚才的事情 他说的十分有把握 似乎强势的老狗 在他的眼中并不算什么 刚才老狗可是刚刚 把今天营地给收拾了 实力已经摆在这里了 就算是阎望 刚才对话的语气之中 也没有丝毫小瞧的意思 老狗也忍不住 喊了一句 你这玩意儿 虽说本大爷看不透你 可就算是当年 也没有人敢在我面前 这样嚣张啊 你有什么能力说这番话 第510章 混战 老狗硕大的脑袋低下来 瞪大眼睛盯着无脸老鬼 身上的火焰十分强烈 释放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无脸老鬼身上的衣服 瑟瑟作响 很是强烈在他身边回荡的气势 就好像是一把把刀子 将衣服全都割破了 可是就算是衣服没有了 也没有看到 他身上的皮肤出现一道划痕 完全不受影响 无脸老鬼也没有回应老狗 故意不将他放在眼里的样子 激怒他 让他失去刚才掌握的主动权 失去理智 老狗脑袋本来就有些直 和无脸老鬼这种阴谋家对上 更加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了 表现出小瞧他的样子 就让他有些抓狂了 老狗低头张大嘴巴 发出一声怒吼 在他张口吼叫的同时 嗓子眼里喷出一团剧烈的火焰 好好好 声音之中带着强大的灵魂之力 我听了之后 都觉得脑袋一阵眩晕 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可是处在声音漩涡中心的 无脸老鬼 表现得十分淡然 根本就不为所动 脸部红气不燥 好像刚才老狗的喊声 仅仅是一声微不足道的低语罢了 咦 老狗见自己 奈何不得无脸老鬼 气得直接跳起来了 身上的火焰变得十分不稳定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 我看透了无脸老鬼的目的 虽然他的确是诡异恐怖 可我相信 只要老狗能够保持冷静 心中留下一个底 我们就算是不敌 要离开这里 也绝对不是难事 而且我休息了一会儿 身上的力气也恢复了一些 应该能够帮上点忙 怕就怕老狗承受不住这些激将 变得失去理智 我赶紧喊了一句 老狗 他是在故意招惹你 可别上了他的当了 老狗听到我的声音 向我这边看了一眼 没等开口说什么的呢 无脸老鬼抬起头来 看向庞大的麒麟脑袋 开口说话了 畜生 刚才叶涵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我曾经也是得到之人 根本不受 你身上的这种灵魂压迫的影响 所以 你这点小把戏 吓唬吓唬其他人还行 对于我没有没用的 听到这句话 老狗稍稍一震 似乎已经把我刚才 对他的叮嘱给忘了 口中还嘟囔了一句 咦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我怎么给忘记了 这个时候 无脸老鬼看向阎王 又看向后面 石座上起来的众人 再一次询问道 各位道友 我又能够压制 这头畜生的办法 你们可愿意随我一起 将它斩杀掉 这头畜生 乃是麒麟神兽 千万年难得一遇 历史上几乎都没有过记载 比龙凤都要稀少 它的身躯也同样都是宝 斩杀了它之后 我也不要什么东西 将整具躯体 全都交给你们分掉 这样一番话 又把无脸老鬼捧上了 无私的境界 斩杀了老狗 是为民除害 毕竟他是我的同党 而他自己什么都不要 十分太无私 任谁都说不出什么 如果我不是知道 他心中实际是另有打算 肯定也会被他的说辞给打动 再加上之前的事情 无脸老鬼一直在参与 隐隐占据着 主脑的位子 说出来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 立刻有一个人站出来 表示同意 好 我愿意相助老鬼道友 将这头畜生斩杀 紧接着 又有人站出来 我也愿意斩杀这头畜生 否则让他和叶寒逃走之后 阴阳道上 怕是又会多一个恶魔 彻底不得安宁了 说吧 这个人还呼吁下面 等着见证我死亡的众人 一起来杀掉老狗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 尽自己的权力 保护站在我们后面的家园和朋友 声音铿锵有力 话得于也是大意凛然 将所有人都说成了是英雄 而我和老狗 成了恶魔罪人 万事都要讲一个理字 现在这些人把理说到自己的身上 我们无话可说 底下的人就算是还有顾忌 听到这样的话 内心的热血冲头 绝对是什么都不顾了 果然 下面的人立刻有了回应 好 好 杀了他们 杀 杀 各种嘈杂的声音 顿时让周围 弥散出一股浓重的杀气 场面免得紧张而肃杀 我都不由得挺了挺几两 那些还没有表态的人 看到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如果自己不加入这个阵营 那就是公敌 谁都不敢 只能十分不情愿地表示 一起合力杀了我们 老狗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这样的场面 好多年没有见过了 记得只有当初我无意之间喝醉了酒 暴露了真身之识 被一群人围堵 那一次还差点栽了 好汉不提当年有 无脸老鬼 根本不在意老狗以前的事情 他很满意地点点头 而后看向阎望 沉声道 阎望 您既然决定了与我合作 挖掘出叶寒身上的秘密 肯定也会答应 大家先一起除掉这头畜生吧 说起对老狗的了解 阎望也谁都要了解 他盯着老狗打量片刻 沉声叹了一句 唉 我是真的不想和他为敌 毕竟当年的老友 也没有剩下几个了 不过 为了某些事情 也应该付出一定的代价 我愿意与你们一起 斩杀掉这头畜生 听到阎望这句话 我心头为之一紧 不知道为什么 阎望一直让我十分恐惧 有了他的加入 恐怕我们更加危险了 这个时候 我也不能真的在后面看戏了 老狗是为我而来 我们就要一起出去 至少不耐够让他栽在这里 我将乾坤葫芦挂在腰上 从地上爬起来 吻了吻双腿 忍着身体的疼痛 走到了老狗后腿旁边 墨鱼害怕他身上的南鸣离火 直接伸出手拍打了两下 老狗 看来今天咱们两个不好离开了呀 老狗回头瞪了我眼 喊道 狗屁 本大爷可是神兽 岂是这些家伙能够欺辱的 你小子就在一旁看着吧 看本大爷如何给你出气 我十分认真地说了句 老狗 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 这些家伙都不是善茶 尤其是阎王和无脸老鬼 你不要大意了 咱们两个一起硬敌 也不要恋战 同时想办法先离开这里 老狗到 你放心吧 肯定不会有事的 我还想劝告 可是我也了解老狗的性格 他这样说 可能是因为有什么底牌 但他手中的底牌不一定有用 我心中还是担心 只不过 现在劝告的话 已经起不到作用了 我眼睛忽然瞥到了一旁的深男 从一开始 他就在那里站着 一点都不起眼 一句话都不说 若不是眼睛看到 就直接把他忽略过去了 深前辈 我喊了一句 他并不作答 也没有什么反应 完全就是看戏的样子 事不关己 也不瞎掺和 这个时候 无脸老鬼说了句 大家赶紧动手吧 免得夜长梦多 愤出几个人来 据对付夜涵 他现在身受重伤 发挥不出多少力量 剩下的所有人 和我一起攻击这头畜生 给我创造机会 我有办法能够将他压制住 话音未落 他就已经出手了 身体化作一团黑影 冲向老狗 手上握紧拳头 闪烁着诡异的符纹 释放出诡异的力量 阎王也在同一时刻出手 向老狗的脑袋打去 这两个人 都是久经战场的人 知道高手之间的对决 抢占先机是十分重要的 老狗吼叫一声 身上火焰缭绕 抬起前爪 后脚着地 模样看着何人似的 直接以双爪来对敌 其他人看到 无脸老鬼和阎王动手了 也纷纷扑了过来 顿时变成了一场混战 第511章 祭祀夺宝 老狗和阎王 无脸老鬼缠斗在一起 双方都拿出了底牌 一出手就是要命的招式 丝毫不顾及有什么情意 火焰光彩和阴邪的黑气 交织在一起 眼花缭乱 只能够看到几个身影 在窜来窜去的 具体是如何打斗 也看不清楚 而且 我也没有精力去关注他们 因为我当时也有些自身难保 几个人向我围攻过来 手上打出了强大的秘书 让我不得不专心应对 否则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身上还有伤 也没有衬手的法器 实力发挥不出平日的三分之一 只能是向后面退闪 很是勉强的对敌 握紧拳头 凝聚出阴阳之力 所修的经纹迅速运转 黄庭经和吞魂经一起运转 身上闪出道家的力量光辉 背后出现灵魂之体 仰天长息 吞魂之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体内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用过法门 每次打斗总是会陷入疯狂 这一次处在清醒的状态之下 才能够使用一次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一次与人战斗 竟然没有出现蜂魔的状态 一切都很正常 似乎是之前连续三天时间的魔整 让体内的邪念之力陷入了沉寂 这才没有影响到我 不过黑刀不在手上 让我十分不适应 强势的力量也发挥不出来 我用拳斗对敌 几招之后就有些招架不住了 能够感觉到疼痛 伤到了还会流血 不可能和这群 不是正常人的家伙去硬抗 再说他们手上还有法器 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将腰上的乾坤葫芦拎出来 一只手握住葫芦嘴 好像它是一根大棒子 直接用作法器 抵抗敌人的法器 乾坤葫芦的力量我用不出来 可是它绝对够结实 任何力量打在它上面 都会无声地消散 有石沉大海的感觉 随着战斗时间的增长 我的体力有些支撑不住了 双腿发软 一直在往后踉墙 很难稳住阵脚 眼睛看东西也开始模糊 额头上的冷汗 从眼角流下来 滴落在地上 让我心里面压力大增 老狗的状态 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它一个人对战无脸老鬼和阎王 旁边还有一伙人 在趁机给予它伤害 处境十分不妙 就算是它身上有难鸣离火 在没有高深的倒横之下 仅凭火焰是不可能 对这么多人造成太大威胁的 要不是 靠着屁股上面的裤衩支撑着 抵抗一部分伤害 老狗早就败下阵来了 有裤衩在它身上 至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老狗之前能够如此嚣张 不把阎王等人放在眼里 相当一部分原因是 这个大裤衩 这个时候 乌脸老鬼冷声说了句 畜生 我真是没有想到 这个东西 被你给劫足先登了 今天你要是不出现 我还真是没有地方去找呢 它这句话 把老狗也给说懵了 不知道它说的东西是什么 你说什么玩意儿 乌脸老鬼冷笑一声 道 你马上就知道了 又对阎王道 阎王 你先拦住他一会儿 看我将他身上 依仗的那裤衩给卸下来 很快 我们就都明白了 乌脸老鬼说的 竟然是老狗屁股上面的大裤衩 乌脸老鬼说完之后 忽然在地上盘膝坐下 双手不停打出各种手势 一会儿掐发绝 一会儿举天伏地 像是在实行什么祭祀的仪式 之后 他咬破了自己的食指 手指上面流出了黑色的鲜血 而后用食指在自己的眉心上 画了一个符号 上面还闪耀着奇异的光彩 做完这一切 乌脸老鬼身上冒出一团黑气 身上释放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脸上浮现出一些纹落 双眼瞪大 变得幽深呈现绿色 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相隔一段距离 感受到他身上的气息 都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好好好 乌脸老鬼猛地发出一声怒吼 在吼叫的同时 他用刚才咬破的手指 在地上写字 写的是什么 我也不认识 是一种特殊的字体 每写一画 字完整一分 上面就会释放出一股力量 而这一股力量表现出来的状态 就好像是一个黑气凝成的漩涡 深算能够吞噬一切 老狗忽然大叫了一声 我被老狗的声音吸引 立刻向他看过去 刚才还在和阎王缠斗的他 此时竟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身上的火焰 被一股莫名地扯开 前半身和后半身 被狠狠地拉扯着 像是要被分尸成两半 老狗的屁股上 好像穿着什么颤抖的仪器 在不停地抖动 一道异彩在火焰之中 显得尤其闪耀 这一道异彩 正是他屁股上面的裤衩 我联想到 刚才无脸老鬼说的话 以及他一直以来对魔体的关心 心中立刻明白了 无脸老鬼和老狗一样 都知道那块黄色不快的价值 他如此上心 也都是为了那块布 而且无脸老鬼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神秘 他竟然能够引动黄色不快的力量 让老狗无法招架 老狗鬼叫一声 哎呀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 无脸老鬼继续着自己的动作 但是速度越来越慢 好像他写到最后 每一次下笔 都是越来越艰难了 可老狗屁股上面的裤衩 发出了一道清脆的开裂声 吃了 衣服撕裂的声音 红黄拼接的裤衩分开了 这条裤衩是老狗 用来遮掩黄色不快的存在 特意找来了这块红色的布 用特殊的方法 将两者拼接在一起 从外观来看 很难看出什么 它也十分坚硬 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的损伤 如今竟然撕扯开 将黄布和红布分裂了 当初为了这块黄色的布 老狗差点把我们两个的命 都搭进去 对它来说十分重要 现在竟然要被无脸老鬼抢去 自然是急了 它吼了一声 大骂了一声 吼吼 骂的 本大爷的东西 你还想染指 找死 也顾不上阎王了 不管自己的脑袋是否有危险 先顾自己的屁股 扭过身体来 张大嘴巴 一口将屁股上面的裤衩咬住 以免被无形的力量夺走 我们这边的战斗也停下来了 全都看着老狗那边 等着他们绝出一个胜负 老狗的模样有些艰难 身体扭曲着 似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满身的男兵里火都在颤抖 而他口中咬着的裤衩 似乎也压不住那股无形的力量 再从他的牙齿之间 慢慢地向外拖出去 这个时候 阎王动手了 因为老狗只顾着裤衩 露出来了要命的空档 阎王冷着脸 双手凝聚出强大的力量 双手举天 做出一个奇怪的姿势 半空之上 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看着就好像是一座山药落下来 不过看不到实体 完全是力量凝聚出来的 他大吼了一声 双掌落下 那巨大的黑影也落了下来 我脸色一变 大喊了一声 老狗 小心 想要帮助他 却已经是来不及了 只能眼看着老狗的身体 被巨大的阴影压在下面 轰隆 老狗的身体被镇压下来 从半空中摔到了地上 在地面上砸出一个巨大的坑 灰尘浓郁 一时间也看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而他口中咬着的裤衩 因为这一掌 彻底从口中脱落 向无脸老鬼这边飞过来了 我来不及救老狗 眼看着裤衩飞过来 心中深知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来不及多想 双眼一亮 两个胯部飞上去 越到无脸老鬼的前面 一把将向他飞过去的裤衩给抓住了 第512章 真相浮出 当时那种情况 我并没有想太多 只是觉得 裤衩不能够轻易 被无脸老鬼给得到了 自己脑袋一热 就抢先一步 将裤衩给抓住了 在我抓住老狗裤衩的时候 却发生了以前 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老狗这一件裤衩 我不是没有接触过 它也曾经救过我好几次 碰过的次数也不少 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场 可是这一次 我抓到手上之后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之间就发烫起来 感觉手上 拿的不是裤衩 而是一块烧红的铁皮 灼热和疼痛瞬间袭来 差点让我直接将裤衩扔出去 好在我心里还有理智 知道这东西宝贝得很 并没有下意识地给扔出去 哪怕是灼热 还是紧紧地抓在了手上 奇怪的是 我感觉到裤衩无比的灼热 就像是烧红的铁皮 可是无论怎么紧握 我的手都没有任何伤痕 被这样的温度灼烧 肯定是烧熟了 但是手上的皮肤 竟然红都不红 眼前看到的 和自己感受到的 是完全不同的场景 我甚至都觉得 自己是处在幻觉之中 就在我发愣的时候 老狗猛地一下子 从砸出来的坑里面 跳了出来 他落在地上 震颤了一下 我紧握着裤衩 向老狗看过去 此时老狗已经没有了 刚才满身是火的神兽威严 他身上的男明里 火淡了很多 体型也小了一些 看上去不是那么唬人了 身上的鳞片有些残缺 应该是刚才受了伤 导致后腿 似乎还在隐隐发颤 站都有些站不稳 出来之后 口中就骂骂咧咧地说道 草 本大爷的裤衩 你们谁敢抢 今天本大爷 还就和你们杠到底了 他脑袋还没有清醒过来 也没有看清楚如今的局势 不知道现在裤衩 在我的手上 说来也奇怪 刚才老狗用尽了 所有的力量 都没有办法将裤衩 留在自己的身上 让无脸老鬼 用一股无形的力量 给夺走了 可我抓在手上之后 竟然丝毫没有感觉 除了上面有着很热的温度 并没有察觉到 有力量在抢夺 老狗 我喊了一句 跑到老狗的身边 老狗体型太大 看不出伤得如何 可是阎王不会留手 他那一掌力量绝对是够大的 叶寒 别管我 我没事的 赶紧将本大爷的裤衩 给抢回来吧 一定要抢回来 老狗眼睛之中弥漫着火焰 神志还有些不清楚 我说道 你放心 裤衩在我的手上呢 一把抓住老狗的腿 担心地询问道 你怎么样 是不是伤得很重 老狗摇了摇大脑袋 似乎是清醒了一些 眼中的浑浊 渐渐地变得清明 向我看了一眼 注意到我手上的裤衩 他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没事 本大爷没事 本大爷可是神兽 这点小手段 还杀不了本大爷 这个时候 他又向前面看去 盯上了五脸老鬼 你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知道我这件 裤衩上面的东西 五脸老鬼 此时的模样 也有些奇怪 他盘膝坐在地上 刚才还在地上 写字的手也停了下来 但是并没有从地上离开 手指贴在地面上 保持着一个奇怪的姿态 一动不动 那个状态和样子 我看着都感觉特别累 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保持不动的 他没有回答老狗的问题 而此时 盐望在后面 开口询问了一句 老畜生 你身上那条裤衩 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够让他如此费力抢夺 盐望爷见过老狗的裤衩 却只当是他恶作剧胡闹 故意给自己搞了一条裤 却没有想到 竟然让五脸老鬼如此争夺 如此情况 他就算是再傻 也能够猜到 这件裤衩不同寻常 老狗瞥了盐望一眼 很是不屑 之前他对盐望态度 还算是可以 只能说是防备 如今却是充满了敌意 你又是什么狗屁的身份 没有资格知道 他就是一个嘴上不饶人的主 如今被盐望打伤 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 说出来的话 就是气人 盐望果真被气得不轻 他怎么说都是得道之人 道衡甚至还要在老狗之上 却被如此瞧不起 心里自然不舒服 这个时候 五脸老鬼却缓缓地抬起头来了 向我们这边看过来 只是他的模样 又发生了变化 刚才脸上出现的纹落线条 此时变得更粗了 而且变成了血红色的 脸色惨白 嘴角流血 双眼也流出了血泪 看上去好像厉鬼的脸似的 他贴在地上的手 在剧烈颤抖 手上的血管崩裂 绽放出血花 口中低沉着声音 对我们说道 我果然没有猜测 是真的 老狗似乎听明白了他的意思 双目一瞪 声音中带着低沉的吼声 问道 你到底是谁 你 他的话还没有问完 盘西坐在地上的五脸老鬼 却忽然之间动了 他血管崩裂的那只手抬了起来 两只手全都凝聚成鹰爪的模样 身上弥散出黑气 在地面上瞬间滑过来 向我的手上抓来 目标正是那件裤衩 刚才还一副被反噬 受伤严重的模样 现在突然动手 让我实在是措手不及 一时间愣在原地 不知道应该如何闪躲 好在有老狗在旁边 他抬起爪子来 向冲过来的五脸老鬼 拍打下去 给我滚开 老狗一巴掌拍在他的身上 而五脸老鬼身上的强大力量 也打在了老狗的身上 双方碰撞之后 又立刻分开 向后面退了好几步 才堪堪稳住身形 两个人 谁都没有逃到好 他们两个停下之后 相互盯着对方 谁都不敢大意 这里知道 这块不真正宝贝之处的 就只有他们两个 其他人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两个如此的表现 更让阎王等人为之疑惑 老狗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能耐了 就算是他有神兽之躯 能够趋利避害 以这样的身体 面对阎王这伙敌人 不一定能够逃窜出去 而五脸老鬼 刚才抢夺裤衩的那番动作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把自己给搞伤了 看上去还挺严重 也没有多少实力了 只有阎王在一旁 稳如泰山 隐隐开始掌控起全局来 他向前面走了两步 来到距离我不足一米的地方 扫了一眼我手上的裤衩 却没有动手 但我感觉到 他的气息锁定住我了 要是我敢有什么异动 他绝对会动手 随后 他又看向老狗和五脸老鬼 沉声询问道 你们两个 谁能告诉我 这条裤衩到底有什么秘密 老狗和五脸老鬼都不说话 过了有一分钟左右 阎王语气变得冰冷下来 道 你们两个都不说 那今天的事情就无法善了 老狗冷哼了一声 很不服气地说道 老阎王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是就觉得 能够把我拿下了 有本事你就来试试呗 他的口气依旧硬得很 像是还有什么底牌 根本不怕阎王 阎王回了句 我知道 我现在 看上去是比你们都要好 可我只是一缕残魂 从本质上讲 各方面都不如你们 就算是你们重伤 也没法 将你们怎么样 但是 他说到这里 声音拉长 目光猛地一瞥 向我看过来 瞬间 我被他的眼睛盯着 就好像 是被一条毒蛇给盯上了 身体抖了一下 下意识地想要向后面退 不等我抬起脚来 阎王身体化作一道残影 眨眼之间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手也向我的脖子掐过来 第513章 隐藏的秘密 阎王向我迅速靠近 超出我能够做出反应的范畴 并且伸出手掐向我的脖子 准备将我控制住 我的瞳孔之中 只看到一只手迅速放大 片刻之间 已经扣住了我的脖子 一直以来 我都不曾和阎王 这等道行的人交手 也没有办法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和他们的差距 这一次 虽然不算是交手对战 可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足以说明 我们之间的差距了 脖子上面 被一只冰冷的手扣住了 一样控制住 骨头立刻变得僵硬起来 一动都不敢动 甚至大气都不敢喘 我感受到了阎王身上 散发出来的强势和杀气 如果我敢有什么异动 或者想法 恐怕是会被直接杀掉 在阎王的手上 任何的小聪明都是徒劳 而他的另外一只手 也向我手中的裤衩抓去 不过 我并没有松开手 依旧紧紧地抓着 没能让他将裤衩抢夺过去 放手 阎王冰冷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一股寒气从脖子灌了进来 让我心头一颤 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心里要说 不害怕是假的 可就算是害怕 我也没有放手 因为我打定了注意 阎王现在不会杀我 一 他留着我还有用 可以威胁老狗 甚至是无脸老鬼 二 他对我的性命不感兴趣 杀了我没有好处 三 是我自己的直觉 虽然心中恐惧 却没有感觉到死亡的危机 我不放手 阎王用力抢夺了几次 竟然没有抢夺过去 照理说我手上这点力气 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以阎王的实力和力气 想从我手上抢夺个东西 那绝对是十分容易的 似乎是裤衩贴在了我的手上 不想被阎王抢夺过去 阎王还感叹了一句 你好大的力气 我没有说话 实际上自己心里面也纳闷 不过几次没有抢过去 阎王也就放弃了 没有再抢 也没有再威胁我 而是转头看向了老狗 和无脸老鬼 你们两个 现在都给我老实点 如今夜寒在我的手上 裤衩也在我手上 要是有什么异动 别怪我先把夜寒给杀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老狗和无脸老鬼 都有些发猛 无脸老鬼冷声说了句 阎王 你这是什么意思 咱们两个可是一伙的 现在你拿夜寒来威胁我 是想怎么着 你以为我会在乎夜寒的死活 阎王冷声道 你在乎不在乎 和我没有关系 反正现在你们两个在意的东西 在我的手上 想要的话 就乖乖听我的话 哼 就算是你得到了 能有什么用 无脸老鬼很是自信 不受阎王的威胁 他们两个之间的合作关系 本来就不牢固 只不过是因为 其中有利益的交集 一旦出现情况 关系绝对会崩裂 现在正是一个开始 只是我没有太多的心思 去想他们两个 因为我现在是被抓住了 导致现在老狗 也出现了掣肘 必须要想办法摆脱掉阎王 我体内的力量稍稍运转 一只手搭在腰上的 乾坤葫芦之上 可是这一点小小的动作 也被阎王给察觉到了 他掐着我脖子的手用力 让我身体不自觉地挺直 你给我老实点 我的脖子吃痛 嗓子眼里发出一道嘶哑的声音 没有说话 可手上不敢再有任何的异动 随即 阎王开始威胁老狗 老畜生 你挺在意叶寒 现在他的命捏在我的手上 你要想让他活命的话 就乖乖听我的话 告诉我 你身上的裤衩有什么秘密 说到这里 他很是得意 因为他知道我和老狗的关系 老狗和我之间的情谊很深 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已经超越了长辈和晚辈 已经变成了朋友和兄弟 他自然是在意我的生死 可是这一次 他竟然没有受阎王的威胁 冷笑了一声 哼 你用叶寒威胁不了 那个傻叉 如今又想用他来威胁我 你觉得我还不如那个傻叉吗 真是够蠢的 老狗的嘴镯实厉害 一句话就将五脸老鬼 说成了是傻叉 五脸老鬼可是绝对的阴谋家 任何的事情 都是由他策划的 和 傻这个字 又如何能够沾上边 如今被人这样羞辱 肯定是会生气 他在骂五脸老鬼的时候 也让他气得不行 两个人都怒气冲冲地盯着老狗 恨不得将他给生吃了的状态 阎王恶狠狠地说道 既然你们都不在意夜寒的死活 那我留着他也没有用了 现在就杀了他 他手上还真的用力 弥漫出一股黑气 狠狠地掐紧我的脖子 我身上的生机开始流失 而老狗终于忍不住了 喊了句 老阎王 你等一等 听到老狗开口 阎王便知道 自己的威胁还是起到了作用的 只要是有人喊停 那就是可以用以威胁 他的嘴角露出邪笑 冷色说道 怎么 你不是不在意夜寒的死活吗 老狗咧嘴 似乎是在笑 回了一句 我的确是在夜寒的死活啊 那你 不管是谁 面对老狗这样的无赖 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老狗道 我让你等一等 是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什么话 你杀不了夜寒 老狗声音沉闷 语气却十分地坚定 眼中还流露出古怪的神色 十分有深意的模样 阎王此时自认为掌控了主动权 我和裤衩都在他的手上 一切都不着急 很是疑惑地询问了一句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杀不了夜寒 看到阎王疑惑的表情 老狗眼中的笑意更浓 道 怎么 你难道不相信吗 不信的话 那你就试试呗 原本以为将我拿住了 足以掌控全场 将老狗和无脸老鬼都控制住 老狗和我是好友 无脸老鬼一直想要抓我 我的性命对他们两个 都是很重要的 可是如今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没有一个人在意我的丝毫 老狗还主动要求 让阎王杀了我 不仅仅阎王猛逼了 我也不知道 老狗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 阎王沉寂片刻 道 老畜上 你这家伙 又在玩什么花样 老狗不说话 一副十分自信的样子 根本没有伺机出手相救的样子 这样的表现 让阎王有些恼羞成怒 他自己似乎成为了全场的笑话 好 我今天就杀了叶寒 看你们是不是真的都不在意 以前的时候 阎王看中我的潜力和行事作风 对我办的事情很满意 想要将我收在门下 可是如今已经撕破脸皮 大家是敌人了 对我自然不会留情 给自己留下祸患 这是十分不理智的 阎王恼怒 手上用力 直接要我的命 我眼前发黑 立刻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一股强大的力量 锁定了我的生机 瞬间就要断绝 让我形神俱灭 这个时候 一道绚丽的光彩 忽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黑暗的环境 顿时变成了七彩之色 一股诡异的力量 将我全身给保护起来 敢敢伤害我的人 你真是找死 一个冰冷清脆的声音 传进了我的耳朵之中 让我模糊的意识 稍稍清醒了一些 我当时已经确定 自己没有死 是有一股力量就吓了我 现在我全身暖洋洋的 都感觉不到 刚才阎王带给我的那种冰冷了 而后 又有一些声音出现 哗啦哗啦 呼呼呼 钢铁摩擦碰撞的声音 东西风中飞过的声音 以及衣服 被吹得瑟瑟作响的声音 第514章 摇池大神 我听到了各种奇怪的声音 意识也变得更加清晰 知道自己还没有死 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就吓了我 随即 我也就睁开了眼睛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阎王 他站在我的面前 身体一动不动 手掐住我的脖子 身上凝聚着强大的力量 都能够看到弥漫着的黑气 只是他的脸色有些凝重 整个人的状态不太正常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 自己身上被一股奇异的光彩包裹着 像是有一束天光笼罩着我 抬头看去 我发现自己脑袋上面 悬着一个熟悉的东西 仙护 这一枚仙护 正是我的仙护 之前被无脸老鬼等人 搜去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 仙护在我的脑袋上面 表面上还出现了很多的裂痕 绽放出各色奇异的光彩 正是这些溢露出来的光彩 笼罩在我身上 保护住了我 抬头看向仙护的时候 我还撇到天际飞来了古怪的东西 一个黑点从天上落下来 后面还跟着四条黑线 刚才那些摩擦的声音 就是从那遥远的天际传来的 因为距离比较远 一开始没有看清楚是什么 后来感觉像是一个人 很快 来到视线范围之内 我看清楚了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人没错 后面跟着的四条黑线 是捆绑在他四肢上的四条铁锁 看不清源头在何处 一直蔓延到云层之上 这样的形象 只有一个人 摇池大神 沉睡于古墓之中的人 他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我当时也傻眼了 正正地看着落在地上的人 倾国倾城的面容 超过我所见的所有女人 就算是世间再美丽的花朵 在他的面前都黯然失色 此时虽然只是披着一件黑色衣袍 头发凌乱 脸上未湿粉带 却依旧让天地失色 身上的气质更是射人心魄 这一次见他 也不知道为什么 让我的灵魂更加为之震撼了 之前与他相识 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对他也没有任何的了解 可是如今通过老狗等人 已经让我对他的身份有了认识 知道他的可怕 现在他出现在这里 将我救下来 可我心里面还是在犯嘀咕 不知道他的出现 到底是服侍活 咕噜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场上一片寂静 连我咽唾沫的声音 都十分清晰 这个时候 摇池大神看着我 朱唇清起 传出冰冷 而不容拒绝的声音 放开他 话语打破了沉寂 刚才表情实话的众人 终于有了变化 能够察觉出可怕之处的人 一个个脸上 都流露出惊恐的声色 阎王明显也是认识摇池的 听到他的话 掐着我脖子的手 立马放了下来 向后面退了两步 与我拉开距离 其实他的注意力 早就从我身上移开了 完全放到了摇池的身上 这个时候 老狗回过神来 猛地发出一声大笑 十分突兀 没有任何的预兆 还把这里所有的人 都给吓了一跳 咔咔咔 老阎王 我刚才就和你说过了 你杀不了叶寒的 你想要杀他 就是给自己绝坟墓 我听到老狗的话 也感觉到十分惊奇 听他话里面的意思 似乎知道 摇池大神会出现在这里 老狗虽然知道 我手上有摇池的仙护 却一直未能知道 他在哪里 知道这件事情的 只有我和尼菩萨 想到这里 我心中一动 按道 莫非是尼菩萨 果不其然 旁边传来了尼菩萨的声音 仗着人多欺负人少 还真以为我们兄弟 就能够任凭你们欺负不成 本来今天不打算闹大 既然你们要战 咱们就都斗上一斗 尼菩萨从远处走过来 脸上挂着一张 恐怖的青色面具 已经不再是尼菩萨之身 而是血肉之躯的模样 身上弥散出陌生 而强大的力量 这张面具 也是一种强大的传承 以前被天外阁追杀的时候 尼菩萨也曾经用过 如今他戴上这张面具 身上散发出来的力量 让人捉摸不透 隐隐还有得到知人的气息 让人不敢小瞧 尼菩萨走到我身边 拍了我肩膀一次 对我轻声说道 叶寒 你怎么样 还能行吗 我被他拍得醒了过来 点了点头 道 嗯 我没事 没事 随即 我又询问道 尼菩萨 你 你和瑶池大神 是和老狗一块来的吗 他们相继出现 而且瑶池救我那么及时 要说不是提早准备好的 单纯说是巧合 我实在不敢相信 尼菩萨看了我一眼 尤兰斯的双眼 闪过金光 不是一块来的 不过是我和老狗之前碰过面 他先过来的 我担心会再出现问题 一开始特意没有出现 就等着将这尊大神请出来 瑶池出场 能够镇住一切 先护代表的就是本人 先护完整 代表着人的完整 这也就是说 从理论上讲 如今瑶池完全能够发挥出得到的实力 这里没有谁能够压得过他 老狗看着瑶池 咧嘴大笑道 哈哈 瑶池小妞 咱们两个可以好久好久不见了 一会儿清闲了之后 可要好好叙叙旧呀 我一直担心 老狗和瑶池碰面 就是怕当初我和尼菩萨的谎言被拆穿 会让瑶池恼怒 而杀了我们 如今他们两个凑到一起 对我们是很不妙的 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日后的事情 只能日后再说了 瑶池听到老狗的话 转头瞥了他一眼 微微醋眉 脸上依旧冰冷 什么话都没说 完全当老狗 是个疯子的模样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来 现在是不认识老狗的 这个时候 阎望看着瑶池 又看看尼菩萨 整个人变得慌张起来 一边摇着头 一边向后面退 口中还在喃喃自语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们两个还都活得好好的 这怎么可能 尼菩萨脸上的面具 是当年瑶池的丈夫之物 如今阎望肯定是将尼菩萨 当成了那个人 瑶池看着阎望 双手向前面一抬 手腕上的两条铁链猛的一晃 天际的云朵 都被铁链的力量给震散了 发出悠远的声音 他双手端在一起 挺直身体 犹如女王一般 挑着眉角看向阎望 你今天动了我的人 我就要 让你付出代价 说吧 他伸出手来 身上缭绕着黑气 一个巨大的黑影 在背后显化 黑影十分模糊 只能隐约看出是一个人 仰天张口 猛地吞吸 吞魂静 这卷经文在瑶池的手上 拥有着震天设地的威能 和我使用出来的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看不到黑影吞吸的动作 可我绝能够听到 犹如狂风一般的呼啸 周围无论是灵气还是阴气 全都被洗去了 呼吸都变得困难 像是变成了真空的样子 当时 锁着他的铁链上 浮现出一些金色的符号 像是某种特殊的封印和压制 在瑶池的手掌上面 浮现出一个漆黑的漩涡 可以感受到 是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那股力量从手掌之上飞出去 直接打向阎望 阎望脸色大变 看着飞向自己的掌印 眼中充满了恐惧 他寄出了自己的先护 阎望令 阎望令飞起来 在半空之中旋转 同时阎望凝聚出体内所有的力量 全都汇聚到阎望令之上 形成一道特殊的屏障 轰隆 掌印打在了阎望令上 阎望凝聚出来的所有力量 瞬间崩碎 一切都被轰成了虚无 而阎望自己的身体 也犹如断了线的风筝 立刻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第515章 大能者 摇池动手 一招就将阎望给打飞了 我也被这样的场景给震惊了 愣在原地 正正地看着 在地面上砸出一个坑的阎望 刚才老狗和阎望对战 双方都拿出底牌 也只能是斗个不分上下 根本就没有这样一边倒场景 完全就是碾压 我理解不了高层次的境界 可从这其中的差别也能够知道 摇池的实力强的可怕 老狗看到阎望被打惨了 又开始狗信 咧嘴嘲笑 嘎嘎嘎 老阎望 你不是能耐吗 怎么了 现在不牛了 有本事再起来和我叫嚣呀 今天本大爷就好好教教你做人 话还没有说完 摇池转头 冰凉的眼神犹如两刀利剑 射在了老狗的身上 让他立马闭上了嘴巴 给我闭嘴 没有你说话的范 摇池的声音 冷得让我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老狗嘻嘻哈哈的是不假 可明显就是在狐假虎威 刚才要不是摇池现身 我们两个早就玩完了 再说他和摇池还有恩怨 这样的情况下 还不忘了出来逞强 也实在是没有眼力劲 不过摇池不记得老狗是谁 只是反他口中叨叨不停 这一句话 让老狗立马闭上嘴巴 后腿坐到地上 前腿挺立 那个动作简直就是动物界的 立正 处理完了老狗 摇池瞬间到了阎王的面前 也没有看到他双腿一动 像是飞过去的 四肢上面捆绑的铁锁 也一阵摇晃 上面的符纹闪烁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似乎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压制 拉扯他 我都在为他担心 生怕会被铁锁的力量给拉扯回去 他却没有我心中的担忧 将阎王从地上拽起来 动作十分轻蔑 根本就不把阎王放在眼中 阎王的状态有些不妙 看上去没有什么精气神 身上黑气弥散 应该是刚才被摇池伤得不轻 他被拎起来之后 却没有什么惧意了 嘴角还露出一道诡异的笑容 嘿嘿 摇池道友 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当年我虽与你没有太多的交情 可是我与天兄还算是朋友 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听到这句话 摇池手上动作停下 脸上流露出疑惑的神情 明显不知道阎王说的是什么 但他也没有开口询问 我心中一动 不知道阎王说的 天兄是谁 可想来是和摇池有关系的一个人 若是照这个话题下去 他们肯定会说到 关于摇池以前的事情 到时候 我和尼菩萨之前的谎言 也会被立刻拆穿 情况肯定会变得十分不妙 无论如何 都不能够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刚要开口 打断他们的交谈 尼菩萨就抢先一步 大喊了一声 别听他废话 杀了他 这个时候 阎王立刻向我们这边看过来 他似乎还没有搞清楚 尼菩萨的真正身份 依旧将他当成面具的主人 口中十分急切地说道 天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忘记了 我们以前的情谊吗 从他口中叫尼菩萨 天兄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明白了 原来阎王相熟的是摇池的丈夫 怪不得刚才还挺有底气 听到尼菩萨的话之后 又变得着急了起来 阎王的话还没有说完 猛地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中透出两道金光 惊呼道 不对 不对 你不是天兄 尼菩萨没有说话 阎王盯着他 十分肯定地说道 你绝对不是天兄 他要杀人 绝对不会让别人去杀 肯定是为自己动手 我了解他的 你不是他 你到底是谁 摇池听到这些喊叫的声音 十分地不耐烦 冷声道 郭躁 说话的同时 手上凝聚出力量 在阎王的背上 又狠狠地打了一掌 让他身上的气息 又散去一层 更加虚弱了 本来就是 只剩下一缕残魂的躯体 又如何能够经得住 这般折腾 他口中喊道 姚池道友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咱们见过好几次的 还曾经谈法论道呢 姚池打断他的话 我不认识你 也别废话 你动了我的男人 就该死 我明显是看到了 姚池眼中闪过一抹红光 身上散发出浓重的杀气 双手握拳 直接打出去 打算直接要了阎旺的命 作为当时之人的阎旺 更是清楚地察觉到异常 手上立刻打出一个法诀 原本被姚池抓在手上的阎旺 立刻化作一团黑气 在手上消散了 与此同时 阎旺的真身 出现在不远处 金蝉脱鞘 姚池也看向阎旺 陈生说道 是我小瞧你了 阎旺通过刚才的对话 心中可能也明白了 如今的姚池 已经不是以前的姚池 实力虽然还在 但是记忆似乎不对了 以她这样的状态 继续留在这里 怕是会有生命危险了 她扫射我们所有人 尤其是我和尼菩萨这边 冷声说了句 你们这是在玩火 以后你们会知道 这个女人的可怕 到时候会把你们自己给埋了的 说完话 她化作一团黑气 向远处窜去 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不见了踪迹 我现在已经将阎旺 当成了大敌 本来还以为 今天能够将她给解决了 免除了后患 却没有想到 这样的情况 还让她给逃走了 撒腿跑了两步 想要追过去 却被老狗给拦住了 老狗看着刚才阎王离开的方向 目光深邃 沉声说道 别追了 可他 呵呵 叶寒 你想得太简单了 老阎王刚才是被打伤了 他也只是一缕残魂之体 可你绝对不能够小瞧了他 真要是生死之战 除非是拿出真正的得道之力 否则杀不了他的 让他至难而逃就不错了 刚才他在阎王面前表现出来的强势 也只是过过瘾罢了 实际上 老狗心中早就清楚 自己是不可能将阎王怎么样的 而刚才还要杀了阎王的瑶池 也没有追的打算 他身上还捆绑着铁链 也追不了 只能是任由他逃走 阎王逃走了 场上能够入得了我们眼的 只剩下一个无脸老鬼 刚才那一伙动手的人 在瑶池出现 和阎王大战一场之后 就不由自主地 退到了无脸老鬼的后面 让他先来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 瑶池也将目光转移到他的身上 两个人相互对视 谁都没有说话 过了一分钟左右 无脸老鬼冷笑一声 道 真是没有想到 当年风华绝代 堪称是第一女子的瑶池圣女 如今竟然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还被人给耍得团团转 当成了一个傻子 他果然也是认识瑶池的 圣女这个称呼 以前也听老狗说过的 只是我喊着不顺口 还是 大神比较符合我对他的认识 瑶池回了一句 你在说什么 什么意思 我心里面咯噔一下 看着无脸老鬼 自己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接下来 他肯定是会说明 瑶池的真正身份 就算是没有证据证明 可他心中也绝对会有猜忌 嘎嘎 我说什么 圣女 你可记得自己的名字和身份 你可知道 自己的亲人和丈夫 你现在所知道的一切 应该都是这两个人告诉你的吧 他们是在骗你的 无脸老鬼 伸手指向我和尼菩萨 刚才的事情 已经让这个心思深沉的人 猜到了一切 知道我们是利用了瑶池 如今 将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局面就可能发生大逆转 我额头上都开始冒冷汗了 感受到瑶池向这边 看过来的冷冽的目光 双腿都有些发软 第516章 我不信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我心里面有鬼 所在瑶池一个怀疑的目光 都让我心中觉得恐惧 难以平静下来 只能强行忍着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尼菩萨脸上戴着面具 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也不知道他内心是什么样的想法 只是他一句话都不说 似乎很有把握的样子 瑶池盯着我看了有5秒钟 对我来说 却像是过了5个小时那么久 在他一开目光之后 我立刻就轻松了 额头上的冷汗 瞬间滴落下来 我没敢抬头看他 紧接着 就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了 那你告诉我 他们如何骗我 无脸老鬼有些得意了 向我这边挑了挑眼眉 似乎是在向我说 自己这一次 是玩火星号星号了 并且开口说道 瑶池道友 我告诉你 你是圣女 实力强大 道横通天 曾经坐拥一方仙山 追求你的人 更是数不胜数 后来 你也有了自己的丈夫 她也是一方霸主 那张面具 就是她的象征 说话的时候 她指了指尼菩萨 用尼菩萨脸上的面具 来表示证据 我背上都被冷汗给打湿了 而无脸老鬼 还想继续说下去 只是瑶池听不下去了 她身上猛地 急起一层气浪 脸上露出生气的神情 双眼血红 大吼了一声 你的话实在太幼稚了 已经激怒我了 刚才放过了那个家伙 定不会再放过你了 瑶池的样子 不像是装的 她是根本就不会相信 完全将无脸老鬼的话 当成了放屁 愤怒的样子 和身上的杀气 也是真真切切的 不仅是我傻眼啊 就连说话的 无脸老鬼都猛了 原以为一切 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却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人家一点都不相信 她还想继续说明解释 瑶池圣女 你听我和你说 回应她的 不再是话语 而是瑶池大神的拳头 她握着拳头打了过去 拳风锁过之处 留下一道黑色的痕迹 感觉像是拳头的锋芒 将空气给划破了 无脸老鬼 也没有心思再说了 若是再说的话 拳头打在自己的身上 本来就是受伤之躯 说不定会直接被打死 她也没有阎王那般的 金蝉脱鞘之术 她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之后 迅速后退 不过单纯的闪躲 是不可能的 同时手上 凝聚出强大的力量 回击瑶池大神这一拳 无脸老鬼 也是得到的人 身上的底牌有很多 她这一次 拿出来了一个古怪的石头 上面有各种花纹 将石头挡在自己的胸前 让瑶池的拳头 打在了这块石头上面 轰隆 打在石头上面的一拳 和打在人身上的一拳 是不一样的声音 更显低沉 还有一丝的震战 无脸老鬼抱着石头 被打中之后 猛地向后面飞去 她也是被打飞了 不过并没有像 阎王那般狼狈 似乎石头 替她卸去了大部分的力量 所承受的力量 要小 也没有很严重的伤 这个时候 我眼睛忽然扫到 瑶池每一次动手 铁链上面的符纹 都要闪烁一下 而她自己的手臂和双腿之上 竟然出现一些符纹 与铁链上面的是一体的 似乎是从铁链上蔓延下去的 是对她自身的封印和压制 一开始我都没有看到 可如今她四肢上面的符纹 已经十分明显了 和铁链上的完全一样 而且还在向全身蔓延 若是一直下去 绝对能够包裹她的全身 瑶池大神自己都没有在意 也不知道是否发现了 可我总感觉 这些符纹对她很不好 无脸老鬼这只老狐狸 比谁都精明 自然也看到了瑶池身上的变化 她手上拿着那块奇怪的石头 脸上带着邪笑 哼 看来这四根锁链 是在封印着你 怪不得你施展力量 不会引起任何的反应 可现在差不多也到了你的极致了 若是再使用力量 你恐怕又会被彻底封印起来吧 我还没有明白 是什么意思 尼菩萨站了出去 她走到瑶池的面前 对她说了一句 大神 您到一旁歇着吧 这个家伙交给我来对付 你不行 瑶池冷冷地说了句 早已看透尼菩萨和无脸老鬼之间 是存在着差距的 也毫不留情地说了出来 这个时候 尼菩萨也露出了自己的本性 看不到脸 但是身上的 见动作一点没变 一弯腰 一拍手 口中还埋怨到 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 不是对手就不是对手呗 反正又不杀她 打一架怎么了呀 瑶池也已经习惯了 尼菩萨的这个状态 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个时候 尼菩萨也不再废话了 她也清楚瑶池的性格 只要是不说话了 就代表着默许 转头看向无脸老鬼 盯着打量一番 道 你这老玩意儿 看着普普通通的 走在大街上 那捡垃圾的大眼 都比你有风度 竟然还搞出这么多事来 今天本尊就好好教训你一下 这家伙和老狗一样 嘴上功夫无人可比 说完话 尼菩萨便挥舞着拳头冲了上去 与无脸老鬼开始交战 他们两个的战斗 以我现在的境界 倒是也能够看透一点 主要是尼菩萨的境界还不够 而无脸老鬼 也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来 再加上刚才受了伤 无法发挥出十分之力 两个人你来我往 打了好几个会合 谁都没能奈何的了谁 不过明眼人能够看出来 尼菩萨是用出了权力 而无脸老鬼 则是有些留守 这家伙心思很重 他没有拿出权力 只是和尼菩萨 保持着纠缠的状态 其实也是 在防备着我们这些人 他们两个打了几分钟 之后又拉开距离 相互停手 尼菩萨一边喘粗气 一边嘟囔道 这家伙看似普通 手段还真不少 将我的力量克制的死死的 到底什么来头呀 最开始的时候 尼菩萨并不在这里 关于无脸老鬼的身份 他了解也不多 我对他提醒了一句 这家伙也曾经是得道之人 你小心一点 别被他给算计了 尼菩萨应了一声 心中应该是加了小心 没有再莽撞地冲上去 无脸老鬼眼珠子转了转 扫尸周围的所有人 最后将目光放到我的身上 准确说来 是我手上的裤衩 他双眼一亮 手上打出一个法掘 向我这边狠狠地甩了一下手 一滴黑色的液体飞过来 这时他身上的鲜血 并不是红色的 而是黑色的 情况突然 谁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眼看着那滴液体 落在了我手中的裤衩上 裤衩上面顿时闪过一道光彩 而后又恢复了正常 什么变化都没有 所有人都看向我这边 没有注意 无脸老鬼 他趁这个机会 化作一道残影 迅速向远处跑去 只留下了一句话 我还会找你们的 这一次 尼菩萨和瑶池都想去追 我喊住了他们 这个无脸老鬼十分神秘 不比阎王要差 要想追他 实在有些困难 事情变成这个样子 剩余的那些人 也都疯狂地甲四处逃走 口中哭天喊地的 说什么恶魔重生了 夜寒又要霍乱阴阳道等等 反正说 什么的都有 一个个全都逃窜 尼菩萨还想将他们留下来 我拉住他 冲他摇了摇头 任由这些人离开了 十秒钟左右 所有人都逃走了 就只剩下我们几个 场上十分的安静 刚才缭绕耳边的声音没有了 还有些不适应 随后 我将手上紧握的裤衩松开 仔细查看 刚才无脸老鬼留下那滴液体 肯定是有深意 第517章 甲夫君 我手上的裤衩 乍一看 倒还没有明显的变化 上面也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痕迹 刚才那一滴黑色的液体 也没有沾染到上面 里外翻看 仔细找了一下 才发现裤衩的黄色布块上面 竟然隐约出现了几笔线条 这些线条看上去像是文字 也像是符号 因为并不是完整的 也不是特别清晰 所以我看着也觉得奇怪 这是什么 我不认识上面的线条 可老狗瞥了一眼 顿时急了 这家伙本来还轻飘飘地在一旁 看到上面的线条之后 二话不说 猛地扑了过来 两个前爪子想手似的 一下子将我的手给抱住 把手上的裤衩给抢了过来 老狗体型太大了 加上刚才又是猛的一扑 直接将我给压在了身体下面 两个前爪子 也差点将我的手给抓碎了 哎呀 我痛叫了一声 瞪了老狗一眼 差点直接和他翻脸 他实在太毛躁了 幸好我体质比较好 真要是普通人的话 被他这样一巴掌拍倒 恐怕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老狗动作也快 将裤衩抢夺过去之后 立刻穿在了屁股之上 瞬间将刚才 出现在裤衩里面的字条 隐藏了起来 看到他这样 我心中一动 他着急是想将 布块上面的线条 隐藏起来 我更加好奇了 那些线条 到底是什么东西 当时也没有外人 只有我和尼菩萨 以及瑶池大神 我知道 这条黄色布块的来历 就算是有什么隐秘 老狗也不可能瞒着我 那他防备的是 尼菩萨和瑶池大神 我扫了一眼 心中立刻有了拿捏 相比于尼菩萨 老狗更可能是 在防备着瑶池 只是老狗 这一次算计错了 他是想要防备着瑶池 但是瑶池如今 也已经不是以前的瑶池了 他对这件裤衩 没有任何的兴趣 从刚才开始 他就一直在看着我 目光都没有离开过 对于我手上的裤衩 直接给忽略掉了 我问了句 老狗 你急什么 刚才裤衩上面的 是不是字 听到我的话 老狗瞪了我一眼 坚定地回道 没有 哪里有什么字 你肯定是看错了 是不是刚才把你打傻了 如今肯定的回答 更让我确定 他是在故意隐瞒 我还想要询问什么 他却将话题岔开了 看向旁边的瑶池 开口说了句 瑶池小妞 咱们好多年不见了 你如今 还是依旧风采绝代啊 瑶池听到老狗对他说话 这才转头看了他一眼 只是脸色十分不善 微微皱着眉头 冷着脸 很有敌意 他没有回话 老狗也挑了挑眉头 怎么 瑶池小妞 你这么看我是什么意思 咱们之间的恩怨 都过去那么久了 你还和我追究不成 老狗会议错了 以为瑶池脸上 表现出来的表情 是因为他们之间 以前的恩怨 可他这番话 一口一个小妞 叫着挺熟悉 说的话也充满了 调戏的意味 再没有记忆的瑶池耳中 就是充满了挑衅 这个时候 尼菩萨将脸上的 青色面具摘了下来 并且开口说明了一下情况 老狗 你误会了 他又指了指瑶池 解释道 我家大神对你这个态度 不是因为以前的什么恩怨 他这一次醒来 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你们的事情 他也不记得了 只是他可能不喜欢你的称呼 以及说话的态度 尼菩萨和瑶池生活了一段时间 对他可谓是十分了解 一个眼神和一个脸色的意思 他都能够读懂 很清楚瑶池心中所想 老狗听明白 惊呼一声 什么玩意儿 失去了记忆 你不是和我开玩笑的吧 他还不相信尼菩萨所说的话 向前面走了两步 贴到瑶池的眼前 鼻息之间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冒出两束火苗 大喊着询问道 瑶池小妞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麒麟啊 当年咱们也算是青梅竹马 要不是那个家伙把你抢了去 你可就是我的了 瑶池失忆了 但不代表他是傻子 好赖话 还是听得很清楚的 在听到老狗说的这番话之后 双眼之中 透出冷冽的目光 老狗也是不看眼色 继续询问道 你真的忘记了 我还偷看你洗澡呢 都不记得了吗 这一句话 彻底将瑶池激怒了 他满脸的怒涩 举起了拳头 做事就要向老狗捶过去 如今瑶池的手臂和双腿之上 都被铁链上面的符纹给占据了 要是继续使用力量 肯定会被封印的 我赶紧跳到老狗面前 将这一拳给挡下来 同时 一只手抓住老狗的嘴巴 也不畏惧他庞大的体型 直接抓住 让他闭上臭嘴 瑶池看到我 拳头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没有打下去 我露出和善的笑容 向瑶池咧嘴笑道 嘿嘿 瑶池 这老狗是咱们的朋友 不是敌人 不能够和他动手的 他对你也没有恶意 只是嘴巴臭一点也 尼菩萨也在旁边劝解 道 没错 大神 老狗只是嘴巴臭 人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据说 以前你们还是朋友呢 瑶池将手放下去 收回了自己的力量 扫了后面的老狗一眼 仍旧是敌意满满 没有任何的好脸色 虽然他没有记忆 但对于老狗的敌意 似乎是延续到了现在 怎么看他都不顺眼 我没有这样的朋友 瑶池冷冷地说了一遍 对此 我也只能善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随时 瑶池走到我面前 将脸紧贴着我 明亮地双眼与我对视 绝美无瑕的脸庞靠近之后 瞬间让我心脏跳动加速 屏住了呼吸 不由地撇过脸去 不太正眼看他 瑶池 美得不可方物 这样的人儿 只适合远观 不适合卸完烟 对于他 我有的只是敬畏和惊叹 没有丝毫的非分之想 他对我这样亲近 只是因为 尼菩萨之前 给他灌下的心好心好汤 让他以为 我是他的丈夫 夫君 终于又见到你了 好久不见 妾身心中很是思念 他竟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语气十分地真诚 脸上略带飞红 饶食我这种老江湖 被他这样一说 都不由地老脸一红 后面的老狗 更是惊讶地跳起来了 被我抓着的嘴巴 呜呜直叫 若不是我抓着他的嘴 恐怕会喊破天 我没有说话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姚池又说了一句 夫君 妾身身上有封印 这里又距离封印之地太远 我使用了很大的力量 导致封印加固 现在必须要回去了 你也赶回山木之中 与我团圆几日吧 他说完话之后 向后面退了一步 和我拉开距离 我这才长出一口气 开始正常地呼吸 看着面前的姚池 只能是点头硬下来 好好 你先回去 我一定尽快赶回去 我等你 姚池说了这样一句话 四肢上的铁链 好像弹簧似的 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身体瞬间反弹回去 被拉上了天 我看着他飞天起 返回祁盘山 便抬头 冲着天上大喊了一声 这一次多谢相救 姚池的身影 在我眼中瞬间变小 很快消失在视线之中 再也没有任何他的气息 应该是被铁链 拉回了那座大幕之中 他离开消失 我心里面反而是松了一口气 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抓着老狗的嘴巴也放开了 随即 一到今天的喊声响起 如同天上的惊雷一般 把我和尼菩萨都给吓懵了 叶寒 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第518章 用谎言圆谎 老狗身上火焰大掌 两个眼睛里面喷出来的火柱 都能有一尺长了 身体猛地跳起来 声音如同轰鸣的雷声 震得我耳朵生疼 叶寒 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句话 问的自然是关于瑶池的事情 他对瑶池的认识 要比我们更深 知道瑶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更知道他的强势 若非如此 老狗这半截尾巴 当年也不会被他斩去 如今瑶池变成这个样子 还开口喊了我一声 夫君 这对于一直惦记着瑶池的老狗来说 是无法接受的 他如此强烈的反应 更让我心中明白 他对于瑶池 不仅仅是仰慕 还有一丝和我一样的不可侵犯之情 美丽漂亮的女人 每一个男人都会爱 可是一旦美丽过了头 就会变成一种仰慕 不可触碰的存在 我看着老狗激动的样子 一把将他拉住 喊道 你吼什么 想把我耳朵震聋了呀 震聋你都是亲的 你刚才都能够把我给吓死 老狗低下头 嘴巴凑到我耳边 声音更大了 冲我吼道 快点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心中并没有想要瞒着老狗的意思 毕竟和他之间的关系 已经很铁了 之前没有说 就是怕漏线 我和尼菩萨遭殃 如今把事实摆到瑶池面前 他都不相信 我心中的顾虑也打消了 告诉老狗之后 让他帮助我们隐瞒 比瞒着他 最后再把事情全都捅破要好 到时候 说不定还让瑶池恢复了记忆 我们更加玩玩 我道 这件事情 我刚要说话 尼菩萨给我打断了 老狗 这件事情 你还要听我给你说 叶寒知道的也不详尽 他把话从我这边接过去 老狗也将目光转移到尼菩萨的身上 等着向他询问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尼菩萨道 一次无意的机会 我们发现了瑶池大神封印的地方 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将封印给破开了 放出了瑶池大神 而那个时候 他就像是刚刚出生的婴儿 什么意识和记忆都没有 尼菩萨和我说过 他之前已经和老狗碰过面 所以 他早就想到了 老狗会和瑶池见面 肯定也想到了 会有这样的场景 所以 在心中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 他刚才把我要说的话接过去 自己把事情告诉老狗 肯定也是有原因的 从他这句话里面 我就听出来了 这家伙果然是有点小聪明 说的事情一点都没错 可是内容避重就轻 省略了很多关键信息 看样子 是打算继续对老狗有所隐藏 免得这家伙会发狂 老狗也不傻 听完之后 思索片刻 立刻追问道 别给我废这么多话 我关心的是 刚才瑶池小妞 为什么喊叶汉夫君 这是怎么回事 当初瑶池小妞和那个家伙 可是恩爱得很呀 他更不可能是会移情别恋的人 再说了 以他的眼界 连本大爷都入不了法眼 何况叶汉这个家伙 这才是 让老狗抓狂的原因 其实在见到我身上 有瑶池的先护之时 他心里面就清楚 我肯定是知道 瑶池在哪里的 不告诉他 可能也是有难言之隐 他十分理解我 并没有过多追问 却怎么都没有想到 瑶池让我变成他的夫君 我和尼菩萨交流一个眼神 心里面顿时明白他的意思 还是不搭话 也不管老狗怎么抓狂 就让早有准备的 尼菩萨来应对 尼菩萨不紧不慢地回道 瑶池大神喊 叶汗夫君 这也是又原因了 可能是叶汗命里面 就带着这个桃花运 当时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刚好解决了一个敌人 得到了一具夜叶 瑶池盯上了那具夜叶 夜叶不知道 瑶池的身份 十分忌惮他 就将夜叶送给了他 后来 他吃下了夜叶 将夜叶当成了亲人 老狗忍不住打断 道 亲人 亲人也不应该是夫君吧 尼菩萨又说道 当时把夜叶当成亲人 在与我们谈话之中 无意间听到了 夫妻之间最为亲近 就这样 他把夜叶当成了夫君 作为最亲近的人 听到尼菩萨口中说出来的 事实 我心里面忍不住竖起一个大拇指 这家伙说的事情 是有一点点偏离了事情的真相 将我们为了私心所做的事情 给忽略过去 编了一个假的过程 把我们摘了出去 为了这番话语 应该是仔细想过的 老狗听完之后 疯了似的 大吼了一声 啊 我不信 我不相信 姚池圣女可是天下第一女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又怎么可能因为一句夜叶 而把这个小子 当成是夫君呢 为什么 为什么 最后还大喊了一声 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 我愿意用十句 百句夜叶来换 他当时的那个样子 就好像是年轻人失恋之后 自己的女人和别人结婚了一样 向天发泄不公 感慨为何不是自己 尼菩萨冲我使了一个眼色 告诉我还是要这样 给老狗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说法 至于姚池那边 就算是老狗去问 他也没有和老狗坐下来谈话的打算 从今天的状态来看 两个人注定是存在敌意的 见面之后 不开打就是好的了 不可能对峙将这件事情 老狗鬼哭狼嚎了好一会儿 一会哭一会笑的 发出来的声音 也是以前没有过的 听得我头皮直发毛 过了有十好几分钟 才慢慢地稳定了下来 老狗安静下来之后 瞪大眼睛看着我和尼菩萨 流露出怀疑的目光 开口问道 你们两个告诉我 是不是在骗我 姚池是什么人物 我比你们清楚 怎么可能会因为这样一件事情 就把叶寒当成夫君 一定是你们暗中动了什么手脚 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这家伙的模样十分吓人 把我给震慑住 心头直发颤 好在尼菩萨早就计划好了 也想到了 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 十分诚恳地说道 老狗 我们说的可都是真的 不相信你就去问姚池大神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 躲着他还来不及呢 谁会向他面前凑 还主动让叶寒和他成为夫妻 这不是找死吗 我心中暗暗苦笑 尼菩萨这家伙果然是心眼精明 当初我的确是躲都来不及 只是他这个家伙 看上了人家的动作 才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老狗想了好一会儿 点了点脑袋 觉得尼菩萨说的有道理 找不到什么毛病来 一切都合乎常理 他嘟囔了一句 你说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我就是觉得 那里不对劲 总感觉其中有什么问题 尼菩萨回了句 你就是嫉妒叶寒 这句话 让老狗立刻吻不住了 有种恼羞成怒的样子 立刻挺直身体 用眼角瞟着我 很是不屑 冷声道 本大爷可是神兽 岂会嫉妒这个小子 好好 你不嫉妒 不嫉妒 尼菩萨哄道 可他还是不放心 盯着尼菩萨手上的面具 问道 瑶尺小妞 真的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连你手上这张面具都不认识吗 尼菩萨道 不认识了 他只是说 看着有些熟悉 还是他同意把面具给我的 如果他真的记得 岂会喊叶寒夫君 又岂会将真正夫君的遗物给我呢 说的也是 老狗满脑袋都是瑶池的事情了 什么都不再想 第519章 斩头台 老狗低着脑袋 皱着眉头 一直在想瑶池的事情 也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了 而我松了一口气 知道瑶池的事情过去了 老狗这边应该也就这样了 只要我和尼菩萨不说漏嘴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这样的结局 对谁都是好的 欺骗老狗 并不是我们真想欺骗 只是有些事情 隐瞒下来 比说出真相要好 我看了周围一眼 这里的祭台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倒是上面 钉着我的那根柱子十分坚固 刚才老狗 用爪子都没有拍碎 也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也不能够一直留在这里 还是要赶紧离开得好 我看了老狗和尼菩萨一眼 开口说了句 老狗 尼菩萨 这里是哪儿啊 要不咱们还是先离开吧 老狗没有发表意见 明显是随便我们 他就在后面跟着 尼菩萨说了句 这里是黄河边的一处密林 具体属于什么地方 我也不清楚 不过这里的祭坛 似乎有段历史了 可能是古代什么人建造的 听闻阴阳道上 有什么大恶人 或者大罪人 都会被抓到这里处决 现在被叫做斩头台 还指了指那根 一直没有倒下的柱子 说道 斩头台上的这根柱子 十分的诡异 被钉在这上面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逃跑掉的 也一直屹立不倒 我微微皱眉 问道 你了解 尼菩萨摇头 道 我哪里了解啊 只是听闻你被带到这里 打听了一下 从一些人口中 听到一些传言罢了 据说啊 这根柱子与黄河相连 以前的时候 柱子上面还雕刻着 层一条金色大龙 有一年 黄河发大水 淹没了这根柱子 等水退去之后 祭台被冲没有了 只剩下一根柱子 上面雕刻的龙也消失了 所以有人称这根柱子为龙柱 我听着很邪惑 双眼之中开始放光 而尼菩萨看到我的样子 知道我心中开始当真 便对我说道 这些都是 我听来的传言 没有任何证据证实 真假也不清楚 当故事听一听算了 你也别深究了 这地方是要你命了 咱们还是走吧 我听到这句话 心中想想也是 所以就没有再多问什么 点了点头 同意先离开这里 我和尼菩萨收拾了一下残局 刚才那群人跑得很急 我身上之前的法器 还在一旁放着 没有人带走 又物归原主了 不仅如此 刚才姚池大神离开的时候 也没有带走自己的仙护 似乎他的诗意很彻底 连自己的仙护都不记得了 我将一切都收好 由尼菩萨带路 准备离开这里 老狗知道我们要离开 也做了一定的调整 毕竟他如此庞大的麒麟之躯 加上满身的火焰 根本就不可能到人前露面 他身体一抖 满身的南明离火的火势减弱 只包裹在自己的灵表之上 看上去还不像是火了 就好像满身都是 有红色花纹的灵片 十分绚丽 眼睛也变成了红色的 仔细观看 可以发现里面隐藏着火苗 唯有眉心的那一处核心火焰 比以前更加的旺盛了 体型也缩小 便回到以前老狗的大小 脚和尾巴依旧又残缺 本身就邋遢遢的 在没有了故意显露的神武之后 看上去又和以前那不起眼的老狗差不多了 我忍不住说了句 老狗 你除了这身皮好看了 其他一点都没变啊 老狗瞪了我一眼 冲我说道 本大爷变什么 一直都是英勇神武的神兽 你又能够懂什么 哼 日后好好跟着本大爷混吧 这家伙说话也没有任何变化 虽然听着不舒服 可我已经习惯了 听着很顺耳 忍不住一笑 我们从祭坛上下去 顺着刚才尼菩萨来时候的路离开 走了十几步 老狗忽然停了下来 猛地回头 向后面看去 我不知道 老狗发什么神经 和尼菩萨停下来 一边向后面看去 一边口中就准备要说话 问他发什么神经 话还没有从口中说出来 就又咽了下去 刚刚松懈下去的神经又崩了起来 双眼眯起来 盯着后面树林中出来的一个人影 这个人 不是别人 正是一直跟着我的神难 刚才在混战的过程中 他就无声无息地不见了踪迹 因为老狗和瑶池的出现 也让我忘了 有这么个人的存在 现在看来 他刚才是躲起来了 一直在一棵树后面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老狗察觉到神难的诡异 也如灵大敌的样子 沉声问了句 你是何人 神难还是以前的老样子 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一边走嗨 一边说道 我只是一个游历的人 对你们没有恶意 嗯 什么意思 老狗很是疑惑 这个时候 我开口说道 老狗 你先别急 这个人跟了我有段时间了 说是要跟着我游历 究竟有什么目的 我也不清楚 对于老狗和尼菩萨 我没有任何的隐瞒 直接将事情告诉他们两个 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之后 老狗说了句 这个家伙也不一般呀 我能够隐隐感觉到 他体内澎湃的力量 涌入无尽的洪水 要是真正地释放出来 恐怕是我们难以应对的呀 能够得到老狗这样的评价 我心中也是很惊讶的 我也不顾忌 深男就在面前 直接开口询问道 难道他也是得到之人 老狗摇摇头 道 不清楚 但应该不是 他身上没有得到的气息 而且如今的世道 也诞生不了得到的强者了 从老狗的话语中 可以很明显地听出来 他是在忌惮深男 当然 我们谁都不想要发生冲突 我上前一步 看着走过来的人影 开口询问道 深前辈 你跟着我游历也有好几天的时间了 看到了 我差点死掉 也曾经帮助过我 我心存感激 现在我已经和朋友相聚 难道您还要继续跟着我 深男点了点头 道 嗯 我当然要跟着你 等我游历足够之后 自然会离开的 你尽管放心 有些时候我能帮上忙 自然会帮 帮不上 我也只能够顺其自然 但绝对不会害你的 最多就是当个旁观者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可以把我当成空气 不用在意我的存在 他说出来的话很轻松 只是让我们无言以对 深男在距离我差不多两米的地方停下来 就好像幽灵似的跟着 绝对是我去哪里 他就去哪里 我没有办法 只能是不再理会他 转过头 对老狗和尼菩萨说了一句 算了 随便他吧 咱们走吧 老狗和尼菩萨也没有坚持什么 看了深男一眼 继续上路 从这里离开 刚才那番战斗 消耗了老狗的很大体力 也让他受了一些伤 虽然不严重 但还是有影响的 我身上更是满目疮痍 被钉子砸出来的洞都还在 只是停止了流血 身上还有重伤 走到一半的时候 就有些支撑不住了 还是尼菩萨搀扶着我出去的 来到有人的城市之后 我们先找了一家酒店住下来 休养疗伤 这一次 尼菩萨和老狗也没再偷摸进去 尼菩萨是直接幻化出来了自己的血肉之躯 老狗是装扮成了人 和我一起进去 好像富家公子哥似的 很有派头 开好房间之后 我看到后面跟着的深男 心中一动 顺便也给他开了一间房 反正好不了几个钱 也算是卖个好 说不定他日后还能够帮我一点 第520章 坐下谈谈 我们几个暂时在酒店之中安顿下来 深男也爽快 知道我给他订了房间 主动向我到了线 接过房卡 独自一个人去了自己的房间 老狗和尼菩萨身上的伤并不重 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重新相聚在一起 两个人都乐开了花 在床上跳来蹦去的 欢快得很 搞出来很大的动静 让我无法安心 实在没有办法 我只能是再去开了一间房 独自一个人在房间之中静养疗伤 我的身上除了外伤 还有很重的内伤 再加上有好几天时间的蜂膜 导致体内的气息十分混乱 如此没有一段时间的休养 是很难完全调整好的 这一次闭关 仅仅是修复自身的气息 就花去了三天 幸好我的体质比较强横 外伤在这几天的时间之内 就已经完全好了 没有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 只是内伤需要时间去休养 也不是闭关疗伤 就能够立刻好的 感觉自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之后 我也没有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 而是直接去找老狗和尼菩萨了 我们这次相聚 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话还没有说上几句 我对他们的近况 也没有深入了解 很想和他们两个好好聊天 因为之前离开的时候 我将房卡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去找他们两个的时候 也没有敲门 直接推开门进去了 酒店房间的隔音效果不错 我在外面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打开门之后 嘈杂的音乐声扑面来 顿时让我皱起眉头 向后面退了一步 里面各色灯光闪烁 劲爆的声音声 回荡在整个房间之中 还有很多身影在里面扭动 感觉像是进了酒吧似的 我愣了片刻之后 看到里面沙发上 有尼菩萨的身影 便走了进去 进去之后 我看清楚了是什么情况 房间里面 除了画作人形的尼菩萨和老狗 还有四五个穿着暴露的女人 几个在扭身跳舞 还有几个趴在这两个家伙的怀里 那情景看着 就是神仙都不换 不得不说 尼菩萨和老狗这一次画作的人形 更加射人心魄了 尼菩萨的真身 是用太岁凝聚 皮肤白净 脸颊上透着阳光帅气 老狗则是披着大红色的长衣 嘴角勾着斜衣的笑容 眼中火热 引得少女惊叫 最令人震惊的是 旁边的床上 还坐着一个 我没有想到的人物 深男 深男坐在床上 什么动作都没有 十分淡然轻松 在他的身体旁边 还坐着一个女人 不停地在他耳边吐气私语 只是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感觉自己身边的人是空气 也不知道这老家伙是怎么想的 竟然会在这样的地方待下去 我走到一旁 将正常的灯打开 关掉劲爆的音乐 顿时让房间里面安静了下来 你们两个 这是又搞什么幺蛾子 我喊了一声 顿时 所有人的目光汇聚到我身上 那些女人身上 露出疑惑的表情 却完全不理睬 我说的话 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倒是老狗对我说了句 一涵 你身体恢复了 真是太好了 来来 大家好久不见面放松 今天本大爷请客 一起玩玩呗 我听到这话 不由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仅剩的那张银行卡还在 他们两个挥霍的 倒不是我的钱 这个时候 尼菩萨说了句 老狗 你还真是大嘴巴 我请客好不好 玩的钱不都是我出的 这可是富贵那家伙 所有的资产了 我一阵无语 暗暗为孙富贵悲哀 随后 我沉声说了句 好了 别胡闹了 你们也玩过了 我有正式和你们说 差不多就行了 赶紧都撤了吧 看到我的脸色 又听我这样说 他们两个相识一眼 将怀里的女人拉开 好了 大家都回去吧 以后有机会再来玩 说吧 尼菩萨还掏出来好几搭钱 扔给他们 让他们离开的同时 将一些音响和灯光 都给带走了 女人收拾离开的时候 老狗走到深男旁边 冲他咧嘴笑道 朋友 我们哥俩的盛情款待 你还满意吗 深男看着老狗 脸上带着微笑 点头道 十分满意 在女人们都离开之后 深男也从床上站起来 看了我一眼 点头说道 你们三个有事要说 我就不打扰了 他说完话 直接就向外面走去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看着深男离开 我们都没有阻拦 等他走远之后 才关上房间的门 我尝出了一口气 坐到沙发上 十分不满地说了句 老狗 尼菩萨 你们两个也都不是孩子了 怎么还敢这样玩闹呀 尼菩萨说了句 哼 本尊以前生活的大清朝 哪里有这么玩意儿 这不是看着新鲜吗 玩完怎么了 这一次可没有花你的钱 老狗更加厉害 顺着说道 我们那个时候 更加没有这样的东西 现在享受一番 也没有什么过错吧 我知道 和他们说 这些废话没有用 索性就摆了摆手 不再多说他们胡闹的事情 尼菩萨身上冒出一团黑气 又便回成了尼菩萨的身体 这家伙虽然有了血肉之躯 可是依旧以尼菩萨肢体露面 也是成为了一种习惯 老狗身上闪过一道火光 便回了自己的模样 也不习惯以人的形象 出现在我面前 实际上 我同样看着正常的样子 比较舒服 觉得亲切 我先询问老狗 老狗 你是已经完全吸收了 鸟巢之中的南鸣离火了吗 老狗看着我 回道 嗯 那个鸟巢现在已经变成一片碎屑了 其中蕴含的南鸣离火之气 已经全都被我吸收了 那你身上的火焰 也都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差不多恢复了 还意外收获了一点大火鸟的力量 只是体内的道横 依旧没有恢复的预兆 只能够仗着身体弯弯火罢了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明显可以听出 与其中蕴含着很重的惋惜 本来还想借此恢复道横 如今一点恢复的迹象都没有 自然是会感觉到失望 不过对于老狗来说 拥有了强大的南鸣离火 也是一种强大的手段 至少比以前要强大了 我又看向尼菩萨 开口问了句 尼菩萨 你这段时间还好吗 是一直和瑶池大神在一起吗 他点了点头 说道 嗯 自从平安村一别之后 我就回了祁盘山 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过后出来听说你现身的消息 也一直在暗中打探你的事情 这个时候 老狗插了一句 你和瑶池小妞在一起 恐怕也没有落下修行吧 之前看你戴上那张面具的状态 应该是差不多已经开始掌控它了 尼菩萨咧嘴一笑 道 嘿嘿 还是瞒不住老狗你的眼睛 我经过瑶池大神的一番指导 已经开始逐渐掌控那个面具 不过主要还是多谢 老狗你之前用南鸣离火 给我烧掉了他主人残留的气息 让他对我的排斥减少了 否则 我也不能够掌控 他这一记马屁 都是把老狗给拍高兴了 脸上乐呵呵的 尼菩萨也一直在进步 没有落下 戴上面具发挥出来的实力 也是极为强大的 我也不敢有任何的小瞧 老狗眯着眼睛 享受了尼菩萨的马屁之后 看向我这边说了一句 夜涵 别光说我们两个了 还是先说说你吧 尼菩萨附和道 没错 你听说的关于你的事情 都是道上传的这些 究竟怎么回事 你怎么就成了道上 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恶魔了 第521章 不快奥妙 老狗和尼菩萨 对我的遭遇和经历十分的好奇 主要是 不知道我如何成为了一个屠夫恶魔 想想也是 大半年的时间 我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很难想象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回忆起一系列的事情 也是不由的感慨 这一切 依旧好像是一场梦似的 连我自己有时候 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沉默片刻 我感叹一句 一言难尽啊 尼菩萨和老狗没有逼问我 看了我一眼 都没有说话 给我时间 让我组织语言 慢慢告诉他们 这也是对我的尊重 过了一会儿 我才又开始说到 平安村那一战 让我意外之中 融合了魔体夜深 实力大增的同时 体内也留下了后遗症 继承了魔体的邪念和弱点 在仇恨和杀戮的影响下 总是会变得蜂魔 失去理智 只有杀人让我畅快 如此 我才会杀了那么多人 提到杀人 我眼前就会闪过 一幕幕血淋淋的场景 话语说到这里 嗓子眼里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 实在难以说下去了 尼菩萨和老狗 依旧没有说话 让我自己慢慢调整状态 我又沉寂一会儿 情绪稳定了之后 继续往下说 一次意外的情况 让我发现了 天外阁的一个大秘密 还引出了天外阁的阁主 将那一次 夜晚变白昼的事情说出来 这一次没有任何隐瞒 将当时的事情 详细说了出来 包括其中各种细节 这些我在对 阎望等人说的时候 都没有完整说明 这还是第一次说明 主要是对老狗和尼菩萨信任 说完之后 我又补充了一句 正是因为这一次事情 莫名冒出来各种强大的人物 都凑到了我身边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而无脸老鬼等人 是最近才找上我的 他的目标似乎不同 我感觉 他应该是冲着我 融合的魔体而来 应该是冲着你屁股上面的裤衩来的 我指了指老狗的屁股 沉声说了句 老狗听到我的话 铭声说道 思思 咱先不提你之前说的那时 就说无脸老鬼这个家伙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发现 邪仙那家伙的隐秘呢 对于无脸老鬼这号人物 寻常道行的人见过他 都记不住他的脸 普通到超越普通 平日阴阳道上 也没有他的任何传闻 是最近才冒出来的人物 十分的神秘 无脸老鬼对邪仙的身份很了解 对他不为人知的缺点都十分清楚 还通过这些来对付我 我也纳闷这一点 我也皱着眉头 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情 咦 对了 我记起来了 之前无脸老鬼将我钉在柱子上 要杀我之前 对我说了几句话 什么话 我说道 他说 他当年是和邪仙在同一仙榜上留名 而且他的名字和邪仙的名字紧贴在一起 就在邪仙下面 而他如今变成这个样子 活到现在 而且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的得道之气 也完全是因为邪仙 这是在无脸老鬼 以为我肯定会死之前 向我透露的一点消息 也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得意 听我说到这里 老狗跳了起来 似乎想到了什么 难道是 他伸出自己的爪子 弯曲向后 摸着自己的屁股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我看着老狗 沉声问道 老狗 你是不是知道怎么回事了 老狗目光深邃沉重 看了我一眼 慢慢地将屁股上面的裤衩脱了下来 之后 他又将裤衩摆在我们面前 将那层反掏出来 呈现给我们看 我看了一眼 裤衩上面有我在祭坛上看到的线条 不知道是符文还是文字 当时我还开口询问了 但是老狗鸡蛋有摇齿在场 当时就抢夺了过去 当时我明白他在顾忌 就没有多说 现在没有外人 他主动拿出来给我们看 一定是有什么深意 老狗 这是什么东西 我开口问了句 老狗指了纸上面的黑色线条 问道 见到这是什么了吗 我也不认识 是符文还是文字 哪里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老狗回道 这上面是文字 不过是残缺的文字 写的是一个人的名字 虽然字体不完整 但我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人的名字 我沉吟一声 隐隐抓住了什么秘密 疑惑地看向老狗 老狗没有回话 一直沉默了 而尼菩萨 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他对此没有任何的了解 也发表不出任何的意见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难道这个名字 是无脸老鬼的真实性命 老狗听到我的话 双眼一瞪 向我这边看过来 目光之中带着激动的神情 声音也在颤抖 道 没错 就是他的名字 浩尘 我脸色一变 心中猛的一震 感觉自己挖出来了一个大秘密 而这个大秘密 应该就是 老狗和这个浩尘 都对邪仙的魔体夜深 十分感兴趣的原因 浩尘 我沉吟一声 盯着老狗手上的裤衩 继续问道 他的名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块布上面 老狗 你从魔体那里抢来的这块布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看着老狗 等着他给我一个答案 老狗久久不语 没有说话 目光深邃 也不知道心里面是在想写什么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很大的秘密 过了一会儿 我见老狗不说话 又开口追问道 老狗 到底是什么啊 已经到了如今这个时候 我也被牵扯进来了 你也瞒不住了 现在还不告诉我吗 老狗听到我这句话 抬头看了我一眼 张了张嘴巴 想要说话 却没有说出口 最后 他要说的话 变成了一句叹息 道 夜涵 这件事情 不是我一定要瞒着你 而是告诉你之后 会给你带来灾祸的 人的好奇心 总是难以遏止住的 我开口回道 我现在已经被 无脸老鬼盯上了 而他的目标 就是这块布 你就算是不告诉我 灾祸也已经降临到 我的身上了 就算是死 也要让我做一个 明白鬼吧 老狗沉思 叹了一声 哎 既然事情 到了这种地步 我也就告诉你吧 但你不知道 能否听得懂 反正你记在心里就行 千万不要再让别人知道 否则的话 咱们可都有麻烦的呀 要是传出去 绝对能够引起轩然大波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尼菩萨 目光之中也做警示 被老狗这种整天嘻嘻哈哈的人如此重视 绝对不是一般的事情 更让我好奇地心里面抓痒 尼菩萨也同样如此 既好奇又惊骇 冲老狗点点头 表示自己心中明白 不会传出去 如此 老狗才开口 指着手上的裤衩 说道 这块布 其实是当年 邪仙留下名字的仙榜上的布 邪仙撕扯下了仙榜上 有自己名字的布块 将自己的名字抹了去 超脱出阴阳五行之中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没有见识过真正的仙榜 可我在阴间见识过那种强势的力量 能够从仙榜上面撕扯下布块 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这种震惊程度 就好比是一个普通人 把天给撕扯下来一块 老狗继续道 邪仙撕扯下来的这块布 将自己的名字抹除了 但是在他的名字下面 还有一个名字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他的这番行动 也带给了叫做 号尘的这个人 无尽的机缘 第522章 猎仙 老狗告诉了我 关于布块的秘密 看似只是妈布一样的布块 却有着可怕的来历 涉及到了得到流明的仙榜 这样的事情 老狗战战兢兢地说出来 说明 就算是在那个时代 也绝对是禁忌一般的话题 而我心中也明白了 为什么老狗对这块布如此在意 拼了命也要抢夺过来 有了它之后 对于仙户也不看在眼里了 也明白了 为什么无脸老鬼 会费尽一切心机 想要通过我来得到这块布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说道 老狗 这块布乃是仙榜的一部分 如此珍贵 那邪仙又是如何撕扯下来的 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和力量 让你们如此重视 仙榜上的一块布 说是宝贝 也确实是无价之宝 可若说它是废物 没有任何用处 那也就是 没有任何用处的迫不快 看不出有什么价值 它和仙户还不一样 仙户之中 蕴藏着极大的力量 可以当作是法器 还有无穷妙用 蕴藏着主人的意志 但这块布表现出来的 也就是 能够抵挡攻击什么的 看不出拥有着 能够让人屈之若物的力量 老狗回道 叶涵 你现在实力上前 接触的事物也十分有限 很多事情都不能够理解 而有些东西 不是我靠嘴 就能够让你明白的 我听到这些大道理的话 顿时皱起眉头 心里不明白 它想要说什么 老狗注意到我的脸色 便停顿一下 换了一个说法 道 我这样和你解释吧 咱们活在这个世上 通过世间的阴阳之理 进行不断的修行 让自己的力量 超出寻常人 寿命也超出寻常人 成为传说中的 神仙之类的人物 可到了那个时候 比如我们达到了 得到的境界之后 会为了在境界之中 获得强大的力量 就会通过在仙榜之上流明 将自己的灵魂意志 寄陷于仙榜之上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以前我没有和你说过 这种仙榜流明的方式 也曾经被人叫做 卫裂仙班 修行得到 指的是修行到 得到的境界 这是一种境界 得到成仙 指的是在仙榜之上的流明 并非一个境界 而是对这种做法的 一个称呼 仙榜之上有明 为了好听和歌颂 便可以称作是成仙 老狗说到这里 却咧了咧嘴 摇着头苦笑 道 等到在仙榜之上流明之后 才能够真的 看透很多事情 所谓的世道 不过就是一个牢笼 我们所有人 都是这个大笼子里面的宠物 仙榜流明之后 就被彻底绑在了笼子里面 无法再超脱出去 协仙是唯一一个 在仙榜之上流明 又将自己的名字 撕扯下来抹除掉 不受任何的限制 超脱出阴阳五行之人 虽然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最后还是死去了 但他做到了 这一点 我打心眼里敬佩 而我们争夺 这块仙榜上的破步 为的就是研究 透如何和协仙一样 将自己的名字 从仙榜上抹除 将自身的束缚摘除掉 让自己更进一步 超脱出这世间无形的智骨 老狗这一句句话 说得我心头直打颤 最后整个人都愣在原地了 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完全消化不了这些话语 其中的意思 我倒也能够明白 一个差不多 可自己没有切身体会 有些细节还是十分模糊 想听故事似的 理解不了 但通过这番话 我认识到了 自己和老狗 这些人物之间的差距 不仅仅是实力和道行 更是一种对万千事物的理解 实力达不到那种程度 有些事情就体悟不到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慢慢冷静下来 尝出了一口气 看着老狗 开口说话 照你这样说的 通过这块布 你就可能和邪仙一样 超脱出世间无形的智骨 超脱出阴阳五行 成为最为强大的存在 老狗摇头 道 我是非常想和邪仙那家伙一样 超脱出阴阳五行 那个时候 寿命不会受到限制 阴阳之力的攻击 对我造不成伤害 不敢说最为强大 至少不会有任何的顾忌 能够肆无忌惮 不过 我对此没有任何把握 最后一句话 是老狗的真心话 虽然拼命争夺这份机缘 可依旧没有任何的把握性 你如何通过这块布莱 摆脱束缚 我又询问 老狗却不再回答我了 摇头说道 叶涵 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你就不要再追问 再做更深入的研究了 这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 就此为止吧 知道这件事情就好 否则对你没有好处的 他说得十分诚恳 语气也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认真 我看得出来 老狗是为了我好 免得被有些自己 领悟不了的事情而影响到 到时候在心里留下魔障 日后在境界修为上 就难有进步了 这种事情是常有的 我也听说过 很多天才就是在 好高骛远的时候 再也无法精进一步 从天才成为了废材 好奇心重 不一定是好事 我听了老狗的话 深吸一口气 让躁动的内心安稳了一些 稍稍平静一番 唉 也罢 有些事情 不该是我现在知道的 就算是知道了 也没有用 只是让自己的心悬着罢了 给自己找麻烦 倒不如 让自己轻松一点呢 老狗听我这样说 还赞赏了一句 嗯 不错 知道事可而止 能够做到这一点 说明你小子也不算是太差 我皱着眉头 咧了咧嘴 很是不耐烦地说道 哼 我在你眼里 难道就那么地不堪吗 还不算是太差 老狗仰着脑袋 道 在本大爷的眼里 你还真是不怎么样呢 这家伙的狗心又上来了 说话就带着欠揍的语气 我就恨不得将他脑袋扭下来 不过习惯就好 气一下子顺过来 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过 经过我们两个这一番斗嘴 倒是缓和了一下气氛 大家话语听着 是在相互不满 可实际上都是在开玩笑 每个人嘴角都流露着笑容 我指了指老狗的裤衩 看着上面的线条 问了句 老狗 这上面写着 无脸老鬼那家伙的真实姓名 还是他故意显化出来的 应该是有什么目的的吧 老狗点头 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家伙显化出自己的姓名 也不怕我们知道 这整件事情的真相 目的就是为了通过 他自己的名字 来确定这块布的方位 之前他不知道 布在我的手上 如今知道了 自然是要千方百计 先得到他 我想了一下 也是这么一个理 老狗猜测的没错 也就是说 无脸老鬼那家伙 随时都有可能再找上门来 对他我心里还是很防备的 毕竟他出手往往不是强攻 而是使用阴谋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老狗倒不是很在意 将裤衩一下子 套回到自己的屁股上 无所谓地说道 那个家伙 叫做浩晨 以前我还真没有听说过这好人物 就算是有什么手段 本大爷接下来就是了 害怕他不成 我提醒一句 老狗 你可不能够大意了 那家伙是指老狐猎 总是暗箭伤人 小心一点的好 老狗点点头 应了一声 把我的话记在了心中 说完了这件事情 我心中对之前的一些 没有解答的疑惑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之前的事情 都能够理解了 随后 老狗又对我说道 小子 刚才你还说了一句什么 夜晚变白昼 将很多的大人物都引出来了 这和老阎王 说你引动了和天外阁有关的 一卷仙绑 是同一回事 第523章 仙绑白幕 说完了老狗裤衩的时间 将无脸老鬼的目的分析透彻 老狗又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心里面 一直纳闷的事情 夜晚变白昼 这件事情 主要是由天外阁的 那一位使者引出来的 他拥有着强大的夜深之躯 却没有完整的灵魂 在被毁灭的时候 引动了天雷 导致出现了天上的一张白幕 看上去就像是黑夜变成了白昼 而老狗的口中 还提到了在要杀我的祭坛上 阎王给他的解释之中 说到的 我引动了一卷仙绑之事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 心里面就惊奇 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如今老狗说起来 我还是犯嫡妓 感觉自己并不是处在一个漩涡里面 是同时陷入了两个漩涡之中 我说了句 老狗 你能不能先和我说一下 天外阁的仙绑是怎么回事 之前有一个叫做阿尔的人 也和我提到过 天外阁与传说中的风神绑有关系 可我不知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狗听我说到这里 双眼开始放光 对我说了一句话 小子 你知道的 倒还真是不少呀 是谁告诉你的 那个阿尔又是谁 我回答 我也不知道阿尔是谁 原本在平安村中我将他杀死了 后来他莫名其妙地又活过来了 还找上了我 说是在他背后的主人想要见我 请过我好几次了 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消失了 没有再出现 死而复生 老狗金仪 倒 这样的怪事 我以前可还没有听说过 你确定是杀死他了吗 我点头 倒 我确定杀死了他 而且死而复生后的阿尔 和之前我杀死的样子 发生了一些变化 给我的感觉 就是除了脸是一样的 其他的气息和性格完全不同 说完 我又想到了一点 说不定可以让老狗帮我分析出 背后的那个人是谁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和阿尔那场大战 阿尔用了一个诡异的秘宝 是一颗珠子 能够嵌在用阴阳之力凝聚出来的 一座黑塔之上 当时还引动了摇池大神的仙护 是仙护自己展现出来的力量 那场战斗 让仙护上面出现了崩裂的痕迹 露出了真面目 感觉就好像 他们是天生的宿敌 老狗皱起眉头 目光深邃 低沉道 珠子 宿敌 难道是他 果然 老狗了解那个时代的人物 知道这些特征 心里面肯定会有一个怀疑的人 而这个人 星号星号不离时 就是阿尔背后的人 我立刻问道 是谁 老狗看了我一眼 道 是谁告诉你也不知道 不过如果真是那个人 那你所看到的阿尔 应该不是你那天斩杀掉的人 他是另外的一个人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我沉生疑问 老狗道 他所修的秘法 可以炼制傀儡 用自己的意念作为控制 而这种傀儡 条件也是 比较苛刻的 需要一母同胞的四胎兄弟来完成 和你说多了你也不懂 反正就是你杀的那个家伙 应该是那四胞胎傀儡中的一个 而后来的一个 是另外一个人 听老狗这番解释 我瞬间明白了 我就说嘛 当时确定他已经死了 怎么会又活了呢 这不合常理 还有 老狗又提醒了我一句 叶涵 我告诉你 那个家伙不是什么善茶 他找上你 没有什么好事 能躲远点 就躲远点 再说 你现在和摇齿小妞走得近 他们之间 还就真像你猜的那样 是天生的宿敌 打过无数次了 万一牵扯到你身上 那你可就惨了 我点了点头 将老狗的提醒记在了心中 没有再多说什么 将阿尔的事情暂且放下 话归正传 又开始继续刚才的话题 说那天晚上的事情 和天外阁仙榜的事情 老狗对我说 你刚才说的封神榜 应该就是世间最后那一卷仙榜 这一卷仙榜 是在时代变迁的阶段存在的 据我所知 当年已经崩塌 后来我便藏身进了冥冤 就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了 但当年天外阁 确实是在仙榜所在的区域活动 十分猖獗 只是我没有与他们打过很多交道 了解也不是太多 这件事情 或许可以找其他 一直活在明面上的人来看看 我一阵苦笑 找明面上活着的人询问 说得倒是轻巧 哪里去找呀 老狗也不管我是怎么想的 说完之后 又继续询问道 叶寒 按照你刚才所说的那样 当年天上出现了一卷白幕 让夜晚变成白昼 直到天外阁的阁主现身 才将其隐藏起来 恢复了正常 那这卷白幕 是否就是仙榜呀 老狗直接询问我 问出来的问题 也是我心头一直以来的疑惑 可以想到这里 就不敢往下想 也没有说出来过 可如果说 这卷白幕就是仙榜 有些方面也着实解释不过去 仙榜的力量何其强大 如果真的是仙榜 绝非是人力能够控制的 而且引出来的动静 肯定也会是通天彻地 不可能是那样 我摇了摇头 道 我不能够确定 但我感觉不可能是仙榜 真要是仙榜出师 那动静还不惊天动地了 老狗点点头 道 嗯 你说的也没错 这真要是仙榜的话 肯定这世道也就变了 再说了 仙榜或许也不可能再出事了 我们都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又陷入了沉寂 心里面都在思考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一次 倒是一直没有 说过话的尼菩萨 开口打破了沉寂 他看着我 询问了一句 夜涵 当时天外阁的阁主出手 那你见过他了 我回过神来 摇头回道 没有 没有 嗯 天外阁的阁主是出手了 但是我连个人影都没有见到 是听当时在场的 天外阁首席长老所说的 至于这天外阁阁主是何等人物 我也不清楚呀 说完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便又补充了一句 对了 有件事情倒是奇怪得很呢 自从那天晚上的事情之后 天外阁的人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就此销声匿迹了 本来可是他们最想要我的命 忽然之间就不见人了 直到现在也没有露面 照理说 天外阁就算是在小心 之前我被无脸老鬼抓住 还通知了很多阴阳势力的人 天外阁应该也听说了 不可能一点表示都没有 这的确是一件十分诡异的事情 老狗想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你们就先别想天外阁了 他们办事从来就难揣摩 也没有必要去想他们 刚才说的那卷白目 我有了点眉目 虽然它很可能不是仙榜 但绝对也和仙榜有关系 否则老阎王不可能反过来 和夜寒站在对立面 也不会引动出那些强大的人物 这只是老狗的猜测 但能够解释得通 只是关键之处 还在于那卷白目 以及那名天外阁使者身上 藏着的大秘密 如今不仅有摩体夜深的事情 还加了虚名无实的仙榜之势 让我处在漩涡的中心 不仅仅是一伙人盯着我 而是被多方盯住了 可以说是 站在了风口浪尖 四面楚歌 一个不小心 我就会身陷其中 好在现在有老狗和尼菩萨在 这两个兄弟 能够帮我不少 就算是帮不到 在我身边 也能让我心里面有个依靠 我一阵摇头苦笑 感慨了一句 唉 我活了这二十多年 没想到小时候是个普通人 现在却成为了主角般的人物 什么事情都把我给卷进来 命都难活啊 第524章 主动出击 我和尼菩萨 老狗经过一番谈论 相互了解了对方的情况 也让他们知道 我所发生的事情 老狗也对此为我 做出了一些解释 让我了解了 其中的一些真相 从某个方面来讲 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摩体夜深 这句摩体从我出生 为我续命开始 就和我莫名地交缠在了一起 一切的因果 似乎冥冥之中 早就有注定 而后 老狗还结合当前的情况 给我分析了一下 如今的形势 做出了进一步的计划 夜深 按照你刚才所说的 现在天外阁已经安静了下来 不再对你有任何的行动 而那些莫名冒出来的强大人物 除了老阎王那个家伙 也并没有别人表现出 要害你的架势 也就是说 当前最为麻烦的 便是那个叫号称的无脸老鬼 我身处漩涡之中 一直也没有落下空来 好好思索整件事情 如今老狗身为一个局面人 在听我说了所有的情况之后 给我分析出 当前最应该先解决的事情 之前我脑袋经常性的不清醒 如今那种后遗症的感觉 稍稍减弱了一些 自己也能够明白 老狗是为了我好 这么多的麻烦事 是应该一件一件地处理 单纯地烦恼 和等着对方找来 破罐子破摔 那简直就是没有希望了 自己没有了希望 那就彻底完完了 我看着老狗 点点头 回了一句 暂时来看 天外阁以及那个人 都没有什么动静 只有无脸老鬼在我面前活动 可谁都不清楚 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再找上门 就不听我后面的那句话 直接瞪大眼睛 开口说道 好 既然和我说的情况是一样 那就先解决了 无脸老鬼那个家伙 说完 他还嘟囔一句 浩晨 以前就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一个入不了本大爷法眼的家伙 过了这么多年 还敢在本大爷面前逞凶 倒是真够大胆的 我和老狗相处时间不短了 十分地了解他这个人 听到他说完这句话 我顿时就明白了 是什么意思 口中随即喊道 老狗 你什么意思 难道是要主动出击 去找无脸老鬼算账 老狗看了我一眼 点头道 没错 就是要去找他 这家伙不是受欺负的主 之前我是躲都没地方躲 可他倒好 在没有任何取胜几率的前提下 还主动要去找人家报仇 有种送羊入虎口的感觉 我苦着脸道 他不找咱就好 咱们还去找他 送上门去吗 老狗抬起爪子 打在我的脑袋上 训斥道 你这小子 白跟我混了这么长时间 真是太丢人了 你说说 你怕什么 不就是一个跳梁小丑吗 跟本大爷去将他揍成肉酱 看他还敢不敢再打你的主意 实在不行 本大爷就把他当成夜深 一口给吞了 面对如此强势的老狗 我一点都不意外 他这种吹嘘的本事 我以前早就领教过好几次了 我直接问了句 老狗 你这么厉害 是不是已经有了 能够将无脸老鬼打败的办法 他现在到底有多少底牌 咱们还不知道 你就敢这样嚣张了 相比于无脸老鬼 我觉得老狗更加肆无忌惮 老狗看着我 说道 本大爷可是神兽 对付那么一个跳梁小丑 哪里需要什么办法 找到他直接就揍他 他还有本事 逗得过本大爷不成 注意到我脸上不屑的神情 老狗的目光有些闪烁 轻壳一声 嘿嘿 当然 如果本大爷没法将他拿下 还有你和尼菩萨帮助我 咱们三个绝对能够拿下他 我摇头苦笑 一阵无语 不知道老狗是哪里来的自信 这个时候 尼菩萨开口 对老狗问了句 老狗 那个无脸老鬼说 什么也是得道之人 还借着和邪仙之间的莫名联系 拥有了不同于 寻常得道之人的特性 之前阎王逃走 你说就算是追上也没用 这一次对付无脸老鬼 怎么就这么有把握了 这话也问到了我的心坎里面 我看着老狗 等着他给出一个答案 老狗扫了我和尼菩萨一眼 注意到我们两个的目光 稍稍低下头 沉默片刻 才开口说道 嘿嘿 得道之人的确是不好对付 不过对付这个无脸老鬼 不仅仅可以为叶寒报仇 他对我也还有点用处呢 就算是杀不了 也要想尽一切办法 将他拿下 实在不行 我只能是尝试着将他吃掉 他说了实话 刚才那番肯定的话语 其实都是理想状态下的情况 老狗自己也不知道 能否拿得下无脸老鬼 而他这样说的原因 是为了让我们都同意 去找无脸老鬼 因为找无脸老鬼 不仅是给我报仇 还是为了他自己 我心里出现一个疑问 老狗和无脸老鬼 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让老狗这样上心呢 不过很快 我也就想到了 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和裤衩上的 黄色不快有关系 因为那上面 不仅仅是邪仙的名字 还有一部分 是写着无脸老鬼的姓名 老狗是想通过无脸老鬼 对这块布进行深入的研究 虽然他现在掌握着这块布 可并没有参透其中的深奥之处 我想明白的是这么回事 忍不住对老狗说了句 你这个老家伙 这个时候还想着算计我呢 借着给我报仇的名字 是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老狗知道我看透了 冲我咧嘴一笑 嘿嘿 你也别说得这么难听嘛 虽然有一部分原因 是为了我自己 但是刚好和你的事情相符合 对你没有坏处的 他这一点小心思 让我有些无语 但是他所说的话也没错 现在当务之急 的确不是天外阁 而是无脸老鬼 他接下来还不知道会出什么招 我必须要尽快处理掉他 我说到 咱们主动出街 先对付无脸老鬼 倒是完全可以 只是现在 有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家伙神出鬼没 谁都不知道 他如今在哪里 这几次 都是无脸老鬼主动出来找我 我对他了解不多 更不知道他会去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他得到老巢在哪里 按照这只老狐狸的狡猾性 就算是道上认识他的人 恐怕也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 若是等着他来找我们 那就会陷入被动 而且也没有个时间点 谁知道 他会一个月后来找我 还是一年之后 所以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 必须要主动去找他才可以 老狗听到我说的问题 眼中闪过金光 似乎并不担心这个问题 他说了一句 这家伙是和邪仙 在同一个仙榜留名 而邪仙那家伙留名的仙榜 我知道在何处 若是我所猜的没错 无脸老鬼他如今 肯定也躲在那个地方附近 哦 你怎么知道 我很疑惑 老狗瞥了我一眼 很是得意地说道 哼 你也不看看 本大爷是谁 本大爷可是神兽 要是连这一点都看不透 还怎么带领 你这个小弟 我一听这话 又看到老狗得意洋洋的模样 顿时满头的黑线 紧握起拳头 双腿都在微微发颤 强忍着起来打人的冲动 不过 我没有和他生气 这家伙就这个德行 我深吸一口气 开口询问道 别和我废话了 我知道你很能 赶紧说吧 无脸老鬼到底会藏在哪里 老狗双眼一亮 鸣声说道 神农架 第525章 开始行动 神农架 我从老狗的口中 听到这三个字 顿时未知一惊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用深沉的目光看着老狗 心中闪过很多大念头 神农架 这个地方 我一直都是知道的 以前的时候 只以为神农架是片原始森林 还是一片旅游圣地 可是经历了之前 狠人第一的事情之后 我了解到 神农架 还是一处大凶之地 这片凶地之中 存在着很多的危险 有进无回 老狗那个时候 还进去过一次 也受了伤 不过 他确定了一件事情 神农架这片兄弟之中 有一处仙榜的祭坛 仙榜早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那里还有残疾遗留 只是实在太过危险 没有人能够得到这份机缘 我记得 老狗还和我提过一种东西 叫做 方金 方金是什么我不知道 也没有见过 可是老狗和我说的 在得到之后 仙榜上流明 就可以得到方金制成的仙护 据说在神农架的祭坛之上 还遗留着方金 在祖坟地中 那具龙狮夜深 生前名幻黑魔龙 也是在神农架中的仙榜上流明 我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之后 立刻喊了一句 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邪仙和无脸老鬼 都是在神农架的仙榜上流明的 老狗点点头 道 没错 就是那儿 你确定吗 我有些不放心 老狗听到我疑惑地询问 当时就和我急了 冲我喊道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本大爷岂会弄错 别让我不知道 断了我一半脚去的邪仙 我可是清楚得很 绝对是不会错的 除了自己的亲人朋友的事情 另外记得最清楚的 可能就是自己敌人的事了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我说道 咱们要是直接去神农架 找无脸老鬼 怕也是人生地不熟 到时候不是他的对手 毕竟 他若是真的躲藏在那里面 一定是对那里十分熟悉了 不好将他情下 尼菩萨也在旁边附和道 没错啊 神农架十分的凶险 咱们这样贸然前去 别说是找无脸老鬼 可能自己都会出问题 老狗对我说的话 还没有什么意见 可是对尼菩萨说的话 产生了很大的反应 当即瞪大眼睛 盯着尼菩萨 大声吼道 你什么意思 还十分凶险 连那么一个家伙 都能够在神农架藏身 本大爷身为麒麟神兽 能够驱力避害 什么地方去不得 还在我面前讲凶险 真可是应了你们人说的那句 和老狐狸玩聊斋 找死 尼菩萨听明白了老狗的意思 顿时没了烟 忽略了他的麒麟身份了 我拉了老狗一下 将他那熊啾啾气洋洋的架势 给打下来 开口说道 别废话了 我们都知道 你是麒麟 能够去任何地方 神农架也担不住你 只要有你在 我们绝对不会有事的 可关键问题是 我们这样贸然前去 怕动静太大了 让无脸老鬼有所察觉 反而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 老狗沉底片刻 点点头 道 你说的的确有道理 嘿嘿 不过啊 我早就为此做了打算了 这样吧 本大爷一会儿 偷摸回趟英思城 取点东西回来 我一愣 问道 你回英思城取什么东西 现在已经和阎王闹翻了 他肯定是在英思城中 如今我们去英思城 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 老狗道 我们之前好容易保护下来的 黑魔龙的夜深 这一次就能够派上用场了 我去将他从英思城偷回来 就算是被阎王发掘了 他知道留不住我 也绝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这你尽管放心吧 龙狮夜深 这段时间 老狗一直在 蓬莱仙山的遗迹之中 对于一些事情并不清楚 他也不知道 我已经将龙狮给带出来了 还以为是在英思城中 我说道 如果是为了龙狮的话 那就大可不必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在英思城中了 不在英思城中 老狗疑惑地问了句 我点头 道 我之前和你说我这段时间的经历 并没有告诉你一些细节 当时我知道 大桥被人杀害了 便用龙狮夜深 引出了那么敌人 所以就把他带出了阴间 如今就放在平安村的祖坟地里面 老狗一听这话 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冲我喊道 哎呀 你这小子 这一次倒是做了一件英明的事情呀 省得本大爷 我跑一趟了 说完这话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立刻瞪眼问我 咦 对了 那具龙狮可全身是宝呀 你将它放在祖坟地里 不会早被人给抬走了吧 天外阁也是一直记挂着呀 我摇头 没有 还在呢 因为我在祖坟地大战四方 震慑住了所有的人 当时连天外阁再没有见到 我尸体之前 都没有动那具龙狮 最近不见了踪迹 更没有人去动那具龙狮 现在平安村这个荒芜的地方 都已经成了阴阳道上的禁地了 老狗顿时一喜 喊道 那真是太好了 走吧 咱们现在就去平安村 将黑魔龙那具身躯给处理掉 这家伙风风火火地 说句话就开始做 也不解释明白 撒腿就往外面跑 好在我动作够快 一把扯住这家伙的尾巴 将它给拉了回来 你给我回来 急什么 老狗尾巴只剩下一半了 格外珍惜 当时就鬼叫了一声 生怕我将它的尾巴给扯下来 我继续说道 咱们是去神农架 你去找龙狮做什么 把话给说清楚了 不明不白的 就让我们和你一起去 老狗摸索两下自己的尾巴 然后没好气地说道 你就笨死吧 黑魔龙也是在神农架 先绑之上流明的得道之人 他身上的气息 与神农架身处的气息 十分切合 你们不能吃了它 但可以将它的皮扒下来 制成衣服穿在身上 到时候能够省去很多麻烦的 还可以当成防御法器 能够抵抗强势秘法 当初 他坚持要留下这具龙狮夜深 说是以后会有用 看来 当时老狗就想到了 可能回去神农架中 探寻祭坛的遗迹 早做好了准备 这家伙看上去大大咧咧的 实际上心里面对任何事情 都看得很明白 也有自己的心思和想法 知道了是这么一回事 我也点了点头 沉生道 原来是这样 看来你早就想好了呀 那就听你的吧 我身上的伤没有好利索 但只要不动手 就已经不影响活动了 老狗也是急性子 决定了的事情 也是趁早去干 当即就说 现在退房离开 去平安村 毕竟在哪里处理龙狮 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退房之间 我亲自去深南的房间里 告诉了他一声 说我们要走了 他也没有多说别的 没有问再去那里 只是点了点头 跟着我从房间出来 大家一起退完房 便直奔平安村去了 自从安葬了大桥之后 平安村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那是一处伤心之地 一想到那个地方 我眼前就会出现无数的死人 那种心里面的沉重和伤痛 是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了 也只有自己经历过 才会体会到 一路上 我都没有什么兴致 一直没有说话 只是低着头 心里面很不适滋味 想到村子里面死去的人 想到大桥的英荣笑貌 尤其是想到 那个未出生就惨死的孩子 若是他没有死去的话 现在也快要有一岁了 怕是会走路说话了 说不定还会叫我爸爸了 第526章 解剖龙诗 来到平安村 一公里外的路上 就显得冷清起来 不见一个人影 道路两旁的植物 也生长得十分杂乱 整个村子都荒芜了 这里没有人会再来 当年繁荣的村庄 短短一年的时间 就不复存在了 我的心情也变得更加沉重 每走一步 都要有很大的勇气 来到村口之后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祖坟地中 那具庞大的龙诗叶身 环境什么的发生了变化 杂草蔓延 可唯有这具龙诗叶身不变 上面依旧闪烁着幽光 让人心生震撼 释放着淡淡的龙威 没有任何的动作敢靠近 就连那些蔓延生长的植物 在距离龙诗叶身 积米的地方 就变得枯萎了 没有任何活着的东西 可以靠近它 龙诗体型庞大 吸引人的眼球 但我也仅仅是看过一眼 随后目光 便定在了祖坟地的 一个小坟头上 那是大桥的坟 是我亲自给它立的 那块碑也还在 这里的一切 和我之前离开的时候差不多 没有很大的变化 我站在原地 远远地望着那个坟头 眼泪立刻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嘴唇哆哆嗦嗦地 颤抖着声音开口说了句 大桥望着前面的风头 就连玩闹的老狗和尼菩萨 也都安静了下来 两个人目光深沉 盯着那个坟头 一句话都没说 他们也都和大桥相处过事情 对这个冰冷的美人印象深刻 谁都没有想到 他会如此死去 过了一会儿 一阵凉风吹过 老狗沉声说了句 大桥是个好女孩 我也早就看出来了 她在和你相处的过程中 慢慢对你产生了感情 我也很看好你们 只是可惜 只是沉沉地叹了一声 他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 对我劝道 叶韩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咱们还有正事要做 你可不能够垮了 否则大桥就真的白死了 他和孩子都不希望看到 你这样的 我深吸一口气 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清了清嗓子 开口说道 嗯 我知道 我也肯定会被大桥报仇的 除了我那天杀掉的人 还有便是天外阁 咱们下去吧 我先一步向前面走去 尼菩萨和老狗 没有再多说什么 跟在我后面 从村口的路下去 来到了祖坟地之中 我没有去看龙石怎么样了 直接走到大桥的坟头 在前面跪下来 原本抑制住的内心 又瞬间崩溃 眼中流泪 大桥 我来看你了 男儿有泪不清痰 只是味道伤心处 在别人的眼中 我在疯魔的状态下的时候 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恶魔 可是在大桥这里 我的心比豆腐还要柔弱 我一个人跪在大桥的坟前 诉说心中的时候 也是给自己赎罪 老狗和尼菩萨没有理会我 两个人也没有劝我 而是开始处理龙石 他们没有找我帮忙 只是自己在忙活 毕竟这具龙石太大了 龙的体质又十分的强横 就算是老狗的身上 拥有强大的难民离火 要将其完全处理 也需要花费一点时间 我在坟头前跪了一夜 第二天太阳出来之后 深吸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状态 从地上站起来 没再继续颓废下去 老狗和尼菩萨两个人 处理这具龙石 着实是有些困难 毕竟太大了 又不是寻常的尸体 我来帮忙 就算是力量有限 多少也是能够省点时间的 毕竟三个臭皮匠 能够顶上一个诸葛亮 他们两个也是一直没有休息 夜里也一直在忙 看到我站起来 向他们走过去 从我的目光之中 看出我心中的情绪压制下去 两个人也冲我露出笑容 小子 我还以为你就打算在那里跪着 等我们处理完呢 老狗和我开了一句玩笑 我勾了勾嘴角 回了一句 我要是在那里跪着 等你们处理完了 你还不疯掉了 玩笑之后 我走到龙狮前面 打量了一番 并且问道 怎么样了 不好弄吧 尼菩萨忍不住说 这龙狮实在太硬了 我和老狗费了老劲 也就只处理了一点 还指着一个地方给我看 你看看 就清理下来这么一块龙皮 距离做三件衣服的量 还差得远呢 这个时候 老狗对我说了句 夜涵 你不是认识 那个什么龙骨吗 把他叫来 他在这里绝对能够很快 帮助我们 清理完这句龙狮 他说的是狠人 可自从太行山一别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狠人 道上也没有任何他的消息 似乎这个人消失了 我摇头 道 我也不知道第一前辈去哪里了 这句龙狮 只能靠我们自己 你就别有什么其他的心色 刚说完这句话 老狗都还没有回应 我体内忽然涌出来 一股躁动的力量 接着 龙骨就从我背后钻了出来 在半空中 发出嘹亮的吼叫声 这条龙骨 是我自己的龙骨 道横和实力还不够 距离狠人的那种程度 还差得远 感受到龙狮的气息出来了 恐怕也难帮上 我们什么忙 老狗看了龙骨一眼 咧嘴说道 我刚才叫的不是你 你出来做什么 你还太小了 再回去修行千百年 说不定能够帮上我们一把 现在还不够格呢 我也开始安抚龙骨 想让它回到我的身体中 可是龙骨却不愿 在空中发出抵抗的吼叫声 我和它心意相通 立刻就知道 它是在抵抗 表示自己可以帮上忙 你能行吗 我问了句 龙骨吼叫一声 用行动来回答了我 它从半空中附身冲下来 那姿势 就好像雄鹰飞翔下来捕猎一样 很有气势 爪子上面的力道也极重 四个爪子锋芒毕露 闪过一道寒光 吃辣 爪子刺进了龙狮的身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当然 声音很短促 表明爪子并没有完全刺进去 只是刺破了一点点龙铃而已 但这对于我的龙骨来说 已经是十分了不得了 连我都没有想到 有种重新认识它的心思 老狗最先反应过来 赞赏了一句 哟 还真是没有想到 你这个小家伙 竟然真的有本事 对龙铃造成一点损伤 是本大爷看走眼了 倒是小瞧你了 龙骨发出得意的叫声 似乎这一次 是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这段时间 它一直折服在我体内 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主要也是我遇到的敌人太强大了 加上我封魔状态 无法催动秘法 让我都有些忽视它了 原来龙骨在我进步的同时 也在默默地前进 不是以前的那条龙骨了 这样一来 老狗就开始指挥 安排着龙骨帮忙 它先用南鸣离火 将龙铃烧一会儿 在关键的时候 再让龙骨用爪子刺入 将龙皮带着淋巴下来 南鸣离火 在老狗的控制下 根本不会对龙骨 造成任何伤害 而用南鸣离火烧过的龙身 坚硬程度有所降低 龙骨可以完全地刺入 工程进度 也十分快速地开展起来 只是龙骨毕竟还弱 不能一次性完成 只能够慢慢来 它就好像一把匕首 要处理这头庞然大物 不可能一刀就完成 需要一刀又一刀 一步步地来完成 这头巨大的龙尸 在我们几个的 共同努力之下 肉和皮开始慢慢地分离 龙皮好像地毯一样 在村口铺展开来 饶氏有龙骨的帮忙 将这条龙尸完全处理好 把肉和皮彻底地分开 依旧花费了 我们又一天一夜的时间 第527章 龙肉 龙尸夜深 经过我们一番处理 肉和皮全都被分开了 完成了计划中的第一步 巨大的龙尸 有很多的肉 堆放在一起 就和一座小山似的 呈现有黑色 质地很硬 也没有血迹 看上去就好像石头似的 整张龙尸皮也很大 在地上面摊开 就是好几十米长的黑地毯 在阳光的照射下 闪烁着有黑的光芒 看上去很是震撼 巨大的龙头被扔到一旁 暂时没有处置 将龙尸夜身份离开之后 老狗和龙骨都累瘫了 刚才主要是他们两个在处理 我和尼菩萨帮不上大忙 一直都在搬运龙肉 他们两个摊在地上 站都站不起来 老狗身上的男鸣里 火弱了很多 而龙骨的四个爪子 颤抖不止 就像是肌肉被拉伤了 老狗缓过一口气 趴在地上嚷道 不行了 不行了 本大也要累死了 他最喜欢听别人的夸赞 我适时地说了句 老狗 咱们这几个人 你就有能耐 这一次可真是受累了 多亏你了 果不其然 老狗听到这番话 立马点了点头 道 你说的没错 好在这里 有龙尸的肉 老狗吞下几块 身上弥漫其火焰 静坐修行了片刻 恢复了不少 也能够从地上起来了 老狗站起来之后 盯着那堆龙肉 对我说道 叶寒 赶紧去找个火锣 咱们烧烤一下 这龙肉的烤肉 本大爷还没有尝过呢 这可是叶深 他竟然想要拿来烧烤 千万年不腐不朽的躯体 火又如何能够将其烤熟 还不如 让他自己生着吃呢 我说道 这玩意烤不熟 你还是自己这样吃吧 反正我们也无福消受 老狗坚持道 不行 一定要给本大爷做个烧烤 你赶紧去 给本大爷找炉子和调料 张勇的家里应该有 你快去 我在这里处理肉 没有办法 我只能够按照老狗说的去做 等我从张勇住的地方 找出之前我们用过的烤炉和调料 老狗已经用棍子架起来了好几块肉 双眼放光地等着我 这家伙跟着我吃过 好几次烧烤了 对于做法和步骤都是十分熟悉了 也不用我帮忙 一个人忙活了一会儿 将一切都搞好 我还等着看笑话呢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没有用普通的火焰 而是直接用了南鸣离火 用南鸣离火来烧烤 效果就显著了 不过还有些欠缺 老狗又拖着地上的龙骨 在他身上割开一个口子 放了一些血 将他的血撒在上面 坚硬的龙肉立刻就软了家上 家上有南鸣离火的烧烤 一会儿就传出了浓重的香气 龙全身是薄 死去的龙在几天之内都会有一香 他的肉自然也是难得罕见之物 这倒是让我开了眼 没想到老狗这家伙 还有这一手 又过了几分钟 老狗抓起一块肉 大口咬住 满脸的享受 吃的那个香都让我口中生惊了 馋得不行 龙骨在地上趴着 呜呜直叫 抬着眼睛看着龙肉 似乎也想要吃 老狗直接撕下一小块肉 扔给了龙骨 口中一边吃着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小家伙 这些肉就算是经过我的火烧了 精华失去了很多 但你也不好消化 给你这一点就行了 可别太贪了 否则撑死你 龙骨双眼一亮 一口将那块肉接住 很是兴奋的模样 还点头表示感谢 当初狠人吃了龙狮夜深 差点死掉 靠着自身的底蕴 以及骨神留给它的底牌 才躲过了一截 龙骨可没有这么多的本事 吃了龙狮 可能真就被撑死了 我赶紧阻止 哎 老狗 你怎么给它了 会出事的 我伸出手 想要将龙骨口中的那块肉夺下来 老狗却冲我说了句 放心吧 没事的 这龙肉 我用南鸣离火烧过了 精华已经丢失了很大一部分 再加上上面 还有它的血 对肉有着极其强大的克制作用 是可以消化掉的 不会有事 指着逃窜到一旁的龙骨 笑着说道 你看 这小家伙 自己都不乐意你了 它可是出了大力了 奖励人家一下还不行啊 既然老狗这样说了 我也就放心了 看了龙骨一眼 没再坚持不许 我和尼菩萨在一旁干瞪眼 还被馋得不行 顿时有种煎熬的感觉 嗅着浓重的肉香 却品尝不到传说中的龙肉 实在太遗憾 这个时候 尼菩萨冲我挥挥手 道 小子 过来 你也来尝尝吧 可好吃了 我摇头道 我怕吃了就活不了了 老狗知道 我的担心 一笑说道 看你胆小的 你可别忘了 自己已经融合了魔体夜深 从某种程度来讲 现在你也拥有着得到制人的躯体 吃一点没有多少精华的龙肉 还是小菜小碟的 来吧 说完 还对尼菩萨道 你也过来呗 你现在 这身体是太岁之躯 那玩意儿 可是比夜深龙肉都要罕见 完全能够消化的了 他让给我和尼菩萨 各自一块肉 星号星号呈现黑色 在南明里火的烧烤之下 还有一股红韵 龙骨的鲜血和调料 点缀在上面 滋滋地冒出一些金黄色的液体 看上去和油似的 其实是肉里面的精华 整块肉热气腾腾 抓在手上 却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温度 十分的奇异 我和尼菩萨相视一眼 各自都有些顾忌 毕竟这玩意儿 一个不小心会要了命 可老狗总归是不会骗我们的 相互点了点头 都尝试性地咬了一小口 之前无论使用多么大的力 都没法对龙尸造成伤痕 如今被老狗的火烤过之后 咬起来竟然和普通肉 是一样的质地 龙肉入口 芳香四溢 我从没有吹过这么好吃的肉 心里面也想不出什么词语来形容 咀嚼两下 唇齿流香 都不愿开分嘴唇 生怕香气跑掉了 闭着嘴咀嚼 怪不得老狗刚才那副模样 原来真的是这么好吃 我的样子 还不如他那个时候呢 龙肉好吃 可我们都不能够多吃 每个人吃了一小块 腹中便好像着了火似的 全身热血膨胀 快要爆炸的状态 赶紧就地坐下 开始催动法门 将体内的力量消化掉 慢慢地恢复正常 老狗一个人吃了一夜 我们三个则是修行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 天亮才清醒过来 将体内的龙肉精华 完全消化掉了 他是不需要消化 失去了大部分精华的夜深之肉 对他来说 和正常的事物 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吃得撑着了 羊躺在地上 肚子圆鼓鼓的 我明显感觉到 自己这一夜的修行十分不同 体身很大 全身都充满了力量 体内之前所遗留下来的内伤 也完全都好了 龙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体型大了一圈 之前的疲惫都消失了 又可以在空中翱翔 展示自己强大的气势 吃完了龙肉 领略到只因在天上 才有的美食 也不枉此生了 不过我们还有任务 就是将剥离下来的 龙皮制成衣服 这么大的龙皮 也没法劈穿 必须要经过处理 而这件事情 还需要老狗来做 这家伙之前 将黄色布块制成了裤衩 也是有特殊的办法 这些龙皮 自然是不在话下 我将老狗 从地上拉起来 开口问道 老狗 这些龙皮怎么缝制衣服 你应该会吧 本大爷不会 还你不会 那你的裤衩是怎么缝制的 赶紧吧 吃饱了 就别浪费时间了 第528章 自恋的狗 老狗被我生拉硬拽起来 让他开始用龙皮缝制衣服 也好尽早离开这里 前往神农架 去找无脸老鬼 他嘴上虽然有些怨言 可自己也十分清楚 这些事情就是他的 别人也做不了 随后 老狗便鬼叫一声 发泄了一下自己内心的不满 而后便开始处置 玻璃下来的龙皮 让龙骨将龙皮割成一块一块的 他开始缝制 老狗的缝制 和寻常所说的缝制不一样 他也不用针线 将龙皮拼接成衣服的样子 缺口处用牙轻轻地咬一下 在他咬破龙皮的时候 口中流出一抹鲜血 绚丽的液体流入咬破的缺口处 顿时凝合起来 看不出任何缝制的痕迹 表现出来的状态 就和他身上的裤衩是一样的 老狗的动作很快 在龙骨的帮助一下 没一会儿功夫 就利用龙皮制成了三件衣物 两件是人穿的 还有一件便是老狗自己的 我看到他完成之后 才赶上去打扰 一边摸索起衣物看 一边惊叹道 老狗 你可真厉害啊 既然咬两下 就把衣服缝制好了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心中十分地好奇 还没有听说过 麒麟有这样的本事 尼菩萨也附和着 询问道 对啊 老狗 你的牙有这么的本事 若是拔下一颗来 岂不能够让人成为天下第一的采访 老狗很是得意地回了句 本大爷的能耐 你们才知道多少 哼 就本大爷这一口咬 若是啃的话 就算是割下来的脑袋 我也有本事 给他完好无损地缝回去 只不过 还不能够起死回生罢了 将脑袋完好无损地缝回去 这就相当于是破镜重圆 的确是了不得的能耐 不过我对这些并不关心 看着手上的衣物 忍不住先穿上了一件 龙皮制成的衣服 都是一样大小的 但十分地有弹性 穿在身上不大也不小 比寻常的衣服要重很多 我穿上看了一圈 老狗缝制的方法特殊 却十分密合 没有一点缺口 如果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浑然一体呢 老狗 这衣服还真不错 老狗道 当然了 这可是黑魔龙那家伙的皮 要是他还活着 知道自己的皮 被你们两个小子穿了 还不能气死了 尼普萨也穿上另外一件 十分地喜欢 还自己打了自己两下 龙皮衣完全将力量抵抗了下来 自身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力道 说明这件龙皮衣的防御力很好 还能够当成一件防御法器来使用 老狗在我和尼普萨研究龙皮衣的时候 自己也将那件龙皮衣穿上了 他身上的鳞片原本是红色的 穿上了龙皮衣之后 变成了黑色的 配上露出来的红色形象 显得更加害人了 没有了之前的邋遢样 怎么样 本大爷穿着这件龙衣 是否更有神兽威严了 我和尼普萨同时咧了咧嘴 谁都没有说话 但眼神中表露出来的 都是浓浓的不屑 他冷哼一声 道 看你们这样子 就知道没有见赏的能力 根本就跟不上本大爷的脚步 哎 还是本大爷自己去看看吧 说完 他就迫不及待地 冲到了地下面的河流旁 借着河水看自己的倒影 老狗看到自己的模样之后 回来的时候 走路的样子都不同了 仰着脑袋 鼻孔向天 眼珠子看着天 腿一摇一摆的 那嚣张的镜头 简直是让人恨得牙痒痒 拉长音调 对我说了句 本大爷这般鹦鹉 你们两个刚才还那个样子 是不是过于嫉妒了 我忍不住回了句 别显摆了 要不然 我给你找你尼巴呼上去 哼 就是嫉妒罢了 老狗一个人得意洋洋的一会儿 说白了就是在自恋 一会儿冒点火 一会儿摆摆姿势 借着这一件龙皮衣 玩得不亦乐乎 我和尼普萨 则是将龙皮衣贴身穿好 外面穿上普通衣服 从外表也看不出问题 随后 我们就将剩余的龙皮收拾了起来 那堆龙肉实在太多了 没有地方好放 只能暂时留在这里 至于那颗龙头 则被我埋进了祖坟地里 暂时藏起来 收完残留的尾巴之后 我和尼普萨 去找到自恋中的老狗 准备离开 老狗当时在河边 看着自己的倒影 摆出各种姿势 还问我们是否满意 气得我直接一巴掌 将这个家伙 给拍进了河里面 他在河里面扑腾了两下 立刻跳了出来 抖擞身上的水 冲我骂道 小子 你干什么 嫉妒本大爷 都开始痛下杀手了吗 要不要来干一架 我无奈地说道 好了 别折腾了 咱们已经来这里好几天了 该走了 尼普萨也伸出手 拉住老狗的前腿 拽着他离开了河边 引得老狗这家伙惨叫连连 口中喊出来的声音 更是让我不忍直听 哎呀 我不走 我不走 要不然看不到 本大爷的鹦鹉身姿了 你们是坏人 是不是想自己看 本大爷的鹦鹉不愿意 让我自己看到 给我找一面镜子 在我面前举着 让我一边走一边看 一直走出去很远 老狗还安静了下来 不过还一副受了很大委屈的样子 我对他说了句 老狗 以前没有发现 你这么自恋呀 你还真是多奇葩呀 老狗冷哼道 本大爷这不是自恋 这是对自我的认知 其中的深奥之理 又岂是你们这些小子能够理解的 听到这番话 索性 我也不多说这方面的事情了 免得再说下去 没有完 我又转移话题 提到去找无脸老鬼的事情 免得老狗一直在废话 老狗 咱们现在就直接去神农架 那边你去过一次了 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吧 说到正事 老狗也没再纠缠自己的英勇神物 开始讨论正事 他说道 那边的情况我是知道 不过上一次去的时候 没有在意 是否有人存在的痕迹 咱们这一次过去 还是要低调一点 最好不要被人发现 暗中先找到那个家伙再说 因为无脸老鬼对于老狗 也有很大的用处 所以他这一次行事十分地小心 难得地从他口中听到了一句低调 很不符合他以前的行事作风 我点了点头 道 好 等去到之后 咱们再根据情况商议 如何进山 寻找无脸老鬼的行踪 我们从平安村离开 走出村子的区域范围之后 就在路旁看到了这几天 都不见人的深难 来的时候 我心中想着大桥等死去的人 没有在意到他 他也没有跟着我们进村 而是一直在外面等候 我看着他 走过去说了句 申前辈 您怎么在这里等着 他回道 你在平安村的事情我听说过 知道你去可能会有自己的私事 伤心难过至今我不想见 就没有过去 这番话说得我心里摇头 要真是这样的话 他还的确够善解人意的 我没再多说 说道 我们要去神农架了 你还跟着吗 他点点头 游历还没有完成 自然是要跟着你 好 我应了一声 随后 我们一起乘车去了神农架 在神农架范围之内下车 我们就装扮成寻常游客 找了一个地方住下 当天晚上 我们就通过一些渠道 知道了道上这几天的情况 我死里逃生的事情 已经传出去了 所有人都十分惶恐 那些经常闹出动静的人 也都折服下来 生怕我回去找上他们 这几天 整个道上都人心惶惶 以为我随时可能出现 再一次大杀死方 第529章 隐人 阴阳道上的人 是暂时安稳下来了 没有出现各种围杀我的声音 主要是有心无力 但是丁梢的人 却一点都不少 所有人都在等着我出现 对于名声什么的 我已经不在乎了 至于和什么人为敌 我也没有太过于感慨 一切随意就好 没有必要解释 但是如今阴阳道上的各个势力 都安稳下来 没有在名面上到处找我 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 这对我们现在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这样 我的行踪就容易隐藏起来 来神农架找无脸老鬼 也不会再引出别的麻烦 可以专心对付无脸老鬼 在神农架附近休息了一晚上 我们就开始计划 从哪里进入找无脸老鬼 若不是 我现在身份特殊 最好的办法 是找当地的一些阴阳势力询问一番 他们肯定对这一片兄弟十分了解 就算不知道无脸老鬼在里面 也绝对知道 那里可以藏身 不像我们自己 如同无头苍蝇一样的寻找 只是现在这个方法是行不通了 我们只能是先 自己在神农架周围转一转 借着老狗的天赋秉性 看看那个地方能够进入 哪里藏人比较合适 一天一夜的时间 围着神农架附近转了一下 大体了解了周围的情况 老狗心里也有数了 似乎有了线索 眼睛里又开始放光 不得不说 怪不得他这头麒麟 当年被那么多人追捕 着实是有点能耐 我一看他的模样 就能够猜得差不多 回去的路上 我就问老狗 老狗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老狗冷哼一声 哼 不告诉你 这家伙又开始拿架子 我脸上立马对上笑容 说道 我们这一次行动 可都要靠你啊 知道你有本事 虚心地请教你 咱们之间你就别瞒着了 和我们说说呗 指了指尼菩萨 说道 你看 尼菩萨也很好奇 等着你给解惑呢 老狗十分受用 点了点头 道 好吧 我就和你们说一下 开始说正事 老狗的语气也变得深沉起来 没有了吊铃铛的样子 咱们刚才从那边过去 我感觉到那片树林里 有些异常的气息 虽然不是很清晰的 但应该是有人走过的 神农家的深处我都去不得 那家伙更加不可能深入 所以我想 他可能是在那里 等回去准备一下 咱们就直接钻进去 给他的措手不及 我微微皱眉 感觉老狗说得太简单了 靠这么一点 就能够确定 无脸老鬼在那个地方 是有些太草率了 你能确定吗 本大爷是谁 可是神兽啊 我的眼睛能够看透一切 找那个家伙 自然是不在话下了 我心里面还是有些范嘀咕 看了尼普萨一眼 他注意到我的眼色 冲我摇了摇头 倒不是有意见 而是他也看不出什么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两个的感知力和眼力是 没有用了 全都要靠老狗 只能是根据他的意思去办 就算是不对 我们也不知道 我沉思片刻 到 好吧 就听你的 等到明天 咱们就从那边树林里进去 寻找无脸老鬼的踪迹 刚说完这句话 背后跟着我们的深男 罕见地开口说了句话 嗯 你们所说的地方 并没有人的 从那里进去 反而是惊动到你们要找的人 本来老狗听我说同意了 正得意呢 瞥着眼睛看我 准备向我嚣张一番 话还没有说出口 就被深男这句话给憋回去了 我回头看着深男 脸上露出疑问的表情 而老狗反应更大 这家伙直接跳起来了 顾不上刚才那番沉稳得意的模样 抬起爪子 指着深男就骂 你说什么 什么叫做 那里没有人 本大爷看过的地方 还能有错吗 你这家伙 之前本大爷还花钱给你找女人 说起来 你还欠本大爷的人情呢 如今竟然敢和本大爷对着敢 我一巴掌 将尼菩萨按到地上 让他安静下来 深男跟在我后面 若不是用眼睛看到他 还真就容易忽略了这个人 他对于我的事情 基本上是不参与的 如今说出来这样一番话 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 我开口询问 深前辈 你为何这样说 难道你有什么别的见解 深男看了 被我按住的老狗一眼 解释道 这位道友刚才说的并没错 在那片树林之中 的确有气息残留 应该就是无脸老鬼搞出来的 但他并不在那里 而是在别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 很久以前 我曾经来过这里 当时就发现 那片树林中有人的气息 也是从那里进去了 之后 我就察觉到不对劲 里面只有气息 并没有痕迹 当时就意识到 这是有人故意设下的禁止 我并不清楚是敌室友 当时就躲藏了起来 很快便出现了一个人 虽然装扮和服饰不一样了 但我记得 那个人就是今天的无脸老鬼 那时候 我便知道 这片树林 其实是他的锦绍 并非藏身之所 听到深男说的这番往事 我脸色微微一变 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很久以前 还有这样一次莫名的交集 不过当时无脸老鬼 应该没有发现深男 老狗听到这里 也安静了下来 没再胡乱吵嚷 应该是 相信了深男说的话 我又问道 那您知道他真正的藏身之处吗 深男摇摇头 当时我发现了 这儿有人在 又察觉到他道横不低 为了防止发生冲突 便没有再深入 直接退出来了 所以我并不清楚 他的藏身之处 究竟在哪里 但我觉得 以那个家伙的狡猾性情 和谨慎小心 他的藏身之处 肯定是常人难以想到的 要想找到 也绝对是不容易的 我点头 喃喃自语道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随后 我看向老狗 而这家伙 也知道自己刚才太果断了 导致出现了问题 目光有些闪躲 口中还哼哼地说道 原来也就知道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来过吗 深男听到这话 轻轻一笑 道 我当年是借着法器 才发觉了 那片林子里有气息 要是不靠近的话 根本就感应不到 而道友相隔甚远 就感知到里面有异常 这一点实在让人佩服 麒麟之名 果然不同凡响 老狗听到这话 很是开心 说道 你这话说的倒是没有错 本大爷是麒麟 感知力十分强大 更能够趋利避害 就算是听了我的 到时候还没进入那片林子 我就会感知到 那里有问题 不会让大家进去 结果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也没比我强到哪里去 他这是在自己 给自己找回场子 不过只能是让他 自己心里面有个安慰 深男点点头 不再多言 而后 我问道 深前辈 你就算是不知道 无脸老鬼的藏身之处 也至少给我们 指一个方向呗 既然他曾经来过神农架 也接触过无脸老鬼 绝对也是调查过他这个人的 应该会有所发现 深男沉默片刻 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 我真的没有在这里 待很长时间 也不是十分了解 可我想 如果你们要找无脸老鬼 不必想着 从各种隐秘的地方去找 可以直接从人多的大陆上进去 在深入其中 说不定会有所发现 我皱起眉头 沉声问道 你什么意思 小隐隐于山 大隐隐于市 要找一个隐藏起来 无人能知的人 不是去深山老林 而是应该去有人的地方 第530章 没眼 深男所说 小隐隐于山 大隐隐于市 意思我自然是明白的 无脸老鬼 在神农架隐藏 并非藏在神农架的 深山老林之中 而是在附近有人的地方 或许他是每天 都会在的一个游客 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住户 还可能是一个地摊 小老板等等 可能担当着任何一个身份 他说的这些 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我内心的主观思想就只想着 无脸老鬼藏在深山之中 没有人能够发现他 从没有想到 隐于市 深男告诉我的这些 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窗 让我心中通透明彻起来 这个时候 我听到老狗忍不住问了句 你怎么知道 那个家伙没在神农架里面 而是在外面 要真是在外面 他还藏个什么劲儿啊 深男脸上 依旧带着淡淡的笑容 看着老狗 回了一句 道友 无脸老鬼活了年岁太长了 期间肯定也有过仇人 或许有人 也猜想过他 藏在神农架中 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 他的任何一点行踪 就算是来这里 找也找不到 停顿片刻 给老狗思索的机会 随后继续说道 正是因为隐于市中 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没有人会想到 曾经向他买过东西的摊主 就是他 问过路的陌生人是他 而这样的藏身之法 才是最为隐秘的藏身之法 这话说的老狗一愣 眯着眼睛思索片刻 随即睁开 双目中透出两束火焰 明显是受到了什么启发 他盯着深男 目光变得凝重起来 沉生猜一道 你这番道理 看似简单 却也不是一般人 能够想到的 我还真是越来越 看不透你了 先绑崩塌 时代变迁之后 在后世之中 竟然还能有你 这样的人物 真是了不得啊 老狗这番评价 是很少有过的 我和他在一起这么久 还没有见他 如此评价过 其他什么人 深男摇头 没有说话 还想后面退了一步 不想再多说什么 十分低调 老狗盯着 他深深看了一眼 也没有再多问什么 相处过一段时间 也知道从他口中 套不出来什么话 多说无意 之后 我们便否定了 老狗之前所说的事情 就按照深男所说的 将之前老狗发现 异常的那片林子忽略掉 不用再去理会 反正那里面 也没有什么东西 找不到无脸老鬼 还会惊动了他 这样的老狐狸 经过摇池大神的震慑之后 短时间内 就如同惊弓之鸟 一旦察觉到什么 肯定会先跑 到时候再找他就麻烦了 我们回去休息了一晚上 第二天天一亮 我们就从酒店出来 装扮成游客 跟随着人群 进了神农架的旅游景区 这地方我来过一次了 被开发的是很不错 可以看到很多 标志性的建筑和雕像 游客大多数 都是在拍照留念 我们几个人没有拍照 只是到处查看 眼睛就没有停下来 有了深男的提醒 我们的注意力 可不仅仅是 放在那些深处的树林之中 更多地倾向于周围的人群 扫视眼睛能够看到的所有人 可这样做 又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 那就是无脸老鬼的相貌 他实在是太普通了 全身上下找不出任何一个特点 能够让我一眼认出来 加上人流量大 眼前无数的人走过 有些都无法引入脑袋里 就算是他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不一定能够认出来 若是根据气息来判断 那就更加困难 无脸老鬼隐藏起来 肯定隐蔽着自己的气息 加上这里人多 各种气息混杂 而我的倒行又不够 根本无法将它找出来 说不定还会暴露了自己 所以 我们只能是用肉眼去找 老狗还可以靠着自己的感知力 探查着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搜寻它的行踪 时间过得很多 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我心中莫名地感觉 自己这一上午 仔细看过的人的脸 比之前二十多年还要多 就算是坐下来 眼前还是会缓过各种面孔 老狗和尼菩萨 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都累够呛 却还没有任何的收获 大家累了 坐下来休息 我去买了点水和吃的 尼菩萨不是血肉之体 什么都不需要 老狗还要去一瓶水 一口灌了下去 剩下的 就是我自己的了 边吃边喝 过了一会儿 老狗冲步远处的深男喊道 喂 你也跟在我们后面一上午了 我们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 什么都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什么发现呀 深男摇摇头 表示自己也没有发现 但是并没有说话 老狗看到他这个样子 很是不满 嘟囔了一句 拽什么啊 本大爷当年受无数人尊崇 都没有这样嚣张 他倒是耍起架子了 我摇了摇头 一阵无语 也没有说话 没有结果 也不能够放弃 还是要继续找下去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 又混入了人群中 继续一边走一边找 不过斗志明显不如刚开始了 一个个都垂头丧气的 眼神无光 在没有斗志的情况下 更加不会有什么结果了 而耐心也很快就磨完了 第一个表现出不满的 就是老狗 他一屁股坐到旁边的石台上 看着后面跟着的深男 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家伙 之前说得挺好听的 我还听着也有道理 可找了都快一天了 一点痕迹都没有 我现在严重怀疑 你是在误导我们 深男一正 可能不太适应老狗的无赖 站在原地 没有说话 这里毕竟是属于公共场合 老狗现在是 幻化成了人形 我生怕他一生气 什么都不顾了 变出本体来 到时候还不搞出大乱子 发现他闹情绪之后 就赶紧过去劝说 老狗 你是不是又不耐烦了 老狗没有说话 表示默认 我也不知道 说他什么好了 因为不仅仅是他不耐烦了 就连我都有些支撑不住了 都快一天了 就盯着人在看了 没干别的 脑袋都快看傻了 着实太难熬了 尼菩萨见我们都聚在一起 他也过来了 挨着老狗一屁股坐下 长须短叹的 我只好说了句 找了大半天了 都没有一点痕践 咱们也先休息一会儿 坐在这里守住待兔 说不定就能够碰上呢 坐在石台上休息 眼睛还是漫无目的地 扫视着四周 老狗和尼菩萨同样如此 毕竟事关自己 再怎么不耐烦 也要继续 又过了一会儿 深男可能觉得 这样找下去也不是办法 便说了一句 叶涵 这段时间我跟着你游历 见识了不少的事情 你对我虽有戒心 却也还算是不错 听到他说话 我就疑惑地向他看过去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就帮你们一把 算是还了你之前 为我几次花钱的人情 我也不想欠你什么 我立刻从石台上站起来 看着他问道 你有办法 找出他来 我试试吧 深男淡淡地回了句 转身向后走去 口中还说道 你们跟我过来 老狗和尼菩萨也都站起来 面露疑惑 跟着深男向那边走去 深男走到一处隐蔽的地方 那时是后阴处 没有什么可观看了 游客也不从这边走 算是比较亲近的 你们帮我看着点 别让人来打扰我 我帮你们找找看 我点点头 答应下来 也没有询问 他用什么办法 只是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等待着他自己给出答案 深男盘膝坐下 打了几个法诀 身上涌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食指和中指并拢 往眉心上面一点 顿时裂开了一个口子 一缕鲜血流了出来 那个口子不断地张开 露出一幅诡异的场景 伤口鲜血之中 竟出现了一只奇怪的眼睛 第531章 法眼 深男眉心处裂开的伤口 鲜血流淌 伤口障开 里面凸起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 要从里面出来 我在旁边站着 那个角度 刚好有一抹阳光 从旁边过来 让我隐约看到 鲜血之中鼓出来的 似乎是一只眼睛 具体模样我看不太真切 但和正常人的眼睛 是不一样的 感觉好像是 某种装饰品的眼睛 这 我惊呼一声 随即又堵住自己的嘴巴 免得发出声音来 打扰到深男 很快 在深男的眉心处 伤口停止了流血 那个凸起完全暴露出来 竟然真的是一枚 像是眼睛式的东西 那眼睛并非正常人 眼睛的那种弯月形 而是圆形的 像是嵌在了眉心之中 其中的构造也不相同 没有眼白和眼珠之分 就是在圆形的框架里面 有一颗金色的珠子 不停地转动着 和眼珠式地 看着各个方向 眉心处长着眼睛的人 我听说过的只有一个 还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二郎神杨茧 而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如今忽然看到 深男眉心长出了眼睛 还真是把我给吓了一条 尼菩萨也被吓到了 伸手指着地上的深男 激动得不行 还向后面退了一步 似乎是在怕他 确实 看着他现在的样子 那第三只眼上 还沾染着血迹 确实有些可怕 老狗见多识广 看到深男的样子 双眼冒火 也是十分激动 但他仅仅是激动和震撼 并没有害怕 而且似乎还知道 这只眼睛的来历 这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眼睛 我看了老狗一眼 很想问问 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可知道 如今深男情况特殊 不能够打扰 只能够强行忍下来 没清楚的眼睛出现之后 深男的双眼闭上了 唯有那一只眼睛在转动 似乎能够透过一切 破除一切障碍 看到所有的事物 为了防止有人打扰 我们甚至在这条路上 设下了障眼法 将从这里走的人暂时困住 不要打扰到深男 而他盘膝坐在地上 那只眼睛到处看去 也不知道到底能够看到什么 反正是一直没有动静 过了差不多有五分钟了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那只眼睛依旧在转动 要不是长在一个活人的身上 我甚至都以为 这是现代科技制造出来的东西 我实在忍不住了 轻声问了老狗一句 老狗 他这是干什么 这只眼睛又是怎么回事啊 老狗死死盯着深男 目光凝重 冲我低吼了一声 一会儿再说 现在别说话 我只好闭上嘴巴 不敢再多言 免得出现问题 又过了一会儿 深男没心处的那只眼睛 忽然闪过一道金色的光芒 里面转动的眼睛 猛地停了下来 似乎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当时 眼睛里面还释放出来了 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与阴阳之力不同 十分地诡异 造不成什么伤害 却瞬间 将我们刚才布置下的 障眼法给破除了 差点被人发现 我们这边的情况 好在及时又遮掩住了 老狗激动地低声喊了句 有结果了 果不其然 眼睛之中的金色光芒消失之后 慢慢恢复了正常 而这一只眼睛 也猛地一下变成了黑色 好像黑色的珠子一样 而后 又一点点地 嵌入到眉心的肉里面 完全看不到了 等到眼睛消失之后 眉心处的伤口 又快速自己愈合 只留下一道 被刀片削过的痕迹 止住了血 没有任何的痕迹 深男的身体动了一下 又长出了一口气 脸色有些惨白 似乎是消耗了很大的力气 等他完全睁开 自己的双眼之后 我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开始大口喘气 刚才那种紧张的气氛 我都屏着呼吸 老狗先开口 没有问是否找到 无脸老鬼 而是问了句 你的体内竟然生出了法眼 难道也是灵胎 深男站起来 稍缓了一口气 冲老狗摇头一笑 倒有说笑了 就我这身体 还灵胎 怎么可能呢 这法眼是后天装上了 不过是能够用一下罢了 算不得什么 他说的是轻飘飘的 可老狗的目光 一点都不轻松 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法眼 法眼是什么东西 也是真的眼睛吗 还是一种特殊的秘法 老狗没有说话 深男给我解释了一句 天生的法眼 可以算是眼睛 是自身长出来的 可我这一枚法眼并不是 对我来说 也就相当于法器 能够让我看到一些 正常的肉眼看不到的事物 老狗去宁声补充了一句 你说得太轻巧了 就算是仙榜助力 得到无数的年代 拥有各种神眼的人 也是犹如凤毛麟角 而每一个 都是得到大成之人 都是一方的霸主 你这法眼 虽然是后天所得 在这个时代 怕也能够称得上是第一人了 深男赶紧回道 道友真是谬赞了 当初装这枚法眼 也差点要了我的命 是拿命换来的 使用还十分不易 其中的艰难 也是一言难尽呀 老狗没有再说什么 可他看深男的目光 越发不同了 一开始相见的时候 对他还只是 感到有些好奇 并不太当回事 随着深男表现出来的 各种异于常人的能力 让老狗对他刮目相看了 我看看老狗 又看看深男 还想再详细问问法眼是什么 却有些不敢说出口了 之后 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 深男才开口转移了话题 将说的重点 从眼睛上 转移到我们的正式之上 他说道 刚才我催动法眼 将周围的人和地方 都看了一个遍 已经发现了 无脸老鬼的行踪 若是我没有眼花的话 他现在应该就在这里 我心中一动 暂时也将法眼知识放下 反正这件事情不急 等以后再问 若是无脸老鬼真在这里 那首要的事情 还是要先找到他 你找到他了 在哪里呢 深男回了句 找到了 但我不能够确定 你们跟我过来吧 我带你们过去 好 他越过老狗 向前面走去 至于刚才我们布下的障眼法 都没见他出走 走过去之后就破除了 被困在里面的游客 也恢复了正常 老狗盯着深男的背影没动 我就拉了他一下 别多想了 不管他是什么人 对咱们没有敌意 咱们也别太起人忧天了 就算是他有一只不一样的眼睛 又能怎么样啊 你还怕了不成 说完话 我就跟着深男离开了 没有再理会老狗 老狗在原地愣了一下 也从震惊中走出来 恢复了正常 从后面追了上来 不再多想深男的那只法眼了 因为天也不早了 游客已经开始往外走了 但是我们去往里面走 跟着深男 从这边一路往里 经过一条大长路 绕了两圈 来到了一条贩卖东西的街道上 这里人还不少 毕竟有很多人来旅游一次 多少都会买点纪念品 而这也是一个赚钱的好买卖 不少人都会搞点东西 到旅游点来售卖 深男在路口停了下来 眼睛就盯着前面 等着我们走到他旁边 他开口和我们说了一句 你们看距离这儿 几十米远的那里 伸出手来 给我们指了一个方向 就是那个车子前面 卖糖葫芦的那个 穿黑色衣服的 我们都顺着他的手看过去 那个地方确实有一个 卖糖葫芦的人 身上穿着普通农民的衣服 脑袋上面还戴了顶帽子 显得有些邋遢 揣着手 面前有一辆破烂小木车 上面摆着各种糖葫芦 还有不少人在买 他正忙得不亦乐乎 他就是无脸老鬼 我心里面冒出来无数的问号 不由地摇头 感觉有些不靠谱 无脸老鬼在我面前 表现出来的状态 可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说他的模样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不同 而且 他身上也没有修行的味道 老狗沉声说了句 还真是他 没有想到 堂堂一个大人物 竟然会在这里 扮成如此小贩 谁又能够找到呀 他也这样说 我立刻皱起眉头 心中不相信 也要信了 刚巧 那人 在递送糖葫芦的时候 连往这边测了一眼 我看到了他的模样 竟然真的是无脸老鬼 第532章 大隐隐于世 我看到卖糖葫芦的农村大叔 竟然就是我们寻找了 一整天的无脸老鬼 整个人都梦了 脑袋有些空白 事实摆在眼前 我就算再不相信 也说不出别的了 过了一会儿 我慢慢回过神来 尝出了一口气 心里面终于是明白了那句 小隐隐于山 大隐隐于世 要不是有深男告诉我们 特意给我们指了这个人 提前知道他 就是无脸老鬼 仅凭我们自己来找 就算是 从他面前经过 也绝对认不出来 首先 他的气质不一样了 身上衣服也十分普通 一看就是寻常农民 不会以为他 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这个时候 尼菩萨还说了句 竟然真的是 无脸老鬼那家伙 刚才我从这里 走过两遍了 都没有发觉他在这里 还真是奇怪了 我们确定了 这个人就是无脸老鬼 深男又拉着我们 后退了一段距离 以免被无脸老鬼察觉到 他对我们说了句 叶海 现在我替你们找到 无脸老鬼 剩下的事情 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我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我点点头 表示知道 没有过多抢求什么 本来我心里都已经没有希望 如今能够找到 已经超出了我的意料 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老狗看了深男一眼 眼神复杂 而深男轻轻一笑 不为所动 主动向后面退了两步 和我们三个拉开距离 表示剩下的事情 自己不会参与 沉默片刻之后 老狗撇向无脸老鬼所在的方向 沉声说道 这个地方人比较多 咱们还不好动说 否则一个不小心 被他给逃掉了 那就不好找了 我点头 同意老狗的说法 说得不错 这老狐狸狡猾得很 知道咱们找上门了 只要有机会 他首先肯定是要跑的 不敢和我们硬碰硬 而且咱们三个对上他胜负 还不知道如何 在这里动手 的确是不合适 老狗到 那就只有等这里的人都离开了 咱们在篮下无脸老鬼 或者是一会儿 我们跟着他 找到他的居所 在暗中动手 我思索片刻 沉声说道 你说的这两个办法都可行 不过我更趋向于第一种办法 咱们就直接出其不意地动手 不要再拖延时间 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发现 到时候 他就不一定会给我们机会了 一早不一迟 拖得时间越长 越是容易出意外 我们出其不意地现身 打他的措手不及 反而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老狗看了我一眼 并没有多问我什么 点了点头 直接同意了我的意见 那好 咱们就稍等一下 这里的游客看样子也快要离开了 等没有人的时候 咱们再出现 趁他没有防备 打他的措手不及 说定了计划之后 我们就在旁边开始等候 时间不早了 游客也差不多都是返回的人 纷纷从我们面前走过 带着各自的收获离开 而天也暗了下来 有些贩卖的小摊也开始收了 这些小摊主 大多数都是当地的人 年龄比较大 或者有门技术 刚好这里又是一处好地方 便在这里摆个摊 赚点小钱 日春座 日轮熙 以及是和游客同步的 为了防止乌脸老鬼有所察觉 我们也没有时时刻刻盯着它 只是过段时间过去描演 也没有闹出任何动静 一切都很正常 在人流量比较大的旅游景区 像糖葫芦这种小零食 还是卖得比较好的 很多人都愿意买上点吃 而乌脸老鬼所买的糖葫芦 看样味道还不错 最后也是全都卖完了 开始收拾摊位 应该是想和游客一起出去这里 我们发现 他开始整理推车 便相视一眼 交换了一个眼色 开始寻找动手的时机 这种情况下 直接动手依旧是不合常理的 因为还有很多的人 能够造成大的混乱 对谁也没有好处 好在乌脸老鬼收拾了摊子之后 并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坐在那儿 点了一支烟 慢慢地抽了起来 他口中叼着烟 也不是名贵的烟 就是普通农村人 抽的几块钱的那一种 脸上还带着和善的笑容 不厌其烦地 和来买糖葫芦的人说 不好意思 已经卖完了 这样的状态 与我认识的 无脸老鬼十分不同 很快 游客差不多都离开了 只剩下零零星星的人 而摊位上的小贩 也开始离开了 他们之间也都认识 还相互打招呼 天已经十分昏暗 距离有点远 都看不清楚人的脸了 无脸老鬼卖完得比较早 只是他离开的却很晚 等到几乎没有人了 才将手中的烟头扔到地上 长舒一口气 推着车子向外面走 他一动 我们也开始行动了 我们在街道出口的位置 和无脸老鬼相向而行 主动出现在他的眼前 谁都别藏着 更别想要逃走 刚开始无脸老鬼 还没有发现我们 但他毕竟不是寻常人 我们三个走的是 相反的话 眼睛还死死盯着他 瞬间就引起了他的警觉 当他发现异常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距离 就只有四五米 已经没有办法做出逃跑 或者应对之法 只能够和我们直接对上 他推着车子停了下来 眼中闪过金光 脸上憨厚的表情消失了 除了身上的装束 其他的一切 都已经变成了 那个可怕的人 我们能够找到这里来 肯定是 已经确定了他的身份 装傻自然是不可能的 各自对视几秒钟 无脸老鬼沉声说了句 真是没有想到 你们竟然能够找到这里来 速度还如此之快 他的语气中 也带着惊讶 根本就没有想到 老狗冷笑一声 回道 哼 就这么一个破地方 有本大爷在 闭着眼睛都能够知道 你是躲在这里 还用得着找吗 这番话说得很嚣张 可是却让无脸老鬼 十分生气 因为我们的确是 找到了这里 从来没有人知道 他的身份和来历 却被我们 翘无声息地找到了 这就好比是 自己最为得意的东西 被人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自然是不甘心 无脸老鬼 身体起伏不定 看上去气得不轻 但很快又恢复正常 还开口询问道 你们是如何找到这里的 为什么我没有 察觉到你们的气息 我们找到这里 是因为老狗的想法 是他想到了 至于我们身上的气息 则得益于身上 所穿的龙皮衣 有龙皮衣穿在身上 与神龙架中 散发出来的气息 几乎相同 所以他才感应不到 这些事情 自然是不能和他说了 我冷声说了句 无脸老鬼 你的来头 我们都已经摸清楚了 今天来这里找你 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的 他没有说话 冷眼看着我们 老狗又拍了拍 自己的屁股 道 你以为用自己的 写在本大爷的裤衩上 写了自己的名字 就能够随时了解 我们得到行踪 呵呵 我告诉你 本大爷拉了点香香 早就把你的名字 和香香同化了 这话彻底 让无脸老鬼恼怒了 便招法地在骂他事实 他当然 没法继续平静了 他双眼一种 浮现出一道幽光 眼睛 变成了非人的样子 像是某种野兽 身上弥漫着浓浓的黑气 强大的杀气 弥散开来 反正我早晚 也是要去找你们的 既然你们如今 自己找上门来了 那也省了我的事了 今天就把你们都杀了 拿到我该得的 老狗身上 窜起一团火焰 大吼了一声 喊道 好大的口气 第533章 挡不住的力量 老狗本 就是暴脾气 加上一开始 就没有把 以往毫无名气的 这个无脸老鬼 放在眼中 大喊了一声 随即先冲了上去 他在冲过去的过程中 身体瞬间长大 又幻化出麒麟的真身 不过因为身上 还有龙皮衣 并不是完全火红色 还夹杂了黑色 更显得神威了 汹涌的南鸣里火 在老狗的身上 如同有自己的生命 在老狗还未到之前 火焰就全冲过来 如同一条火龙 席卷过去 直接向无脸老鬼的身躯 包裹而去 无脸老鬼 就算是再有本事 也不敢让南鸣里火 完全包裹起来 这可是世上 最为强大的多阳火之一 一旦被这种火焰给包住了 那恐怕就没有活路了 他所在的地方 冒出来一股浓郁的黑气 将自己完全遮住 等到南鸣里火 包裹起来的时候 那就只剩下黑气 和一套衣服 而无脸老鬼的真身 早就已经从里面逃窜出来 出现在了旁边 无脸老鬼 在旁边点了点脚 停顿了不过一秒钟的时间 瞬间握着拳头 向老狗的身体打了过去 拳头之上 凝聚出黑气 黑色凝形 竟是两个长大的嘴巴 似乎能够吞噬一切 我没有身处战斗之中 但也感觉到了 无脸老鬼拳头之中 蕴含着诡异的力量 绝对不是普通的两圈 肯定是某种特殊的秘法 老狗 小心 倒也不用我们去提醒 老狗 自己已经发现了诡异 双眼看向飞过来的一对拳头 眼中冒出火焰 可当时它在半空向前冲 就算是脑袋反应过来了 身体的惯性 也难以做出有效的应对 不过这家伙也是有底气的 当即将全身的肌肉蹦起来 后腿猛地在空中一踢 身体一扭 屁股瞬间向旁边甩出去 刚好 无脸老鬼的拳头过来了 那一对拳头 打在了老狗的屁股上 发出一道沉闷的响声 老狗屁股出的火焰 也因为强大的力量 全都被熄灭了 露出了穿在身上的龙皮衣 它的身体上 不仅仅有龙皮衣 屁股上面更有裤衩 就算是无脸老鬼的拳头厉害 对老狗也够不成威胁 现在 它就像是一只大王八 身上穿着硬操 很难打破 不过强大的力道 依旧让老狗扑在了地上 差点摔倒 踉枪了好一段距离还稳住 刚刚扑下去的地方 砸出来一个大坑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无脸老鬼 强力打中了老狗 还是打在了龙皮衣和裤衩上 自己的拳头 也受到了很大的反弹 它向后面推了好几步 稳住身形 但是两个手臂 都在不停地颤抖 手更是有些红肿起来 老狗转头 看向无脸老鬼 冷笑一声 嘿嘿 你这拳头太不够看了 刚才这两群 就像是给本大爷挠痒痒 这个时候 无脸老鬼竟然察觉到了什么 盯着老狗 说道 你身上的龙皮 哼哼 老狗没有回话 而后 无脸老鬼这只老狐狸 立刻想到了什么 道 我知道了 这是黑木龙的尸体 在平安村中的那具龙尸 竟然被你剥离了 怪不得你们来到这里 我竟然没有感觉到 丝毫异常的气息 人家说出来了 再隐瞒也没有意义 索性就直接承认了 没错 就是黑木龙的尸体 无脸老鬼 脸色铁青 冷声说道 当初我就不应该让那个人 把这具龙尸带出去 直接杀了他的好 竟然还给自己留下了麻烦 我听到这话 心中一动 无脸老鬼此时说的那个人 指的应该是狠人第一 老狗道 别废话了 本大爷不想和你在这里浪费时间 赶紧把你解决了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呢 他身上火焰猛掌 再一次扑了过去 虽然没有道横 无法使用阴阳之力 可是强横的肉身和难民离火 也让人不敢小瞧老狗 无脸老鬼和他缠斗起来 他十分灵活 不和老狗硬碰硬 也不给老狗抓住他的机会 看上去一时半会 还分不出一个胜负 两个人逗了一会儿 老狗停了下来 喘着粗气 大声骂道 你是个耗子呀 跑什么 赶紧和本大爷打呀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你的本事呢 拿出来给我瞧瞧呀 就知道跑 让人笑话 太丢人了 就你这样的 要不是叶寒逼着我来报仇 本大爷都不把你放在眼里 这家伙手上的功夫 没剩 嘴上功夫开始了 着实让无脸老鬼 招架不住 老狗一番话 将无脸老鬼给激怒了 他大喊了一声 你给我闭嘴 当即 老狗还真就闭上了嘴 没想到他反应会这么大 双眼瞪大 显得很是惊讶 没有想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无脸老鬼又道 你以前是麒麟 现在不过是没有了牙的老虎 还敢在这里嚣张 真以为我没有办法对付你吗 他身上弥散出一股诡异的黑气 隐隐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 而后 他以手为刀 在左右手上相互划了两道口子 手心处立刻就流出来了黑色的血液 他口中开始嘟闹 传出奇怪的声音 像是在念什么咒语 老狗也流露出疑惑的表情 沉生自语了一句 搞什么玩意儿啊 无脸老鬼的动作也很快 没一会儿的功夫 口中的咒语就念完了 整个人也发生了变化 他的整个额头上 出现了一幅诡异的画面 各种黑色的线条遍布在上面 加上飞人的双眼 看着十分的可怕 最主要的是 刚才他自己 在手心割出来的口子 竟然变成了两个奇怪的印符 这两个印符看上去合 万字差不多 呈现漆黑 在手心处迅速旋转着 释放出诡异异强大的力量 我们正好奇地盯着他 搞不懂他 这是在做什么呢 他却猛地抬起了头 看向老狗 张开嘴巴 发出一声不像人的声音 这一次 我看你拿什么来抵挡 随即 无脸老鬼化作了一道黑影 冲向了老狗 双手成长 接着那个诡异的印符 凝聚出强大的力量 打向老狗 一开始 老狗心里还某着一股劲 没有闪躲 想试一试 他这诡异的招式之中 到底有什么奥秘 便主动迎了上去 口中还怪叫着 你以为自残之后 就能够把本大爷 怎么着了吗 我可告诉你 本大爷的手段 根本就不是 你能够想象的 今天就让你再尝尝 本大爷的屁股拳 他喊到最后 刚好和无脸老鬼相碰 身体倒转 用自己的屁股 再去迎战对方的掌印 还十分的挺巧 不单纯是迎战 还带了一丝反击的味道 我刚巧能够看到 无脸老鬼手掌落下去 手心里面的那个印符 旋转着贴在了 老狗的屁股之上 和刚才十分相似的一幕 结果却完全不同了 无脸老鬼的掌印 打在老狗的身上之后 老狗后本身上 弥漫的男兵里火 全都灭了 像是被掌印形成的 风浪给吹灭 老狗也不再轻松了 身体被强力 打进入地面下 还张大嘴巴 发出了一声惊天的惨叫 这一掌并没有被 龙皮衣和裤衩给挡住 应该是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老狗的屁股上 所以才会让他这般惨叫 当时那个叫声和样子 可不像是装的 随后 他就好像一个人似的 用爪子捂住自己的屁股 痛叫着爬起来 连跳带滚地向后面逃走 和无脸老鬼拉开距离 口中还在满骂道 疼死本大爷了 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疼呀 第534章 福音 老狗这声惨叫 也让我心头一颤 看到他那个样子 要是再被无脸老鬼打一下 恐怕就危险了 我没有办法继续在原地看了 瞬间握着黑刀冲上去 无脸老鬼并没有理会我 也没有向我出手 似乎根本没把握放在眼里 不足为惧 仍有我拎着黑刀冲过来 来到了老狗的身旁 老狗身上的肌肉紧缩起来 身体微微蜷缩 四肢发颤 隐隐有些站不稳 身上的火焰 也没有刚才那样旺盛了 忽闪忽闪的 很不稳定 老狗 你还好吧 我沉声问了句 扶住老狗的前腿 慢慢地放下它 让它趴到地上 不再继续支撑着身体 老狗趴下之后 直接瘫倒下去 似乎是受了很严重的伤 状态也有些不对劲 老狗 老狗 我又唤了两声 这家伙才有了回音 对我说了句 呀呀 疼死我了 这个家伙有古怪啊 对了对了 赶紧的 你看看我屁股上 我怎么感觉像 插上一柄剑似的 一直在疼呀 动都不敢动了 一听这话 我脸色一变 也顾不上别的了 赶紧跑到后面 去看老狗的屁股 只是 它穿着龙皮衣 龙皮衣一点痕迹都没有 根本不像 它说的那般夸张 我伸出手 摸了一下它的屁股 想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而老狗的身体 猛得一阵抽搐 疼得鬼叫一声 看它样子 并不是装出来的 老狗 我从外面什么都看不出来 现在你脱下这件龙皮衣 我看看 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老狗应了一声 自己挪动着上半身 慢慢地将龙皮衣 脱了下来 最后 我将龙皮衣 从它的屁股上退下来 看了一眼裤衩 裤衩上 也没有任何的痕迹 没有受到损伤 这双重的保护层 都没有损伤 却让它腾成了这个样子 我心里面实在感觉到奇怪 我又到 我把你的裤衩脱下来看看 将老狗的裤衩脱下来之后 终于让我发现了异常 怪不得老狗这家伙 一直在叫疼 说是有饼剑插在了屁股上 还真是有东西 在老狗的屁股上 火红色的鳞片之上 有一个诡异的符印 这个符印 正是刚才无脸老鬼 手心处的符印 黑色的符印 像是紧贴在了老狗的身上 就连难免离火 都无法将它烧掉 还弥散着淡淡的黑气 应该就是这个符印的力量 让老狗感觉到 剑刺一般的疼痛 老狗 你的屁股上 有一个符印 就是刚才无脸老鬼 手心里的那种符印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 给你驱除啊 老狗沉吟一句 符印 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是什么玩意儿 便冲无脸老鬼那边 喊了一句 喂 你这家伙 到底在搞什么玩意儿 这是什么秘法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啊 无脸老鬼冷声回了句 哼 是专门克制你的秘法 一头过了气的麒麟 还敢小瞧我 今天就让你看到我的力量 可能他没有被人 如此侮辱蔑视过 心里面很是怨恨 说出来的话 也是为了反击 刚才老狗的嚣张之语 老狗果真被气得不行 身体一阵抽搐 双眼冒火 直接吼道 你还敢和本大爷叫嚣 信不信本大爷一口吞了你 无脸老鬼没再说话 双手重新凝聚起 强大的力量 手心处的符印旋转着 随时可能向老狗发起攻击 我也顾不上老狗了 赶紧站起来 拎着黑刀 防备着无脸老鬼 从刚才出手的状态来看 无脸老鬼倒横在我之上 对上我是小菜一碟 可我也不会因此而退缩 这个时候 尼普萨也盖上了青色的面具 全身弥散着强大的力量 来到我身边 与我并肩而立 做好了动手的打算 你们两个小子 还不够看 让你们后面的 那头老畜生起来 就算是给他 造成了一点伤害 应该还不至于爬不起来吧 他的确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最关心的还是老狗 高手之间的对决 自然不可能短短就结束 没有到最后 就不能说胜负 而且很多有头有脸的人之间的对决 也是十分身不由己的 毕竟自己的身份摆在那里 必须要做出一个样子 很少有半路逃跑的 都是为了一个脸 被无脸老鬼这样一说 老狗应该是站起来继续战斗 可他就是一个奇葩 当时趴在地上 冲无脸老鬼骂道 想要本大爷和你斗 就将本大爷屁股上面的玩意儿给驱除了 我也不用龙皮衣了 咱们好好打一架 看谁更厉害 无脸老鬼就算是再傻 也不会相信老狗的这句话 他摆明了是故意激将 你不和我斗 那我就直接要了你的命 他说完话 静止冲了过来 双手之中旋转着符印 直接出掌 向老狗所在的地方拍打过来 我和尼菩萨自然也动手 为老狗拦下来 吞魂精和黄亭精 瞬间运转起来 灵魂和身体同时凝聚力量 汇聚在黑刀之上 对着冲过来的黑影劈出去 我所学的秘法 在无脸老鬼这种倒横的人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没有施展的必要 只需要拿出所有的力量即可 尼菩萨也是如此 挥出了两拳 拦住冲过来的人影 无脸老鬼的掌印 没有打到老狗的身上 被我们两个拦下来 可我们却很不好受 拳都向后面退了好几步 明显不敌 我握着黑刀的手 都有些不稳 一直颤抖不停 好强 无脸老鬼 看似普通 体内蕴含的力量 却是我们无法比拟的 毕竟是活了无数年的老妖怪 就算是资质在普通 底蕴也是深不可测的 我双眼死死盯着他 而他也看向我 脸上带着浓浓的笑意 颇为嘲讽地说了句 呵呵 你倒是挺让人意外的 竟然完全融合掉了邪纤的夜深 他体内的负面之力 也已经被你消除掉了 现在脑袋都清醒了 确实是个奇才 若是活在我们那个时代 恐怕也会名扬千古 只可惜 你是生不逢时 今天也难逃一劫了 他说的是不错 自从老狗他们 将我在祭坛上救出来 又去吃了一块龙肉之后 我心底的那些蜂魔的情绪 沉寂了下来 我能够感觉到 那些后遗症 还没有完全消失 但不会随便就出现 我冷笑一声 道 今天就让我领教一下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 将所有的法器 全都召唤出来 包括腰上的乾坤葫芦 这东西 也是我的一个大底牌 当初那一招强大的 死神叩首 可是让我印象深刻 我挤出所有的法器 体内的力量运转到极致 发起了强势的攻击 无脸老鬼 也以双手作为法器 借着手心的福音 和我开始颤抖 尼菩萨在一旁协助我 我们两个人站他 几招过后 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道横和力量的差距 很难弥补 不过 倒也还不至于落败被杀 我也几次差点 被无脸老鬼的福音打中 每次都闲闲躲开 生怕变成老狗的模样 老狗趴在地上看着我们 并没有动手 战斗正在白热化的时候 他忽然大声喊了一句 本大爷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是这样呀 叶涵 赶紧过来 让尼菩萨先顶住 你过来 给我把屁股上面的福音驱除 咱们一起对付那家伙 听到这话 我心中一动 和尼菩萨交换一个眼色 瞬间向后面退去 尼菩萨顶了上去 但他一个人有些勉强 坚持不了太久 什么情况 怎么给你驱除 我跑到老狗旁边 老狗道 沾上一点你的血 再用裤衩给我擦拭 第535章 天敌 沾上一点你的血 再用裤衩给我擦拭 我听到老狗说出来的办法 心中一愣 脸上便表露出惊疑的神色 不知道为何 忽然就要用我的血了 用我的血 能行吗 我沉声问了句 老狗看着我 双眼冒火 很是着急地说道 当然能行了 赶紧的 别磨蹭了 今天要是不把那家伙拿下 日后就更困难了 我用眼睛的余光瞥了一下 无脸老鬼和尼菩萨 争斗的火热 而明显尼菩萨不是对手 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了 顾不上多问了 先按照老狗说的去做 用牙咬破手指这样的事情 再没有清晰意识的情况下 还能做得出来 可是现在 我却对自己下不去手 只能闭着眼睛 在老狗身上的鳞片边缘 狠狠地划了一下 手指上划出一道口子 鲜血瞬间就流了出来 我没有丝毫停留 立刻抱着手 让鲜血滴落在老狗的屁股上 鲜血落在屁股的那个浮印之上 竟然真的起到了作用 我的鲜血像强酸似的 有严重的腐蚀性 滴在浮印上 发出了 吃啦吃啦的声音 浮印上冒出一股黑气 黑色也变得有些淡了 还真的有用呀 我欣喜地喊了一句 用力挤着手指 快速滴落下几滴鲜血 同时口中询问道 老狗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血还真的管用呀 老狗听我这样说 语气也变得放松下来 喊道 嘎嘎 果真是管用 看来我猜得没错 鞋已经滴得够多了 我便又拿起裤衩 准备给老狗擦拭 老狗 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狗撅着屁股 让我可以更加容易擦拭到 十分地配合 口中和我说道 嘿嘿 刚才我看你们 和五脸老鬼打斗 他手中的浮印 无法突破你手上的法器 却能够突破 尼菩萨的防御 当时我就猜想到 他能够无视防御的原因是 浮印的力量不在阴阳五行之中 我听到不在阴阳五行之中 立刻就想到了魔体夜深 邪仙生前 将自己流明的仙膀扯了下来 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让自身超脱出了阴阳五行 而五脸老鬼名字的一部分 也因为沾了邪仙的光 被从仙膀上撕扯下来 抹除掉了 所以他也有可能拥有着 不属于阴阳五行的力量 这种不在阴阳之中的力量 通俗解释来说 就好比是二次元的力量 能够无视现实的防御 直接打在目标体上 所以 刚才老狗的防备 还成为了虚无 被五脸老鬼给打败了 想到这里 我喊了一句 是因为他的一部分名字 不在仙膀之上 身体中孕育了 不属于阴阳五行的力量 能够无视任何防御 老狗到 没错 别再废话了 赶紧用裤衩给我擦掉 那块仙膀上的布 应该能够清理干净的 好 我也不再多言 用裤衩给老狗擦屁股 刚才沾了我的血 颜色已经很淡的那个符印 很狠的一擦 瞬间就没影了 只能够看到淡淡的痕迹 我来回又擦了一下 屁股上面的符印 完全消失了 老狗虽然看不到 可是自己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符印带给他的伤痛消失了 他不再受到限制 当即从地上跳了起来 嘎嘎嘎 本大也好了 没事了 我看到老狗恢复了 心中也很是心血 有老狗帮忙 我们对付五脸老鬼才有把握 只是我心里面依旧好奇 为什么我的血 能够将符印抹除 老狗 为什么我的血 可以把符印给抹除掉 老狗恢复了正常 心中高兴 难得笑着耐心回答了一句 你可是融合了邪仙那家伙的夜深 他是完全超脱出阴阳五行的人 所以 你的身体中 带着同样的异常能力 而且 你体内的力量 比五脸老鬼得到要强 你的血液能够抹出他独特的力量 我听到这句话 恍然大悟 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五脸老鬼 能够拥有这种力量 是因为沾了邪仙的光 对他最为克制的 便是邪仙之力 邪仙的夜深融合进了我的身体 让我血液中带有了这种力量 就算我没法使用 也可以压制住 无脸老鬼的力量 我现在就是他的天敌 而且是压制着他的天敌 裤衩上的仙绑不快 也蕴含着诡异的力量 能够将符印的痕迹清除掉 他能够使用 无视任何防御的力量 对战的时候 就像是开了挂 哪怕是老狗的裤衩 也已经挡不住他了 但俗话说得好 卢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 我身上隐藏的力量 不如他 我却有着让他 发挥不出力量来的本事 注定是他的克星 这个时候 正在缠斗之中的 尼菩萨支撑不住了 他被无脸老鬼打中了 身体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冲我们这边看过来 口中喊道 你们两个别聊天了 赶紧动手吧 我一个人可想不住这个大家伙 要是再不动手 可就没有机会了 无脸老鬼也发现 老狗已经恢复了 而且知道我们有办法压制他 让他所拥有的底牌 无法发挥出作用 脸上也已经流露出来了 退却的意思 这一次来这里 就是要拿下无脸老鬼的 绝对不能够让他给跑了 老狗反应最快 说起来他对无脸老鬼是最在意的 二话不说 在听到尼菩萨的声音之后 熟练地穿上自己的裤衩 就猛地一下冲了过去 庞大的身躯 卷着浓浓的火焰 好像一座小火山似的 直接扑向无脸老鬼 此时的老狗 倒像是一头猛虎 扑过去的时候 还长大嘴巴 像是要将无脸老鬼给吃掉 他想要擒住无脸老鬼 也是想要研究 从先绑上抹除名字这件事情 至于他是死是活 意义并不大 如果真到了不得已的时候 我相信 老狗这家伙 真的能够一口把他吞了 无脸老鬼 看到扑过去的老狗 立刻凝聚掌印 再一次冲着老狗打过去 可是这一次 老狗不再傻了 身体在半空中一扭 瞬间在旁边落地 并没有猛地直冲过去 躲开了对方的浮印 这浮印能够无视防御 却也可以躲开 只能不被打中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嘎嘎 刚才本带一不小心 着了你的道 如今就凭你现在的速度 可绝对是碰不到我了 看你如何和我对抗 老狗嚣张得很 表现得也十分有自信 但不是因为 他有多么快的速度 主要还是因为 这家伙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 多少能够预测到 一点出手的痕迹 很容易可以躲开 无脸老鬼看到老狗的模样 眼中闪过金光 冷声说了句 一头没有倒横的麒麟 终究只是一头畜生 你还真以为我碰不到你了 只见他快速摩擦双脚 发出 嘶嘶的声音 好像都快要摩擦出火星了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肉眼看上去 就全都是脚影 这时候 无脸老鬼 刷的一下 从原地消失了 瞬间离开了视线范围 连影子都没有留下 目光完全跟不上 老狗发出一声惊叫 好快 他猛地向前面跳了两下 身上的火焰大涨 我闻声看去 这才捕捉到一点黑影 是刚才无脸老鬼 经过的时候留下的 老狗也不是吃素的 借助自己的本能 在不停地闪躲 加上有难民离火 在影响 两个人陷入了僵局 谁都奈何不得谁 回过神来之后 我和尼菩萨也加入战斗 帮着老狗一起对付 无脸老鬼 第536章 底牌进出 无脸老鬼的速度够快 双脚成瘾 整个人就好像一阵风似的 在我们之间快速划过 快到极致 以我如今的道行 只单纯凭借着眼睛或者感知 都无法捕捉到他的行踪 只能是两者结合 利用眼睛和感知 一起来捕抓 才能够勉强看到他的身影 好在老狗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 再加上他以前的 道行形成的眼力没有丢失 能够暂时应对无脸老鬼 让他无法利用手中的福音 对我们造成伤害 他一个人利用急速 和我们三个周旋 一时间也分不出胜负 只能是维持在这样一个僵局 这样下去 对无脸老鬼是十分不利的 如今是我们盯上他 他又是独自一个人 没有任何的准备 拖下去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但他现在和我们颤抖 根本没有机会逃窜 只能够维持现状 一旦有所松懈 让我们捕捉到身影 我们就会反击 那样局面对他来说 会更加的被动 当时 我们三个人 都集中所有的注意力 来闪躲无脸老鬼的攻击 神经紧绷着 一刻都不得放松 全都保持着沉默 气氛一度十分的紧张 我们无法打开突破口 只有无脸老鬼 自己能够打破这个僵局 我们才跟着停下来 缓了口气 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稍微休息了一下紧绷的神经 无脸老鬼 在距离我们三个 两米开外的地方停下 刚才化成银子的脚 已经恢复了正常 收敛起了刚才的那种急速 他的脸上虽然没有汗水 可是有些惨白 应该是消耗不小 还在喘着粗气 恢复着体力 至于他双手手心里面的浮印 此时也渐渐地消失 化作了一缕黑气 我松了一口气 稍稍弯腿 让腿也休息片刻 但是眼睛一刻 都不敢放过无脸老鬼 老狗直接骂了句 老家伙 你 这是跟我们玩呢 跑来跑去的 干什么呢 塞跑呀 来 赶紧的 咱们打开 我也挺直了身体 手中黑刀 指向无脸老鬼 准备好好来打一场 尼菩萨也是如此 握紧了拳头 身上弥漫着浓重的气息 做好了动手的准备 无脸老鬼倒行是高 就算是不靠福音 和我们三个队上 不说是能够赢 但段时间内 肯定不可能奋出胜负 毕竟老狗是没有倒行了 他的攻击方式 就是难鸣离火 只要是躲开了火焰 对他所造成的威胁并不大 我和尼菩萨倒行低 就算是有些底牌和秘书 也不是长久使用的办法 不敢说 在数量上我们多 就一定能够取上 本来还以为是五五分的局面 却没有想到 无脸老鬼 他见自己的底牌没有奏效 我们又来势汹汹 心里面便萌声退意 不想豁出一切 来和我们打 他这种老狐狸 行事小心谨慎 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给人感觉没有任何的血性 而这是优点 也更是缺点 比如今天的局面 他不敢和我们打 心里面没有战意 只想着逃跑 一旦被我们缠住 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场战斗 还没有正式开打 我们就剩了一半了 首先在心理上 就已经战胜了他 老狗经历过的 战斗数量更多 经验更加丰益 自然也能够看得出来 五脸老鬼 现在是无心作战 想要逃窜了 叶涵 尼菩萨 这家伙要跑 咱们一起上 死活不论 将他留下来 绝对不能够让他给跑了 好 当然 我们两个应了一声 一个出刀 一个挥拳 立刻从左右两个方向 一起冲向了五脸老鬼 让他没有机会逃窜 五脸老鬼脸色冷冽 没有和我们废话 双手凝聚起力量 大喝了一声 打出强大的秘书 跟我们两个 直接开始硬抗 直接来硬的 我和尼菩萨 自然不是对手 对了一招之后 全都向后面倒退 堪堪稳住身形 这个时候 老狗也没有给 五脸老鬼喘息的机会 在我们后退的同时 他高跳起来 猛地跃了出去 向五脸老鬼扑过去 他身上的火焰 更是玩出了花样 好像一条火龙一样 卷了起来 借着老狗俯冲的姿态 向五脸老鬼冲过去 五脸老鬼 再次使出强大的力量 对抗南鸣离火 和老狗强横的身躯 我们三个一起动手 让五脸老鬼 没有任何机会逃走 开始了你来我往的打斗 场面也是很大 主要是老狗的姿态 实在太耀眼了 火焰展示出各种形态 缠斗了一会儿 分不出胜负和结果 五脸老鬼身上 被南鸣离火烧了几下 我们也各有轻伤 谁也没有得好 五脸老鬼和我们拉开距离 暂停了一下 沉声问了句 老畜生 你真的是要和我 斗个你死我活不成 真要是都不要命了 你以为自己 就一定能够胜了我吗 老狗最不乐意听的 就是这样的话 他咧嘴回了句 咱们之间就是要你死我活 你比我更清楚 那块布的意义 今天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都不会让你活着了 否则的话 明天 我可能就会处在这样的境点 五脸老鬼脸色铁青 非人的双眼透出红光 看上去更加害人 看着都没有人的样子了 更像是一个什么妖精 既然这样 那咱们今天就来拼命吧 他大喊了一句 身上猛地爆发出 一股强大的力量 弥漫出一股浓郁的杀气 强大的气场 顿时就不一样了 五脸老鬼 真的要拼命了 我心中加了小心 不由地向后面退了一步 老狗和尼菩萨也是如此 都更加认真起来 稳了稳身形 死死地盯住五脸老鬼 他满身黑气 越来越浓郁 力量也越来越大了 轰隆 轰隆 在浓郁的黑气之中 传出来了仿佛闷雷一般的声音 似乎有什么东西 可是因为视线受到影响 我也看不清楚里面的状态 不知道怎么回事 很快 黑气之中就飞出来了一块巨石 石头通体黑色 正正方方的 差不多有刻桌凳子那么大 给人十分厚重的感觉 我和尼菩萨没看出这是什么东西 老狗却一眼 就认出了是什么 大喊了一句 仙护 仙护是什么样子 我自然知道 现在身上还有一块仙护令牌呢 无论是收敛起来的令牌模样 还是释放出绚丽色彩的本相真容 我都见过 没有一个是这样子的 老狗没有印上 向旁边一跃 闪躲开来 他不敢应对的 我和尼菩萨自然更加不可能对抗了 也学着老狗的样子 向旁边闪躲开 不敢硬碰这块石头 老狗看向浓郁的黑气 盯着里面的身影 又喊了句 看来你的名字被摸去了一部分 导致你的仙护都发生了变化 如今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无脸老鬼道 当年我的名字被抹除一部分 仙护就已经崩裂了 但是其中的一些材料 却被我保留了下来 炼制成了强大的法器 这法器拥有着仙护之能 却不受天罚之雷的影响 我看你们如何躲得过 我心中忍不住暗道 老狐狸底牌果然是多 黑色的巨石 在无脸老鬼的控制之下 转变了方向 继续向老狗所在的位置飞过去 他的主要目标是老狗 老狗目光凝重 开始不停地闪躲 不敢硬碰 他和巨石转了几个回合之后 无脸老鬼一直没有放弃 还在控制着巨石追 老狗有些不耐烦了 道 奶奶的 还真当本大爷好欺负呀 他瞬间将裤衩脱下来 向飞来的巨石包去 就在巨石要碰到裤衩的时候 无脸老鬼身上浓郁的黑气一阵而散 手上掐出一个法掘 喝喊了一声 急 顿时 巨石变了方向 没有飞向裤衩 而是向我这边飞过来了 第537章 追进山 突如其来的变化 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我看着飞过来的巨石 脑袋里一片空白 瞳孔之中的黑色 快速放大 一开始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看老狗和这块巨石的战斗 立刻就把我拉进来 思想上还没有回过神来 加上巨石速度很快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等我稍稍清醒一些的时候 只听到老狗的一声呼喊 小心 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低下头去 当时只感觉到额头处 一股进风袭来 呼的一下 头发都被吹向了后面 闭着眼睛 但我能够感受到 自己眼前一片阴暗 应该是什么东西 遮在了脑袋上 我喘了一口气 慢慢地睁开眼睛 抬头向上面看去 那块黑色的巨石 就在我的头顶上 点点脚 脑袋都能够碰到 除了这块巨石 还有一条熟悉的鲜艳的裤衩 这条裤衩 变成了一个网兜 将石头给兜住了 这才没有打到我的脑袋上 关键时候 又是老狗和这条裤衩救了我 我心里面这才开始后怕 心跳加速 背后惊出一身的冷汗 无脸老鬼这家伙 还真是够狡猾的 追着老狗打了半天 结果最后的目标却成了我 看他出手时候的决绝和速度 绝对不是瞬间的想法 肯定是早就计划好的 老狗向我走过来 口中还骂道 小子 你不要命了 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分神 要不是本大有反应快 你的脑袋都被这块石头砸碎了 面对老狗这次的训斥 我无话以对 因为的确是我疏忽大意了 如果没有老狗在这里 可能真就完了 我心有余悸地说了句 是 我是有些大意了 没想到他这家伙 竟然是冲着我来的 目标变得如此之快 我都反应不过来 老狗走过来 抬起爪子 向人的手势地 一把将半空中的裤衩抓下来 连带着里面被裤衩都住的巨石 都给抓了下来 他抓住之后 爪子猛地向下一锤 巨石带着裤衩落在了地上 这么重 这家伙把仙户搞成什么了 老狗可是麒麟的身躯 这一只爪子的力量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这块石头看上去是不小 但看着绝对没有让老狗 称之为重的分量 而得到老狗这样的评价 实在是让人觉得诡异 我也好奇地盯着这块黑色的石头 忍不住想要伸手摸一下 却被老狗给一爪子拍开了 冲我喊了句 这玩意儿诡异得很 还是小心点好 我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 石头在裤衩里面是十分的安静 只是弥散着淡淡的黑气 可是究竟还有没有幺蛾子 我们都不清楚 老狗上去用爪子拍了两下 发出钢铁碰撞的声音 也不知道这块石头是什么材质的 盯着研究了一会儿 确定石头没有什么问题了 老狗也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明显还看不出 这块石头是怎么制成的 仙护的制作原材料是方巾 按照五脸老鬼所说的 这块石头中肯定是有方巾的 但是这么大的一块石头 绝对还有别的材料 喂 你这个玩意儿本来是仙护 怎腰成这个样子 老狗转过身去 向刚才五脸老鬼所在的地方看去 口中的话还没有问完呢 就愣住了 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也随着向五脸老鬼那儿看去 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刚才被黑气包裹着的 五脸老鬼不见了 只剩下丝丝缕的气息 还没有完全消散 这家伙逃了 片刻的愣神之后 我们三个人都炸了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 好不容易把他找到了 还堵在这里 让他没法逃窜 如今却还是疏忽了 让他给跑了 肯定是从一开始 他就想到了这样的局面 用这块巨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在最后关键时刻 再向我来发起攻击 如果能够打中我 要了我的命 那自然是好 到时候也可以趁着混乱 躲过老狗和尼菩萨的围堵 逃离这里 就算是打不中我 那就是现在的局面 我们的注意力 都放在石头之上 而他完全可以抓住机会逃走 啊 老狗气坏了 大吼一声 身上的火焰猛地燃烧起来 黑暗的天空 都被映成了红色的 我也说了句 我们被耍了 老狗沉声说了句 真是敢舍 这块石头 也算是他的底牌了 说舍弃就舍弃 一点都不含糊 果然是个人物 汽车宝帅是一步好骑 可恶脸老鬼 根本就没有到那种地步 我们之间的战斗 也还处在难分胜负的局面之下 他竟然就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以完全没必要的代价 换了自己的逃窜 老狗深吸了一口气 就好像在闻什么气息 并且急切地冲我们说了句 这家伙跑进了树林里面 我能够嗅到他的味道 赶紧跟我来追 他说完之后 将裤衩穿上 立刻向前面跑去 这石头呢 老狗一边跑一边骂道 要什么狗屁的石头 先找到那家伙 一定不耐够让他跑了 我和尼菩萨相识一眼 同样是二话不说 立刻向前面冲去 跟在老狗的后面 跑进了树林之中 去追五脸老鬼 当时 已经看不到五脸老鬼的行踪了 我的感知力 也察觉不到什么 但是老狗能够感应到 他带着我们 在林子里面窜来窜去 追寻他的踪迹 走着走着 我们就来到了树林的深处 这地方是原始森林 树木十分高大 加上是黑夜 月光也射不进来 周围一片漆黑 还透着一股寒气 让人心头发颤 莫名地感觉不舒服 随着我们深入 老狗的速度 也渐渐慢了下来 他发现 我们在后面追了 还在深入 听到这话 我立刻回了句 再往前 应该就是神农架里面了吧 这里是一处大凶之地 进去很危险 你不会感应错了吧 老狗摇头 道 不会错的 一定是他 而且他的速度也很慢 只要我们不前进 他就不往前 是在和我们比谁先后退 那怎么办 老狗回头扫了我们一眼 沉声道 我想去追 平日 老狗的确是表现出一副 贪生怕死的样子 可是那只是表象 他也是有热血的 尤其是在利益之前 当初为了那块布 翻开摩体的棺材 差点搭上小命 如今为了五脸老鬼 他也愿意冒险 说明其价值是值得冒险 从某种意义上讲 来找五脸老鬼 给我报仇这件事情 就放到后面了 第一位的 应该是借着他 来研究先榜抹出名字的事情 而作为朋友 我和尼菩萨自然是跟着他 我们两个一口同声地说道 好 追 情况紧急 老狗也没有说太多 看了我们一眼 点了点头 道 好 你们跟紧我 我一定能够安全带你们出来的 我点点头 没有说话 老狗继续前进 我们也跟上去 不过速度慢下来了 眼睛一直小心翼翼地盯着周围 生怕是会窜出来什么东西 终于 我们走了一段距离 看到了五脸老鬼的踪迹 这家伙在一处删见之前 向我们这边看过来 冷声说道 你们竟然能够追到这里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老狗走过去 喊道 今天就是要你的命 无论你跑到哪里 我们都要追上你 五脸老鬼 脸色凝重 沉声道 神农家乃是当初先绑祭坛之地 在祭坛崩塌的时候 变成了一处兄弟 深处我也从未进入过 若是你们还要追 那我就只能进去了 第538章 兄弟 神农家的神秘凶险 无人能够知晓 无脸老鬼在这里生活了无数年 可以说是对这里十分熟悉 但他也不过 仅仅是到过如今的地方 深处也没有去过 从他的样子来看 说的应该不是假话 我也难以想象 神农家深处 到底有什么凶险 竟然让他这样的人物 待了无数年 都不敢进去 老狗回了句 哼 我也不瞒你说 前不久我来过这里一趟 匆匆一趟 从另外一个方向去了深处 结果搞了满身是伤 好不容易才出来 若是你进去的话 恐怕很难活下来 而我们也会追进去 将你的尸体带出来 麒麟进入凶险之地 和寻常之人 进入凶险之地是不一样的 无脸老鬼也很清楚这一点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他回头扫了一眼山剑里面 又回过头来 沉声问道 你真的要如此咄咄逼人 老狗到 你的身份太特殊了 我必须要得到你 无论死活 我也不可能会改变主意 无论你到哪里去 我都会跟着你的 无脸老鬼陷入了沉默 应该是在私存 其中的利弊得失 只是这种情况 他的内心 也是骑虎难下了 十分的纠结 如果刚才和我们 在外面缠斗到底 等战斗分出胜负之后 无论是死还是活 那都是改变不了的事 可现在心里面 只想着逃 全然没有战役 就算是打 也没有任何胜算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谁也难说会怎么做决定 最后 无脸老鬼倒是决绝了一次 他看着老狗 大喊了一声 我号称在此地留名 先绑的胃 身体也不与常人一样 你能够 从里面再出来 我就不信自己出不来了 今天我就和你赌上一赌 看能不能活着出来 说完 他转头奔入了山剑之中 沿着山剑的小路 跑入深处 老狗看到他这番动作 咧嘴骂倒 奶奶的 还真敢呀 这可麻烦了 再进去一次 谁知道还能不能出来啊 他心里面也在犯嘀咕 可能刚才只是 吓唬无脸老鬼 让他知难而退 人家现在不管不顾冲进去了 反而让他这个去过一次的不敢了 知道里面的危险 所以才会恐惧 老狗看了我和你菩萨一眼 沉生说道 你们两个 还要跟着我吗 要不 刚才没有去真正的危险之地 一切还都能够在老狗的掌控之中 他也还比较有把握 说是能够带我们出去 如今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了 上一次搞得满身是伤回去的情景 我也十分清楚 知道会有危险 可依旧在他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 就直接打断了 老狗 我们肯定是会跟着你了 就别废话了 你是麒麟 我和尼菩萨也都是有点机缘的人 相信是不会死在这里的 我说完 冲老狗一笑 让他不用担心 老狗咧了咧嘴 点点脑袋 说道 好 那咱们就一起进去 顺便探探这兄弟 说不定还能够在这兄弟之中 得到什么机缘呢 说到机缘 我心中暗暗摇头 也并没有什么异想天开的想法 之前在蓬莱仙山的遗迹之中 都没有什么天上掉馅饼的事 如今在这里 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我们刚往前走了两步 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立刻回头看去 在距离我们两米开外的地方 深男无声无息地站在那儿 就好像幽民似的 没有任何声音 十分不起眼 我也熟悉了他的存在 只是他一直跟到这里 再往前 谁都会有危险 既然他也不是敌人 那我就好心提醒一句 深前辈 刚才我们说的话 你应该都听到了 前面很危险 连老狗都没法保证安全 我想 你的游离到此为止吧 你沿着来时候的路回去吧 深男 冲我轻轻一笑 摇了摇头 到 我的游离并不是你说了算 有这么一个地方 我自然是要去游离一番的 你们放心吧 我就算是死在里面 也不会怪你们的 你们也不用管我 尽管往前走就行 我还想要说什么 老狗打断了我 行了 叶寒 别管他了 再不快点进去 他就该跑远了 到时候 我捕捉不到他的气息了 如此 我也不再多说 跟着老狗向前面跑去 我们也来到刚才 无脸老鬼走过的山间 刚才距离远 天色又黑 并没有看清楚 这山间是什么模样的 一个十分古怪的山间 四周石壁错乱 遍布着一些裂开的痕迹 像是一整座山 另外一半断裂了 只剩下这一半 山间很狭窄 差不多能够并排着 站三个成年人 里面十分黑暗 看不清有什么 只能够感受到浓重的阴气 老狗身体变小 率先走了进去 我们在后面紧跟着 精神力高度集中 盯着四周的情况 山间这条路很长 差不多有几百米 而是全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因为深入而变窄 或者变宽 唯一的不同就是越往深处 越显得寂静 寒气更重 我们从山间中出去的时候 几乎像是从秋天到了冬天 温度相差很多 让人忍不住打寒颤 老狗 这里寒气实在太重了 阴气也诡异 感觉比阴间都像阴间呀 老狗也不轻松 目光扫视着周围 沉声说道 这里确实是诡异得很 我也没有来过 你们老老实实跟着我 一步都别走错 有时候有错一步 都有可能丧命的 我和尼菩萨点头答应 不敢有意义 这个时候 我稍稍适应着温度 眼睛看向四周 开始打量这里的情况 原始森林是什么样子 我并不清楚 也没有见过 都说这里是原始森林 也确实是古怪 每棵树都好几个人才 能够抱起来 十分粗壮 高耸参天 周围没有一点声音 月光也照不进来 一片黑暗 空气之中 却还弥漫着危险的味道 让我迈不开步子 这样的情况 就和我之前被阎王那样的高手 盯住了差不多 有种极大的压迫力 只是 这是自然环境 带给我的恐惧的压迫 还是第一次碰到 我们跟在老狗的后面 一步一步地慢慢走 每一步都踩在 老狗走过的地方 不敢逾越 沿着一个方向 走了一段距离 都没敢说话出声 生怕是惊扰到什么 就算是周围什么都没有 眼睛也还是一直在扫尸 忽然 老狗停了下来 轻声说了句 等一下 我们全都停下来 就连后面跟着的深男 也不由地停下来 隐隐听从这老狗的命令 老狗自己向前面走了两步 到一棵大树旁边 转了一个圈 到大树的另外一面 不知道是在做什么 很快 他扔过来一套衣服 口中还说道 好家伙 竟然把自己的衣服都给脱了 难道是知道这里没人 放纵自己的内心了 他这句话玩笑话 却没有让我笑 我皱着眉头 沉声说道 瑟瑟 不对劲呀 他将衣服留在这里 是不是故意的 你现在还能够感觉到 他的气息吗 不会让他经常脱翘了吧 老狗咧嘴一笑 他确实想用衣服来吸引我 可你真以为本大爷就是傻子吧 和他打了那么长时间 就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点什么 嘿嘿 你尽管放心吧 跟着我走 一定能够找到他的 我一正 看着老狗 想问什么 他却没有给我机会 带着我们继续走 不过换了一个方向 在森林里面 没有任何的方向 一切都凭感觉 随着深入 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刚才只是一些大树 现在开始出现一些奇怪景象 比如一片五六平米的绿油油的草地 比如十几平米光秃秃的高地 寸草不生 还比如一些树上面长着人脸 甚至还看到了几具夜深 第五百三十九章 迷路 我们在神农架中 这片传说中的原始森林里 走了很长一段距离 除了高耸露云的树木 才见识到了各种诡异的场景 这种地方 我们全都绕开了 没敢上前查看 老狗在带着我们过去的时候 也显得十分小心谨慎 每迈一步都需要存夺很久 感觉我们像是在一片雷区 走错一步都会有生命危险 神农架的深处 没有任何生物 连个喘气的都没有 地上也没有脚印什么的 更没有路 基本就是靠我们自己去走 走了一会儿 老狗停下来 不再继续前进了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 我趴到老狗的身后 顺着它 看的方向看了一眼 可是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前面一切正常 没有奇怪的景象 就只是单纯的树木和道路 怎么了 我疑惑地问了句 老狗依旧盯着前面 沉声回了句 前面不是正常的路 有危险 而且刚才无脸老鬼那个家伙 应该是从这里过去了 还差点栽在这里 我微微皱眉 瞪大眼睛又看了一下 还扩大的范围 可是无论我怎么去看 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更看不出无脸老鬼留下了什么痕迹 这个时候 老狗对我们说了句 看好了 它身上猛地窜起一团火焰 火焰像是碰出了什么燃料 瞬间向前面扩散出去 顿时掀起了燎原之势 在我们前面一片 才差不多有30平米的地方 全都布满了火焰 范围很宽广 火势却不是很大 而且火焰也不烧树木 只是单纯地在地面上燃烧 就在我好奇老狗的做法之时 前面的火焰之上 忽然有了反应 在距离我们有五六米远的地方 燃烧中的南明离火之下 冒出来悠悠的黑气 竟然让一大块地方的火 全都变成了黑色的 黑色和红色的火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我心中吓了一跳 南明离火的强势 我是十分清楚的 这种火焰可以燃烧任何东西 此刻却受到诡异的黑气影响 变成了黑色的火焰 说明这种黑气很不正常 老狗 这是什么东西 老狗回到 前面火焰呈现黑色的那块地方 应该是一种暗爪 表面上看着和正常的地面 没有区别 可是一旦走入其中 就想走进了沼泽里面 立刻就会陷下去 哪怕是一片羽毛 都不会过去 在暗爪之下 有十分强大的黑暗力量 带着严重的腐蚀性 听说就连得到之人的躯体 都会受到损伤 很是要命 咱们眼前这片暗爪 应该只是残留下来的 很小一部分 我见过真正的暗爪 相当于一片湖泊那么大 范围不可能这么小 刚才五脸老鬼从这里经过 不小心触碰到了暗爪 留下来的气息也十分浓郁 既然它可以摆脱出去 就说明暗爪的力量并不强大 听老狗这番解释 我感觉所谓的暗爪 和弱水沼泽差不多 羽毛不能飘过去 在下面有强大的力量 很难引起人的注意 又能够轻易咬人的命 尼菩萨问了句 这暗爪是怎么形成的 竟然有这样诡异的力量 老狗道 暗爪的形成方式很简单 也很困难 百位以上的得到之人 在同一地方死亡 化刀的力量凝聚于一处 便会在底下形成强大的力量 就会在地下变质 形成一种 带着严重腐蚀性的黑暗力量 变成这种暗爪 我听到了老狗所说的 百位得到之人 金的嘴巴都闭不上了 一位得到之人 就能够捅破了天 道横强大到无法想想 一百位那又是一种什么概念 以我现在的见识 根本理解不了 过了一会儿 老狗又说了一句 这个地方 当年肯定是死去了 很多的得到之人 加上不见天日 便形成了暗爪 可是时间太过久远了 暗爪之中的力量 也被时间给抹去了 只剩下这一点残留 我忍不住问了句 暗爪的形成 需要百位以上的得到之人 当年你们那个时代 到底有多少人得到呀 是不是得到的人数不胜数 老狗看了我一眼 点点头 回道 我们那个时代 生存着各种生灵 它们可以随意繁衍 修行也没有限制 能够快速精进 再加上随着修为增强 寿命也会增长 活得会很久 得到之人很多很多 那是一个没有限制的时代 和我解释一句 它收敛起地面上的南明里火 向旁边走去 绕开刚才看到的暗爪之地 好了 咱们继续走吧 无脸老鬼被暗爪伤到了 速度肯定快不了 咱们距离它越来越近了 赶紧将它抓住就回家 我心里面 有种很不好的感觉 我看到老狗将南明里火 收敛起来 而刚才呈现黑色火焰的地方 也看不出有任何的异常 要不是有老狗跟着 我们真就直接走上去了 这一路上 没有遇到太大的凶险 都是因为老狗的本能 可以趋利避害 否则的话 我们不可能走到这里 跟在老狗后面 向前面继续走去 我们走着走着 都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虽然这树林里面的景象 是大同小异的 可很清楚可以感觉到 有些地方已经走过两次了 可我们又看到了 老狗也感觉到不对劲 速度慢下来 嘴里嘟囔道 怎么回事 感觉好像在兜圈子呀 我也说了句 没错 这地方咱们走过三次了 现在又回来了 似乎是迷路了呀 说完话 我双眼盯着老狗 老狗能趋利避害 不带我们走有危险的地方 可是我知道 老狗是不识图的 它不认识路 迷路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 追着无脸老鬼的踪迹而来 如果说我们迷路了 在同一个地方转圈 那无脸老鬼也是如此 应该可以碰上它的 现在却没有 尼菩萨问了句 老狗 你不是真的迷路了吧 老狗摇头 道 我是循着无脸老鬼的气息而来的 不会错 它就在前面 这不是迷路 似乎是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在影响着我们 我们盯着周围看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什么痕迹 找不出问题所在 老狗也同样死一无所获 最后 它将目光看向后面的深男 沉身问了句 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你能否看出 是怎么回事 深男脸上的淡然 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脸色凝重 目光深邃 听到老狗的话之后 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但意思已经十分明显了 我心里面也有些慌张了 连老狗都走不出去的地方 我们就更不可能发现问题了 实在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暂时舍弃 无脸老鬼的气息 向另外的方向走去 看是否能够离开 可是走着走着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回到了之前的地方 是一样的场景 依旧走不出 这个迷宫一样的地方 怎么会这样呢 老狗嘴巴里面嘟囔道 另外 我们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在我们不停地转悠 寻找走出去的道路之时 我们体内的力量 不知不觉地流逝了很多 体力越来越支撑不住了 不仅仅是我 就连老狗和深男 都没有能够幸免 只是迷路还好说 忽然发现体内力量 在迅速流逝 恐惧顿时笼罩在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因为一直这里下去 我们很快就是 失去所有的力量 慢慢地变成死人 第540章 阴阳罗盘 力量随着时间的增长在消逝 恐惧也在心中 越来越浓重 老狗和深男 也都变得不自然了 脸上没有丝毫地轻松 我们几个聚在一起 寻求心理上面的安全 也顾不上什么气息了 各种道路都尝试着走一遍 可无论走哪一条路 最后还是在打转 逃不出这一个无形的迷宫 最后 老狗直接趴在了地上 吐出舌头来 略带无奈地说道 我能够趋利避害 出入任何地方 可现在在这里 竟然找不到任何出路 实在太诡异了 难道今天真要再在这里了 他的语气中带着无奈 也带了一丝的不服气 我没有说话 尼菩萨也没有回应 倒是深男沉生回了句 麒麟都没有办法找到出路 说明导致我们无法出去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你所能够对抗的范围 老狗全身趴在地上 十分无语地回了句 废话 的确 我也感觉 深男说的是废话 只是没好意思和老狗这样说他 深男听到老狗的话 也不觉得生气 只是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什么 可是他接下来的动作 却有些古怪了 他不再向四周看 而是仰着脑袋 直接往天上看 这里是原始森林 树林参天 枝叶繁茂 根本就看不到真正的天空 抬头能够看到的 就是阴沉沉的树叶 看完了天之后 深男又蹲下身来 用手扶着地面 沉默不语 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和尼菩萨相视一眼 并不理解深男的行动 一开始 老狗也咧着嘴巴 很是不屑的样子 主要是没把深男放在眼里 可是当他看到深男看了天 又蹲下身体之后 脸上正经起来 目光凝聚起来 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深男皱着眉头 慢慢将手抬了起来 轻轻摇头 似乎没有发觉什么 老狗身上 猛地窜起一团火焰 双眼一瞪 很是激动的样子 地下 地下有东西 我们全都将目光汇聚在 老狗的身上 对他刚才说的这番话 表示疑惑 表示不理解 老狗 什么情况 我问了句 老狗看我一眼 又看看深男 神色古怪 沉生说了句 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到 刚才趴在地上 我仔细查探了一番 便感觉到了 咱们体力消失的力量 其实是流入了地下 而导致 我们无法出去的原因 应该也是在地下 我脸色一变 不由地低下头去 看着地面 可无论我怎么看 怎么用力量 去感受 都感觉不到任何的力量流逝 一切都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 深男还说了句 导游果然感知力惊人 我刚才仔细查探 都没有任何的发现 不愧是传说中的 神兽麒麟 老狗这个最不谦虚的人 听到深男由衷的赞赏 脸上却有些挂不住了 因为一开始 老狗是没有发现的 还是从深男那里 得到了启发 才联想到 地下面有力量 在影响着我们 他倾咳了一声 说道 嗨嗨 这件事情啊 虽然说是 本大爷的感知力惊人 可也不能全说是我的功劳 也多亏了你的提示 这家伙罕见得没有妖功 而是说了句真话 深男轻轻一笑 并未多说 我忍不住问道 老狗 咱们的力量流入了地下面 这地下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老狗摇头 我哪里知道 那应该怎么办 老狗被我问住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 看了我一眼 又看太深男 一时间没有说话 这个 这个 现在咱们 只是发现了 让力量流逝的原因在地下 究竟是什么还不清楚 要说怎么办 这最好也是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哇 老狗说了一个字 哇 哇地 我惊呼一声 感觉很难接受 虽然知道古怪的源头 是在地下面 可要是让我们挖 那工程量就大了 靠两个手去挖 那要挖到何年何月啊 老狗点头 道 没错 就是挖地 我摇着头 说道 这不现实 太不现实了 靠咱们来挖地 那要挖到何年何月啊 深男接了我的话 奇怪的是 他还站在了老狗那边 冲我说道 叶涵 这一次 我同意麒麟道友的主意 就是挖地 为什么 深男一笑 回道 因为麒麟能够趋利避害 他想出来的办法 比咱们想的绝对要好 你可不要小瞧了麒麟道友 他表现上 看着嘻嘻哈哈的 实际上 他的能力 你了解的差得远呢 他竟然对老狗如此高的评价 让老狗也十分受用 随即 老狗趴在地上 真像一条狗似的 挺着鼻子 到处在嗅 似乎是在寻找什么 最后 他在一个地方停下来 指着地面喊道 就是这里 挖吧 肯定能够挖出东西来 说完之后 他自己就开始狗袍 用力挖地 深男也立刻过去帮忙 直接用手来挖 他们两个都没有使用阴阳之力 也没有利用秘法 完全是用身体在挖 十分费力 效率还很低 我和尼菩萨 只能过去帮忙 我想用黑刀 却被老狗拦住了 叶涵 不能用法器和阴阳之力 就用双手来挖 我愣了一下 心里面依旧全都是问号 猜不透到底是因为什么 不过 我还是按照他所说的 直接下手去挖 一边挖一边问道 老狗 为什么要用手啊 老狗回了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地下面 应该是 埋着那个阴阳罗盘 那玩意儿 一旦受到阴阳之力的影响 就会发生变动 十分危险 阴阳罗盘 那是什么玩意儿 当年神农架 可是一处圣地神山 山脉之中 蕴含着强大的灵气 先绑在此处矗立 在强大的灵气影响之下 中心山脉的核心之地 诞生了一块阴阳罗盘 罗盘横分阴阳 稳固着此地的平衡 而在先绑崩碎的时候 这块阴阳罗盘也碎掉了 老狗说到这里 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向我看了一眼 这块阴阳罗盘 有一个作用 就是会平衡力量 我们闯入神农架深处 体内的力量打破了平衡 或许就刺激到了 罗盘的碎片 形成了神秘的力量 让我们被困在这里 力量还会被吸纳 和周围形成平衡 我听着老狗的解释 感觉十分迷糊 主要是听不懂 也没有见识过 这样诡异的东西 几个人合力 挖起来还是明显 能够看到成效的 很快就把一个大坑挖了下去 差不多有30厘米 之后就挖不下去了 下面有一块石板 阻拦我们继续挖下去 老狗和深男 顿时脸色一变 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老狗则是直接喊了句 挖到了 果然是有东西 我们赶紧将石板周围的土 清理干净 可只能够亏得一小部分 石板情况 看不到全貌 看来 本大爷猜得没错 的确是那块阴阳罗盘的碎片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 这玩意儿 依旧还存在着 如今还能够影响到我们 这个时候 深男忽然说了句 阴阳罗盘 这种天生的诡异奇物 是同阴阳之力而生的 它虽然碎掉了 可神农架中 应该依旧存在着强大的力量 是这股力量 让罗盘碎片一直存在 还能够发挥出力量 不错 的确是这样 我猜测 或许是神农架中的仙榜祭坛 还没有完全被毁掉 依旧潜藏着一部分力量 不过这些暂时不要多想了 咱们还是赶紧摆脱如今的困境 老狗盗 第541章 滴血碎石 我们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来源 就是地下面一块石板 是阴阳罗盘的一块碎片 可就算是碎片 也不知道有多么大 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说不定只有磨盘大小 也有可能几十平米 都不能够确定 也没有能力将它完全挖出来 盯着这块 看不到全貌的碎片 深男摇了摇头 说道 我并不了解这块阴阳罗盘 不知道如何摆脱如今的困境 说到这里 将目光转移到老狗的身上 颇为倚重地说道 道友既然知道 神农架里有这么一块罗盘 肯定是有破解之法的 以前的时候 老狗和深男说句话都困难 深男根本不理会他 就算是给深男找了个女人去陪 都没能够打动他 这一次来到神农架中 或许是对未知事物的好奇 也或许是为了能够活着出去 深男也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和我们商讨一起事情 他这样的变化 还是让我们感到有些不适应 忽然之间多了个人 有些时候 说话都插不上嘴了 老狗听到深男的话 扬着脑袋 倒是端起了架子 说话也变得深沉起来 开始讲大道理 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 本大爷当年曾来过神农架 那个时候 这家伙准备从头开始讲了 正说着如何摆脱现在的困境 他倒准备将自己的自转了 我伸手将他嘴巴堵住 好了好了 你就说你以前了 说起你以前 给你一天一夜你也说不完 赶紧就说 怎么处理这碎片 怎么让我们摆脱掉这里 老狗说不出话来 但是一个劲儿的点头 应该也知道事情的紧急了 我将手拿下来 让他恢复自由 可以说话 要摆脱现在的困境 就是要让碎片的力量消失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将它打碎 我心里面有些担心 陈生问道 打碎 能行吗 不会出现什么更大的麻烦吧 不会的 尽管放心 只要能够把它打碎 我们绝对会脱困的 这么简单 我皱着眉头 总感觉老狗是话里有话 老狗点点头 没有说话 这个时候 深难说了句 这阴阳罗盘 乃是生在山脉之心 肯定是异常坚硬 我们也不能够用阴阳之力 也不能够用法器 所以要想打破它 说是简单 却是难以做到的 我瞬间明白了 果然不是那么简单的 刚才就听着有些问题 竟然忽略了 不能够使用阴阳之力 这件事情 老狗道 没错 说得很对 我沉默片刻 握起拳头 尝试性地打在了石板上 毕竟是星号星号繁胎 和坚硬无比的石头对抗 没有任何的悬念 我将手抱起来 疼得直咧嘴 老狗 你的体质强大 你来试试 老狗是都没事 直接说道 我不用事也知道 不可能将这块碎片打破的 就算是用阴阳之力 都一定能行 单纯的蛮力 更加不可能 那你这办法 和没说一样 我没好气地埋怨 嘿嘿 老狗既然没有生气 也没有和我吵 而是冲我咧嘴 露出诡异的笑容 虽然我们都不行 可是夜寒 你是完全有可能的 什么意思 我感觉到后脊梁发寒 有种不妙的感觉 老狗道 别忘了 你是融合了邪线的 魔体夜深的 你的身上 携带着不属于阴阳的力量 只要你凝聚体内的精血 用那份不再阴阳之列的力量 就可以将这块碎片 轻易打破 精血 精血和普通的血不一样 精血是凝聚着 人体气血的血 将全身的血锤炼之后 也没有多少精血 精血失去过多 还会有生命危险 我有些担心 问道 能行吗 我身上也不可能 凝聚出很多精血的 一旦超出了能够恢复的范围 我可就有危险了 而且用血来 击碎这块石头 是不是有些困难呀 老狗道 你放心吧 我们都在这里 手上多少有些 补气血的宝贝 会给你补充的 不会让你有生命危险 再者说了 俗话说得好 水滴时穿 你的血肯定也能够 击破这块石头 没有问题的 水滴时穿 那需要多少水呀 我可没有这么多血 不过老狗明显是在开玩笑 事不宜迟 这件事情耽误不得 我们现在体力流失非常严重了 再继续脱下去 对谁都不好 我按照老狗所说的办法 凝聚体内的精血 从手指挤出去 滴落在石板上面 一滴烟红的鲜血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 和普通的血滴一样 只是显得浓郁一些 落在石板上之后 却如同一柄 削铁如泥的利刃 瞬间冻穿了石板 当时把我都给吓了一跳 没有想到 会是这么大的反应 一下子就冻穿了 刚才我一拳都震得生疼的石板 被一滴血给冻穿了 精血冻穿了石板 那个细小的穿孔周围 立刻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片刻之间 就听到地下面 传来沉闷的破碎声 整块石板都破裂了 而地面上猛地颤抖了一下 就跟地震了似的 似乎是力量出现了 眼中的不平衡 我们也跟着地面的颤抖 摇晃了两下 随后又恢复到正常 老狗欣喜道 哈哈 好了 已经没事了 周围的景象并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了 刚才似乎空气是不流通的 现在变得清明了很多 心里面就觉得舒畅了 我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这无形之中的危险 差点要了我们的命 这还是有老狗在领路的前提下 要是没有老狗 说不定我们都来不到这里 这个时候 前面忽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正是我们找寻的无脸老鬼 这家伙就在距离我们不足百米的地方 可是刚才 我们竟然没有发现 他应该是也被困在了这里 不过由于 罗盘的神秘力量 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没有看到他 所以 老狗才会一直寻着他的气息 却见不到人 实际上 老狗并没有错 他就在我们附近 只是看不到罢了 无脸老鬼 我胡喊了一句 顿时 老狗他们 也全都向前面看去 发现了无脸老鬼的身影 无脸老鬼也回头看向我们 这家伙此时的模样 实在是有些不堪入目 刚才把衣服脱了 之后 又在岸爪那里遭了殃 光着身体 满身是伤 感觉像是扒了一层皮 样子有些可怕 该死 无脸老鬼看到了我们 大喊了一句 现在他更加不愿意和我们开战 发现了我们之后 二话不说 立刻向前面跑去 生怕被我们缠上 没有逃跑的机会了 老狗反应最快 瞬间追过去 口中还喊道 这一次 你还想往哪里跑 两个人窜入了树林之中 我们也只能紧跟上去 生怕是追丢了 在这里找不到对方了 那可就麻烦了 无脸老鬼的身上 毕竟有伤 再加上气势不足 处于逃跑的位置 根本就躲不过我们 很快便被老狗 给追上了 被我们几个给围了起来 原本不参与的深男 也帮了我们一把 在一个方向 堵住了无脸老鬼 虽然没动手 但也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嘎嘎 你不是能跑吗 再跑呀 老狗得意地问道 无脸老鬼扫视我们所有人 沉生说道 你们追到我这里 就以为真的把我逼进绝路了吗 说话的时候 无脸老鬼 眼睛如同野兽看着我们 同时抬起手来 手上凝聚着强大的力量 狠狠地在自己的天灵盖上 打了一下 第542章 得到之力 无脸老鬼 在自己的天灵盖上打了一下 这番动作 着实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惊到了 谁都没有想到 他会这样做 难道是自杀 俗话说得好 狗急跳墙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任何生灵 都有求生的信号信号 无脸老鬼这样的人 更加不可能会自杀 可是我能够感觉得出来 无脸老鬼这一掌中 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绝对能够拍死人的 就算是他自身道横高强 恐怕也挨不住这一下 当时 我看到他打下去 心脏都不由地紧缩了一下 啪 无脸老鬼的手 打在了脑袋上 气氛凝固 我们几个也都为此实话了 正正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他的脑袋并不是石头做的 被打了这么一下 就好像西瓜开瓢似的 出现了一道裂痕 随即慢慢地开裂扩大 可是他依旧站在原地 没有一点 像是会倒下的模样 看上去的确很可怕 我吞咽了口唾沫 缓和了一下内心的紧张 却发现 无脸老鬼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一种诡异的笑容 看得我心中发寒 这样的笑容 让我感觉到了不好的气息 无脸老鬼 脑袋都裂开了 照理说 就算是不死 半条命也应该没有了 可他咧嘴笑着 慢慢地将手放下来 接下来的动作 更加让我觉得疯狂 他竟然猛地一把 将裂开的脑壳给抓住了 一边一只手 随后用力地撕扯 裂开的口子 瞬间从脑袋蔓延到了身上 全身都被撕开了 成了两半 当时把我们都给吓了一跳 就连一开始得意的老狗 都阴沉了下来 目光深沉 一动不动地盯着前面 无脸老鬼 将自己撕扯成两半 却不是那种连血带肉的撕扯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撕下来的一层肉皮 而在他的身体内部 弥漫着一股浓重黑气 吃了 紧接着 又是一声清脆的撕裂 自己的身体 被无脸老鬼 完全撕成两半 再也没有办法站立住了 双手依旧保持着 在了地上 可是从他身体里面 出来的那团黑气 就飘在半空之中 里面还传出了 轰隆隆的声音 我咽了口唾沫 沉声问了句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是死了 还是没死呀 怎么会这样子呢 刚说完这句话 老狗和深男 同时惊骇了起来 当时 我就看到老狗身上 猛地烧起一团火焰 身上的鳞片 全都立了起来 瑟瑟抖动 双眼瞪大滚圆 明显是在恐惧什么 而且这个模样的老狗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深男身上 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脸色惊恐 慢慢地向后面退 好像看到了 什么可怕的东西 我一开始 还没有感觉到什么 心里觉得惊奇 可紧接着 忽然就感觉 像是一座大山 压在了身上 身体当即就支撑不住了 立刻趴在了地上 一股无形的力量 让我瞬间 失去了抵抗之力 尼菩萨和我是一样的 老狗和深男 慢慢地向后面退 身上释放出 强大的力量 与之对抗 可也没有抗衡的可能性 他们两个也是全身颤抖 双腿弯曲着 都要快碰到地面了 就是差一点点 也和我们一样了 当时被压在地上 全身动不了 手指想动动都困难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压力 只有眼睛还能够用 我抬眼看去 发现周围不知道怎么回事 变得一片漆黑了 一点光亮没有 像是树林之上 落下了乌云 遮盖了所有的光亮 而在前面那团黑气之中 露出来了一对烟红的毛子 如同野兽一般 死死地盯住了我们 嘎嘎嘎嘎 一道狂暴的笑声 回荡在树林之间 声音如同一股巨浪 冲击着我的耳朵 灵魂都为之颤抖 瞬间我就感觉 自己的听觉麻木了 只有 嗡嗡的声音了 耳朵里面还流出了鲜血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慢慢恢复了过来 当时 我隐约听到了 老狗惊呼了一声 得道之力 得道之力 指的是得到境界的力量 是在这个时代 不可能存在的一种境界力量 我瞬间明白了 让老狗和深男恐惧害怕 让我们生不起任何抵抗的 那股无形之力 是得道境界的力量 如果是以前 老狗肯定不会惧怕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没有道行了 面对着恢复了 得道之力的无脸老鬼 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难民离火在强大 终究只是辅助的火焰 没办法和得道之力相比 老畜生 你将我逼到这样的地步 也足以自傲了 在神农架中 这片一地之上 我就用得道的力量 来送你上路吧 那团黑气 没有显化真身 就只是一团黑气的样子 传出来了声音 老狗发出颤抖的声音 得道之力 已经不可能再重现了 你为何 还有这样的力量 为什么能够躲过天前 无脸老鬼回道 当初邪先抹出了 我的一部分名字 让我活了下来 并且隐藏了自己的修为 没有被发现 而这里又是神农架 当初先榜祭坛所在的地方 时至今日 仍然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笼罩着此地 在此处发挥出得道的力量 可以暂时蒙蔽一切的天机 我也听到了这番话 了解了是怎么回事 心里面也一阵无力 面对得道的力量 一切的反击 似乎都是徒劳的 这个时候 地面忽然猛烈地颤抖了起来 就跟地震了似的 我已经感应不到什么了 只是听到老狗喊了一句 这是 这是祭坛的力量 你的得道之力 引动了祭坛的力量 接下来会引来大劫难了 若是天前毁灭了这里 咱们都难逃一死了 除此之外 我还听到了雷声 咔咔咔 轰隆 轰隆 一阵雷声之后 周围浮现出片刻的亮白 要得眼睛都睁不开 可是并没有天雷降下来 只是有雷声而已 无脸老鬼便说了句 天前又如何 神农架可以帮我 隐藏一时的气息 这足够我杀了你们的 瞬间 那团黑气消失在了原地 正冲着老狗而去 无脸老鬼 专心去对付老狗了 我和尼菩萨感受到的威压 也瞬间减弱了很多 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在得到境界之下 我们连站起来都困难 还想和他们战斗 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这其中的差距 是无法衡量的 老狗虽说没有了道横 但是毕竟以前 也是在这个位置上的 加上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不可能被一击秒杀 他反应也算是快的 知道无脸老鬼 会先要了他的性命 什么都没做 没有逃跑 立刻转过身去 将屁股给撅了起来 老狗的屁股上面 有那块先绑的布 别的东西难以抵抗得到支力 唯有先绑的布 才有可能 无脸老鬼化成的黑气 打在了老狗的屁股上 老狗惨叫一声 立刻就飞了出去 可是从他的声音之中 可以听说来 这家伙还活着 并没有死 看来这块布 的确能够抵抗攻击的 啊 老狗飞出去的同时 天上终于落下来了一道金雷 雷柱粗大 如同银龙撕裂了参天的大树 直接垂落下来 在地面上砸出了巨大的坑 不过天雷没有目标 只是随便打的 根本就不是冲着无脸老鬼去的 像是感受到这地方有气息 随意打下来的 可是这一道雷 却将封闭的神农架 撕开了一个口气 气息开始散发出去 也惊吓到了无脸老鬼 他所化成的那团黑气 稍稍停顿了下来 隐约有些害怕 没有立刻去攻击老狗 第543章 天前 天雷降下来 在神农架之上 撕裂开一道口子 让无脸老鬼感受到了恐惧 稍稍停顿了一下 给了老狗一口喘息的机会 老狗在远处站稳了脚步 看着无脸老鬼化成的黑气 双目之中冒出火焰 大声喊了句 你身上的力量是不被允许的 会引来天浅雷劫 整个神农架都有可能被毁掉 咱们谁都会没命活 赶紧停下来 收起你的力量 那一团黑气之中 一对烟红的毛子 仿佛低血 声音嘶哑凝重 今天我收起自己的力量 也是会落在你们的手上 还不如拼了一拼 大不了大家就一起死 能够和神农架一起毁灭 我也值得了 这家伙如同疯狂了一样 根本不听任何言语 说完这句话之后 那团黑气猛的一颤 随即凝聚成一个球体 猛地窜了出去 直奔老狗而去了 无脸老鬼之前最想要我的命 和老狗之间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恩怨 唯有那件裤衩是他的目标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经过这几次的交手 老狗彻底激怒了无脸老鬼 现在他就想杀了老狗 以前从没有慌乱过的老狗 面对着使用出了得到之力的无脸老鬼 也是第一次害怕了 身上鳞片全都树立着 完全没有反击之力 基本上就是能多抵抗一刻 就能多活一刻 看着冲向自己的黑气 老狗没有别的办法抵抗 只能是利用屁股上的裤衩 可总是撅着屁股 无论是反应和动作都会很慢 他索性就将屁股上面的裤衩 脱了下来 老狗拎着裤衩 挡在自己面前来抵抗无脸老鬼 黑气冲过去之后 没有任何的花哨 直接撞进了老狗的裤衩之中 之前可以抵挡一切攻击 神鬼莫测的裤衩 此时被那团黑气冲进去 顿时鼓胀起来 我看到这一幕 心中一动 还以为老狗利用裤衩 将那团黑气 也就是无脸老鬼给抓住了 可还没来得及欣喜 就听到 砰的一声 老狗手上从未有过半点损伤的裤衩 竟然被黑气给直接冲碎了 半空中无数的碎片飞散 老狗也被黑气直接顶飞了出去 我脸色大变 张大了嘴巴 只能是看着半空中 慢慢落下来得到碎片 而老狗的身体 好像断了线风筝 化作一道黑影飞了出去 强大的力道 直接打断了树棵粗壮的参天大树 这样的力量 老狗就算是体质再强 保住了性命 恐怕也是要脱一层皮 老狗停下来的时候 被砸进了地下 因为我们距离比较远 只能够看到 地面陷下去了很大的地方 没有一点动静 也不知道老狗怎么样了 刚才被无脸老鬼冲冲碎的裤衩 那块红色的布直接成了碎片 而那块黄色的布并没有受损 慢慢地落在了地上 先绑的布块 表面上看着和普通的粗布差不多 可就算是得到的力量 也无法将其破坏 这个时候 刚才无脸老鬼使用的力量 再一次引来了天雷 记得之前 我也曾经引来过天雷 可与现在的天雷相比 真的是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这些天雷极其强横 雷柱粗大 好像一条条巨龙 撕裂了天空直冲下来 银色的雷光之间 还隐隐能够看到 有一抹红色 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抬头看着天雷 有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挤到天雷一起轰打下来 好几棵参天大树 瞬间被劈裂开来 压倒了周围的一片 让安静的神龙架 变得紧张起来 不过 天雷都没有准确地 冲着无脸老鬼而去 似乎是受到了 神龙架这个特殊地方的影响 还没有办法确定 其准确位置 无脸老鬼幻化成的黑气 感受到了天雷的威慑 立刻静止了下来 仿佛变成了固体一样 一动不动 所有的气息 也都收敛了起来 黑气之中 那一双红色的毛子 雷电没有半点停歇 一直在雷云之中放光 黑夜变成了耀眼的白昼 完全被雷电的光芒也照亮了 我也算是见过场面的人了 可是听到天上 不断落下来的雷声 感受到空气中 弥散的沉重的气息 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 四肢因为害怕 而稍稍有些颤抖 心中一直在惊惨 无脸老鬼身上的气息 完全收敛起来之后 我还好了一些 因为那种得到之力的压迫没有了 我能够从地上站起来了 在无数的雷电之中 我从地上站了起来 先是冲老狗那边喊了句 老狗 老狗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感受不到老狗的气息 不知道它怎么样了 虽然它是麒麟 生命力强大得很 可我的心里还是不放心 老狗没有回应 一点动静都没有 老狗 你不会真的死了吧 我有些惊恐地喊了句 听到我这话 老狗的声音传了出来 你才死了呢 本大爷是神兽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死呢 我松了一口气 知道老狗还活着 那一切就都好 这个时候 我的眼睛撇到了 落在地上的那块黄色的布 这是先绑上的布 老狗和无脸老鬼 都要争夺的东西 老狗的裤衩破碎了 这玩意儿落在了地上 当时我心里面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觉得 不能够被无脸老鬼得到了 趁着现在无脸老鬼 收敛起来了所有的气息 赶紧就跑过去 弯腰将那块不起眼的布剪了起来 并且装进了口袋之中 暂时收起来 天上的雷声没有停下 可是再没有降下天雷 气息也稍稍有了一丝的缓和 之后 那团黑气之中 又出现了一对烟红的毛子 静止的黑气 又开始弥漫活跃 像是重新活了过来似的 老狗也从地下面钻了出来 只是它的样子有些狼狈 原本身上燃烧的火焰 此刻变得半死不活的 火焰模样的鳞片 也脱落了很多 隐隐有绚丽的血液流出来 呈现一种火烧的黑色 很是难看 仔细看的话 还能够发现 老狗站在地面上的时候 四肢都是在剧烈颤抖的 难以稳定下来 不过对他来说 能够保住性命 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毕竟人家是得道之力 老狗也是嚣张 咧着嘴巴 一边流血 一边说道 嘎嘎 老玩意儿 就算是你还能有得道之力 也奈何不了本大爷 本大爷照样活下来了 顿时 那团黑气 猛的一下子窜了起来 那双血色的毛子 变得极其吓人 似乎还要向老狗动手 这一次 老狗没有了裤衩 可是挡不住这一击了 不过老狗似乎很有把握 继续说道 你还敢用得道之力吗 如今神农家的力量 已经被打破了 你的气息也会完全暴露在外面 一旦动用得道之力 你就会形神俱灭 到时候 咱们谁能活到最后 还不一定呢 老狗也是有一定的想法 否则也不能够直接这样嚣张 还要惹怒无脸老鬼 这不就是摆明了去找死吗 按他如今说的这般 无脸老鬼 一旦使用了得道之力 不一定能够碰到老狗 就已经被天雷给打死了 结果还真不一定 最坏也就是两个人一起死 无论如何 无脸老鬼是躲不过的 如此 老狗才敢这样说 无脸老鬼也没敢轻举妄动 毕竟天上的雷声一直都没停 一旦出现问题 天雷马上下来 他无路可跑 只有死路一条 他盯着老狗看了一会儿 那血色的眼神 恨不得将老狗生吃了 最后却也没有动 只是忽然之间 又将目光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第544章 无力 黑气之中的眼睛 像我这边看过来 之前没有被他盯住 瞬间被盯上了 一股无形的气息将我笼罩起来 感觉像是自己身体周边的空气被吸干了 成了真空的地带 脑袋片刻的空白之后 我心里就明白了 无脸老鬼肯定是打起了我的主意 他要对付老狗 必须要用出得道之力 但是对付我却不用 毕竟我道行还低 要杀我也不过是动动手的事情 只是我还不清楚 无脸老鬼为什么忽然盯住了我 这个时候杀了我对他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说不定还会出现意外 倒不如想想 怎么解决眼前天浅的局面 紧接着 我摸到了口袋里面的那块黄色的布 我的命对无脸老鬼来说不算什么 他在意的也不是我的性命 而是我手上的那块布 刚想到这里 无脸老鬼就动了 他所化成的黑气 犹如一阵风似的 向我飞过来 速度极快 根本就不给我反应的机会 这一次没有得到之力的压迫 因为他并没有使用得到之力 可我心中十分清楚 哪怕是如此 我也丝毫没有招架之力 当时闪躲已经来不及了 也不能够站着等死 下意识地摸了手边的东西 手上除了黑刀 距离我最近的 就是别在腰间的乾坤葫芦 这个乾坤葫芦中 蕴藏着很大的秘密 也不知道是葫芦有灵 还是里面封锁着灵魂 十分的诡异 还教给了我强大的秘法 黑刀肯定是没用的 这件法器 就是单纯的法器 我比谁都要理解 所以 也就不计希望于黑刀了 直接扔在了地上 心思在脑海中闪过的那一刻 黑气已经来到了近前 我也没有太多心思去想了 将葫芦从腰间抓起来 猛地砸向了飞过来的黑气 这一切的动作 只不过是下意识而为 也没有想过 黑气是虚体 乾坤葫芦都不一定能够碰到它 我闭着眼睛 一葫芦打了下去 竟然像是碰到了实体的东西 发出了沉闷的响声 并没有打空 愣了片刻 缓缓地睁开眼睛 出现在视线中的 除了我手上的乾坤葫芦 还有一个黑色的虚影 这个虚影正是无脸老鬼 乃是虚体 整个身体都摇摇晃晃的 很不真实 像是灵魂一样的存在 只是那一对毛子格外的血红 非常的真切 在这个虚影的脸上 正砸着我手里的乾坤葫芦 乾坤葫芦没有什么异常 也不见有任何的力量 更不见有什么奇异之相 还是以前那个普普通通的葫芦 却将无脸老鬼的黑气肢体 给砸了出来 我当时都梦了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无脸老鬼 那对血色的眼睛之中 也流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连他自己也都不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 乾坤葫芦是宝贝 也知道这个葫芦 曾经是当年天外阁阁主之物 却没有想到 会变成这样的局面 场面凝固了有几秒钟 都回过神来之后 无脸老鬼的虚影 猛地伸出手来 抓住了我的手腕 虽然它看上去是虚体 抓住我的手腕 给我的 也是一种如同被水沾过的感触 随后 手腕上变来剧痛 刹那间 手腕好像要被硬生生折断的感觉 我痛喊了一声 身体下意识地向后面收 差点直接松手 将乾坤葫芦扔掉 叶涵 将那块布交给我 无脸老鬼 用极其阴寒的声音对我说道 手腕上的痛疼 让我说话都困难 仅仅是一会儿的时间 全身就都被冷汗给打湿了 我没有说话 也没有任何的动作 可是另外一只手 却在口袋里面 紧紧地抓着那块布 并没有打算 要给无脸老鬼 见我不交出来 无脸老鬼咧嘴笑道 给不给 他的笑容 是那种折磨人的变态笑容 看着就让人感觉到后背发凉 忍不住打寒颤 手上又用力了 我明显听到自己的手腕上 传来一道清脆的断裂声音 咔嚓 手腕的骨头 被无脸老鬼 给硬生生地折断了 可能有很多人 手臂都骨折过 但骨折的过程 往往是很快的 瞬间就过去了 之后便是疼痛 可我这一次不一样 无脸老鬼抓着我的手 一边变态地笑着 一边用力 不紧不慢地将我的骨头给折断了 骨头断裂的那一刻 耳边听到 咔嚓一声 不仅仅是神经上的极度疼痛 这个声音更加让我心里面恐惧 双腿差点直接瘫了 在剧烈的疼痛之后 我的心脏也在快速地跳动着 心慌地厉害 这个时候 远处的老狗怒喊了一句 老家伙 有本事你冲着我来啊 找这些小子什么麻烦 你不是有得到之力吗 再来招呼招呼本大爷 刚才那些对本大爷来说 不过就是挠痒痒罢了 说话的时候 老狗在原地一动不动 而一旁的尼菩萨 想要上前来解救我 却被无脸老鬼 给抬手打飞了出去 他没有动用得到之力 但是随手而来的 也是退凡境界的力量 以尼菩萨现在的能力 完全是招架不住的 无脸老鬼不在意尼菩萨如何 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看着远处的老狗 冷笑一声 真是可笑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还要让我去对付你 呵呵 你让我去找你 为什么不来救夜寒 应该是连动都动不了了吧 若是再动一下 恐怕都站不住了 我心中一动 看老狗表面的状态 倒还没有多么严重的伤 却没有想到 竟然如此严重 而他只是在那里站着喊 并没有过来救我 说明无脸老鬼说得很对 他的状态十分不妙 老狗知道自己的话被拆穿了 也没有继续装下去 只是发出无奈的吼声 这个时候 无脸老鬼又将手掐在了 我的脖子上 冷声说道 将东西交出来 否则我捏断的 就是你的脖子了 没有人能够救你 老狗喊了句 深男赶紧就夜寒 刚才的战斗 只是在我们几个之间 而深男一直在旁边 没有表露任何的气息 也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此时 我们处于绝境之中 只有深男能够救我们了 进入了神农架之后 深男和我们的关系 越来越近了 说的话也多了 我以为他 肯定是会救我的 艰难地转过头 向深男所在的方向看去 而他站在那 低着头 没有任何的动作 并没有要救我的意思 尼菩萨也发疯似地喊了句 深男前辈 夜寒对你不错 你快点救他 深男低着头 说道 他的人情 我之前还过了 我不欠他什么 我也没有义务救他 如今无脸老鬼 拥有得道之力 我不是对手的 这番话 把我们三个都气坏了 老狗直接破口大骂 说他是白眼狼 各种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 可也没有什么作用 深男动都没动 无脸老鬼得意地笑了 手上加了力量 瞬间捏紧了我的脖子 随时可以将我掐死了 老狗赶紧喊了句 夜寒 把东西给他 给他吧 当初为了得到那块布 老狗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后来我连碰一下都不让 熟悉了之后 才开始让我碰 我能够想象得出来 这块布是老狗十分看重的宝贝 可他这个时候 让我主动给无脸老鬼 是把我看得比这块布重要 他真正将我当成了兄弟 把情义放在了第一位 给他 老狗喊得撕心裂肺 我心里面也不愿 可自己又不傻 不能够真的用命来护 这样护也护不住 只能够白白丢掉性命 第545章 保命符 在无脸老鬼的威胁之下 我只能够妥协 将那块布交出来 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当时脖子被死死掐住 很难发出声音 我只能够强行张了张嘴 憋着声音 艰难地说出了一句 给 我给你 听到这话 无脸老鬼露出来了得意的笑容 手上的力道 稍稍放松了一些 我当时也轻松了不少 大缓了一口气 嗓子十分疼痒 剧烈地咳嗽了两声 吞咽了口唾沫 哼 就应该是食食物 赶紧拿出来给我 我回了句 我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你先放开我 我立马就给你 说到这里 我注意到无脸老鬼的脸上有些生气 似乎觉得 我是在拖延时间 手上又要用力 我先一步到 我现在在你的手上 跑不掉的 这一次 也真的没有人能够救我了 你害怕什么 我是真的一点劲都没有了 无脸老鬼沉默片刻 眼睛转了转 也不知道是被我给说服了 还是有别的什么想法 他竟然按照我说的做了 将我的脖子给放了下来 还冲我喊了句 快点 将东西给我 无脸老鬼若是不妥协 强行威胁我将东西交出去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为了保命 只能够将东西给他 可现在他竟然妥协了 真的将我放下了 却给我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我心里面就觉得有问题 似乎他的这番动作 是在什么别的目的 真的想要那块布 直接从我口袋里面掏出去 对他来说并不困难 直接将我杀了 现在布也早就在他的手上了 和我废话了这么多 如今还把我给放开了 一切都是十分的不正常 我在故意剧烈咳嗽的同时 心里面也在思索 我脸老鬼 为什么会有这番不正常的行为 他没有给我思考的时间 见我没有将东西拿出来 又用力将我拎了起来 很声说道 快点 将东西拿出来 没有时间可以拖延了 我索性也就不多想了 先脱困再说 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万一我将东西给了他 他反手给我一巴掌 结束了我的性命 那我所做的一切 也都变成无用功了 我心中一动 将口袋里面的布掏了出来 让无脸老鬼可以看到 并且喊了一句 你着急什么 我说了给你 就肯定会给你的 拿出来之后 我并没有往无脸老鬼的手上地 只是攥在自己的手中 而他竟然也没有抢夺 十分的奇怪 他盯着那块布 冲我喊道 给我 我立刻追问了句 你在怕什么 他只是向我讨要 并没有抢夺 表现出来的样子 在我看来 就是一种害怕和恐惧 听到我这句话 无脸老鬼愣了一下 却又有些恼羞成怒的样子 紧紧将我抓了起来 冲我喊道 你什么意思 我还怕 信不信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是吗 我装作很有把握 沉申问了句 实际上 当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到嗓子眼了 整个人怕得不行 强行忍着 身体没有颤抖 无脸老鬼的身上 忽然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我笼罩起来 让我胸口瞬间憋闷 喘息都觉得困难了 我能够感觉出来 无脸老鬼一定有古怪 可是这样几句话 想把它炸出来 恐怕是不可能了 还是别自己玩火了 免得最后把自己搭进去 我将手上的东西 往面前一地 口中说道 好了 你放开我 我把东西给你 免得到时候你给我一掌 我也不想白白冤死 说出实话来 无脸老鬼倒是没有发作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冲我冷声说道 我现在还不想要你的命 否则的话 你早就死了 他将我放了下来 伸手向我讨要东西 我在地上站稳 没看无脸老鬼呢 瞬间将手上的布猛地 一下子拍到他的脸上 虚影的无脸老鬼 在这块布之下 却如同实体一般 将布拍到他的脸上之后 他一阵挣扎 却分散了注意力 放松了对我的锁定 我舍弃不快 立刻向后面跑去 趁着无脸老鬼不注意 赶紧和他拉开距离 免得出现危险 相比于我的性命 无脸老鬼更加在意 自己脸上的布猛 他没有关心我 先是将布猛抓在了手上 拿到布猛之后 确定无误 无脸老鬼高兴地大笑 他在笑的过程中 身上的黑气四处扩散 完全不再压制了 没有了刚才那般小心 我在奔跑的过程中 也是不放心 时不时会回头看我一眼 生怕无脸老鬼会追上来 毕竟我对他说的话并不信任 谁知道他会不会杀我啊 无脸老鬼大笑了一番之后 猛地向我看过来 双眼之中的确是透出了杀气 和刚才给对我的态度 完全不一样了 嘎嘎嘎 叶海 你可真是一个大笨蛋 既然你将自己手上 唯一的保命符给了我 那你就去死吧 我留着你的尸体就好 保命符 我心中一动 立刻想到了 刚才交出去的那块布 那块布是我的保命符 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的力量 老狗得到这块布很长时间了 却一点发现都没有 在我手上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为什么让无脸老鬼这样说 我心里面是十分相信的 因为只有这样 刚才无脸老鬼的诡异表现 才能够解释得通 他刚才的害怕并不是假的 我也没有猜错 正是因为那块布在我的手上 他才会感到害怕 才会有那样的表现 刷 一道阴风一般的力量飞过来 瞬间来到了我的面前 无脸老鬼又出现在我后面 伸手就能够抓住我 我惊呼一声 猛地往前面跑去 跑了两三步 在距离无脸老鬼 只有不足一米的地方 我又不得不停了下来 双脚就好像粘在了地上 完全不能够动了 无脸老鬼得意地在我后面 对我说道 叶寒 这块布其实在任何人的手上 暂时来说都只是一块破布 唯有在我们两个的手上 才是无上的至宝 尤其是你 因为你融合了邪线的躯体叶身 这块布能够给你带来 无法想象的力量 连我都忌惮 可惜 可惜啊 你竟然将这块布交给了我 看来是你命中该死 这份机缘是属于我的呀 我喊道 你什么意思 这块布在我的手上 到底能够有什么用 我以前不是没有用过老狗的裤衩 甚至老狗还放在我身上 给我当成防御手段 可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不想无脸老鬼说得这样可怕 无脸老鬼回了句 什么用你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知道了 现在你去死吧 马上我就会让这老畜生去陪你的 嘎嘎嘎 无脸老鬼举起手来 向我的脑袋拍打下来 我可没有他的本事 耐够把自己的身体撕裂 然后生出来这么一团黑气 这一掌要是打在我的身上 我肯定就直接死了 形神俱灭 看着瞳孔中的黑掌放大 闭上了眼睛 但是 无脸老鬼的手掌却没有拍打下来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身影 将他的手给抓住了 过了一会儿 死亡没有降临 周围的气氛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我睁开了眼睛 随即 我就看到在我的旁边 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刚才不救我的身男 身男的手抓住了无脸老鬼的手 两个人相互对视着 气氛有些沉重 似乎是在进行暗中的较量 无脸老鬼沉声说了句 好强的力量 在你的体内如同洪水翻涌 没有丝毫的泄露 可你如今动手了 我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了 你竟也有着得到的力量 第546章 顶雷 无脸老鬼看着旁边的身男 口中说出来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身男的体内 也蕴含着强大的得到之力 我听到这句话 脑袋里面也有一些空白 正正地看着旁边的身男 心里面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身男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神秘的 但是他的强大 也是无庸置疑的 就连老狗都看不透 就算是拥有得到之力 那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所以 我知道这件事情 并没有感觉到太过惊讶 但心里面也并不平静 可是说是 既在意料之中 也在意料之外 最后 身男自己打破了沉寂 开口说道 放开他 既然你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没有必要再杀他了 刚才我们请求身男救我 他没有出手 现在无脸老鬼要杀我 他主动站了出来 救下了我的性命 其中的缘故 我也很深闷 无脸老鬼看着身男 目光深邃 慢慢地将手放了下来 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 让我如释重负 好像压在身上的大石头 被拿开了 你体内拥有得到之力 却与正常的力量不一样 你的修为并未得到 是从外界得来的力量 像他们这样的人物 眼睛都是很毒的 有些情况 一眼就能够看透 身男在保持着神秘的状态之前 无脸老鬼和老狗 都看不出他的底细 可如今他出手了 而且和无脸老鬼 有了十分亲密的接触 那他体内的秘密 自然就会被无脸老鬼看透 你说的都对 身男淡淡地回了句 两个人都把手放了下来 不过身男还是站在我身边 明显是要将我护住 如果无脸老鬼 再有食妖动作 他依旧会出手 无脸老鬼深深地盯着他 沉声说了句 你要保叶寒 为什么 身男回道 因为我是跟着他们一起来的 若是他们都死了 我可能也出不去了 所以我是为了 我自己保护叶寒 咱们两个可以联手 肯定能够从这里出去 身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想和你联手 而且我也更相信麒麟的能力 他们两个人说话都很直白 没有任何含蓄的语言 意思表达得也十分明白 随即 无脸老鬼脸色阴沉下来 冷声说道 你是有点能耐 可你觉得自己能够护住他吗 身男面对无脸老鬼的锋芒 表现得十分轻描淡写 没有任何的回应 淡然地说道 我当然呢 你要是不信 那就试试看 无脸老鬼的虚影 弥散出黑气 隐隐有一股强大的气势 扩散开来 很是霸道 向身男施加压力 而身男没有任何的表示 但对于这些压力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个时候 无脸老鬼又抬起了手 手上凝聚着强大的力量 似乎是要当着身男的面杀我 看身男如何护住我 我也看出来了 无脸老鬼的这番动作 并非是真正的想杀我 而是想要试探身男 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 体内拥有得到之力是一回事 能否使用又是一回事 若是没法用 那和没有就是一样的 身男看到无脸老鬼的动作 双眼猛地闪出一道金光 瞬间抬起手来 向无脸老鬼的手上抓去 无脸老鬼发觉了对方的动作 却没有做出任何闪躲的反应 而是想和身男对抗一招 可是他们两个的手碰撞 在一起的时候 却产生了更大的反应 无脸老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身上的力量忽然就不受控制了 猛地爆发出来了 强大的得到之力 我当时距离很近 加上没有任何的防备 感受到这一股力量之后 立刻就趴到了地上 老狗和尼菩萨也都梦了 不知道无脸老鬼这是怎么回事 可最为震惊的 还是无脸老鬼自己 因为他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了 愣了片刻之后 无脸老鬼的虚影 剧烈摇晃了起来 开始自行收敛自己的气息 可似乎没有用 他身上的力量 有些不受自己控制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怎么做到的 身男看着他 伸手指了指天上 说道 你先别管 我是怎么做到的 还是先处理眼前的麻烦吧 刚才天前的雷阀 没有准确地发现 无脸老鬼的行踪 轰下来的天雷 也都没有准头 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但是如今不一样了 神龙架中蕴含的力量 被撕开了缺口 这个地方没法保护 无脸老鬼了 如今感受到他的气息 天雷顿时就降落下来了 轰隆 轰隆 雷鸣声接连不断 天上的乌云之中 粗大的雷柱 就如同水流瀑布一样 数不尽有多少 全都倾泻下来 目标就是无脸老鬼 无脸老鬼是有着得道之力 对付我们容易得很 可是面对这么多的天雷 不管他是谁 不管拥有什么样的力量 就算是因为先绑之势 不在阴阳五行之中 也无法抵抗这么多的天雷 当时他连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了 看着落下来的天雷 转头就向旁边跑去 想要闪躲开来 可是天雷好像有眼睛一样 死死地盯着他 想要闪躲 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跑的过程中 无脸老鬼掏出来了 刚才从我这里得到的那块布 巴掌大小的布块 被他顶在了脑袋上面 显得有些滑稽 天雷落下来 轰打在无脸老鬼的脑袋上面 这个时候 那块看上去没有任何作用的布 却发挥出了诡异的力量 布块上面阴晕起一层淡淡的气息 天雷落在上面 强大的力量 竟然顺消失殆尽 打在无脸老鬼身上的天雷 也剩不下多少力量了 剩余的天雷之力 要不了无脸老鬼的命 一边跑一边惨叫 我当时看着无脸老鬼 被天雷追得逃走了 整个人都猛住了 趴在地上 没有站起来 眼睛也是一眨不眨的 他一边跑还一边叫 顶着那块黄色的布 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跑进了神农家的深处 身影渐渐消失在视线之中 看不到无脸老鬼的身影 耳边却依旧传来源源不断的雷声 天雷从乌云之上滚落下来 造成很大的动静 这样的情景 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雷声才从我耳边消失 在无脸老鬼消失不久之后 我回过神来 从地上趴了起来 先是看了身边的深男一眼 说道 神前辈 多谢您的救命之恩 无论深男之前的态度如何 无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 这一次是他救了我 这份感谢 应该是要有的 深男摇头 道 我救你 也是在救麒麟 如今 我们算是在神农架之中 到处都是危机 没有了麒麟在 我怕自己出不去 所以 我是为了自己 你不必感谢我什么 我深深地看了深男一眼 摸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 既然都这样说了 我也没有必要再多废话 反而显得自己虚伪了 在我们两个说话的时候 不远处的老狗却 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刚才老狗站得挺直 表面上看似受了些伤 但看不出很严重 只是他连洞都连不了 如今无脸老鬼不在了 他也不再强撑着 直接倒在了地上 老狗 我赶紧跑过去 我们几个人之中 老狗是受伤最重的 现在又身处神农架中 很担心他会有什么问题 老狗倒在地上 四肢都瘫着 一看就知道没有力气 整个身躯都软了 我呼喊道 老狗 你受伤很重 我们能怎么帮你啊 第547章 生死不明 老狗在地上一动不动 眼睛也闭着 没有任何的活力 身上的男明离火也非常淡 忽闪忽闪的 看上去随时都可能会熄灭的样子 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 老狗这个样子 心里面也有些慌张 毕竟之前无脸老鬼 使用的是得到之力 和以前碰到的敌人不一样 老狗 你说句话 到底怎么样 我颤抖的声音 大声喊了句 可能是我这句话 惊吓到了老狗 他的身体稍稍抽搐了一下 还抬了抬爪子 轻轻地摇摆了一下 爪子摇摆完之后 立刻搭了下去 完全没有劲了 无论我再如何呼喊他 都没有动静 我担心老狗 这家伙之前是一个 打不死的小强 忽然就倒下了 我心里面说不怕是假的 真的担心这家伙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老狗 老狗 我一边呼喊着他 一边用力摇他的身体 想要让他说句话 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尼菩萨也跟着我一起 开始摇晃老狗 看他是否还有气 但是在我的摇晃他的时候 也有些紧张 因为原本他身上的火焰 就有些低迷 一个不小心 说不定就能够 把他身上的火给熄灭了 麒麟身上的火焰灭了 恐怕就危险了 这个时候 深男走了过来 对我和尼菩萨说了一句 好了 你们两个就不要再摇晃了 否则就算是麒麟不死 也要被你们两个给杀了 听到这句话 我和尼菩萨 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抬头看着深男 从他刚才说的话中 就能够猜到 他肯定是知道一些老狗的现状 而且可以听出来 老狗应该是没死 还活着 我问道 深前辈 你知道老狗什么情况吗 深男回道 麒麟受了很重的伤 导致意识昏迷 过会儿 应该就能够醒过来了 可他身上的火焰很弱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不过很严重吧 深男微微醋眉 盯着老狗看了一会儿 道 麒麟身上的南鸣离火 与凤凰是同出一脉的 南鸣离火 拥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 只要有一点火星 就可以形成燎原之势 他身上的火焰也算是旺盛 不会有事的 有了这样两句话 我就放心了 松了一口气 一屁股坐到地上 转头看了老狗一眼 老狗 你这家伙命够大 不过可还没有见过你这样子呢 等你醒过来 恐怕也不能再吹嘘了吧 这话说完 我自己也笑了 尹德尼菩萨和深男都轻轻一笑 缓和了一下内心的紧张 老狗躺在地上 我们也不多管了 只能是任由他自己昏迷 等到果断时间再自己醒过来 反正也帮不了他 我坐了一会儿 内心慢慢冷静下来 向神农家的深处看了一眼 那个时候 天前的雷声还在继续 想来无脸老鬼那个家伙还活着 而且正在接受天雷的洗礼 只是不知道那块布 为他挡下了多少力量 除了雷声 再也没有别的声音 我们这个氛围之内 显得有些凝重 我扫了深男一眼 开口说了句 深前辈 你之前一直没有出手 也不想要掺和进来 为什么却会在最后的时刻出手救我 还暴露了自己的实力 深男看着我 开口回了一句 我之前不出手救你 是因为你还没有到必死的局面 最后的时候出手救你 是我知道自己再不出手你就会死了 等你死了 麒麟也没命活 我一个人很难从这里出去 所以要救下你 保住麒麟 这个理由 我听过三次了 可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一定不是这么简单的 真的是这样 我沉深问 深男点头 没有说话 既然他不肯明说 要用这个理由来赌我的嘴 那我也没有必要多问了 再问也没有结果 随后 我又开口问道 深前辈 我刚才听五脸老鬼说 您的体内也有得到之力 我十分地好奇 您到底是什么人 关于深男的身份 我问过很多次 自己心里面也猜过不少的人 可都想不出 他到底是谁 我这样直接询问 的确是容易引起深男的反感 可我心里面清楚 既然他出手救下来 就不会对我有什么太大敌意 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做 就算是不乐意 也肯定会敷衍一句 而不会有愤怒 深男看了我一眼 回道 刚刚你也听五脸老鬼说了 我体内的得到之力 并不是我自己的 其实我是没法用的 否则的话 我刚才也不会巧用其他的办法 将他体内的得到之力引出来 将他经走 就会直接将他留下来了 体内拥有得到之力 却没有办法使用 这个说法 我是不相信的 使用之后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个还有可能 要说没法用 我不相信 那您是 如何将五脸老鬼身上的得到之力 引出来的 这个问题 我也是十分疑惑的 作为一个没法使用得到之力的人 竟然能够将别人体内的得到之力 释放出来 说出去很难让人相信 深男冲我一笑 道 因为我手上有件奇怪的法器 我追问道 什么法器 他摇头不语 没有告诉我是什么 而我也没有再细问 随后 我们一起听着天雷的声音 有的没的就聊了两句 再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 天雷的声音就消失了 那些电闪雷鸣的场景也不见了 神农架之中又恢复了平静 只是这份平静 却是有些狼藉 空气之中 弥漫着浓重的火烤味道 这是天雷降下来 打在树上流下来的气味 而很多参天大树 也都被雷给劈开了 有很多碎裂的残疾 平静之后 深男便抬头 向一个方向看去 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顺着他的目光 向同一个方向看了一眼 能够看到的 也只有参天大树 其他什么都没有 深前辈 您在看什么 深男回道 没有看什么 天雷停下了 气息也都平静了 你们两个身上都还有伤 赶紧趁这个机会 修养疗伤吧 我和尼菩萨相识一眼 都没有说话 而后 我又说了一句 也不知道无脸老鬼 现在怎么样了 到底是死是活啊 深男没有任何的反应 仿佛没有听到 我这句话 也不做任何的猜测 如此 我也只能够暂时 放下心里的各种猜疑 趁着此时平静 盘息而坐 开始疗养伤势 刚才和无脸老鬼的战斗 没有帮上忙 但也受了点伤 因为我的体质很强大 一点伤对我影响不大 疗养了一段时间之后 差不多第二天的中午 我就醒过来了 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没有什么大碍了 我睁开眼睛 老狗还在地上躺着 没有什么动静 不过身上的火焰大掌 已经看上去 没有什么问题了 而且之前破碎的鳞片 也在很快地恢复着 尼菩萨也差不多要醒过来了 深男在不远处站着 周围一点动静都没有 神农家的异动 并没有引来任何人 天遣雷伐过后 一切还都是平静的 我站起来 舒展了一下身体 听到旁边的深男 开口问了一句话 叶涵 接下来你是打算 去追无脸老鬼 还是立刻返回 离开神农家 说完话 他转过身来 瞪着眼睛看着我 我微微一震 收敛起心神 看向深男 心里面也开始纠结了 无脸老鬼 带着仙绑不快 进入了神农家的更深处 死活不知 就算是活着 也受了很重的伤 若是能够找到他 我们肯定就不怕他了 可若是我们追过去 也有可能把自己的小命搭上 第548章 同行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深男 因为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我的个人意见 也代表不了所有 毕竟一步走错 我们全都会死 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这件事情 需要所有人一起商量 包括深男 我直接回了句 深前辈 那你有什么打算和想法 我实在是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了 还是请您说一下吧 深男说道 从我的理智上讲 我是想现在就出去 毕竟这里太危险了 我都感觉到心里面不安 追过去可能找不到无脸老鬼 我们先遇难了 可是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声音 想要去见识一下神冬家的秘密 看看这个兄弟 到底藏着何等的凶险 一开始 我还以为他是要告诉我 最好是立刻离开 不要管什么无脸老鬼和不快了 但是说到最后 却又变成了和我一样的问题 纠结不定 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完之后 他还强调一句 正是我也拿不定主意 所以才会问你的 我道 这件事情 还是等老狗和尼菩萨都醒过来之后 我们再一起商议一下吧 好 深男点点头 并未多言 又等了一会儿 尼菩萨也醒了过来 身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他现在本就是太岁凝聚成的身体 体质与常人不一样 恢复伤势的速度也不同 具体情况我不了解 但我能够确定 他的身体十分诡异 老狗身上的火焰越来越旺盛 看灵片也恢复得越来越好 气息也越来越浓郁了 只是一直没有醒过来 等到天快黑了 在神农架里面 其实已经黑了 因为树木太多了 遮天蔽日的 早早就黑天了 老狗醒过来 并不是像正常人那般悠悠转醒 而是猛地一下子跳了起来 瞬间站立在原地 瞪着大眼睛 看上去生龙活虎的 没有半点刚刚昏迷醒过来的虚弱 他这番动作 还把我们给吓了一跳 毕竟一个躺着昏迷的家伙 一下子跳起来 和诈尸似的 肯定是会吓到人的 老狗 我惊呼一声 喘着大气 老狗没有回应 立在原地没有动作 我回过神来之后 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口中还骂道 你要吓死我啊 醒了就支一声 一下子跳起来 这是准备吓死我们呀 老狗憋不住了 咧开嘴巴冲我笑 嘿嘿 本大爷可是神兽 要吓死你 哪里用得着这么麻烦 救你是多 这家伙说话底气很足 看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说归说 笑归笑 我还是立刻开口问了句 老狗 你没事了吧 身上的伤好了 老狗点头 当然了 那点小伤能把我怎么样呀 就是睡了一觉罢了 若是在以前 本大爷有着倒横的时候 一巴掌就拍死那个家伙 岂容他嚣张呀 确定老狗没有问题了 又听他吹嘘了半天的能耐 最后实在听不下去了 我才让他闭嘴 本来以为经过这件事情 老狗能够收敛一点 还是没有变化 老狗 你都被人打昏了 还在这里吹呢 人家现在可以拥有得到支力呀 老狗听到我的话 很是不乐意 冲我说道 他身上是得到支力不假 可也不过是刚刚得到的那种力量 真就是没法和以前本大爷相比 这个时候 深男插了一句话 道 麒麟道友所说并不假 想来麒麟道友当年的道横和能力 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深男并不说假话 这句话也很真诚 是真的表示对老狗的敬佩 老狗很是受用 冲深男点点头 还赞赏了一句 嗯 你说得很不错 证明你是非常有眼光的 说完之后 他也开口问了句 对了 深道友 我昏迷之前 记得听五脸老鬼说 你的体内也蕴含着得到支力 可是却有其事啊 深男没有否认 点头道 没错 我体内的确是有得到支力 可奈何境界不足得到 只能是储存在体内 无法使用 不提也罢 老狗闻言 眼中闪过火苗 却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又询问了五脸老鬼的情况 毕竟在五脸老鬼逃跑之后 老狗就昏迷了 后面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了 我告诉他 五脸老鬼没有回来 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老狗自己嘟囔了一句 那个家伙 竟然顶着那块布 就能够抵挡住了天雷 看来是知道一点 使用的办法呀 我沉生说道 五脸老鬼的名字 也在那块布上 就算是不知道使用办法 那块布在他得到手上 也能够发挥出一些妙用 老狗点头 这倒也是 对了 那个家伙不是说 这块布在你的手上 才会有强大的作用吗 你之前有没有发现过啊 我摇头道 在我融合了魔体夜深之后 也曾经接触过那块布 没有什么不同 不知道他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之后 我们又提到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第一 我们直接返回 让老狗带着我们 离开神农家 回去保证各自的安全 第二 我们去找五脸老鬼 既是为了报仇 也是为了夺回那块仙绑的布 找他也容易 一路沿着天雷降落的痕迹 就能够差不多找到 老狗知道 天遣雷乏落了半个多小时 当即就说 五脸老鬼 就算是再有仙绑 不快保护 也绝对是 没了半条命 正是我们反击的好时候 他是想去继续追 根本就不怕什么危险 主要是在他看来 利益大于所得的危险 不过他也没有强行要求 只是点了这样一句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而后又询问我们的意见 他与我所想的是一样的 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了 而是涉及到 我们所有人的性命 如果我们坚持要离开 他也会尊重我们的 我们都拿不定主意 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现在听了老狗的话之后 都有些像他那边骗了 我说了句 我没有别的意见 还是你们说怎么着 我就怎么着吧 尼菩萨和我一样 没有意见 跟着就行 随便怎么都好 深男沉思了片刻 看着老狗 开口问了句 麒麟道友 咱们在追着 无脸老鬼的行踪深入 恐怕都能够到了 神冬家的核心地带了 那里是否还残留着 仙榜祭坛的遗迹啊 我们是否能够去见识一下 我们都看向深男 眼中闪过金光 刚才还都说危险 忽然又要去看祭坛的遗迹 老狗回了句 祭坛的遗迹方位 我是知道的 可那里危险更多 随便一块石头 都可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会要了我们的命 可据说这神冬家祭坛遗迹 是最为神秘的 还有方金遗留在那里 也是一份天大的机缘 本大爷也想去见识一番 只是心中决定不下来 听到这话 深男双眼一瞪 立刻道 道友 我愿意去 咱们可以同行 互相有个照应 老狗也激动了 问道 真的 嗯 当然是真的 好好 那咱们就先去找无脸老鬼 之后再趁着这次机会 前往祭坛的遗迹去看看 能否有什么机遇 就算是没有机遇 见识一下当年的遗迹 也是一种让人心里满足的事情 两个人一拍即合 决定了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肯定是要去追无脸老鬼的 只是他们两个 还要去看先榜祭坛的遗迹 也让我心里面抓痒 我和尼菩萨相识一眼 不用多说 明白各自的意思 老狗 你们去见识祭坛遗迹 我和尼菩萨也跟着吧 第549章 没了眼睛 我和尼菩萨说出 要跟着一起去见识 先榜祭坛一计 老狗和深男刚开始还有些疑虑 但也没有直接拒绝 就说了一句 到时候看情况定 随后 我们整理了自己的东西 顺着天雷留下来的踪迹 一路往神农架深处去了 天前雷伐的威力极大 一路上看到了很多被雷劈开的大树 地面上也有很多被天雷砸出来的坑 周边一片都是漆黑的 弥散着淡淡的烟气 狼藉的场景 让人触目心惊 我走在路上 忍不住打寒战 老狗走在最前面 眼睛时不时扫过周围 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一直保持着沉默 没有说话 心思看上去比较沉重 神农架中没有一点动静 只有残留下来的狼藉 死气沉沉的 周围的寂静中 还隐藏着危险的气味 一眼看不清楚的黑暗之处 仿佛是一个张着巨口的怪兽 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我快步追上前去 和老狗并肩而行 开口问道 老狗 这一路上没有什么危险吧 老狗看了我一眼 摇摇头 道 倒是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危险 这条路之前 无脸老鬼走过了 天雷也轰打过了 就算是有什么危险 肯定也早都暴露出来了 我道 那你怎么一副担心的神色 我和他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 对他也有了很深的了解 从他的表情和眼神中 就能够看出很多的东西 老狗现在的状态 就是在担心 否则以他的性格 就算我们现在 这是再去追无脸老鬼 他也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么安静 在我询问的时候 妮菩萨和最后面 跟着的深男 也都看向老狗 他们也感觉出了 老狗的不正常 听到我说这句话 老狗愣了一下 也停下了脚步 我们都跟着停下来 随后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在老狗的身上 老狗开口说了句 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是感觉到了一些问题 他说话的语气十分沉重 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让我心里面 也不免有一丝的惊颤 莫名感觉到有些不妙 什么意思 怎么会有问题的 老狗道 咱们从刚才那里进来 越往里面走 我越感觉没有危险了 来到现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感觉不到 任何的异常 仿佛是在一个 没有丝毫危险的安全地方 听到这话 我顿时皱起眉头来 不要说老狗的本能感知力 就连我这个 没有多少能力的人 都下意识地感觉到 四周存在着很大的危机 他却说 感觉不到任何异常 实在太不正常了 我和妮菩萨都很猛 没有明白 老狗话里面的意思 只有深男意识到了 老狗话里面的深意 他在后面 语气略显凝重 道 麒麟道友 你的感知力 不可能察觉不到 这里的危机感 难道是周围的危机 太过强大 蒙蔽了你的感知力 让你暂时 感知到周围的危机了 老狗点了点头 沉声道 没错 我现在的感知力 已经彻底没有用了 除了这一对眼睛 其他的还不如你们呢 我听到老狗说 最后这句话 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顿时脸色大变 什么 你的感知力被蒙蔽了 现在察觉不到 任何的危机 无法趋利避害了 老狗看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惊呼道 我们赶紧入神农架深处 赶一直追着 无脸老鬼继续前进 其中大多数的原因 就是有老狗在 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靠着他趋利避害的能力 才能够走出去 现在他的感知力 失去了作用 那我们就好像 失去了眼睛似的 无论是继续前进 还是立刻后退 都恐怕会遇到危险 老狗低着头 没有说话 深难看了他一眼 给我回了一句 夜涵 麒麟道友的感知力 十分惊人 能够趋利避害 可他的力量 毕竟是有限的 在超出他 能够感知的危机面前 反而会被蒙蔽感知 这就像是谁能灭火 可火若是大了 那就会将水给蒸发掉了 我理解不了 深难话里面的意思 但是我知道他说的是 怎么回事 说白了 就是因为我们 深入神农架深处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危机 让老狗暂时丧失了 感知能力 他现在感觉不到任何危机 实际上 我们是处在 最大的危险地带了 老狗扫视我们一眼 陈生说 我也没有想到 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我清楚 咱们此时 周围存在着很大的危险 若是继续前进 会有很大的危险 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了 我心里面也有些慌张 毕竟主心骨没有了 着实让我们寸步难进 不过这件事情 倒也不能够怪老狗 我们都没有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沉默了片刻 心中各自进行思索 毕竟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想法 主观意想是无法统一的 在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 都应该有自己的主意 我第一个打破了沉寂 开口询问老狗 老狗 那你还能够感应到 无脸老鬼的气息吗 老狗摇头 感应不到 之前我就感应不到 它应该是跑出去很远了 再加上有天雷的洗礼 所有的气息 都就已经被冲散了 不过是跟着这条路过来寻找 我沉着脸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个时候 深男发表了一下意见 说道 麒麟道友 你身上的感知力被蒙蔽了 这件事情 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 咱们的计划 或许也应该改变一下 我们所有人都向深男看去 眼中放光 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既然咱们走到这里了 立刻就退回去 着实让人心中不甘 要不就这样吧 我们沿着这条 被天雷破坏的路追过去 若是能够找到无脸老鬼 那自然是好 若是找不到 我们也可以 沿着这条路返回来 我们没有发表态度 老狗就点了点头 说道 也好 咱们沿着这条路 就算是回来 也不会迷失方向 他们两个这样说 我和尼菩萨 也不会有意见 就点头同意了 老狗没有了强大的感知力 无法驱离避害 我们每走一步 就更加小心了 生怕是出现什么问题 不过老狗也很有担当 就算是没有了感知力 依旧走在最前面 为我们开路 这是属于他的骄傲 我并没有阻拦 给足了他尊严和面子 我们沿着这条 被天雷造作的路 一直往前面走 寻找无脸老鬼的行踪 毕竟天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一直通往了很深处 走了好一会儿 还没有看到尽头 周围的环境 也越来越黑暗 日月星辰根本就照射不进来了 不单纯是因为参天的树木 似乎还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遮挡住了外面的世界 导致四周伸手不见五指了 我们的速度 也不由得慢了下来 这种环境实在让人心里发出 就算是没有什么明面上的危险 心里也难安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 我沉生说了句 老狗双眼冒火 盯着四周 却没有说话 倒是深难回了一句 的确有些不对劲 咱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力量场中 周围弥散着神秘的力量 像是和外面隔绝了一样 说到这里 我们全都停了下来 聚在一起 盯着四周 神经也紧绷起来 无脸老鬼那个家伙 竟然跑到了这种地方 来到这里 他就算是不被雷打死 恐怕也难以活着出去 第五百五十章 能量体 我们几个正个字说着话呢 身上忽然闪烁起了诡异的亮光 屁股上感觉到一股股的热量 当时就把我给惊了一下 我和尼菩萨的身上 隐隐闪出了亮光 亮光是在衣服下面出现的 并不是十分的明显 但是光束比较多 能够清晰地看出来 这是什么 旁边的老狗和深男 也发现了 我和尼菩萨身上的异常 惊呼了一句 指着我们两个的身体 当时我们自己 也都发现了 相识一眼 赶紧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开始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放光 脱下衣服来之后 我终于知道 是什么东西在作怪了 我们来这里之前 在船上穿了一件龙皮衣 老狗身上本来也有一件的 是为了防止无脸老鬼 发现我们的气息 不过 在和无脸老鬼战斗的时候 老狗身上的龙皮衣脱下来了 我和尼菩萨穿在身体里面 并没有脱下 现在正是这件龙皮衣在作怪 上面的鳞片 闪烁着诡异的光彩 虽然对我们没有伤害 可看着就知道 肯定不正常 我和尼菩萨 将龙皮衣脱下来 扔到地上 生怕会有别的什么问题 龙皮衣怎么会这样 老狗眼神深沉 慢慢走过来 将地上的龙皮衣 用爪子捡了起来 盯着看了一下 沉生说道 这件龙皮衣上的古怪 似乎是因为 黑魔龙那家伙残留的气息 受到了什么影响 黑魔龙早就已经死了 他的鳞片上这点气息 还能够受到什么影响啊 我嘟囔了一句 这个时候 老狗目光一凝 立刻抬起头 向四周扫视一眼 语气凝重地说道 能够引起反应的 应该只有仙榜祭坛的力量了 深男惊呼一声 仙榜祭坛 这里的仙榜祭坛 应该早就毁灭了吧 就算是有遗迹 也不可能残存着 能够影响这些夜深遗体的力量 他说得十分有把握 语气也很坚定 似乎是对仙榜祭坛 有一定的了解 老狗看了深男一眼 道 神农家的仙榜祭坛 已经毁灭了 可这里一直以来 被称作是兄弟 难有人能够查探出秘密 所以 这里存在的那一股强大的力量 肯定是受祭坛遗迹的影响 虽然我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 可我有80%的把握 可以肯定 能够引起黑魔龙灵片反应的 一定是仙榜祭坛的力量 而且我们如今一定要 深入了神农家的核心地带 祭坛的残祭 一定距离我们不远了 听我老狗说完 我们都陷入了沉寂 脸色凝重 没有说话 这里对于仙榜的事情 了解最多的是老狗 因为他就是 生存在那个年代的人 深男虽然也神秘 多么神秘强大 都不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人 我沉生说了句 无脸老鬼竟然逃到了这里 那他会不会也是 前往了仙榜的祭坛呢 毕竟他曾经也是 在仙榜上流明的人 老狗道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但也不能够确定 他刚说完这句话 旁边忽然无缘无故地 吹来了一阵阴风 没有任何的征兆 被风吹到了之后 全身立刻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而后 我就听到耳边传来 呼呼的声音 既像是风声 也像是鬼叫 寻常的小鬼 见到我们这些人 躲都来不及 自然不可能 在我们面前露面 这一道声音 也绝对不是普通的鬼叫 老狗没有感觉到什么 深男却似乎发觉了什么 惊呼了一声 有东西 小心 刚说完这句话 我就感觉自己的眼前 猛地飘过去一个黑影 什么样子 没有看到 黑乎乎的一片 就和鬼似的 什么东西 不仅仅是我 其他人也全都看到了 刚才那个黑影 神农架是一处兄弟 众所周知 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生灵 可以存活 从我们近来 一路深入至此 除了树木 没有发现任何活着的生物 现在跳出来一个黑影 我们自然会觉得恐惧 能够在这里生活下去的东西 肯定不简单 神农架怎么会有东西 是人还是鬼 我下意识地呼喊了一句 听到我的话 深男回了句 刚才那不是人 也不是鬼 没有生命气息 随风而现 没有任何的痕迹和气息 似乎是某种特殊的能量体 能量体 老狗都惊诧了 不明白深男话里面的意思 他也没有听说过你这个名词 什么是能量体 深男解释道 能量体 是我自己的一种叫法 它没有生命 也没有灵魂 以虚体而存在 能够穿透一切阴阳之物 使用出一些异常的力量 十分诡异 老狗道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啊 这种能量体 出现在毁灭的仙榜周围 而且不能够离开很远 我以前曾经见过一次 所以才知道的 老狗当年 在仙榜祭坛毁灭的时候 就已经躲进了名冤之中 对于仙榜毁灭之后的事情 就丝毫不清楚了 关于这个能量体 听完了深男的解释 我们都很惊奇 老狗沉吟一句 还真是奇怪 存在于仙榜一记 周围的能量体 不能够远离仙榜 那肯定是和仙榜有关系了 深男道 我对此做过调查 虽然没有完全确定 但也是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种能量体 似乎是仙榜毁灭之后 在榜上流明的那些人的气息 发生了一变 这才变成了这种诡异的能量体 修行得到之后 可以在仙榜上流明 而在流明的同时 会有一缕灵魂气息 与名字一起存在于仙榜之中 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 而深男所说 刚才的黑影 所谓的能量体 就是这一缕灵魂气息 发生异变而形成的 这些玩意儿 对人有杀伤力吗 老狗问了句 四周早就已经看不到 刚才那个黑影的行踪了 没有任何的气息可以追寻 它就好像清风一样 无迹可寻 若是真的有杀伤力 对害我们 那我们就会很麻烦 深男摇头道 这我倒是不清楚 我也只是见过一次 做了一定的了解 这种能量体究竟为何 我还并不清楚 也不知道 它们是否会伤人 我开口说道 这些能量体 应该是没有之前的记忆了 就像是纯粹的一种能量 应该不会伤人 刚说到这里 我面前凭空出现了一个黑影 刚才没有看清楚模样的黑影 此时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 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我们两个当时相距不足一个巴掌的距离 身体往前面倾斜一下 就可以碰到黑影的身体 这个黑影和灵魂体是不一样的 更加的虚幻 看不清楚脸面 也没有眼睛 宛如一个幽灵一样 身体还在随意地摇摆不定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 这个黑影冲我伸出了手 她的手也是虚幻的 表现出来 就是摇摆不定的一束幻影 甚至都没有手的形状 只是一束影子 她伸出手 向我抓过来 片刻之后 我猛地回过神来 脸色大比 心脏一下子就跳到了嗓子眼里 大吼了一声 虽然发软 可还是转头就向后面跑 我转头逃跑 后面的那个向我伸过来的手 却瞬间拉长了 直接碰到了我的身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理作用 整个人的后半个脊梁 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老狗身上声腾起南鸣离火 猛地一下子 向我抓过来黑影打去 南鸣离火一直强劲 此时却失去了效果 第551章 梦神花 老狗身上戴着南鸣离火的爪子 狠狠地打在了那个 向我抓过来的黑影之上 也就是深南口中的能量体 他一巴掌打下去 南鸣离火燃烧得十分旺盛 可是火焰竟然丝毫没有 燃烧到黑影之上 黑影直接将南鸣离火 穿透了过去 就像只是一个幻觉 这个时候 我记起来了 刚才深南对我说的 这些能量体十分诡异 能够无视阴阳 穿透任何的阴阳之物 南鸣离火虽然强大 却也是在阴阳之列 可以被黑影无视 老狗的阻挡 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那个黑手伸进了我的衣服里面 他是无形的 就算是碰到我 可能也没有任何的感觉 可是心里却能够清楚地想到 是一种非常肯定的直觉 我听到旁边的深南呼喊了一句 他是冲你身上的仙护去的 别被他抢走了 仙护 愣了片刻之后 我心里想清楚了老狗的意思 当时也没有多想 就赶紧将手揣进了口袋里 紧紧握住了里面的仙护 这东西虽然是在我的身上 但毕竟是摇尺大神的 日后我还是要还回去的 绝对不能够被抢走了 我双手抓住仙护之后 忽然就感触到一股冰冷的气息 似乎是什么东西 抓住了我的手 就在我心里害怕的时候 后面的深南走了上来 并且冲我伸出手来 搭在了我的肩上 他的手搭上我的肩膀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一股火热的力量涌入了体内 体内的血液瞬间沸腾了起来 而在我身上贴着的黑影 也立刻就消失了 来得快 走得更快 没有任何的行踪可以追寻 完全就是凭空消失 在他离开之后 我心里面顿时松了一口气 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 差点直接瘫倒在地上 后背都被冷汗给打湿了 我大喘了一口气 回头看着深南 他寸我轻轻一笑 将肩上的手拿了下来 这个时候 老狗开口道 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 竟然无视我的难命离火 难道他也是 不属于阴阳之物 不在阴阳五行之中 深南回道 他应该也是在阴阳五行之中的 只是因为自身变异的特殊性 可以无视阴阳穿透一切 我缓过起来了 赶紧开口插了一句话 对了 深前辈 刚才你是如何将他驱赶走的 难道你体内的力量 可以刻着他 我们都看向深南 眼中流露出惊疑的神色 深南摇头 道 我哪里有那个能耐 刚才不过是 借着身上的一件法器 将其驱赶走了 法器 之前 深南也曾经用法器来搪塞过我们 当时我们并不是十分熟悉 就没有多问 这一次还如此说 老狗就忍不住了 立刻询问道 什么法器 深南轻轻一笑 道 那件法器有些特殊 现在还见不得人 等以后 有机会的话 会告诉你们的 装神弄鬼 老狗嘟囔一句 很是不满 但也没有追问这些话题 毕竟 当前最重要的是 摆脱这个所谓的能量体 我又道 这个能量体 是冲着我身上的仙护而来 难道它是能够感应到仙护的力量 关于能量体 了解的只有深南 还是要它来解惑 仙护之中 蕴含着仙绑的力量 而这些能量体 是在仙绑的毁灭之中产生的 仙护对它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所以 它们能够感应到 老狗问 它们无形无体 如何得到仙护 关于这个问题 深南也解释不清楚 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简单说了几句话 我们就瞪大眼睛盯着周围 刚才能量体 是被深南的力量给惊走了 可它肯定还在附近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出现 我们等了半天 它没有再出现 老狗骂骂咧咧地说道 这玩意儿不出来 我们也找不到它 总不能够一直在这里等下去吧 我心里也在想这件事情 要不咱们继续往前面走 应该也差不多快到头了 能够找到无脸老鬼 我们就将它解决掉 找不到它 咱们索性就离开吧 这里太邪乎了 谁知道还会冒出什么来 听了我的话 它们也没有意见 全都点头表示同意 为了安全起见 它们将我护在了中间 防备着会忽然出现的能量体 只是又走了一段距离 它也没有再出现 周围很平静 走着走着 天雷造成的场面 却更加狼狈了 似乎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 只是也没有看到 无脸老鬼的行踪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走的速度也很慢 随着越往深处 心里面越来越感觉不好 各自的速度也都慢了下来 最后几乎就是走一步停一下了 全都盯着周围 都感觉到了异常 第一个喊停的是 却不是我们几个人 而是一个死物 当时我正走着 腰间的乾坤葫芦轻轻一颤 只有我感应到了 然后我身体猛的一震 像是被施了定身法 一个声音出现在了我的耳边 只听过两次 对我来说 却是很熟悉的声音 停下来吧 再往前走 你们都要死了 这个声音 是乾坤葫芦里面才有的声音 叫受我 死神叩首秘法的时候出现过 后来在地狱夜火的影响下 还出现过一次 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听见过 这一次出现的十分的离奇 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停下来之后 其他人也都跟着停了下来 全都瞪眼看着我 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等我回过神来之后 就将腰间的乾坤葫芦拿了下来 放在手里捧着 虽然激动 却没有以前的恐惧了 葫芦 刚才是你说话吧 我问了一句 这个时候 老狗听到我的话 看到我的样子 还说了一句 叶涵 你傻了吧 还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 怎么对着一个葫芦说话了 我没有回应老狗 依旧盯着手上乾坤葫芦 等着它给我回应 很快 那个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 是我在说话 不过 我可不是葫芦 本魔乃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人物 岂会是一个葫芦 日后 你必须要称呼本魔为魔主 以前我曾经猜测 不知道说话的是乾坤葫芦之灵 还是葫芦里面有什么 如今我从这句话里面 就能够猜出来了 这个 本魔并非葫芦之灵 应该是葫芦里面 寄存的某个强大的存在 我哗了口气 道 你 魔主 你刚才说 我们要是继续往前面走 就会死 为什么这样说 你不觉得奇怪吗 本魔就醒过两次 一次是被你的灵魂和力量刺激 第二次是因为地狱夜火 这一次又是为何而醒 我心中一动 问道 为什么 难道是 这里有什么力量刺激到了您 还没有奔到家 我就告诉你吧 你们现在是陷入了一个死亡之地 这片地狱之上 种满了一种叫做梦神花的植物 那个能量体出现的时候 就将梦神花的种子 撒在了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已经着了道 魔主道 啊 不等我说话 魔主又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本魔懒得和你解释 你自己问你旁边那头麒麟吧 他应该知道的 我愣了一下 没有再开口询问 抬头看了老狗一眼 这家伙正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夜寒 你不会真的傻了吧 我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也想到看来葫芦里面的声音 只有我自己能够听到 并不是所有人可以听到 否则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这样说 他们现在是以为我在和葫芦说话 看不透葫芦里面的奥妙 老狗 你知道梦神花吗 第552章 魔主 我开口询问老狗 问他是否知道梦神花 老狗原本还以为我傻了 忽然听到我问了这么一句 脸色一正 有些愣神 一时间没有说话 过了有四五秒钟的时间 他回过神来 脸色变得疑惑起来 目光深邃地盯着我 梦神花 你小子从哪里听到的 老狗的语气很疑惑 一下子就能够听出来 他是知道梦神花的 但奇怪我为什么能够说出这个名字 我没有时间和他做解释 毕竟涉及到乾坤葫芦 说起来肯定十分麻烦 还不如自己先搞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你先别管我从哪里听来的 先告诉我 这梦神花到底是什么东西 老狗深深地盯着我 没有再追问 沉生说道 梦神花是一种奇异的植物 无根无叶 枝条条件合适 一粒种子随处可以生长 瞬间就可以成熟 生长出花朵 这种植物的奇特之处 在于它的花 梦神花如梦似幻 形态不定 可以在不知不觉中 让人陷入迷幻之中 有着极强的魅惑作用 简单解释了几句之后 他就停了下来 看着我开口道 梦神花十分神秘 我虽然知道这种花 对他有一定的了解 却也没有真正的见过 你为什么忽然问我这个问题 我看了一眼 手上的乾坤葫芦 又看向老狗 沉生说道 是这个葫芦告诉我的 这个时候 葫芦里面的声音 再一次在我耳朵里响起 什么葫芦 本魔是至高无上的魔主 不是葫芦 如果再敢叫本魔葫芦 本魔就让你们全都死在这里 我听着这句气恼的声音 脸上一红 不免有些尴尬 可以不好和葫芦里面的魔主作对 只能是闭上嘴巴 不再多提葫芦 可是老狗却惊呼起来 什么玩意儿 葫芦 是葫芦告诉你的 你手里的乾坤葫芦 本大爷怎么没有听说过 乾坤葫芦 还能告诉人事情 葫芦和你说话了吗 他们几个的眼睛 都放在了乾坤葫芦之上 死死地盯着他 像是要看透其中的一切 不过乾坤葫芦 可是一件难以捉摸的宝贝 如果真的容易被人看透了 那他也就不是乾坤葫芦的 老狗甚至还上来摸了两下乾坤葫芦 并没有发现异常 随后瞪眼看着我 嘴里面就嘟囔了两句 这小子 不会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傻了吧 说话的时候 还伸出手来 在我的额头上面摸了两下 在我眼前挥了挥爪子 看我是不是还有意识 我将他的爪子拍打到一旁 没好气地说道 我没傻 清醒得很 说的也都是正经的 嗯啊 真的吗 我知道忽然这样说 他们确实很难相信 毕竟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也不会立刻就行了 只能把事情 简单地解释了一遍 告诉他们 说话的不是葫芦 而是里面一个自称 本魔的魔主 说完 我又将尼普萨拉过来 说道 在祖坟地那天夜里 我曾经动用了一招 死神叩首的秘法 你应该还记得吧 那就是乾坤葫芦 里面的魔主教我的 尼普萨稍稍一震 随即点了点头 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 你当时施展的那个秘法很诡异 我当时还怀疑 你是从哪里学的呢 死神叩首 老狗沉吟一句 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名称 深男也同样是脸色凝重 双眼透着金光 死死地盯着我手上的乾坤葫芦 看上去也没有听说过死神叩首 如果现在要对乾坤葫芦 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时半会 根本就没法说明白 可看不出一个所以然 可刚才魔主和我说了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似乎是被梦神花给迷惑住了 我将话题转移到梦神花之上 开口说道 你们先不要猜测 这个葫芦如何了 现在还是想想 我们如今应该怎么办吧 刚才葫芦告诉 是葫芦里面的魔主告诉我 咱们附近开满了梦神花 刚才那个能量体出现的时候 还将梦神花的种子 洒在了我们身上 似乎我们现在是处在幻境之中 十分的危险 若是再往前面走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老狗倒吸一口凉气 惊呼道 什么 我们周围有梦神花 你能够确定 我愣了一下 看着手上的乾坤葫芦 选择相信它 点头道 我确定 咱们现在周围全都是梦神花 身上可能也有梦神花 都是假的 听我说完 老狗身上猛地生腾起一股 强大的火焰 火焰瞬间膨胀 熊熊焚烧 似乎是想要烧出什么 但是烧了一会儿 却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东西 并没有出现梦神花 老狗沉声说了句 梦神花这东西极其诡异 就算是我用难免离火 都不能够将它烧出来 这可怎么办 深男看着老狗 询问一句 麒麟道友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梦神花这种东西 梦神花 说起来是一种禁忌之花 听闻它是由一个人 眼辫来的 据说是一个女人 被自己的丈夫抛弃 伤心欲绝之下 将自身所有的道横 化作了一种花种 这种花种 只有靠伤心欲绝的人的泪水 能够令其发芽 发芽生长之后 便是梦神花 后来 有人发现了梦神花中的秘密 它并非是像传说中的那样 实际上 这种花就是一种特殊的植物 只是以前没有被人发现 它能够迷惑人的心智 顺着心中所想 让人做出一些难以挽回的事情 传说中的那个女人 其实是被梦神花迷惑 而自杀死亡 而且 梦神花生长所依靠的 不是谁也不是土 而是人在得道之时 散发出来的气息 这种花造成了很多人 在得道之时出现失误 死了不少人 所以 在我还未出生之前 道上就将这种花 列为了禁忌之花 并且他们 联手将梦神花给灭绝了 梦神花竟然有这样的来历 这是我也没有想到的 深男紧皱着眉头 又问 梦神花竟然被灭绝了 为何又出现在这里 老狗道 我怎么会知道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们什么 都感应不出来 根本没有办法走出梦神花 给我们造成的迷幻之境中 我们就算是不走动 这样下去 也是相当于慢性自杀啊 这个时候 我忽然想到了手上的乾坤葫芦 刚才提到梦神花的是魔主 那他肯定是感应到了什么 也说不定会有对付梦神花的办法 我赶紧将葫芦捧起来 冲他笑道 魔主 魔主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过了有将近一分钟 我都快要以为他 什么也听不到的时候 葫芦里面的声音 才又一次出现了 嗯 本魔主在这里 自然能够听到你们说话 这里的气息实在太重了 若是本魔主 能够将这些梦神花的精华 全都吸收掉 那才是爽呢 我善笑两声 没有接他的话 而是说了句 魔主 您既然能够发现 这里有梦神花 肯定也知道 如何对付梦神花 小子向您请教一下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才能够摆脱梦神花 恢复清明啊 我的态度十分诚恳 说话也很尊敬 拿出了我自认为 最和善的语气 只要是没有仇的人 听到我这样的请教 一定会有所动 葫芦里面的魔主 听到了我的话 回了一句 以你们现在的能力 想要摆脱梦神花的力量 还是有些困难的 不过若是得到本魔的指点 也不是不可以 第553章 看透虚妄 葫芦里面的魔主告诉我 要是能够得到它的指点 我们就可以摆脱梦神花 对我们的迷惑 恢复清明 对于幻境 我是有所了解的 所有的一切都很真切 可真相往往是相反的 看似没有危险 实则是充满了危险 最简单的幻境 就是小鬼一种障眼法 是一种特殊的鬼打墙 众树之人 眼前看到的是康庄大盗 实则是山崖 能够害死人命 如今 我们身处幻境之中 一路跟随着天雷造成的痕迹过来 一直走一直走 全都是天雷造成的痕迹 没有走错路 实际上都不知道偏离去了哪里 只是眼睛被迷惑的力量给遮住了 看不出真正的样子 既然魔主有办法让我们摆脱掉 我自然是求之不得 赶紧对葫芦说道 魔主 还请你能够指点我们 让我们摆脱梦神花吧 魔主很直接地回了我一句 我帮助你们可以 但是你们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虽然他在葫芦之中 可在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 确实一种不容拒绝 只能够答应下来的心理感受 这是一种绝对的压制 在我接触过的人中 还从没有过这样的 明明没有露面 明明是在葫芦里面出不来 说是接下球也不为过 可能也仅仅是一缕残魂罢了 却依旧有这样的威慑 真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缓过一口气 沉深问道 你说是什么条件 很简单 刚才我听你们提到了 在神冬架中有一块方金 你们要去给我把那块方金找来 魔主道 方金 我沉吟一句 关于方金的事情 可能只是老狗一说 他也没有任何的把握肯定 万一没有呢 我们也没法给你找到方金啊 魔主道 这就不是本魔需要考虑的事情了 反正你们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情 我都能够知道 就算是一时受限没有说话 可我却都能够知道 你们什么都瞒不了我 我陷入了纠结 不知道该不该答应 像魔主这种 我没法想象的存在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存在于乾坤葫芦里面的 根本不是我能够得罪的 就算是他现在受到限制 可我很清楚 如果这家伙要我的命 绝对是十分简单的 我们之间的差距 是难以想象的 这个时候 老狗看着我 沉深问道 叶涵 怎么样 刚才我听你说方金 不会是葫芦里面的魔主 想要方金吧 我点了点头 道 他说可以帮助我们 摆脱梦神花 条件是 我们为他找到方金 老狗双眼一瞪 喊道 方金那玩意儿 本大爷都只是顺口说说 找不找得到是一回事 能不能拿到又是一回事 我们根本就更不能够保证 你让开 本大爷来和他说 老狗伸手来抢夺乾坤葫芦 他的两个爪子抱住葫芦 用力一举 结果葫芦连带着我 一起向前面亮枪出去 好像长在了我的手上 没法让老狗拿过去 这玩意儿 老狗梦了 我耳边传来魔主的声音 小子 告诉那头麒麟 本魔不和他交流 他也不够资格 让他离本魔远一点 我赶紧对老狗说道 老狗 这葫芦里面的魔主有灵 你听不到他说话 只有我能够和他交流 你就不要在这里添乱了 老狗也瞪眼了 有些无奈 毕竟乾坤葫芦 他奈何不了 里面的魔主更加奈何不了 从刚才的一些言语来看 魔主比老狗的身份还要可怕 他嘟囔了一句 爱咋的咋的吧 反正没有绝对的把握 找到方金 我听到老狗的话 也知道这是事实 便对乾坤葫芦说道 魔主 老狗说的你也听到了 有些事情不需要我太多解释 反正我们没有十分把握 帮你找到方金 我能够保证的是 我们会尽力 你若是肯的话 就指点我们摆脱困境 若是不行 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魔主道 嗯 你说的也的确是这样 看在咱们两个还投缘的份上 本魔就帮你们这一次 不过可别忘记了 好好帮我找方金 若是不认真 本魔也不是好惹的 你们会吃亏的 我点头 知道 很快将这件事情谈妥了 实际上魔主说出 有办法帮我们 就已经表现出 要帮我们的态度了 再说 我们一起在这里 要是我们出事 他在不见天日的神农架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随后 魔主给我们指了一个方法 用深男的法眼 再加上他 传授的一套秘法 可以看透虚妄 恢复这一片清明 我将方法告诉深男 深男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毕竟他现在和我们是一样的 为了救自己 他也要这样做 魔主在告诉我秘法之前 还对我说了两句话 小子 你也不必对我心存戒心 咱们两个之间的各种交易 都是非常公平的 我也不会害你 很久之前 我和那个天外阁的阁主 也是这样的利益交易关系 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只可惜 他最后也死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 暗暗惊叹 这位魔主的身份 乾坤葫芦曾经被天外阁阁主 从道殿抢走 变成了自己之物 而在那之前 魔主就已经在葫芦里面了 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之前 魔主又说了句 在你们用法眼 将这里的一切幻境破除之后 我也无法和你进行对话了 你们自己去找那方金吧 我赶紧回了句 魔主 那您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才可以和我对话 日后我要找您的话 应该如何联系您啊 不用你找我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魔主回了这样一句无情的话之后 也不想和我多废话了 对我说了句 好了 我现在教你秘法 你先记下来 之后再告诉那个深男 是 随即 我的耳边传出了一套秘法真言 十分的深奥 晦涩难懂 我顺着背下来都困难 更不要说理解了 我只能是将自己记下来的秘法 一字不差地告诉深男 深男听了之后 脸色大变 闭上了眼睛 脸色却十分复杂 一会儿惊喜 一会儿疑惑 似乎是在吃透这套秘法 老狗虽然没有法眼 却有眼光 听出了这套秘法的不同寻常 他看了我一眼 对我说道 叶涵 你问问这个魔主 他到底是什么人 既然懂得这么多 我怎么感觉 也是我的前辈啊 我将老狗的话转达之后 魔主回了句 本魔驰骋之时 还没有那头小麒麟呢 我又把话告诉老狗 老狗的目光变得惊骇 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难得地安静了一番 目光之中 隐隐还带着一丝的恐惧 身男睁开了眼睛 反应更大 双眼放光 冲着我鞠躬行礼 多谢前辈指点 如果行为 更说明了 魔主给的秘法之强大 肯定是对身男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 身男还会这样的感激 鞠躬感谢之后 身男对我说道 叶涵 向乾坤葫芦里面的魔主前辈 传达我的谢意 我点点头 对着葫芦说了句 魔主却没有回话 只有老狗看着身男嘟囔了一句 本大爷也是你的前辈 你怎么不行礼啊 哼 身男没有理会老狗 立刻盘膝坐下 闭上双眼 手上打出几个法绝 身上弥散着浓重的黑气 眉心位置又裂开了一个口子 和之前使用法眼的时候 是一样的场景 第554章 破望眼 身男的法眼 我已经见过一次了 现在再一次见到 也是同样的出场方式 从眉心裂开一个口子 鲜血之中出现一个凸起 形成了一个诡异的眼睛 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法眼 是不同于肉眼的一种眼睛 究竟为何我也不了解 还未请教过 在使用法眼的时候 身男闭上双眼 法眼里面有一颗珠子 在转动 能够看透很多肉眼 无法看透的景象 之前就是靠着法眼 才找到了无脸老鬼 如今法眼出现之后 上面闪过了诡异的光彩 一抹金光自法眼之中的 眼珠中闪出来 十分刺眼 我当时刚好盯着他的眼睛看 在注意到法眼的光芒之后 不由的眼睛一阵刺痛 立刻就闭上了眼睛 老狗他们也是一样 都闭上了眼睛 不敢再看 等我们缓过来 重新睁开眼睛 再向身男的法眼看去之时 他的法眼之上 已经没有了刚才的金光 但眼睛周围沾着鲜血的地方 却呈现出一种金黄色 周围整整一圈 看上去就好像 是镶了一束金边 不知道是否是我的错觉 这一次看这一只法眼 竟然比上一次的时候 显得更加灵动了 之前那一次 这只法眼 虽然是找到身男的身上 却给人一种十分机械的感觉 就好像是镶嵌上去了 正如身男自己所说 这只眼睛 其实是别人的 是他自己装在了身上 可现在这只眼睛 无论是状态还是神态 都十分地自然 显得非常有灵性 一看好像是 本来就生长在眉心上的 随后 身男手上打出了几个奇怪的法觉 双手在法眼前面摸过 似乎是赐予了什么特殊的力量 法眼上面弥漫出诡异的力量 我当时虽然察觉不出 什么样的强大力量 可是却明显感受到了 自己周围温度忽然上升 像是从冬天到了春天 很温暖 很柔和 神农架是原始森林 又不见天日 阴气很重 本来就十分地冷 现在忽然暖和了 我心里面也觉得舒服了 之后 又出现了更加奇异的场景 身男眉心的那只法眼 忽然荡漾出圈圈的波纹力量 从法眼为中心 一圈圈扩散出来 好像是水波一样 十分地奇特 每一圈力量扩散出来 所经过的地方 就像是经过了某种洗礼 开始变化 免得清澈透明 给人的感觉也清明起来 我们几个都被此刻的场景也震惊了 看着 以深南为中心 四周的景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本黑暗阴沉的环境消失了 变成了阴晕绚丽的魔幻之景 那场面 看着 就好像变魔术似的 十分让人震撼 一下子从这里 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而这样的场景 也不是普通的魔术能够形成的 只有现代的高科技 才可以形成 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乾坤葫芦里面 传出了魔主的声音 小子 现在你的困境已经解开了 别忘记答应我的事情啊 我回过神来 可是乾坤葫芦里面的声音 已经消失了 魔主也沉寂了下来 在没有特殊的条件之前 他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了 赶紧将葫芦别在腰间 贴身放好 而此时 深南的法眼 已经将四周的幻境给破除了 所有的虚妄都已经消失 彻底恢复了清明 我也终于看清楚了 现在所处的地方 心里面无比的震惊 刚才那一片高耸餐天的树木 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一切的黑暗和阴冷 都已经消失了 出现在视线之中的 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花海 这里的花海 和想象中的花海还不一样 这里的花 是我没有见过的花 花生一枝 凌空而立 无根无叶 花形无定 绚丽多彩 汇聚在一起 随清风飘摇 挥洒着无尽的光彩 形成一道绝美的画面 这样的画面 寻常人想象都想象不出来 实在太绚丽了 看一眼 灵魂都要被吸进去了似的 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 永远留在这里的冲动 这些花的花朵完全不同 就像人似的 身高 体重 长相 全都不一样 各不相同 就像是随心意而长 花朵之上 全都飘荡着一些细细的 毛绒丝状物 上面都有一个 芝麻大小的黑点 像是这种花朵的种子 我们正深处花海之中 甚至连我们几个的身上 都生长着这种花朵 像是有静电一样 粘在我们的身上 这 这就是梦神花 打破了沉寂之后 我们几个相识一眼 流露出同样的神色 老狗沉声说了句 我没有见过梦神花 可这些应该就是梦神花了 和传说中是一样的 无根无业 如梦似幻 只是 这么多的梦神花 简直是数不胜数 这可是 已经灭绝的品种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 这个时候 深男手上打出法绝 将眉心处的法眼 给收敛了起来 眉心上的伤口 也只剩下一点细细的痕迹 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他从地上站起来 看着眼前的花海 沉声说了句 这一片花海之中 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十分奇异 感应不到 却能够迷惑心智 比任何的秘书和迷幻药 都要可怕 幸好有魔主前辈 给我们指点 否则咱们 就难逃一死了 他伸出手 指了指我们前面 不远处的一个地方 那里聚集着一束梦神花 花朵比较厚重 看上去确实有些不同 那里有一个黑坑 一旦我们走过去掉下去 恐怕难逃一死 老狗伸出爪子 将自己身上的一朵 梦神花摘了下来 他拿着梦神花 爪子甚至有些颤抖 这只花倒也没有别的反应 十分的平静 在他的爪子上摇摆不定 这就是传说中的梦神花 好奇特呀 深男赶紧捂住老狗的双眼 提醒道 麒麟道友 这些梦神花力量实在诡异 你还是不要靠太近 将它扔掉吧 否则会很危险的 如果不是魔主前辈 教授我这一招破望眼 就算是我开了法眼 也看不出这其中奥妙 更加破不了眼前之局 老狗这一次没有唱反调 主动将手里面的梦神花 扔到了地上 梦神花并没有落地 而是在半空立住了 所有的话都在半空中 差不多到我们腰间的位置 好像一个个小精灵 只是这一个个小精灵 对我们来说 确实要命的 梦神花 以得到知识的气息 为养料而生长 这里 却有这么多的梦神花 到底是靠什么 在生长呢 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人都摇头 周围根本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这一片花海 根本就没有得到知识的气息 再说了 现在也没有得到知人了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气息 供如此多花生长 过了一会儿 深难说了句 我用了破望眼 暂时将这些梦神花的力量消除了 咱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否则时间过去了 梦神花还是会迷惑我们的 我们都没有反对 看了周围一眼 只是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 现在老狗的感知力 已经没有用了 到处都是梦神花 没有道路 之前所追踪的天雷痕迹 也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在被梦神花迷惑之后 我们的道就走错了 咱们先返回吧 找到之前被迷惑的地方 回到有天雷痕迹的道路上 老狗到 我们点头 也都同意了 要走的时候 深难让我去中间 继续围绕着我离开 我好奇地问了句 为什么 深难回到 刚才我用破望眼的时候 发现了能量体的黑影在周围 似乎还不止一个了 我怕它们会继续为了先胡攻击你 所以还是小心一点 第555章 花海 深难告诉我 附近还有那种能量体 也就是那种无形无踪的黑影 而且还不止一个 这让我刚刚放松下来的心 又紧绷了起来 什么 能量体还跟着我们 老狗它们几个 也向四周看去 寻找能量体的踪影 不过那玩意儿诡异得很 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的气息 它若是要躲起来 以我们的眼力和感知 是察觉不到的 如果深难开了法眼 说不定还会有所发现 只是这法眼不是它自己的 使用时间和次数 都是受到限制的 在我们盯着四周打量的时候 深难又说道 好了 不要再看了 它们不主动出来 我们是无法找到它们的 老狗也附和了一句 没错 那些玩意儿古怪得很 咱们也找不到它们 还是以不变因万变吧 我们就转过身去 向后面倒退离开 因为不知道准确的道路 只能是凭借着来时候的感觉走 在一片梦神花的海洋之中漫步 从表面上看着 的确是一件十分唯美的画面 如果拍摄下来 那也绝对是令人震撼的场景 只是我们作为当事人 慢慢地走在花海之中 并不是因为欣赏美景 也不是因为漫步 而是因为未知的害怕和恐惧 每走一步都十分地小心 脸上的汗水一直没有停下 时不时就需要抬手 擦擦脸上的汗水 一路返回 在梦神花的花海中 走了很长一段距离 路上倒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梦神花也没有继续迷惑我们 刚才深难的破望眼的效果 还是持续不少时间的 让我们在清醒的状态之下 安全地走出了花海 我们也不清楚 自己具体走了多远 最后沿着一条路一直走 反正是离开了梦神花的花海 这片梦神花花海所处的地方 也十分地诡异 在这片花海的区域范围之内 不见有任何的树木 和之前所见的阴暗的神农架环境 完全不一样 从花海之中出来之后 立刻就看到了一片 参天高耸的原始森林 这片森林之中十分地阴暗 透着浓重的阴气 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我们处在花海的边缘 看着眼前出现的完全不同的环境 又看看后面的花海 感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可揉揉眼睛再细看 只能确定 这不是自己的错觉 真是太奇怪了 不仅仅是我会惊骇 他们三个也都惊骇 看不透这是怎么回事 老狗还向前面走了两步 让自己一半身体 在花海的绚丽环境之下 另外一半身体 在阴暗的森林之中 却也感觉不出任何的问题 他活了无数年 见识过很多奇异场景 是我们所有人中经验和阅历最高的 此时面对这样的场景 也是一脸的猛逼 完全不知道其中的缘故 本大爷还真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场面呢 这神农架真是古怪 当年也没有这么多诡异的地方 老狗对神农架说不上十分熟悉 但也是来过的 有一定的了解 只是现在的神农架 对他来说 却感觉到陌生了 深男则开口说道 先别管这里为什么不一样了 咱们赶紧从这片梦神花的花海中出来吧 相比于这里面的绚丽 我倒是更觉得 外面的阴暗安全一点 梦神花的迷惑能力实在太强大了 完全就不给我们反抗的机会 就比如之前的时候 若是没有魔主的体型 我们真就玩完了 在神农架的原始森林之中 感觉是很阴暗 到处存在着危机 可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用眼睛看到 有机会去反抗 至少不会死得不明不白 在深男走出去之后 我也紧跟着走出去 不敢留在绚丽的花海之中了 这点道理 老狗和尼普萨也都明白 跟着我们从梦神花的花海中出来了 丝毫没有留恋其中的美丽 的确 站在外面 看着眼前这一片一望无际的花海 着实让人心中震撼 想要进去触摸一下半空中的花精灵 好了 咱们既然从这里面出来了 那就赶紧走吧 待在梦神花的附近 实在让人心中不安 我们点了点头 一起离开了这里 钻入了原始森林之中 钻进去之后 我们的视线就暗了下来 毕竟这里面全都是大树 阳光根本就照射不进来 几乎全天都是在摸黑 在原始森林之中 除了视野黑暗 还有另外一个要命的缺陷 就是不知道方向 完全不清楚 自己是在往什么地方走 这里看着到处都一样 老狗的感知里也没用了 咱们别说 去找什么方经了 就算是无脸老鬼 被天雷轰打造成的痕迹 可能都找不到 尼菩萨在后面埋怨了一句 不过他说的也都是事实 我们现在的确是面临着一个 前进和后退都不行的境地 我们都没有说话 面对这样的事实 没有办法说再多也是埋怨的废话 过了一会儿 尼菩萨自己又说了句 要不咱们别找什么方经了 在四周转一转 若是能够找到天雷造成的痕迹 就寻着过去找找 若是找不到 就想办法离开这儿吧 我觉得咱们几个人 在神农架里面根本玩不转 我听到这句话 脸色顿时一变 瞪大眼睛看着尼菩萨 赶紧提醒了一句 尼菩萨 你这些话说说就算了 可别真的这么做 我使了个眼色 直指腰间的乾坤葫芦 语气变得深沉下来 十分明显地提醒道 魔主可是帮了我们 咱们既然答应了他 那就要一定做到 不能够食言的 我们绝对要尽力 要是尽力还找不到不怪我们 可如果不找 就是我们的错 倒不是说我多么君子 多么信守承诺 主要是我记得 魔主在沉寂下来之前 曾经提醒过我 一定不要忘记了 我们之间的交易 而他也有很多办法 让我们承担某些后果 我相信他的话 所以就算是 有不去找方经的心 也不能够明说 尼菩萨明白了我的意思 摇摇头 没再多说什么 随后 我们几个就抱成团 在四周的路上瞎转 想要看看 能否找到天雷造成的痕迹 半天没有结果 最后坐在地上 依着一棵树休息的时候 我抬头看到了高耸的树帽 心中顿时有了一个想法 喂 我有一个办法 老狗问 什么办法 我伸手指了指 自己的脑袋上面 开口道 这里的树很高 遮天蔽日 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可如果我们将其利用起来 那咱们 就可以获得极大的视线范围 老狗一正 立刻喊道 你的意思是上去 没错 我点头 老狗看了我一眼 开口道 对啊 本大爷怎么忘记这个了 你小子年轻还是机灵啊 等着 本大爷现在就上去瞧瞧 他也不给我们再说话的机会 身上立刻生腾起强势的火焰 身体两侧出现了虚幻的一对翅膀 这对翅膀我之前见过 是老狗吸收了凤凰鸟蛋之后 得到的一种辅助手段 对它没有很大的作用 在某些时候 却也能够派上用场 比如现在 老狗张开翅膀 接着火焰的势头 猛地窜上了树干 它不是狗也不是猫 而是一头麒麟 没有听说过 麒麟会爬树 但是借着身上的两对翅膀 抑制着上升的力道 就好像能够飞式地 在通过树干界里 很快就爬上了树梢 我们抬头望着老狗 它钻进了树帽之中 很快就看不到身影了 应该是 站在了树帽之上 第556章 天雷尽头 老狗爬上树之后 我们在下面抬头望着 也只能够隐约看到 它在上面的一点影子 也看不清楚 上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过了将近五分钟的时间 老狗才从树上面下来了 老狗下来的时候 直接跳下来了 不过身体两侧的翅膀 一直在扇动 就好像积压家禽一样 扇动翅膀 虽然不能够真正飞起来 却能够增强自己的福利 能够更加稳定地落在地上 只是它没有这样用过 还没有办法熟练地 掌控飞落的力道和着陆点 差点把我们几个 都给压在身体下面 幸好我们闪躲得快 等老狗落下来之后 我们凑过去 开始询问它 是否在上面看到了 有用的东西 它缓了口气 在地上站稳 将身上的翅膀收连起来 恢复了正常之后 才对我们说道 嗯 看到了 看到了一些场景 天雷打出来的痕迹找到了 我问道 老狗点点头 道 找到了 就在那里 说话的时候 还伸出手来 给我指了一个方向 语气也十分有把握 我们顺着老狗指的方向 看了一眼 什么都没有发现 除了天雷的痕迹 找到了 还有别的什么发现吗 咱们如今是处在 神农架的什么方位上 一连串的问题 从我们口中吐出来 一一询问老狗 老狗听了之后 眼睛一瞪 冒出几点火星 沉声说道 都别问了 听本大爷慢慢说 我们闭上嘴巴 开始让老狗自己说 他道 咱们这里是 神农架的什么方位 我也不知道 因为根本就忘不到便捷 不过可以肯定 咱们是处在 神农架的深处了 就算还不是最核心的位置 那也距离不远了 另外 咱们在下面感觉不到 可是我上去之后 就发现 整个神农架 处在一团浓郁的黑气之中 似乎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笼罩着整片地狱 我自己感觉 这个地方绝对不止 先绑一击那么简单 咱们还是小心点的好 我们将老狗的话 全都记在心里 毕竟这些 都关乎着我们的性命 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会赔上性命 老狗又说了一下 自己看到的一些地势 比如左边高 前面矮之类的 我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一听而过 没有往心里去 之后 我又询问他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仙榜的遗迹 在哪个方位 方金实在 仙榜祭坛附近 要找方金 肯定更是要 先找祭坛的方位 否则的话 就是大海捞针 别想找到了 老狗摇头 不知道 我能够看到的距离也不远 除了一片片的树木 就是一些奇特古怪的山头 没有发现哪里有遗迹 好吧 我应了一声 没再多说 深难说道 先别管方金的事情了 咱们先把自己的位置找到 去找天雷造成的痕迹哪 进退都行了 不至于在这里乱闯 老狗给我们带路 往刚才所指的方向走过去 既然是已经看准了方向 我们要做的 就是直线路 直接从这里过去 走了差不多将近20分钟 在一片没有任何标记的 原始森林之中 终于找到了之前 天雷轰打无脸老鬼 形成的狼藉通道上 很多树木都被劈开了 质感发黑 像是被火烧了 地面也有不少 被雷打出来的黑色的坑 看场景比在外面的时候 还要强烈 这些狼藉的痕迹 还一直通往深处 看到这熟悉的场景 我大松了一口气 找到了这条路 我们就可以 沿着这条路离开了 无论这里再如何 诡异的变化 这条天雷形成的通道 是不可能改变的 深难说了句 真是没有想到 梦神花的力量 将我们带离了那么远 要不是麒麟道友 你爬上树看到了这里 咱们还真找不到了吗 经过梦神花的这个插曲 让我们对神农架这个地方 更加的疑惑 完全捉摸不透 可现在来到这里 就相当于 是又重新回到了 依旧是面临着选择 老狗和我们都没有说话 倒是深难开口说了句 咱们顺着这条路 进入进去吧 看看无脸老鬼 是死是活 在经历了之前的 一番生死之后 尼菩萨有些心里发出了 低声说了句 还真进去啊 刚才咱们走着走着 就差点死了 而且我们也不能够保证 之后梦神花的力量 不会再影响到我们 再说了 还有那个什么能量体 你不是说 一直跟在后面吗 万一再有更大的危险 我们都出不来了怎么办 没有谁是不怕死的 尼菩萨在某些事情上 的确是敢于拿命去争斗 可是像这样的情况 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处 就为了探命去送死 他是觉得不值的 站在他的角度来想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时候 深难从怀里掏出来一个东西 道 刚才我在用法眼 破除虚妄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只要中了梦神花的迷惑 眼睛中 就再也没有梦神花了 所以我刚才抓了一朵梦神花 并且封存了起来 只要咱们能够看到这里的梦神花 就可以证明 我们是安全的 他手上握着一个小瓶子 也不知道是哪里搞来的 刚才也没有看到 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 装了一朵梦神花 我也觉得十分惊讶 但看到瓶子里面的梦神花 也证明 我们现在是真实的 并不是幻觉 他又道 至于我之前看到的能量体 它们如今就算是跟着我们 可一直都没有动手 就说明 它们有顾忌 我们暂时不用担心 尼菩萨没有说话 但脸上依旧凝重 表现出来的 还是不想再深入了 对此 我开口说道 尼菩萨既然不想继续深入了 咱们也别多说了 这件事情不能够强求 要不就让他留在这里等咱们吧 老狗点了点头 深难也表示同意 一听这话 尼菩萨倒更加的不乐意了 冲我说道 叶涵 可不能这样 我绝对不会自己一个人 在这里等着的 万一出现个什么情况 我自己一个人 还不是两眼摸黑吗 那你想怎么样 要不你沿着这条路出去 我道 尼菩萨还是摇头 说道 不不 我也不出去 老狗比较直接 看着尼菩萨 说道 大兄弟 你有什么想法 就直接说吧 本大爷在这里 你想怎么样就说 肯定尽量满足你 尼菩萨看了一眼 稍稍松了一口气 我就是有些怕 不敢再进去了 可看你们那样子 似乎是都想进去 也没有一个 陪着我留在这里 或者离开的 那我也就没有 什么别的想法了 反正我是不会一个人的 这家伙虽然恐惧 脑袋却清明得很 老狗一拍他的肩头 大兄弟 咱们三个也闯过 不少的风雨了 虽然这一次有些不一样 可我想也难不住我们 你就跟着吧 要是路上有什么机缘 只要是合适你的 无论是法器 还是修行密法什么的 都让你先选 先给你 对此 我和深男没有意见 而尼菩萨 也找到了一个台阶 点了点头 答应道 那好吧 我和你们一起 我们在消除了 同伴的消极心理之后 立刻就上路 沿着天雷留下的痕迹 继续去找 无敛老鬼的行踪 走了不到十分钟 天雷形成的痕迹 就消失了 到了尽头 再往前就没有了 在尽头边缘的位置 当时的天雷 应该是极其强大的 所有的树木 都被批断了 地面上打出了 黑漆漆的一大片 在森林之中 开出来了一片空地 第557章 眼看四方 我们在这片黑色的空地 之前停了下来 瞪大眼睛看着那里 寻找着残留下来的 蛛丝马迹 也是为了寻找 无敛老鬼的行踪 那里除了树木 被批断的碎屑和残枝 就是一片变成了 黑色的焦土 除此之外 没有看到尸体 或者别的东西 为了防止眼睛出错 我们又上前去 将一些树木的 残枝扔到一旁 仔细搜索了一遍 确定的确是 没有任何的线索 无敛老鬼不见了 找不到尸体 也找不到被雷劈死的碎屑 更没有找到 那块仙绑的布 本来以为我们这次过来 多少能够有点收获 就算是无敛老鬼还活着 他至少也是重伤 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却没有想到 变成了一个死局 面对眼前无解的局面 我心里面也有些猛 无敛老鬼不在这里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仙绑的布块也消失不见了 我们白来这一趟了 最着急的是老狗 在这片焦土空地上 找不到人 有去四周 不远处转了一圈 还是没有什么发现 回来之后 老狗沉声说道 如果那家伙被雷劈死了 多少会留下点痕迹 而且 那块布 也不可能被雷给毁掉 如果他还活着 那他肯定是受了重伤 离开的时候 多少会留下痕迹的 现在怎么会一点线索 都没有呢 这也是我们几个 心里面迷糊的地方 只是这个问题 除了无敛老鬼本人 能够给我们解答 怕是没有谁知道答案了 我们几个坐了一会儿 休息得差不多了 如今无敛老鬼下落不明 我们该怎么办呀 是回去还是怎么的 我开口问了句 尼菩萨没有说话 但是他的意思我们都懂 他是想回去的 而深男之前说过了 他想要去见识一下 仙榜祭坛的遗迹 老狗当时也答应了他一起去 从当前两个人的眼神来看 应该还有这样的想法 至于我 倒也想离开 不愿意掺和进这些 自己没有能力 去改变的事情 可摸到腰上别着的乾坤葫芦 我又只能放弃离开的想法 在了解了乾坤葫芦之后 我也是将这个葫芦 当成了一个靠山 既然要和我好好做交易 那就好好做交易 日后对我有更大的用处 老狗先开口 说了句 既然找不到五脸老鬼了 那就算了吧 这里这么大 他就算是活着 我们也找不到 说完 他看向深男和我 道 你们两个 应该都要去找寻一下 仙榜祭坛吧 对此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否认的 相识一眼 依了点头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老狗回了句 现在我也不知道 该往哪里走 能够找到仙榜祭坛的遗迹 更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情况 如今我的感知没有了 没法保证什么 不过你们要是依旧坚持去 本大爷自然是会 陪你们走一走的 他忽然将目光定在了我的身上 指着腰间的葫芦 叶涵 既然这葫芦魔主 一定要你去找方金 他又知晓所有的事情 就让他给咱们指条路也好呀 我苦笑一声 看看自己身上的葫芦 道 这魔主是强大神秘 可他只是让我找方金 没有提过方位什么的 应该也不知道 祭坛的方向在哪里 而且现在 他已经陷入了沉寂 只能够了解外面的事情 却不能够和我对话 所以现在 是别指望他了 听我说完 老狗身上鳞片一抖 道 那完蛋 咱们只能是大海捞针 漫无目的地去找了 这样肯定不行 尼普萨立马反对 之前梦神花的事情 你们忘记了吗 神农家被称作是兄弟 千万年来 没有人能够参透着其中的问题 绝对不是我们所经历的 那么简单 这里还不知道 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胡跑乱撞 不是找死吗 我们几个人陷入了沉寂 有些为难了 进退两难 沉默了一会儿 深男主动站了出来 开口说了句 咱们现在差不多是在 神农家的核心地方了 距离仙榜祭坛也不是很好 我可以尝试着 再使用一次法眼 是能不能所有收获 若是能够找到线索 咱们就去 若是找不到 可能命里就不该让我 见过祭坛一计 咱们也就别在这里拖着了 就先离开 我沉深问道 你不是刚刚使用了法眼 现在还要用法眼 能行吗 深男摇头 之前的时候 我对眼睛不过是利用力量来催动 所以 每一次使用 都会有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现在却不一样了 有了魔主前辈教授我的秘法 我对法眼有了更深的了解 完全有能力再使用一次 听到这话 我脸上一洗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真是太好了 你赶紧的吧 你这法眼这么厉害 肯定能够有所发现的 这个时候 老狗却伸出爪子 拍在了深男的身上 道友 我提醒你一句 当年我认识一个人 他也天赋异禀 乃是天生慧眼之人 自小便是所有人口中的天才 他自己也是十分自傲 在得道之后 将自己的慧眼运用到了极致 能够看破一切事物 后来 他稳固了自己的到位之后 狂妄自大 竟然以自己的慧眼 去查探仙榜祭坛 仅仅是一眼 便受到了祭坛的力量反噬 慧眼瞬间就被毁掉了 连带千百年修行得来的道果 也毁于一旦 没过多久 他就惨死家里了 慧眼 我听老狗说过 这也是不同于肉眼的一种神眼 用神眼来查探仙榜祭坛 结果自己反噬而死 一代天骄就此断送了性命 想来当时肯定也是一段 广为流传的悲叹故事 深男脸色一变 也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他脸色变化不定 思索了一会儿 沉生说道 道友 我知道你的意思 仙榜祭坛 虽然不再是以前的仙榜祭坛 但是我这法眼 也不是自己的 根本不可能和当年那位 拥有慧眼的前辈相比 如果我用法眼查探 有可能会激发出祭坛的力量 把自己给断送了 老狗道 你明白就好 我这是善意提醒你一句 深男点头 我知道 多谢道友 不过我已经决定了 我愿意尝试一番 如果该着我死 那我没有怨言 只是 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 我死了的话 就请你们将我的尸体带出去吧 我可不想 留在这种地方 他这样的人物 想事情可比我要全面的多了 既然他都已经决定了 老狗的提醒 也已经点名了 他在多说无意 只能是尊重他的意见 老狗点点头 没有说话 深男还冲我们漏了一点笑容 让我们放心 随后 他就盘膝坐下 手上打出法诀 在眉心位置划出一个口子 将法眼给露出来 法眼露出来之后 配合找魔主教授的法诀 上面又出现了金色的纹络 显得灵活鲜活起来 这一次 并不是要破出什么幻觉 只是为了查探仙榜祭坛的遗迹 说白了就是 看得远一点 找找祭坛的遗迹在什么地方 所以暂时不需要什么 破望眼的法诀 只是单纯地去看 法眼之中射出几道异彩 开始盯着四周查探 查探的过程并不快 一个方向要看好一会儿 而且似乎还消耗很着大的力量 明显可以看到 深男身上的黑气 如同洪水翻涌一样 一股股地涌上来 很快又消失了 他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在他查探的过程中 我们几个也暗暗着急 为他抹了一把汗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 生怕出现什么问题 第558章 一记方位 深男开了法眼 盯着四周到处查看 看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 眉心的眼睛之中 留下了一缕血液 看到他眼中流出鲜血 把我们给吓了一跳 生怕他会用眼过度 而受到什么反噬伤害 可当时情况 我们也控制不了 不敢去动深男 否则可能会害了他 只能是让他自己来掌控 该收起眼睛的时候 就该收起来 一缕鲜血顺着眉心流进脸颊 最后滴落到地上 给人感觉他的面目更加猙獰了 我们都为他揪着心 眼睛一眨不眨地死死盯着他 眼睛周边的血越来越多 最后 整个眼眶边上全都是血 导致眼睛看上去都十分地吓人 忽然 深男猛地一下子闭上了眼睛 身上弥散的黑气 顿时一阵颤抖 随着一阵清风散去 身体有些支撑不住 双手扶着地面 差点直接倒下 我们赶紧上前去 将深男扶住 查看他的状况 深男的眉心处 不像之前两次的时候了 之前收连眼睛之后 只剩下一道很细的痕迹 可现在眼睛是收连起来了 但是那个位置却没有恢复 而是有一个翻着烂肉的伤口 鲜血还在流 有些恐怖甚人 他的脸色也十分难看 惨白无神 嘴唇发白发干 喘息有些粗重 看上去似乎是消耗过大了 我们架着他的身体 明显能够感觉到十分地轻 好像没有筋骨似的 深男体内拥有强大的力量 我们根本就看不透他 老狗没有了倒横 也感应不出深男的状态 不知道他是手受伤了 还是有什么问题 只能是开口询问他 深前辈 你还好吗 老狗也跟着问道 语气有些焦急 几乎是喊出来的 道 你的法眼 不会也被先绑祭坛的力量 给反伤到了吧 之前他讲给我们的那个故事 是真实发生的 老狗如此询问 也是担心深男 深男缓过一口气 看了我们一眼 轻轻摇摇头 十分虚弱地说道 放心吧 我没事 还死不了 只是法眼使用有些过度了 消耗了大量的力量 休息一会儿就慢慢地好了 还特意和我老狗说了句 没有那么严重 这里的先绑祭坛 都已经被毁掉了 变成了一片废墟 应该没有多少力量 就算是有 也不会轻易被引出来 他说话声音虚弱 但是底气还是有的 听起来就让人觉得 没有大问题 我们几个松了一口气 将深男的身体慢慢放下 让他躺到地上 不然架着他也不舒服 反而会觉得更累 深男在地上躺着 闭眼休息 眉心的位置那儿 有翻着肉的伤痕 也快速开始结痂 没有立刻闭合 但也不再流血了 应该没有大问题了 我们在一旁等着 先让深男休息一下 不过在等的过程中 我们几个的心里 也是和猫抓了似的痒痒 你看我 我看你 谁都难耐心中的好奇 根据刚才深男所说的话 他似乎找到了 先绑祭坛一记的位置 我们都想知道 先绑祭坛一记在何处 等得不耐烦了之后 就站起身来 开始走来走去的 分散内心的好奇 各种办法都用过了之后 实在快等不耐烦了 终于 深男重新睁开了眼睛 双目之中 透出一道金光 刚才颓废虚弱的样子 已经消失了 只有脸色还是惨白 其他的表面上 已经看不出问题了 我们三个 顿时全都围了上去 异口同声地询问道 刚才你是看到 先绑祭坛一记了吗 深男扫了我们三个一眼 摇头一笑 回道 我看你们三个的样子 是不是刚才商量好了 给我演戏呢 这么整齐 他开了句玩笑 我们附和着一笑 心里面却没有任何的喜感 还是想要知道 先绑祭坛的事情 他也能够看透 我们三个的心思 知道我们很想知道 先绑祭坛的事情 便没有绕弯子 也没有故意刁难我们 直接就告诉了我们 我的确是看到了 先绑祭坛一记的位置 距离咱们这里 也不是太远 现在就可以带着你们过去 这句话说出来 让我们三个为之一正 哪怕在深男休息的时候 我们也已经想到了 这样的场景 可如今听到这些话 从深男口中说出来 还是有些激动 甚至是发愣 回过神来之后 老狗先开口了 询问详细的情况 先绑祭坛一记在哪里 你能够确定 真的是吗 深男点头 道 我当然能够确定 是真的一记 那里虽然只剩下一些废墟 没有任何的标志 但那个一记明显异于周围 给人的感觉也十分的奇异 在这里 也只有先绑祭坛的一记 会是那个样子 说完 伸出手来 向一个方向指了指 从这边过去 翻过一个矮丘 就能够看到祭坛的一记了 我们往深男指的方向 看了一眼 只有黑漆漆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我说了句 还要翻过一个矮丘 距离这里很远吗 矮丘 指的是小山丘 在地势复杂 古怪多变的神农架中 有异于外面的矮丘 也是正常的 只是给人的感觉 好像相距这里很远 深男摇头 道 具体相距多么远 我还不能够确定 不过应该是不远 他和我们说话的同时 自己也慢慢地站了起来 刚开始还有些不稳 不过缓了一会儿之后 就站稳了 看不出半点受伤的状态 又询问 深男挤居他的身体状况 确定没有大问题了 我们也迫不及待地出发了 向深男所指的方向走去 寻找仙榜祭坛的遗迹 方向确定了 我们也没有别的 绕路可走 就直线前进 在树林里面走了一段距离 路上碰到了一些 稀奇古怪的东西 看上去像是 很久以前留下来的东西 有些实质化了 还有些形成琥珀一样的状态 外表包裹着一层 透明的胶状体 老狗的感知力不见了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危险 都远远地避开了 没敢去冒险 绕出了树林之后 还真就是深男所说的 那个矮丘 这个矮丘也十分地奇怪 海拔也不是很高 就像是一个小土丘 只是整体并不是土质的 而是某种特殊的实质 通体呈现出一种暗黑色 没有一点杂色 也没有任何的植物 生长在上面 就是光秃秃的一座山 看上去给人一种 很假的感觉 要是放在外面 恐怕会以为 这是一座什么艺术品 矮丘不高 但是比较宽广 站地比较大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蹲头 我们若是从旁边绕过去 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最快的办法 就是从矮丘上直接翻过去 矮丘看着样子是有些古怪 但是也没有什么危险 过去的时候 老狗就直接跳上去了 在一块大石头上站着 一边看着四周一边说道 以前仙榜附近 可没有这样一座小山 看来这里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我在下面 看着老狗问了句 老狗 这座矮丘这么古怪 没有什么问题吧 老狗跳了两下 确定之后 回了我一句 没事 这上面很坚硬 比石头都要硬 绝对没有问题 赶快上来吧 我们几个爬了上去 感受了一番 的确是比石头还要硬 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想要砸下一块碎石 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构造 费了半天的劲 也没能够破坏一点痕迹 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目标是先榜 祭坛一记 并非是这个诡异的矮丘 所以没有过多的停留 很快就从矮丘下去 继续前进 第559章 先榜一记 从矮丘上下去前进 走了没有多久 差不多三分钟左右 我们就出现在了一片 没有任何树木和生灵的死地前面 这块死地的表面上 没有任何东西 只有暗黑色的地 看上去是土 却给人一种十分沉重的感觉 空地的范围很大 一眼望过去 差不多能够上千平米 四周的树木包围着 却像是有一个界线 十分规整地形成了一个真空的区域 在这个空地的中央位置 有一片被毁掉的遗记 说是遗记 剩下的东西也不多了 只有一堆堆的破碎的黑色石头 从石头堆叠的状态来看 似乎原本是一个高台 因为距离比较远 除了能够看到那些黑色石头 其他也看不出还有什么了 我们在外面站着 看了一会儿 各自都没有说话 但每个人心里面也都知道 前面那些遗记 应该就是仙榜祭坛的遗记 想想也有些伤悲 每一个仙榜 都记录了无数的得到高手之名 在当初每一个仙榜祭坛 也都是鼎盛的地方 是所有人向往的地方 可如今 这令人神往的圣地祭坛 也已经变成了一堆破碎的石头 让外人看见 可能还会以为 这是破房烂屋留下的石头呢 老狗盯着前面 口中传出了沉闷的声音 仙榜祭坛 真的是仙榜祭坛 可他如今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记得不是这样的 这可是仙榜的祭坛啊 怎么会这样呢 他似乎有些激动 说话的时候 眼睛里面直冒火 说出来的话 也给人一种伤感的情绪 老狗是生存在那个年代的人 当时仙榜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 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不单纯的 只是一个流民的东西 更像是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信仰 如今看到自己心中深藏的信仰 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的心里面肯定是不好受 一时间也有些接受不了 老狗平时看上去是大大咧咧的 可他若是这样 就说明 他的内心有十分脆弱的地方 而他心中对于仙榜的信仰 正是这脆弱的地方之一 如今也是戳中了他的弱点 让他有些失控 随后 老狗嘴里一边嘟囔着什么 一边木囊地往前面走 走得很慢 脚步也有些不稳 有些失态 我们也跟在老狗后面 往前面走去 本来可以直接跑过去 可能是老狗给我们的压力有些大了 让我们没敢直接跑过去 就一直跟在他的后面 走到那堆乱石头一记前面 老狗又陷入了沉寂 盯着前面这一切 表情实话 没有说话 内心像是在悲痛 我们没有打扰他 但也没有继续在旁边站着等着了 而是开始到处查看 这些石头堆放的没有任何规矩 完全就是那种地震了造成的坍塌状态 有些还重合在一起 有些分裂开来 石头的模样也非常的奇特 那是一种我没有见过的石头 通体呈黑色 上面还有些暗淡的条纹 如果不仔细看 还真是发现不了 因为不清楚这些石头 我也没敢触碰 只是隔着距离仔细看了看 从石头堆绕过来 来到了遗迹的侧边 这个时候 我忽然看到了非常可怕的一幕 把我给吓了一跳 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哎呀 主要当时没有想到 所以才会反应这么大 在这堆石头遗迹的后面 竟然有一个近百平米的黑色大坑 这个大坑漆黑一片 有种黑洞的感觉 完全看不到多深 似乎深不见底 才呈现出来了漆黑色 看一眼就觉得可怕 有种莫名的眩晕感 我眼睛有些迷糊的时候 赶紧闭上了眼睛 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了下来 这个时候 其他人听到我的喊声 已经跑过来了 就连老狗也过来了 没有在前面继续悲伤 过来之后 自然就看到了这个诡异的黑坑 也不用我多说什么 他们也知道我为什么叫了 他们几个虽然没有尖叫 却也表现得十分惊骇 毕竟没有见过这样的黑坑 老狗沉声说了句 这是怎么回事 以前的时候 这仙榜祭坛周围 绝对没有这个古怪的玩意儿 在老狗的意识之中 对神农架中的仙榜祭坛 是有自己的一份认识的 如今已经大大不一样了 我重新睁开眼睛之后 又扫了一眼那个黑坑 这一次也是慢慢适应了 没有再出现那种 极度紧张下的眩晕状态 这个黑坑 是深不见底 而显示出来的黑 还是这里面 有什么诡异的东西 让这个坑看上去是黑色的 听到这句话 深南摇了摇头 回道 都不是 啊 为什么 这 那是怎么回事 深南告诉我 叶涵 你看错了 这一片黑色 看上去像是地面 陷下去了一个巨大的坑 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坑 而是在地面上 有一种真实存在 诡异的东西 它呈现出这样的黑色 看上去就会让人觉得 先是陷下去了一个坑 老狗也点头 道 没错 的确是这样的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明白了他们两个的意思 这黑色的大坑并不是坑 而是因为地面上 蒙了一层黑色的物质 这种物质的形态 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差错 让人以为是陷下去的大坑 经过他们两个这么一说 我仔细看一眼 还真像是这么一个样子 只是难以想象 这些黑色的物质是什么 那这是什么物质 我立刻问了句 老狗没有回应 刚才他已经说了一句 以前没有这个 现在他不做回应 应该也是没有看到 到底是什么 深难还和我说了句 不知道 这上面没有任何的力量破洞 却仿佛是 能够吞掉一切的深渊 十分的诡异 我的感知力渗透不进去 尼菩萨担心地问了句 这玩意儿在这里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关于这个问题 谁也不敢明确地作答 因为都不能够肯定 有没有危险 但暂时来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至少没有表现出 伤害我们的迹象 我便安慰了一句 或许只是先绑祭坛被毁掉 某种特殊的东西 或者力量 形成这样的一种物质 一直存在于这里 没有别的什么 是我们想多了 他们没有回应 心里面都是不相信的 不过总盯着这么一个玩意儿 也不是办法 我们来这里是有目的的 不能够干靠时间 还是要去做自己的事情 我就对老狗说 老狗 你对这里熟悉 帮我找找方金 又指了指前面的石堆 问道 这些石头能碰吗 我们能不能去石堆里面找找看 说不定还能够发现什么宝贝呢 老狗还没有说话呢 深难回了句 我之前用法眼看过了 这些石头没有什么危险 你可以尽管碰 不过也要注意点 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就告诉我们 好嘞 我应了一声 立刻冲上前去 开始慢慢地 从石堆里面找寻方金 老狗他们几个也靠近过来 将一些小石头清理出去 看看这里面 是否压着什么东西 深难在翻找的过程中 还想老狗请教一些问题 老狗用手 笔划着告诉我们 这里原本是一个非常大的祭坛 全都是青岩石铸成的 能够承受极大的力量 得道之力都打破不了 在祭坛的天空上 有一卷仙榜 终日闪烁着灰灰圣光 却只有得道的人能够感应到 得道之人来此修行流明 列于此地的仙榜之上 未曾得道的人 也有在外围瞻仰向往的 堪称是繁华圣地 第560章 三大仙榜 老狗说起来当年的这里 一时间话就多了起来 说了很多 给我们描述也比较清楚 让我的内心 都想象出一个震撼的画面 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和我们说了当年的盛况之后 老狗看到眼前的景象 立刻变得湿落下来 语气有些沉重 道 哎 现在高大的祭坛已经没有了 青岩石如今也变成了 黑色的废石头 仙榜也被毁掉了 只剩下这一小堆石头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过往云烟呀 都是过往云烟 听着老狗比较悲伤的话语 我也有了一丝的感慨 经过这一番感慨 气氛就显得有些沉重了 谁都没有说话 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 翻找着石堆之中 看是否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以前的时候 老狗就说过 神农架中可能有方金 方金又是制造先户的神秘物质 我对方金也有着好奇和向往 但这种好奇和向往 也不过是一点幻想 就像是普通人 向往着某个明星偶像 心中有想 却不会特意去追求什么 也不会放得很重 说到底了 只是心底的一丝想法 根本就不显示 也不会作为首要的事情去做 现在 我们经历了一番的曲折 来到了神农架中 还在仙榜 祭坛这里停下来了 再加上我腰上的乾坤葫芦 里面的魔主 也要求我找方金 无论如何 我都要想办法将它找到 这些黑色的大石头很重 我们三个人 合力都搬不动 只能是放弃了 将能够处理的 一些石头掀开 寻找一下 花费了好长时间 将这堆石头找了个遍 却没有发现 任何其他东西的痕迹 全都是这种石头 说来也怪 这里的石头 都堆放了无数载 可看上去 依旧好像是刚刚坍塌的 没有一点杂物和灰尘 最后 我们坐在地上 依着大石头 一个个都累够呛 一边休息 一边有的没得说两句 这里都没有方金 那更没有地方 可找了 深难说到 据说 方金乃是和仙榜 同妻而生之物 在仙榜上流明之后 一缕灵魂之力 被仙榜束缚住 方金会感应到 自己分出一部分 制成仙护 赐给得到的人 既然当年仙榜和祭坛 都已经被毁掉了 想来方金如今 也不可能还在了 或许也早就毁掉了 我并不了解 只能附和着说了句 可能吧 老狗却沉声说了句 其他地方的方金 可能已经随着仙榜 被毁掉了 但这里的应该还存在着 为什么这里的还有 我们都很惊奇 一起看向老狗 询问他这其中的缘故 老狗沉默了片刻 对我们说道 你们不了解 仙榜并非一个 总共出现过九个 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惯用的称呼名字 也有些区别 有时还被称作黄榜 其中有三个最为出名 第一个是昆仑山的仙榜 第二个是黄河的仙榜 第三个则是神农家的仙榜 昆仑仙榜以强横著称 责任而流明 非有大能者无法上榜 无法列于其仙位 黄河仙榜以洪荒著称 基本上是体质强大的 山妖精怪一类 在其上面流明 神农家仙榜以神秘著称 有一座强大的法阵笼罩着它 不显任何的端移 据说藏着很大的秘密 我能够有把握说 这里还有方金在 是对这里当年存在的 那座诡异的法阵有信心 老狗说的是我没有听过的事情 以前他也没有和我说过这些话 关于仙榜的特殊隐秘 他都十分忌讳 哪怕是我问 他都不和我说 总是说什么 我还没有资格知道 或者是知道了 对我不好 如今在这里 他却透露出来了一点 让我对仙榜更加感兴趣了 只恨自己不能够 生在那个年代 我看着老狗 追问了句 那是个什么法阵 能够让你这么有信心 老狗摇头一笑 我哪里知道是什么法阵 但当年那座法阵的阵文 遍及整个祭坛 许多人尝试着参悟 都丝毫不得见 我也研究过一段时间 完全没有头绪 但当时我的感知 我的直觉告诉我 那座大阵非同寻常 我们都点点头 表示知道了这么回事 深男还稍稍行了一礼 对老狗赞扬了一句 麒麟道友 倒是应该叫你一声前辈 果然是见多识广 这么隐秘 我们都未曾听过 今日听你说了 才对此有一定的了解了 你可真是一个行走的万事通呀 老狗对于自己的称赞 还是十分满意的 不过对于什么样的称呼 他并不是很在意 尤其是对相处的好的朋友 比如我们 直接喊他老狗 表面上他不乐意 可也不会有什么不满 深男虽然还不能够称之为朋友 可是在神农架中经历了这么多 也算是患难之交了 我们相互之间 也不在意称呼什么的了 这个时候 老狗忽然喊了句 你们快点过来看 我们全都向他那边看过去 发现他正指着地上一处地方 和我们说道 这里地下面冒出来的石头尖 我扣出来了一点 可地下面 应该还有很大的一块 咱们只看到了地上的石头 没有注意到 这下面也有石头的 顿时 我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祭坛塌陷 已经过去太多年了 时间的力量 可以将一切都改变 这里 看似是平地的地面 实际上下面埋着什么 我们都不清楚 但当年那么大的祭坛 就算是被毁掉很多东西 绝对不会留下来这么一点石堆 有了老狗的发现和提醒 我们就能够确定了 地下面还藏着很多的遗迹 一开始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老狗也激动地拍大腿了 喊道 本大爷怎么忽略了这一点呢 那些遗迹都被埋在地下面了 我们都很激动 赶紧开始挖 从刚才老狗发现的 那个地方围中心 向四周挖了一下 发现除了这块石头 还有别的碎石 它们全都被埋在了地下面 若不是挖出来了 根本就发现不了 只是还有一个困难 那就是 这里的土地很不一定 这里的土 就像是用粘性的铁粉似的 很重 密度也很大 挖起来十分的困难 老狗看了一眼周围 喊了句 我知道了 这个地方寸草不生 就是因为 这里是祭坛得到遗迹 这一大片的空地下面 全都是遗迹 如果有什么东西 绝对是埋在了这下面 冰山一角 当时的情况 用这个词语来形容正合适 我们所看到的 只是冰山一角 地下面 我们不知道的非常大 我们发现了这个秘密 却也没有办法找什么宝贝 总不能够一点一点地刨吧 这不现实 如果有什么挖掘机什么的 倒是不错 可惜 这里是绝对进不来那种大型机械的 我们只能够靠自己 深男说了句 这么大的地方 咱们也只能碰运气试试了 各自找个地方挖一下 看能不能够挖出点东西来 我们也都点头同意 正准备要各自去找地方挖的时候 后面却传来了色色的声音 像是 有什么东西在走路 我背后的几两骨都直起来了 僵硬地转过身 看到了刚才那片黑色的物质上 竟然爬出来了一个雪白的东西 这不是一个坑 而是某种物质 如今从里面爬出来的一个东西 雪白的一块 看着好像是一只小手 婴儿的手那么个样子 出来一只 又出来一只 两只手白如凝枝 扒着黑色物质 就像是从地下面爬出来似的 慢慢地露出头来 之后是身体 最后是双腿 第561章 婴儿 在我们几个的注视之下 一个富如凝枝的婴儿 从黑色的物质中爬了出来 身上不沾一点杂色 十分地诡异 只看那个婴儿 还是比较可爱的 稍稍有点婴儿肥 四肢虽然没有发育完全 可还是比较长的 看模样也十分讨喜 让人忍不住 想要摸摸脸的感觉 唯一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 便是这个婴儿的眼睛 她的眼睛十分地阴寒 透着诡异的神色 都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如果眼睛真的能够反映出人的内心 那看着她的眼睛 就会让人想到 在这一具婴儿的身体之下 藏着一个老怪物 除此之外 这个婴儿身上 似乎还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她从黑色物质里面爬出来之后 双脚就非常自然地飘了起来 没有落在地上 婴儿身上只有一个肚兜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穿 有种童子的造型感觉 我们盯着这个婴儿看了一会儿 回过神来 相互看了一眼 心里面是有些防备 可更多的还是好奇 这里怎么会出现一个婴儿 我问了句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还出来了一个婴儿 你们不是说这些 是某种特殊物质 怎么会爬出来婴儿了 老狗和深男相视一眼 谁都没有说话 眼中全都是浓浓的疑惑 他们两个也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 在黑色物质上的婴儿 向我们这边走过来 脸上还勾起一点淡淡的笑容 配上她这样的年纪 不由得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我们不清楚婴儿的来头 不自觉地往后面退了两步 盯着她看 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 她走出黑色物质的范围之后 双脚就不再飘在半空上 而是直接落在了地面上 站立住了 老狗看着婴儿 开口喊了句 喂 你是什么玩意儿 婴儿并未说话 可是脸上露出来的鬼笑 更加浓郁了 似乎是在笑我们 那种笑还带了一丝的嘲笑 让我很摸不着头脑 看着她的眼神 我却忽然感觉到有些熟悉 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可一时间 还真记不起来了 等了一会儿 她还没有回答老狗的问题 从一开始就一句话都不说 像哑巴了似的 深男沉生说了句 小心点 这婴儿有些问题 我们全都瞥了深男一眼 老狗直接问道 怎么 你看出点什么了 深男平日里是深藏不露的 我们对他的了解也不多 以前更没有听说过这好人物 可是经历过神农家的这番事情后 就算是老狗 也对深男有了一定的敬重 知道了 他是真的有本事 所以现在老狗询问深男 也没有感觉到不是 没有自视清高 深男看了老狗一眼 伸出手来 指着那个婴儿 开口说道 这个婴儿表面上看着 没有任何的力量波动 可是自从他从那团 黑色物质范围内离开 就从半空中落到了地上 说明他体内的力量 和那团黑色的物质 似乎是同源的 或者是两者有莫名的亲密联系 才能够在那团物质上 自由存在 不受重力 再看他身上穿的那件肚兜 你们没感觉到 有些熟悉吗 我们按照深男所说的方向去想 最后将目光 定在了婴儿身上的肚兜上面 婴儿穿着肚兜 并没有什么让人感觉奇怪的地方 毕竟很多婴儿都会这样穿 甚至会感觉到可爱 所以 刚才看到他穿着肚兜 我也并没有过多的在意 只是扫了一眼罢了 如今被深男提醒 我才开始认真盯着他的肚兜看 这件肚兜 确实有些古怪 白色泛黄的布条 上面有些银白色的不规则纹落 绑在身上 遮住了胸口到腹部的位置 可我一时间 还真没有看出 这肚兜 有什么古怪之处 不等我开口询问 那个婴儿忽然动了 他的身体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向我们这边冲过来 速度很快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 会这个样子 一个婴儿能够使用这样的力量 实在让人觉得心惊 看不清楚婴儿到底是冲着谁来的 可我们几个的眼前 都出现了手掌的影子 我顾不上别人 只能先自己应对这一个手掌影子 体内运转法门 抬起黑刀 横在自己的脑袋上面 将那个手掌黑影挡了下来 老狗他们几个也是如此 纷纷出手 抵挡婴儿的攻击 同时 我听到深男喊了一句 他根本不是一个婴儿 如今表现出来的 只是为了诱惑我们的外表 老狗也喊了句 妈的 这家伙可能是无脸老鬼 那个叫浩晨的人 听到无脸老鬼这个名字 我心中顿时一惊 整个人愣在原地 脑袋里面一时间有些空白 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回过神来之后 我心中闪过一个疑惑 刚才那个熟悉的眼神 似乎和无脸老鬼的眼神 有相似之处 还有深男提到的肚多 颜色和样子 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可依旧能够看出 有些绑不快的形状 我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喊了一句 真的是他 此时 婴儿停了下来 在地上站着 没有继续进攻 我们也平息下来 都看向老狗 老狗知道我们的疑惑 沉生说道 刚才我还没有注意到 这家伙身上的肚多 其实就是仙绑的不快 只是被天雷轰击过 样子发生了些变化 仙绑不快 在老狗手上时间不短了 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之前 我们没有找到无脸老鬼的尸体 并没有断定他已经死了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会变成这个样子 成了一个婴儿 身份暴露了 婴儿也没有继续保持神秘 他张大嘴巴 仰天大笑 声音嘶哑 如同一个老怪物 和身体样貌完全不匹配 嘎嘎嘎 老畜上还有点眼光 能够看透我的身份 老狗眼中直冒火 问道 你没被雷打死 还变成了这个样子 从这里爬出来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也都很好奇 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婴儿眼中透出两道金光 喊道 你想知道 好啊 那就拿你的命来换吧 我杀了你 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他说完话 伸出手来 小小的手掌之中 竟然如同蜘蛛吐丝一样 飞射出一束黑色的东西 正冲着老狗而去 老狗立刻闪躲 可手掌中飞射出来的东西 似乎能够定位 就盯准了老狗 立刻跟着他转变了方向 婴儿得意地喊道 嘎嘎嘎 老畜上 刚才那一掌 你们的身上 都被我放了记号 不可能逃脱的了 你不是想知道 这些黑色的物质是什么吗 那我就把你拉进去 让你自己好好看看 他手掌中飞射出去的东西 就是那团黑色的物质 老狗躲不过去 被飞射出去的黑色物质打中 瞬间穿透南鸣离火的保护 直接就粘在了老狗的身上 不受任何力量的阻隔 这是什么东西 婴儿回答 这些是当年仙榜祭坛毁掉之时 仙榜和这里的法阵遗留的力量 所演变形成的物质 和你说了你也理解不了 还是自己慢慢体会吧 刚刚说完话 粘在老狗身上的那一束黑色物质 忽然之间开始快速扩散 从一个点向四周蔓延 似乎是要包裹住老狗的整个身躯 老狗顾不上疑惑 开始用南鸣离火烧烤 能够烧掉一切的南鸣离火 燃烧在黑色的物质上 竟然没有半点的影响 仿佛这团火是假的 第562章 死而复生 我们看到老狗有危险了 也没有坐视不管 赶紧来到他身旁 各自使用手段 想要将他身上的黑色物质给驱除 但是 这团不断扩大的黑色 对于任何力量都是免疫的 我们使用的手段 根本就没有用 不一会儿的时间 那团黑色已经扩散到老狗的一半身体了 并且向四肢蔓延 他所包裹的地方 南鸣离火都熄灭了 就像是要将老狗给包成一个黑色的团子 老狗也害怕了 他似乎感觉到了 这些黑色物质的厉害 不是自己现在能够应对的 一边尝试着挣扎 一边冲我们喊道 赶紧想办法 要不然咱们这次危险了 这些物质中蕴含的力量 让我感觉到了先绑的那种可怕 我们手忙脚乱的 想要救老狗 后面的婴儿冲我们喊了句 你们就别忙活了 这一次谁都逃不掉了 说完话 他再一次伸出手来 手心处又飞射出三团黑色的物质 有方向性的 分别向我们三个飞过来 想要闪躲是不可能的 就和刚才老狗一样 能够感应到我们的所在 直接就粘到了我们的身上 被粘上去的那一刻 我立刻脱下衣服 想要将其摆脱掉 速度够快了 但是那些物质 却比我更快 立马穿透所有的衣服 直接贴在了我的身上 身男撕扯下来一块肉皮 都没有将它从身上弄下来 和老狗的情况是一样的 那团黑色的物质 立马就在身上扩散开来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可是被包裹住的区域部位 让我感觉到阵阵的酥麻 完全没有了直觉 就像是神经被麻痹了 身男和尼普萨一样 没有幸免 这个时候 老狗大半的身体 都被包裹住了 四肢也全都变成了黑色的 没有了行动能力 只能是眼睛瞪着婴儿 破口大骂 婴儿没有理会老狗 向我这边走过来 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盯着我打亮一番 眼神十分的起义 过了一会儿 她开口说了句 燕涵 我想把你吃了 我心里面哆嗦了一下 把我吃了 她可真敢说啊 但是我从她的目光中 看出了她是认真的 并没有说谎 缓了口气 让自己稍稍冷静 我也没有在意 身上蔓延的黑色物质 而是询问了一句 你想要把我吃了 那就吃吧 看你能不能行 听到这句话 她身体竟然有些颤抖 似乎很是生气 有种被我戳中软肋的样子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 但是我感觉 无脸老鬼变成这个样子 也绝对不是她自己愿意的 那天她顶着天雷离开了 导致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定是有什么 特殊的事情发生了 忽然 婴儿猛地窜上前来 一下子跳到了我的身上 抓着我的衣领 瞪大眼睛看着我 模样有些猙獰 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叶涵 你很有恃无恐 可也不要太自以为是了 只要这块仙榜的不在我手上 你就算是融合了邪仙的身躯 也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我被她这两句话搞得十分猛 不明白为什么忽然就对我这样仇恨了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和我有关系 或者是说 和邪仙有关系 你这么恨我 难道是因为你所拥有身体 比不上我 邪仙的身躯 是完全超脱出阴阳 不属于仙榜之列的身躯 无脸老鬼却不一样 她的名字只有一半被抹除了 还有一半在仙榜上 已经随着当时的毁灭而消散了 所以她的身体属于不伦不类 啊 婴儿忽然大声喊叫了一声 我的身体也差不多一半被那黑色的物质包裹住了 没有感觉到疼痛 什么感觉都没有 可是身体就有种不完整的感觉 而黑色物质的力量 再影响到了我体内的龙骨 龙骨没有从身体中出来 却在体内翻腾起来 显得十分不安 好像是察觉的危险 我感受到体内的龙骨 看着身上贴住的婴儿 心中一动 目光盯住了她胸前的肚兜之上 体内意念开始安抚龙骨 让她安稳下来 然后又开口和婴儿说话 将她的注意力也分散开 免得察觉到什么 无脸老鬼 你变成了这个样子 是不是因为 没有办法和这块鲜绑的不契合 无法完全使用其中的力量 婴儿看着我 喊道 你一个小小的蝼蚁 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 又懂得什么 真是想不通 我找了那么多年的大身去夜深 为何就让你这个小子 捡到了 赚了便宜 他在发泄自己的不满 大喊大叫的 状态有些疯狂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过此时却给了我很好的机会 趁着他在激动 我瞬间将安抚下来的龙骨召唤出来 龙骨从我的胸口处 探出来一个爪子 我和他是用乌骨秘术相连 从我身上探出爪子来 是通过同源的力量形成通道 并不会留下什么伤痕 爪子出现之后 立刻就抓住了婴儿胸前的杜兜 狠狠地一拽 直接从他身上扯了下来 吃了 杜兜被龙骨抓了过去 婴儿脸色大变 瞬间就停下了所有的动作和声音 抓着我的手也僵硬了 随即从我的身上跌落了下去 这块仙绑的布又落在了我的手上 一股奇怪的力量 忽然涌入我的体内 正在蔓延的黑色物质也停了下来 在我的身上 如同水泥一样凝固住 越来越干 开始崩碎 出现裂痕 从我身上慢慢地脱落下去 刚才那些麻木的身躯部位 也开始变得有知觉了 重新恢复了正常 这些变化 让我觉得心惊 可更让我心里难以平静的是 从我身上掉落下去的婴儿 也就是无脸老鬼 她的样子实在太吓人了 我们几个都被惊住了 刚才看着她是一个婴儿 除了变小了 别的也没有问题 可是没有想到 在杜兜的下面 也就是她的胸口处 竟然有一个碗口大小的伤口 这个伤口十分害人 绝对是能够要命的 刚才只是被杜兜给挡住了 我联想到刚才她的奇怪表现 觉得她可能是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 这之间一定有什么关联 无脸老鬼 你这是怎么回事 她倒在地上 爬都爬不起来 瞪眼看着我 伸出一只手 朝着我要肚兜 也就是先绑不快 口中还虚弱地说道 给 给我 不给我会死的 快点给我 我当然不可能给她了 一旦给了她 死的就是我们 和我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和我说了 我就会考虑 把这个东西给你 我挥了挥手上的布 实际上就是骗她的 不过人在死亡的危机之前 智利总是处在一种低下的状态 看到有一根稻草 都会去抓住 她相信了我的话 开口对我说道 我死了 其实我已经死了 我脸色一变 心里难以遏制的激动 什么叫你死了 那天前的雷伐 将我给打死了 把我的身体轰成了碎线 当时有先绑的布快 护住了我一缕残魂 之后 我的身体碎线 灵魂 以及先绑的布快 都受到一股莫名力量的召唤 来到了这里 融合进了那团黑色的物质 之后 我才知道了 这团黑色的物质 其实就是当年 先绑与此地法阵的残渣眼辫来 感受到先绑不快的力量 才被激发出了力量 我在这团物质之中 借着先绑不快 以及自己的残魂 重新融合了这一具 不成熟的身体 第563章 不再阴阳之列 我听完了五脸老鬼的解释 知道他已经死了 是靠着先绑的不快 以及自己不伦不类的身躯灵魂 在这团黑色物质之中 重新凝聚了身躯 让自己表面看上去 是活了下来 这样的情况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 起死回生了 我听完还有些发猛 有些理解不了 回过神来之后 就倒吸了一口气 看着地面上的婴儿 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像是看怪物似的 你 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 婴儿虚弱地回道 我哪里有精力和你开玩笑 我说的都是真的 虽然我能够借着 自己活过来的特性 利用这些黑色的物质 但我根本就是一个 纸糊的老虎 没有什么力量的 求求你了 暂时把先绑的不快借给我 让我活下去 我保证不会害你们的 还给你们当牛做马 只要让我继续活下去 这个时候 叶寒 别和他废话了 你先救我啊 再不救我 我也就要玩完了 回头看了一眼 老狗只剩下一个脑袋 没有被黑色物质包裹 生命危在旦夕了 必须要赶紧救他 我立刻问道 他们身上的黑色物质 怎么去除 他也借此威胁我 你先将先绑的不快给我 我替你救他们 否则我就让他们给我陪葬 一开始 我的确是有些着急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 他绝对更加想活着 所以不能够被他威胁了 坚持到底 就能够取得主动权 那我也不拦着 你别想要先绑的不快了 就等着死吧 听我说完 他着急了 立刻就选择了屈从 能够活到现在不容易 死亡对于他来说 实在是太可怕的 他说道 你可以拿着先绑不快 在他们的身上擦拭一下 或许可以将这些黑色物质 给擦下来 我赶紧按照他所说的 拿着先绑的布 在老狗身上 用力擦了一下 之前无论什么力量 都无法驱除的黑色物质 此时竟然轻松 就被擦去了 也没有在不快上留下痕迹 散在空气中了 很快 老狗就被我救出来了 他恢复了自由 身上重新燃起了难民离火 随后 我又救出深南河尼菩萨 让他们也脱困了 可这个时候 乌脸老鬼那家伙 有些支撑不住了 那副婴儿的身躯 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暗黑色 没有了之前的白嫩 看上去瞬间衰老了 而他身上碗口大的伤口 也在扩散恶化 随时会要了他的命 求求你了 把那块布给我就救命吧 他向我祈求 如果能够动的话 绝对就直接给我跪下来磕头了 老狗看着他 骂道 现在知道求我们了 之前怎么不这个样子了 给我们搞出这么多的幺蛾子 就不怕今天 面临这样的结果吗 我将老狗拉到后面 免得他两句话 把乌脸老鬼给气死了 我还有很多的疑惑 想要得到解答 乌脸老鬼 你告诉我 这块布在我的手上 到底能有什么用 如今 他连威胁我的话都不说了 直接就回答我的问题 这块布乃是仙绑的布 当初被邪仙硬生生撕扯了下来 让神农家的仙绑 变成了残缺的 这也导致了仙绑天机出现了缺陷 你又融合了邪仙的夜深 所以 你完全就相当于是邪仙 只要有这块布在手上 就可以参透仙绑之中的奥秘 超脱出一切 这番话说得很深奥 我仔细想了一遍 稍稍明白了一点 指的就是 被邪仙撕破的仙绑 露出了其中的天机 想当初是老狗所说的 超脱出了阴阳五行 不受任何的限制 而我还可以研究这块仙绑的布 将仙绑中蕴含的奥妙也参透 到时候 就不是仙绑束缚着人 而是人来 控制仙绑了 完全不受控制 超脱出一切 简直可以说是成为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存在 当然 这些听起来距离我实在太遥远了 仙绑这块布 哪怕是和我有联系 如今对我来说 也就是一块布 看不出有任何深奥的地方 你没有和我说笑吧 我现在拿着这块布 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怎么就参透超脱啊 他回道 要想开始研究仙绑 必然是要得到 只要达到了得到的境界 你才有可能接触到 仙绑之中的秘密 我脸上顿时一黑 心里面也没了希望 得到的境界 这简直是玩笑 像深男这样的人物 身体之中拥有着得到的力量 却依旧无法达到那种境界 说明这种境界在这个时代 是一种限制 无法超越的 如今 我只是一个小小入微境界 距离 分神的境界还有半步 只能勉强算是进入了 可还是没有完全领悟 又不知道何时能够得到 这件事情 是遥遥无期的 我听了下来 老狗也看出 无脸老鬼这个状态 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他跳上前来 喊了一句 老玩意儿 我就问你一件事情 你在这些黑色的物质之中 到底发现了什么 他没有再回答 还是看着我 伸出手 有些抬不起来了 张开嘴巴 也只能是做出一个口形 给我 给我 老狗见他这样子 追问道 赶紧地告诉本大眼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他瞪大眼睛盯着我 丝毫不理会老狗 而脸上的暗黑色 越来越重 身体也越来越僵硬 在我们的注视之下 迅速变成了一块僵硬的 如同石头一样躯体 这句身躯石化了 随即又被一阵清风吹散 只剩下一团粉末 消散在空气之中 我叹息了一声 有些感慨 真要说起来 这无脸老鬼 也算是一个小强 生命力足够顽强了 从那个时代活到现在 被天雷打死了 还又活过来了 实在不是正常人 能够做到的 忽然 深男沉生说了句 别放松警惕了 他还没有死绝呢 如今只是这一句身躯毁掉了 那屡残魂连天雷都灭不了 现在也绝对还没有死呢 他说完话 忽然盯着我手上的仙膀不快 喊道 小心他会抢夺你的仙膀不快 刚说完这句话呢 我就感觉到 后背起了一阵凉风 像是有什么东西 出现在了我的背后 这一切片刻之间的事情 我根本就反应不及 老狗和深男想要帮我 出手已经是来不及了 我甚至都能够看到 在我的面前 出现了一只非常虚晃的手 像那块仙膀不抓过来 似乎是要抢夺 他猛地抓住了不快 顺势拉着就往外面跑 说时时那时快 一个声音传了出来 让那只手停了下来 道友 请留步 声音是深男的 而这句话 我也十分地熟悉 之前是听过的 当时也是因为这一句话 让我和深男 有了如今的关系 话语中带着无形的力量 让无脸老鬼的一缕残魂 停顿了片刻 这已经足够了 我猛地用力 将仙膀不快抢夺回来 藏在身后 立刻向后面退 与老狗他们集合在一起 共同应对这缕残魂 深男这句话 起到的作用也只有片刻 瞬间就被那缕残魂给破除了 那缕残魂看上去十分地微弱 魂体都是虚晃的 根本不明显 只是这一缕残魂 乃是因为仙膀除名了的缘故而存在的 不属于阴阳之物 说他 不死不灭也完全可以 十分难对付 你竟然能够抓住我的灵魂 让我停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残魂传出了飘渺的声音 深男没有回话 但他嘴角却流出一缕鲜血 身体变得亮强起来 仅仅是对残魂说了这样一句话 让他停顿了片刻 就反噬造成了如此的伤害 这就是不属于阴阳的灵魂 第564章 嘴战 深男这一句 道友 请留步着实诡异厉害 让五脸老鬼的残魂停顿了片刻 给了我机会 不过 他自己也被反噬受伤 口中流血 身体不稳 脸色瞬间惨白 眨眼之间 状态就非常不妙 五脸老鬼这一缕残魂 可不是寻常的残魂 而是不在阴阳之列的残魂 邪仙撕扯下来的一块仙绑的布 连带着五脸老鬼一半的名字 都被抹除了 导致这一缕残魂 超脱出阴阳五行 正是因为这一缕残魂 才让他从当年 一直活到了现在 按照道理来讲 寻常的力量和秘法 对这一缕残魂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因为他不在阴阳之列 任何的力量对他来说 都是空架子 可现在深男一句话 就让他停顿了片刻 看似仅仅是很短很短的时间 却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力量 我敬意地看向深男 心中也有些惊骇 哪怕是现在 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 可还是看不透这个古怪的家伙 深男没有回话 而这一缕残魂 也剧烈摇曳起来 似乎很激动 大声喊道 不管你们拥有什么样的力量 都没有办法毁灭我 老狗目光深邃 扫了深男一眼 看出他 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用了 又看了我一眼 注意到我手上的仙绑不快 就像残魂自己所说的 我的确是可以利用仙绑的不快 发挥出强大的力量 将它给毁灭掉 是他的克星 但还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 我必须要有足够的倒横作为支撑 境界也要跟上 现在是不可能的 如今就形成了一个僵局 我们几个奈何不得残魂 而他虽然是难以被毁灭 却也不敢 和我们进行正面的碰撞了 只是在盯着我们 相互沉默了一会儿 都很为难 我们也面面相去 没有什么办法来对付残魂 他先打破了沉寂 对我们说道 你们离开吧 否则咱们在这僵持下去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老狗却不同意 嘶吼了一声 开口说道 不行 你现在不过是一缕残魂 还想 诳骗我们离开 本带也好不容易逮到你了 今天就算是耗 也要在这里耗死你 残魂一听这话 当即喊道 老畜上 你还想耗死我 我这一缕残魂 可以不死不灭 就算是你死在这里了 我也会一直活着的 老狗也是不信邪的 听到这话 立刻也被激将到了 听起脑袋 身上火焰大掌 哼 本大爷还就不信了 老狗喊了一声 身上南鸣离火猛地生腾起来 直接扑向了那一缕残魂 嘴巴还张得很大 似乎是要一口 将它给吞下去似的 之前老狗就和我们说过 它要找无脸老鬼 询问仙绑部块里面蕴含的秘密 实在不行 就像我吞了邪仙夜深这样 直接把它给吞了 吃下去消化了之后 说不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残魂一闪一躲 没有用出任何的力量 只是在闪躲 老狗没有道横 也只能是扑腾 根本就抓不到它的行踪 两个人一个扑一个闪 相互来往了两个回合 就又停了下来 随后 老狗呼喊我们 大家一起上 将这个家伙给制服了 本大爷一口吞了它 看它还能不能一直活着 到时候要是还活着 本大爷就从屁股里把它拉出来 这句话说得实在恶心 我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不过 看老狗他们逗得你来我往 我也忍不住了 就像老狗说的 这家伙就算是再不死不灭 也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克星 就连当年的邪仙都死了 它还能一直活着 我顺手将黑刀拎起来 刚要冲上去的时候 忽然想到 黑刀算是一件普通的法器 对残魂造不成任何的威胁 根本就没有用 随即 我又将身上所有的东西找了一遍 最后也没有发现 什么能够用得上的 唯一有可能会对 残魂造成影响和伤害的 只有两件东西 一个仙护 摇持大神的仙护 我也没有办法使用 还有一个 就是我腰上别的乾坤葫芦 这个乾坤葫芦的 效用我也不知道 可是里面有一个魔主 这个葫芦也是一件法器 说不定就能够派上用场 我也顾不上太多了 拎着葫芦把 直接冲了上去 向残魂所在的地方招呼 尼菩萨和我一样 这家伙没有什么合适的法器 直接将那张青色的面具 当成了法器 从另外一个方向 向残魂所在的位置开始招呼 我们三个人合力 给了残魂比较大的压力 毕竟刚才面对老狗一个 他可以很轻松地闪躲避开 现在我们人数多了之后 想要闪避躲开 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了 残魂的闪避有些艰难 有的时候 闪躲开一个人 不等身形完全显化出来 另外一个又冲上去了 似乎对我们手上的法器 也有一定的忌惮 没敢硬生生地碰上来 我们一边缠斗 一边向旁边拉开了战线 实际上就是残魂 在闪躲我们的同时 开始往后面那团黑色物质 所在的地方退去 最后 它飘身于那团黑色物质之上 我们也只能是停了下来 老狗看着它 骂道 你不是挺能耐的吗 说自己的残魂有多么的厉害 有本事你就给我下来 看本大爷能不能吃了你 残魂缓过一口气 看着老狗 气得身体都要摇摆不定 口中喊道 在这里和我斗 看你能不能吃了我 它是借着黑色物质 来牵制我们 老狗听到残魂的话 恨得直咬牙 可他还真不敢去碰触 这些黑色物质 刚才差点就栽在这上面 自然不会去送死 不过要开嘴站 老狗是一点都不怕 就我所知道的 这家伙在嘴上的功夫 还没有谁能够是他的对手 堪称是无敌的存在 你嚣张什么 看你现在的样子 站都站不稳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被一阵风吹散了 就像个屁似的 还敢和本大爷相比 真是做梦 没有想到 就你这样子了 还会做梦 真是让我开眼界了 屁一样的玩意儿 本大爷都不乐意吃你了 到时候把你排出来 你还脏了本大爷的身体呢 老狗嘴里一停不停 各种骂人的话 直接来了一番暴击伤害 让惨户你在黑色物质上面都猛住了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神农架本就十分安静 没有了我们的声音 就只有老狗的骂声在回荡 让我听着 都有着听不下去了 我虽然看不到自己的样子 可能够确定 当时绝对是比较尴尬的 便轻咳一声 缓解了一下自己尴尬的表情 嗨嗨咳 这个时候 我手上握着的乾坤葫芦 却忽然散发出了极高的温度 就好像变成了烧红的铁块 乾坤葫芦这样的情况 只在以前出现过 没接触到特殊的灵魂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灵魂有着很大的伤害 而这一次的反应 似乎比之前还要强烈 烫得我直接握不住了 啊 我还烫得痛喊了一声 瞬间 葫芦就从我的手上掉落了下来 另外 乾坤葫芦好像受到了 某种特殊力量的影响 从我的手上脱落之后 立刻就向前面飞过去 直接就落在了那团 像黑洞似的黑色物质上面 我看到这一幕 心中一惊 下意识地立刻伸出了手 也顾不上刚才手中的 那种灼热感了 想要将乾坤葫芦给抓住 不过当时也来不及了 乾坤葫芦已经是落进了 黑色物质中 第565章 魔主现身 乾坤葫芦落进了 黑色物质至上 这是我们所有人始料未及的 就连在上面的 无脸老鬼都愣住了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的目光 都凝聚在了乾坤葫芦上面 看着它落在黑色物质上面 就像是落在了水面上 漂浮在表层 乾坤葫芦很快就静止了下来 在黑色物质上面平静住 我当时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是这乾坤葫芦 再被黑色物质给吞噬了 它里面可是有一个魔主 对我来说是一大靠山 过了一会儿 确定乾坤葫芦 不会被黑色物质吞噬之后 我才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开始赶喘气了 老狗也已经知道了 乾坤葫芦不但是法器那么简单 冲我轻声问了句 叶寒 你怎么回事 这么不小心呢 问语之中 也带着浓浓的指责 应该是在责怪我 现在乾坤葫芦在黑色物质上 距离我们还比较远 就算是在边缘搭手去拿 也很难将葫芦给拿回来了 何况现在除了我们在这里 还有残魂也在 若是被它给捡去了 那我们可就赔了 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它就发烫 我实在握不住了 那这玩意儿 怎么到了那里去了 你给扔过去的吗 我距离乾坤葫芦落地的位置 还有一段距离 若是从我手上落下去 绝对不可能到那个地方 一定是手上用了力 才会直接扔过去 我十分无语 回了句 我怎么会扔呢 是葫芦自己过去的 自己过去的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残魂已经向乾坤葫芦所在的地方 走过来了 死死地盯着这个葫芦 明显是知道这个葫芦的来历 乾坤葫芦 当年天外阁阁主的成名法器 在你们的手上 真是太抱舔天物了 如今它自己来到我的面前 是我的机缘啊 天不绝我 注定我要独霸天下 残魂自己幻想的话还没有说话 忽然一个沉重 又略带慵懒的响声响起 如同平地起雷 不仅在耳边响着 心底都随之一颤 锅躁什么 打扰到本魔的休息了 真是太扫兴了 我咽了口唾沫 有些发猛 掏了一下自己的耳朵 确定这个声音 和以前的声音不一样 以前声音只有我自己 能够听到 像是在我的心底响起的 可如今的声音 是从耳朵里面传来的 其他人都听到了 魔主和我说过 他的声音只有我能够听到 老狗等人是听不到的 但是现在老狗 他们也都听到了 从他们几个的脸上 也能够看出来 的确是听到了 残魂是被吓了一跳 忽然自己身边传来一个声音 根本没有想到 惊得他顿时向后面退了两步 一个回过神来 反应过来的还是我 毕竟我已经知道了 这就是乾坤葫芦里面的魔主 我说了句 魔主 是你 或许是听到了我的声音 魔主还回了我一句 当然是本魔了 怎么 咱们不久之前说过话 你就不记得我的声音了 我立刻解释道 没有 没有 只是你不是说 只有我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能够听到了 魔主说道 如今 本魔是在这里特殊力量的支撑下 才传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愣了一下 看着前面的乾坤葫芦 想到了什么 立刻喊道 难道是这些黑色的物质 刚才残魂和我们说过 这些黑色物质 是仙榜和此地的法阵被毁掉之后 经过了无数年的演变形成的 如今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了 但其中的确是蕴含着神秘的力量 魔主道 没错 就是这些黑色的物质 它们实际上就是仙榜熔炼后的物质 应该是透明无形的 咱们从外表面上看到的黑色 只是这些透明无形的力量 被一个法阵包裹住 形成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形状和颜色 它似乎十分清楚 这里面的奥妙 说起来就非常地轻松 不觉得惊讶 也没有惊叹什么 不等我说话 魔主又继续说了句 本魔依靠这些物质的力量 不仅仅可以说话让所有人听到 还能够凝聚出本相魔体 说话的时候 那团黑色物质 忽然之间好像变成了主肺的开水 涌出来无数的气泡 像是要沸腾起来的样子 不过仅仅是沸腾了一点点 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随后传来魔主叹息的声音 唉 还是有些限制 等以后再为你展示本魔的本相魔体吧 我对于魔主的本相魔体 虽然也好奇 不过并不是非看不可 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多说什么 听到他的话 便点点头应了一声好 这个时候 听到声音的深男 也重新站了起来 走到我们身边 一起看向乾坤葫芦 老狗凑到我耳边 低声问了句 叶涵 我不是出现了幻觉吧 真的是你说的葫芦里面的那个魔主 刚才是他在说话 我点点头 回道 没错 就是他 深男看着前面深深鞠躬 开口说道 晚辈拜见魔主前辈 多谢前辈之前传授秘书决议 魔主沉默片刻 说了句 你没有必要谢我 秘书决议 我也没有传授给你 谁传给你了 你就去谢他吧 这句话 让我们都愣了一下 随后他们都向我看了一眼 我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之前深男的秘书 是我传给了他 在他和魔主之间 还隔了一个我 魔主是用我把所有的关系 都给撇干净了 他这样的人物 做事还真是奇怪 根本就让人摸捕捉头脑 明明就是他教的 非要给我扣上帽子 说起来还真没错 不过这样多此一举的事情 我是不能够明白 其中得到深意 深男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似乎知道 魔主在忌讳着某种关系 终于 残魂忍不住了 盯着黑色物质上面的葫芦 问了句 你是什么人 这乾坤葫芦 明明是天外阁葛主的法器 里面怎么会有你 魔主在葫芦里面 没有与外界交流 却知道发生的事情 肯定也知道残魂的身份 听到他这句话 便沉声说了句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还有资格在这里 打探本魔的身份 信不信我现在 就灭了你这一缕残魂 残魂还是比较虚的 毕竟刚才我们几个 对魔主的态度 都十分地谦功 让他不得不忌惮一下 魔主的身份 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又冷哼了一句 哼 不管你是谁 我的残魂 乃是超脱出阴阳的灵魂 你一个在葫芦里面的家伙 难道还有什么能耐不成 呵呵 魔主冷笑一声 陡然之间 在残魂脚下的黑色物质 忽然飞射出来两道 直接缠在了残魂的双腿之上 将它给束缚住 残魂大惊 拼命挣扎 想要依靠自己残魂的特殊性 来摆脱这些黑色物质的束缚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使用这些物质 这可是先绑一流之物呀 魔主似乎有些烦了 控制着一团黑色物质 直接将残魂的嘴巴给堵住了 让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变成一个哑巴 你这个小残魂 对我还有些用处 就先把你收进葫芦里面 来给本魔慢慢地享用吧 话音落下 残魂就化作一道黑影 飞入了乾坤葫芦芦之上 葫芦生腾起一股黑气 随即又瞬间消散了 而上面也多了一个暗色的身影 就好像很久之前 曾有一条龙魂附着在上面似的 第566章 指点 我们几个人都束手无策的残魂 通过先绑除名 也永存的残魂 不在阴阳五行之中 在我们的认知和理解中 这样的灵魂可以算是无敌的 不受任何限制 但就这样十分轻易地 被魔主给收进了乾坤葫芦里面 似乎还要将它给吞噬了 实在让我们有些接受不了 感觉反转得太快了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当时我们都愣住了 谁都没有说话 一直保持着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开口打破了沉寂 魔主 你 你刚才把无脸老鬼的残魂 给收进乾坤葫芦里面了 对啊 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 看它这一缕残魂 是超出了阴阳五行的 你是如何做到的 魔主给我解释了一句 它这一缕残魂 因为名字从仙榜之上 被抹除掉了 所以就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 能够很长久地存活 与时间的阴阳五行有所区别 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是无法对抗 但并不是没有力量压制它们 我缓了口气 又道 魔主 我能不能冒昧地询问一句 您是什么样的道行 能够将不在阴阳之中的 残魂轻易制服 还可以在仙榜形成的这种物质上面 轻松运转 甚至可以使用这种物质 它所做的这些事 都超出了以往老狗 它们对我说的范围 我理解不了 魔主回道 什么样的道行 这个 这个我还真就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如此认真地回答 配上如此轻率的答案 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总感觉它是故意不告诉我的 这个时候 老狗又喊道 魔主 从我出生开始 我就没有听说过 你这样的人物啊 竟然能够在仙榜形成的物质中 如鱼得水 这太匪夷所思了 魔主面对我们这么多的问题 可能是有些不耐烦了 从刚才一出现 基本上说的话 就全都是给我们解答问题了 像他这样的大人物 最讨厌的就是这些 一开始说两句话 可能是因为长久不和人交流了 还不觉得什么 此时却有些厌恶 他没有回答老狗的问题 而是冷声说了句 你出生的时候晚着呢 能知道些什么呀 老狗似乎没有听出来 魔主的不愿意 还问道 那照您这样说的话 您是不是还清楚 先绑背后的秘密 我拉了老狗一下 一时他注意一点 魔主明明都不想再说了 他还要问 万一惹恼了这个家伙 我们可谁都拦不住 果不其然 魔主瞬间就变了脸 声音冰冷 听了之后 如同掉入了冰窟的感觉 我知道什么 不知道什么 还不需要和你来汇报 现在我不想听你 再多说一句话 要是再让我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杀了你 听到这样的威胁 老狗罕见地进行了妥协 当即就闭上了嘴巴 什么都不敢再说了 深男是非常看颜色的 刚才说了两句话只有 就没有多言 也没有引起魔主的反感 只是他这样说了之后 我都有些不敢再说话了 生怕是魔主降气 转移到我的身上 也只能是继续保持着沉默 免得自己惹麻烦 过了一会儿 魔主自己开口 对我说了句 小子 你将葫芦收起来吧 本魔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用了 啊 难道你不把这些物质中的力量 吸收掉吗 我下意识地问了句 魔主轻笑道 小子 你傻吧 这些物质是仙榜一留下来的 相当于是一个仙榜 就算是 我要吸收这些力量 乾坤葫芦也没法吸入其中 只能是当洗个澡罢了 没有什么大用途的 我微微一震 皱起眉头来 静静地思索了一番 他口中说的这些话 不过 这些物质的力量 说不定对你有些帮助 对我 我沉引一句 魔主道 是的 这样吧 待会你将灵魂力量 输入乾坤葫芦之中 葫芦会变大 你就坐在葫芦上面 在这些力量之上修行一番 应该会有所精进的 能够在这上面修行 相当于是坐在仙榜上面修行 好处必然很多 多谢魔主 我赶紧道谢 魔主又说道 对了 我让你找到方精 刚才我自己已经感应到了 就在你左边 距离两步的地方 一直往下面挖 就能够挖出来 另外 在你后面12步的地方 有一个箱子 右边30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块不错的材料 这些你可能用得上 一会儿挖出来看看吧 他说了好几个方位 给我们点了出来 把这里遗留下来 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找到了 我自然是将这些地方 牢牢地记在心里 等着一会儿赶紧挖出来 这一次冒险来到神农架 几次生死之间 最后也要有点收获才行 好了 我也不和你说了 好好睡一觉了 不要打扰到我 我赶紧喊道 魔主 方精我如何交给你啊 你拿到之后 先自己好好保存着 等我该用的时候 自然会向你索取 记住了 不能够给任何人 谁要抢就把他杀了 我震了一下 点点头 回道 好 我一定会保管好的 随即 魔主没有了声音 周围安静了下来 什么动静都没有了 老狗碰了我一下 冲我实眼色 我看不透他什么意思 就摇了摇头 这家伙急得眼睛里面直冒火 我没好气地说道 好了 魔主休息了 你说话吧 没事的 老狗赶紧道 真的吗 没事了 没想到 还有人能够把老狗吓成这样 我倒是第一次见到 哪怕是在面对 强大的摇池大神的时候 这家伙也是嘻嘻哈哈的 难道也会害怕 可吓死本大爷了 刚才那魔主 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我还没有听说过 这样可怕的人物呢 就算是在我们那个时候 也没有这样的人啊 我摇头 道 老狗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当年就算是有这样的人物 你可能也不知道的 所以还是 不要想太多了 都没用的 咱们还是赶紧去挖宝吧 刚才魔主给我们 点出来的那几个地方 绝对是有宝贝的 老狗也不是看不开的人 盯着乾坤葫芦看了一眼 甩了甩脑袋 自言自语道 本大爷也不猜了 还是去挖宝吧 看到底能够挖出什么来 深男也没有再多说话 和我们一起开始挖宝 我们先去挖了有方巾的位置 将一块块石头 从地下面掘出来 挖下去很深 我们几个都快要累趴倒的时候 终于出现了东西 在一块大石头下面 露出来了一个诡异的石台 石台上面有一个凹陷下去的缺口 而这个缺口之中 刚好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暗黑色的石球在里面 石球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的 可是老狗看到之后 却变得激动起来 大声喊道 方巾 竟然真的是方巾 这就是方巾 看着其貌不扬的石球 我们几个都很惊讶 老狗说道 方巾没有了仙榜祭坛的支撑 也收敛起来了自己的光芒 如今外表看上去像是一块石头 可一旦将外表皮给擦去 就会重现真容 说话之间 他小心翼翼地将方巾给拿了出来 因为祭坛和仙榜都已经不在了 将方巾拿出来 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 老狗将方巾从深处拿到地面上之后 当时就给扔到地上 砸出来一个大坑 口中还喊了句 好重 方巾的体积看似很小 但是重量着实够大 我用两个手才可以勉强抓起来 简直是拿不动 第567章 分赃 我们按照模组给我们指点的位置 从地下面的遗迹之中挖了好半天 终于是将方巾挖出来了 方巾摆在面前 却重得拿不动 还是一副石球的模样 看上去没有半点神奇之像 老狗告诉我 这是因为仙榜被毁 方巾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只要将表面上的石层去除 就可以重现方巾的真容 最后 我看着被自己扔出去的方巾 开口说道 这玩意儿这么小 竟然能有这么重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密度这么大的东西 老狗看了我一眼 说道 方巾的重量并非是因为其密度 哦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方巾之中阴阳之力 老狗回答了我一句十分简单的话语 让我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其中的深意是什么 我问道 什么意思 老狗没有回答我 而是捡起来 刚才被我扔出去的方巾 拎着给我递到了面前 对我说道 这块方巾我本来还寄予的 不过现在看来是一点都不属于我了 给你好好收起来吧 等以后那位魔主和你要的时候 你就给他拿出来 我看着老狗拎着拳头大小的方巾 也有些吃力 不是那么轻松的 这玩意儿真的是很重 我没有把握接住 索性没有伸手去接 而是问了句 太重了 我拿不动呀 也没有办法戴在身上 这让我怎么保管呀 老狗嘟囔了一句 也是啊 这玩意儿的确是有些重 你也没有办法戴在身上 要不你就去问问魔主呗 他往乾坤葫芦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示意我去询问一番 我也顺着看了一眼 却没有立刻过去开口询问 因为刚才魔主可是特意叮嘱过的 他要睡觉休息 我也不敢过去打扰 这个时候 申男走过来 将老狗手上的石球接了过去 在他接过去的时候 手掌上垫了一块青色的布 上面还有些奇怪的纹络 像是某种图案 随后 他就十分轻松地将石球拿在了手上 一只手拿着石球 还十分地轻松 表现得非常自如 老狗也猛了 忍不住问了句 申男 你这家伙竟然还有这本事 这么重的东西 你是怎么拿得动的 一边说着话 一边盯着申男手中的那块布 沉生询问道 难道是因为这块布 申男也没有藏着掖着 向我们解释道 没错 这块布并不是一块布 而是一种特殊的法器 能够转化须弥和戒子 再轻的东西 放在上面 也能够拥有重量 再重的东西 放在上面 也可以轻如红毛 他将石球用这块 布给我包了起来 递到我面前 叶寒 给你好好收起来吧 有这件法器包裹着方巾 他对你来说 就没有多少分量了 你完全可以保管得了 我正正地看着申男 还有些将性将疑 在他的目光注视下 慢慢地接过石球 之前那种重量 真的不见了 拿着这个石球 就好像是 拿着一个苹果 没有多少分量 多谢申前辈 我十分欣喜 道了一声谢 申男摇头 没有多说什么 他能够如此帮我 并不是因为我 更多是为了魔主 只是不知道 魔主领不领这个人情 我将石球方巾 贴身保管起来 非常小心 不敢出现任何的差错 免得到时候给魔主弄丢了 自己再遭殃 之后 我们又去魔主所说的 其他地方寻宝 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将这些地方 都给挖了一个遍 等全都挖完的时候 我们几个全都累趴下了 可是我们全都乐呵呵地 脸上流汗的同时 笑容越发浓郁 因为我们从这些地方 挖出来了很多的宝贝 而且全都是无价之宝 一个箱子 里面有神药 还有修行法门 还有各种强大的法器 和从来没有见过的原材料 这些无价之宝堆起来 还有不少 看着就让人觉得高兴 老狗和尼普萨 更是恨不得 直接抱着这些东西睡觉 老狗嘴里还在嘟囔 这是子身孩 生在阴阳汇聚之地 餐形状似小孩 能哭能笑 千年以上还会说话 本大爷以前都没有见过 没有想到在这里碰到了 我看着他抱在怀里 那干瘪的一株老餐 不由得心中一颤 仔细看了一眼 虽然是干瘪的 但的确是有些不同 还有各种秘法典籍 看得尼普萨也是直流口水 我对这些宝贝 没有具体的概念 就算是真的有很大的价值 我不知道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深男也是比较镇定的 只是将这些东西扫了一眼 随后就开始休息了 等我们休息得差不多了 就开始分赃了 大家在神农架里面九死一生 如今得到了这些宝贝 好好分一分 也不枉此行了 至少出去了之后 不会觉得亏了 老狗抱着那珠子生孩 摆明谁要跟他抢 他就拼命的状态 那我们也只能是 将这东西让给他了 尼普萨也早就 看中了一卷修行之法 他如今的道行 也算是在入微境界的上游 加上有青色面具作为支撑 能够施展出不弱于我的力量 但是一直没有足够 强大的修行法门 所以 既然他有看中的法门 我们也自然是让给他 我看了深男一眼 他已经坐起来 盘膝而坐 闭着眼睛 对这些身外之物 表现得十分淡然 深前辈 你看看这里面 有没有你相中的东西 先拿一件吧 剩下的 我们再慢慢分 深男没有睁开 只是摇了摇头 说了句 我什么都不要 这一次跟你们进来 只是为了游历 见识了这么多 我的收获已经足够了 没有必要争这些分外之物 他说的是很轻巧 可是我们几个都清楚 这一次神农架之行 若是没有深男的帮助 我们绝对走不到现在 他可以说是出了力的 一点东西都不要 我们心里都过意不去了 就连老狗说了句 那个 深道友呀 这一次咱们来这里 虽然说 你是为了游历 见识一下 可终究是 付出了一定的心力 也帮了我们不少 我们心里面都知道 也很感谢你 你就看着好的拿几件 大家分了 心里才舒服 我们几个拿了 你什么都不要 我们道 不好意思了 深男睁开了眼睛 看着老狗 笑着说道 道友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倒是让我很意外啊 不过 我说了只是游历 那就只是游历 不会再要身外之物 你们不必考虑 我会有什么别的想法 这都是 我自己愿意的 这 老狗也有些无奈 这些东西连他都心动 就算是深男身份特殊 也不可能对这些东西视若无睹 他如今竟然这样决绝 什么都不要 实在令人觉得奇怪 我又问了句 深前辈 你确定不要了 他点头 道 确定不要 你们分了就好 能够来此地游历 对我来说 已经是最宝贵的经历了 好吧 既然深男自己坚持 我们也没有必要抢求什么了 毕竟人格有志 总不能够抢求别人做什么 老狗又对我说道 燕涵 那你也去看看吧 有没有什么特别看重的东西 我点了点头 过去在一堆东西里面找了一会儿 最后拿出来一本古书 上面记载的是某种秘法 只是表皮上面的字认不出来了 但我看了几句 还是比较深奥的 而且是极强的攻伐秘书 对我比较有用 第568章 分神 老狗看了一眼我选出来的第一件东西 翻看了两页 轻轻点了点头 还赞赏了我两句 你小子倒还有些眼光 这上面记载的两门秘法 是非常强大的攻伐之术 施展出来 可以以一战百 倒是可以弥补 一下你现在的秘法缺陷 听他这样说 我心里面也是挺高兴的 点了点头 道 嗯 那就好 有用就行 经历的事情多了 整个人也都变得成熟了 我更加知道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任何东西 只要是有用 才是最好的 比如之前我从尼普萨那里 搞来了两张银行卡 里面有千万上亿的钱 当时把我兴奋的几天睡不着觉 当成宝贝一样 生怕弄丢了 可是如今这些金钱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 因为在这条阴阳路上越走越远 这些世俗之物 对我没有太大的用处了 就算是再好 我留着也无用 剩下的那一堆东西 我们三个一边讨论一边分赃 基本是按照各自所需分了一下 老狗要的最少 那些秘法和法器什么的 他就一件都没有要 只是要了几株老药 说是想要看能够靠这些药的药力 古书秘法和脊柱能够恢复伤势的神药 法器只要了一件和短笔手 差不多的残缺之物 其他也没有再多留 剩下的一堆 全都给了尼菩萨 尼菩萨也是来者不惧 只要是我们瞧不上眼 他统统收入囊中 在他的字典中 就没有不要这个词语 在他欣喜之后 他还是给我挑出来了几件 塞到我的怀里 对我说道 叶寒 这些你拿着 说不定以后有用的 我看了一眼 其中有秘法典籍 还有些不知道名字的要值 我和尼菩萨的情谊 是摆在这里的 当年那一瓶龙蛇之血 就是我们两个相互使用的 老狗还偷偷给我 从瑶池大神那里搞东西 比如 陷在我身上的仙护 所以 他对我是很好的 就算是贪心 对我也是非常大方的 我将东西重新还给尼菩萨 说道 这些东西 你先给我保管着 我手上有拿的这些暂时够了 贪多交不烂 等我学会了这些 再和你要别的 尼菩萨听了我的话 愣了一下 点点头 没有客气 直接就收起来 好 那等你拿的这些 密法学会了 我再给你别的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和我说就行 我点点头 冲他一笑 之后 我们各自收起东西来 这件事情 暂时告一段落 魔主和我说过 让我用乾坤葫芦 在这里修行 我和老狗他们招呼了一声 便按照魔主所说的 将自己的灵魂力量 输入葫芦之中 果不其然 葫芦瞬间变大了 完全可以容纳 一个人在上面 我跳上去之后 在葫芦上盘膝坐下 仔细看了看周围 确实很稳固 这才放下心来 我在这里修行 你们休息一下 稍微等等我 老狗和尼菩萨答应下来 我修行提升道行 他们也为我高兴 深难一直闭眼养神 并没有说话 我在葫芦上开始修行 体内运转法门 一股神秘的力量 就缭绕在我身体四周 这股力量很温和 像是太阳光在照射着我 除此之外 我还隐约听到 耳边回荡着某种声音 飘忽幽远 若隐若现 听不真切 如同是天外的仙音 听着仙音 沐浴着柔光 让我的修行 变得轻松舒适起来 之前在入微境界 感觉到的瓶颈和壁垒 顿时消失无影了 我沉浸在其中 慢慢地急剧起力量 冲破入微境界的关卡 步入更深层次的境界 领悟分神境界的含义 时间一点点过去 对我而言 却没有任何的概念 就像是眨眼之间 等我重新回神 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真正达到了分神的境界 在这个境界之中 我的灵魂可以轻易离体 甚至可以脱离本体自由存活 如微境界的时候 更多感悟的是身体的力量 是对于阴阳之力的提升 而如今分神的境界 却更注重灵魂力量的强度 是对灵魂力量的升华 所学的吞魂精 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让我对灵魂之力的控制 有了独特的见解 我整个人都有种 手的云开见月明的感觉 被挡在这个瓶颈之外 已经有段时间了 之前无能为力 现在突破了 心里面的石头也落下了 老狗他们也都发现 我已经醒过来了 全都向我看过来 叶寒 你终于醒了 我也在看着他们三个 三个人都修整好了 身上没有半点伤势 精神面貌也挺好 看来是恢复得很不错 我点点头 道 嗯 醒了 从乾坤葫芦上面跳下去 落在地面上 站稳脚步 看着他们三个 这个时候 深男陈生说了句 叶寒 你可真当得起天才之名啊 我活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见过修行 如此之快的人 我甚至都怀疑 你的身体 是不是藏着某个大人物了 竟然在这几天的时间内 就突破到了分神的境界 老狗听到这话 也兴奋地大喊了句 叶寒 你真的突破了 刚才看你睁开眼睛 我就有所感应 只是不敢确定 没有想到 你真的成了 这么快的速度 比起当年 某些号称天骄的人 也不成多让 若是在我们那个时代 你必定得到 成为一方霸主 我笑着回道 侥幸突破罢了 主要还是得益于 这些黑色物质 否则的话 单纯靠我自己修行 一点时间把握都没有呢 运气和机缘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深男认真地说了句 被人夸奖的感觉 确实不错 但说得多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了 赶紧转移了话题 转头看向 黑色物质中的乾坤葫芦 手上凝聚出一团阴阳之力 包裹着葫芦 尝试着将它收回来 乾坤葫芦 很是非常受我控制的 在我的力量的影响之下 慢慢飞了回来 葫芦到手 被我憋在腰上 一切都恢复正常 我大呼一口气 看了周围一眼 这一大块地方 有不少的坑洞 被我们挖得 好像地鼠给刨了似的 只是现在这里的一切 都安静下来了 我们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我说了句 咱们是不是也该回去了 听到我的话 尼菩萨响应道 的确是该回去了 五脸老鬼 已经被魔主给搞去了 想来是不可能活着了 我们也有了收获 留在这里 没有什么用了 我听他提到了五脸老鬼 想到那仙绑的布块 还在我的手上 赶紧拿出来 交给老狗 老狗 这玩意儿还给你 老狗看了一眼 却没有接 说了句 也寒 你融合了邪仙的夜深 就像五脸老鬼所说的 可能这东西 在你的手上 才真的有用呢 我硬塞进他的怀里 口中说道 别搞这些虚的了 这本来就是你的 我拿着能有什么用呀 对我来说 就是一块抹布罢了 你拿着 回去再缝制一个裤衩 没了裤衩 我看你都觉得别扭了 老狗咧嘴一笑 没再和我客气 将仙绑的布块收起来 道 嘿嘿 小子 你倒是不贪 这块布可是比什么都有价值 你竟然不动心 也罢了 看在你的品格还算好 等本大爷死了 这块布就传给你 你一个老不死的 还说什么死了我 我看你都能够熬死我了 我开了一句玩笑话 缓解了气氛 我们没有再逗留 收拾之后 离开了神农家 第569章 离开神农家 离开神农家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 深男用法眼看出的 道路原路返回了 也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可是行走在森林之中 还是有种莫名的心计 不仅仅是我感觉到这样 就连老狗和深男 也是同样的感觉 走在路上十分小心 目光一直扫十四周 走在路上 老狗还忍不住说了句 这地方一定还有古怪 只可惜 本大爷现在没有了道横 要是以前 本大爷必定把这里翻个遍 看看到底 藏着什么隐秘 深男则是提醒了句 如今已经不是以前了 咱们多待一会儿 就多一份危险 既然事情已经办完了 也算是圆满收场 还是赶快离开吧 老狗没有意义 点了点头 道 好 咱们快点走吧 我也觉得不舒服 沿着来时候的来返回 直到看见天雷轰打造成的痕迹 才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能够确保 我们没有迷失方向 之前那一次 总是在一个地方打转的经历 还是让我心有余悸的 找到了天雷轰打的痕迹 我们就直接通过 有痕迹的这条路 一直出去就可以了 从神农架深处离开 走了一段距离 差不多要走出 天雷轰打区域的时候 忽然又出现了一道黑影 毫无预兆地 凭空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时我就正常地走着 一个黑影 在距离我一步远的地方出现 我迈出去的脚 想要收回来 是不可能的了 只能是硬生生停下一半 相当于是迈出去半步 我停下来的时候 一脚踩在地上 距离面前的黑影 只有不足以拳头的距离 几乎就要脸贴着脸了 整个心都惊得跳到了嗓子眼里 本能性的惊叫都没有了 脑袋里面有些空白 眼前的这个黑影 摇摇晃晃的 没有实体 也没有具体的面容 十分的虚幻 也没有任何气息 对我们来说是很熟悉的 能量体 这是仙榜之中 遗留下来的能量体 之前曾经出现过 想要抢夺我手上的仙护 后经深难地提醒 我们才有了防备 却没有想到 它会在这个时候 忽然出现在这里 我们所有人都梦了 而黑影向我伸出了手 它的手在我眼中放大 让我心中顿时惊骇起来 立刻向后面撤了一步 这个时候 我却听到老狗喊了句 小心身后 身后 我自己身体后面 肯定是看不到的 可是老狗既然这样喊 一定是有情况的 我立马回头 瞥着眼睛看过去 想看看到底是 发生了什么情况 让老狗如此的慌张 没有完全回头 仅仅是瞥了一眼 我就看到了 一群黑影在我身后 具体的数量我不知道 但至少有近十个 一个黑影就足够我们受得了 忽然出现了这么多个 让我有些慌乱的手脚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 我只感觉到 无数个手向伸过来 就算是知道 他们抓的不是我 那种恐惧感 还是无法消除的 慌乱之中 失去了理智 也没有好的办法 来应对 只能够眼睁睁看着 一只只手 再向我靠近 并且抓住了 我身上的仙护 仙护中 蕴含着仙绑的力量 可以吸引这些黑影 但是这一次 我忽略了一个东西 那就是 我们刚刚得到的方巾 这块方巾 乃是制造仙护的原材料 其中蕴含的仙绑之力 更加浓郁 除了仙护被抓去了 我感觉到 方巾也被很多 只手给抓住了 似乎要从我身上 撕折抢夺过去 我回过神来 一把抱住了 自己胸前的方巾 想要将其保护起来 这玩意儿 可是意义重大 也是我们拿命换来的 绝对不能够丢了 这群黑影受到的阻碍 手上也加了力量 用力争抢 想要把我手上的方巾 夺过去 而且力气很大 我有些支撑不住 当时没有想很多 知道自己力气不足 自然是要用阴阳之力 来抗衡 我体内法门运转起来 尤其是吞魂精 背后出现了灵魂虚影 仰天一息 顿时一股强大的 黑暗力量出现 那些虚幻的黑影 被这股力量吸收 顿时变得扭曲起来 像是要被吸进 灵魂的口中 方巾上的手少了 力量也减弱了 我瞬间 获得了主动权 将方巾抱在了手中 与此同时 刚才被抢过去的仙护 似乎是感受到了 我释放出来的吞魂之力 顿时剧烈一颤 想要从黑影手上争夺 黑影与之抗衡 仙护上的裂痕 顿时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释放出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抓着他的黑影 给驱散 老狗和深男两个人 已经来到我左右两边 尼菩萨的身上 也弥散出黑气 目光凌冽地盯着四周 做出了作战的准备 我缓了口气 擦擦脸上的汗水 将仙护给收了回来 确保这两件东西 都没有丢失 尼菩萨问道 燕含 你怎么样 我摇头 回道 我没事 东西也都还在 听到我这样说 几个人也还都松了一口气 人没事东西也在 那就是最好的结果 深男看着四周 陈生说了句 没想到 竟然有这么多的能量体 看来神农架 也确实是够古怪的 竟然有这么多的能量体存在 这个时候 那些能量体都已经消失了 并不是被我们泯灭了 而是隐去了身影 他们躲藏起来 除非是深男使用法眼 否则我们谁都发现不了他们 老狗说了句 这里不能久留 咱们赶紧离开 等走出神农架深处 到外面之后 他们应该就不会跟出来了 没错 这么多的能量体 一定是因为方金 才被吸引出来 若是不离开 数量说不定还会多 到时候蚂蚁咬死相 我们就有一定的危险了 他们几个护着我 快速向外面走去 而我自己也十分警惕地 看着四周 生怕那量体再忽然出现 我们离开的位置 很快又出现了 一个个虚幻的声音 是一大群 远远地回头看去 只能够看到 飘飘荡荡的黑影 却看不清数量 但那么多的身影 也把我们吓得够呛 迅速逃离 黑影在后面追了一段距离 似乎是在忌惮什么 并没有再对我们法器攻击 随着我们的离开 黑影也渐渐减少 最后全都消失了 确定没有能量体跟着之后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这一段路走得很快 也非常紧张 生怕会再出现问题 我们走出了 天雷轰打痕迹的道路 来到之前和五脸老鬼 相遇时候的地方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坐下来稍事休息 这个时候 老狗深深吸了一口气 挺着身体 也顾不上自己的疲累了 眼睛冒火看着周围 惊呼了一声 嘎嘎 本大爷的感知又回来了 神农架深处的气息 遮盖了老狗的感知力 让它变成了 瞎子一样的存在 现在我们离开了 它的感知自然而然又恢复了 我们为老狗高兴之后 没有再休息很久 决定先离开再说 这一次 就由老狗带领着我们 从这里一路离开了神农架 绕了两个圈子之后 终于又回到了 之前进来时候的那个山剑 看到山剑 我就好像看到了 黑暗中的光明 当初从这里进来 没有想到 在神农架中 会有这样一番经历 实在是惊心动魄 甚至让我觉得 自己好像穿越了 终于出来了 我忍不住大喊了一声 老狗也是兴奋地直跳 吼了两嗓子 冲我们说道 哈哈 出来了 总算是出来了 走走 咱们快点离开 出去这里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这几天可要憋死本大爷了 就算是以前 也没有这么耗费心力 第五百七十章 嗨爆 我们开口大声喊了两句 随后就一个个 争先恐后地跑出了山剑 来到了神农架外围的范围之中 从危险之中 彻底脱离了出来 离开山剑 来到外面的树林之中 也不知道是否因为心理作用 就感觉到呼吸道的空气 都不一样了 周围的气息 让人十分舒服 没有之前的那种心悸 老狗领路 带着我们从树林中出去 来到了外面的正常世界中 看到了阳光 看到了人 让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不由得停下来 仰天大吼了一声 发泄内心的情绪 因为我们几个在神农架中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身上的衣服早就不成样子了 搞得和乞丐差不多 与现在各个全都精装系打扮的形象 有很大的区别 再加上这一声吼 所有人都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们 被如此多的目光注视 我内心有种被偷窥的感觉 很不舒服 赶紧收敛起自己的状态 一溜烟离开了 神农架属于景区 来往的人很多 谁都不认识谁 我们很快就混入了人群之中 没有再引起什么变动 随后 我们便找回到之前休息的酒店 重新订房间 换好新衣服 开始休息睡觉 享受惊险过后的平静 这几天在神农架中 我一点觉都没睡 在里面紧绷着神经 强行将体内的疲倦压制下去 还没有太多的感觉 如今出来了 躺在床上 所有的疲倦片刻间全都洗上来 让我打了一个大喝歉 闭上眼睛就睡着了 我这一觉睡了一天一夜 没有管老狗他们几个 就自己在一个房间里睡 一直到自然醒过来 白天上午睡下 一直到第二天白天的中午 太阳晒到屁股了 我才醒过来 睁开了眼睛 因为刺眼 又迷起来 舒展开揽腰 看向窗户外面 这一觉睡完 之前的时候对我来说 却好像成为了一场梦似的 总算是将身心都休息了一番 人总是要睡觉的 只有睡眠 才是最好改善精神面貌的药剂 我睡了这一觉 整个人的精神都好了 脑袋也清醒了 想事情也变得冷静而全面 我穿好衣服 去洗手间洗了洗脸 稍稍梳理了一下 从自己的房间出去 到旁边去找老狗他们了 过去的时候 老狗和尼菩萨都不在 只有深男在里面打坐 深前辈 只有你自己啊 老狗和尼菩萨呢 深男没有睁开看我 闭着眼睛 回了我一句 他们两个昨天晚上出去了 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出去了 我沉吟一声 出去做什么啊 深男摇头 不清楚 他们没有告诉我 老狗和尼菩萨这两个家伙 凑到一起 就没有过什么正事 离开的时候 又没有告诉深男去做什么 肯定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说不定又是变成人出去玩了 这样的事情 他们两个也没少干过 我没有急着出去找 在里面做了会儿 和深男有的没得说了两句话 很快 老狗和尼菩萨回来了 两个家伙身上满身酒气 脸上还一副喝醉了酒的样子 身上黑气弥散 气息有些不稳 当然 这样的状态在普通人看着 只是有些醉酒 发现不了什么特殊的问题 我看着他们两个 忍不住愤怒地喊道 你们两个又出去疯了一晚上 搞成这个样子回来 也不怕被人发现你们的真身 他们表面看上去都是美男子 是难得一见的帅哥 可若是无意中显化出真身 怕是能够把人给吓死了 老狗冲我回了句 本大爷和大兄弟出去玩玩 放松一下心情 还被你说得这么严重 真是太没有情趣了 尼菩萨也跟着说道 没错 在神冬架那几天 我们的心都紧绷着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出来了 去放松一下 喝喝酒 找找女人有什么问题 想当年 我也是大清朝的王爷 什么场合没有经历过 怎么可能暴露自己 这两个家伙 一脸最汉的样子 说话都结结巴巴的 看得我实在难受 直接就两巴掌上去了 啪啪 两巴掌打在脑袋上 他们两个都安静了下来 身体站稳了 嘴巴紧闭上 一句话都没有再说 眼睛里面那种恍惚无神的状态 大爷消失了 变得非常清醒 这两个是什么人物 怎么可能被一点酒给醉倒 刚才的样子 摆明就是装的 很快 恢复了正常的老狗 一下子跳上床 钻进被子里面 只留着一个脑袋在外面 那样子和状态 与以前是一样的 叶涵 本大爷可是神兽 你总这样打我 可别怪我要翻脸的呀 我白了他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若是一直这样深究下去 老狗能够 和我开嘴站一直不停 我也懒得理会他了 有的没得说了几句话 将这件事情放过去 随后 我又说道 咱们去神农架好几天 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过 也不知道阴阳道上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又看向老狗和尼菩萨 问道 你们两个出去封了一夜 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 尼菩萨回道 没有 我们两个是在夜店里面玩 只听到了一些男女之间的事情 没有阴阳道上的事 再说了 神农架这里是兄弟 在某些人的眼中就是禁地 很少有道上的人会来这里的的 要想打听道上的消息 不能够在这打听 还是要离开这里 去那种比较混杂的地方 他说的也有道理 的确是这么一个理 我试探着问了一句 那我们离开 先找地方打听一下道上近况 尼菩萨摆摆手 我没有什么意见 反正你们去哪里我就跟着去哪里 老狗躲在被子里面 一边摇晃着脑袋 一边和我说道 本大爷对阴阳道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只要有好玩的 我怎么样都可以 深难盘息而坐 什么意见都没有 从神农架出来之后 他就又恢复了一开始的状态 像一个无形的幽灵一般 跟在我们的后面 没有话语 也没有什么动作 只为自己的游历 如此一来 我就成为了拿主意的人 既然这样 我就做了决定 现在离开这儿 去外面打探一下 这段时间 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 好 你们都没有意见 那咱们就走吧 反正留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决定了之后 我们立刻开始收拾东西 把该带的都带上 退了房间 离开了酒店 已经来过几次了 我对这里还算是熟悉 直接带着他们 乘车去了火车站 买上票重新返程回去 要去人员混乱的地方 打探情况 我比较熟悉的 就是湘西那边 所以自然是要去那里 乘火车达到目的地的时候 已经是天黑了 我们下车之后 准备直接去找某些 道上人聚集的地方 打探情况 结果还没等我们离开车站呢 就有人找上来了 一个三十几岁的大哥 忽然出现在我们前面 目光扫尸一圈 最后盯着我 沉声问了句 请问您是叶寒叶先生吗 以我现在的眼力 自然能够看出来 这个人有点倒横 身上还有些死气 应该是常年接触死尸所导致的 我稍稍皱眉 沉声反问 你是谁 叶先生 请您不要误会了 我没有恶意 也不是您的敌人 我其实是敢试一脉的人 这几天接到上头的指令 特意在这里等着您的 第571章 敢试验尸 我听到对方说 自己是敢试一脉的人 心里面稍稍放松 皱起来的眉头也稍稍松了 眼中带着疑惑的神色 开口询问道 你是敢试一脉的人 是谁让你在这里等我的 对方对我的态度 还是比较谦恭的 非常恭敬的回应 叶先生 敢试一脉 现在是艳师大人接手掌管 是他传下来的命令 让我在此等候您 一旦有您的消息 就让我带您去见他 艳师 师姐 我惊呼一声 还是很惊讶的 同时 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 涌上心头 我记得 自己曾碰上过一个 敢试一脉的人 他告诉我 自从圣姑出世之后 敢试一脉就四分五裂 我不愿看到 圣姑的心血负面 便告诉那个人 要他去找艳师 如果现在真的是 艳师管理着敢试一脉 那他看来是听了我的话 去把艳师找回来了 可我不得不考虑 这件事情 实在太巧合了 就算是艳师回来了 掌管着敢试一脉 并且派出人来找我 但他绝对不可能知道 我会出现在这里 如果说是碰巧 也是在太巧了 我脸色阴沉 盯着面前的人 冷声问道 你是师姐派来的 那又如何知道 我会在这里出现 你还想骗我不成 不不不 对方赶紧摇头 急着向我解释道 叶先生 您误会了 听我解释 真的是艳师大人 让我来找您的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您在哪里 但前几天 湘西三邪派出 所有人在这片地界 寻找您的行踪 都没有任何线索 后来只能是让我们 把住各个出入口 只要您出现 三邪中人就会立刻发现 他伸出手来 向不远处一个地方指了指 说道 您看 那边还有我的同伴呢 不仅仅是这里有我们的人 附近所有的车站 以及交通入口 都已经被盯死了 只要您出现 我们都能够发现的 我盯着他 看不出有任何的问题 看来说的都是真的 并不是有什么阴谋 沉默了一会儿 对方脑袋上都冒汗了 看得出来十分紧张 也十分地害怕 虽然是低着头 可不时向我撇看 尤其是在害怕我 我这个恶魔和屠夫的名字 一时半会摘不掉 只听说过我凶名的人 对我的恐惧 是发自内心的 不是几句话能够化解的 既然是验尸出来 只长敢示一脉 我也放心了 而他想要见我 我也应该去见见他 我冲面前的人点点头 收敛起冰冷的态度 咧嘴笑了笑 开口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 是我误会了 还请大哥别见怪 现在就请你带我们去见师姐吧 我也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了呢 说到这里 我不由得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深藏心底的人 一开始听到我忽然说话了 他还被吓得颤抖了一下 似乎是怕我会出手杀了他 听了我说话的内容之后 十分惊愣地看着我有些发呆 似乎没有想到 我会是这个样子 最后他松了一口气 之后带着我们离开了车站 前去寻找验尸 跟着他离开车站 路上 我询问了他的名字 他叫李森 很普通的名字 我为了表示亲近 就直接喊他森哥 只是他还不敢喊我的名字 一口一个夜线上的叫着 对我喊他森哥 也诚惶诚恐 都不敢应声 我从他的样子 就能够感受到他心中的忐忑 李森开车 前去验尸所在的地方 路上 他还给上级打了电话 报告了现在的情况 说我们正往那边去 让他的上级告诉验尸 已经找到了我们 我们走了大半夜的路 差不多凌晨三点半的时候 才达到了验尸所在的地方 李森也和我们解释了 因为验尸刚刚执掌了 赶氏一脉的大任 而赶氏一脉前段时间 成了一盘散沙 如今想要重新凝聚这盘散沙 就需要挨个去处理 但清理门户的 就清理门户 能够重新拉拢任用的 就重新拉拢任用 反正这段时间 验尸也没有停下 一直在忙活 每天都非常的累 让我体谅一下验尸 不要生气 也不要着急 我自然没有责怪验尸的意思 只是李森不停地道歉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如果不让他道歉 说不定他想的会更多 见到验尸的时候 他正在一个大院子门口等着我 身后跟着两个赶尸一脉的人 看到车子过来的时候 验尸快步走过来 我隔着窗户 就已经看过验尸的样子了 的确是他没错 和验尸也有几年的时间没见了 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的时候 验尸的外表是风情万种 引人犯罪的那种 内心却是十分顾忌伤感的 没有童年的他 造成了一定的心理上问题 验尸如今穿着 很普通的女性装扮 眼神柔和 称得上是温文尔雅的文化女性 非常的知性 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 我从车上下来 验尸看着我 很是激动 眼睛红润 要哭出来的样子 原本我还是很兴奋的 看到他这个样子 内心的某根弦也被触动了 鼻子变得酸酸的 有些想哭 相互对视了一会儿 验尸冲过来 一下子扑到我身上 一边用拳头打我 一边哭喊道 叶涵 你这个臭小子 一点都不知道安稳 整天就知道搞事 听着验尸口中 眉头莫尾的埋怨 我的心里面 却如同有暖流流过 十分的温暖 好像一个姐姐在责备我 我抱着验尸 眼中滑下两道青泪 开口安慰道 我也不想搞事啊 总是有事情来找我 倒是师姐你 越来越漂亮了 要是被男人看到了 恐怕会把门槛踩断的 你就知道有嘴滑舌 他说着 忍不住一笑 验尸在我身上又哭又笑的 过了一会儿 慢慢平复下心情 从我身上起来 擦了擦脸上的泪珠 瞪眼看着我 燕涵 咱们有好几年 没有见过了吧 我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没错 好几年了 你还好 我点头 还好 至少是活着 你呢 验尸回道 我很好 这几年我在东北 过得非常安稳 以前心里面想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过了 甚至还去幼儿园玩了几天 所有的遗憾都已经弥补了 这个时候 刚才在验尸后面的一个人 上前来 冲我鞠躬行李 叶先生 您还记得我吗 我看了一眼 立刻想起来 这个人就是我见过的那个 是我让他去找验尸的 记得 是你把师姐找回来的 他点点头 回道 是我 多谢叶先生 若是没有您的提醒 可能感失一脉 日后就不复存在了 我摇头 道 我和感失一脉 渊源也很深 这点事情不足挂齿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深深鞠了一躬 向后面退了一步 给我和验尸说话的空间 没有再打扰我们 验尸看着我 沉生说了句 叶寒 圣姑的坟墓 是你修的吧 我去过了 听说还是你将圣姑的尸体 带回来的 多谢了 圣姑将验尸当成要人 把他养大 验尸 也记得圣姑的这份情 还知道去圣姑所修行的地方 我摇头 圣姑对我也有恩情 这是我应该做的 没有什么谢不谢的 我们又沉默片刻 验尸便说道 走吧 咱们先进屋 有话进屋再说吧 好 大家一起进去 等闲杂人等退出去之后 我看着验尸 声音颤抖着询问了一句 师姐 胡娘 可还好呀 第572章 一起为魔 胡娘 我心头深藏的人儿 也是我能够为之疯狂的女人 对我来说 她就好像音速一般 让我着迷 哪怕是现在 说起这个名字 我心里面依然是难以平静 听我提到胡娘 验尸目光变得深沉起来 叶涵 我联系上巫谷和落洞两脉的人 着急寻找你 为的就是胡娘 来之前 我听李森说过了 为了找我 湘西这片地界 都已经被翻过来了 各个通道入口和车站都是港哨 只要我出现 立刻就能够被发现 我还好奇 验尸为了找我 也不用如此大动干戈 却没有想到 竟然是和胡娘有关系 这些以前的老朋友 都知道我和胡娘的事情 当初为了胡娘 我独身一人 没有任何道行 与茅山这一正派为敌 更是产出了这一脉 导致现在正宗的茅山 倒是非常少了 剩下一些也是单传 不敢重立山门 所以 听到和胡娘有关系 我心里面莫名 有种不好的感觉 以为胡娘出了什么事情 一把就将验尸抓过来 瞪大眼睛 大声问道 你说什么 和胡娘有关系 胡娘怎么了 出什么事情了 验尸被我的反应给吓了一跳 愣了一下 冲我说道 你先别着急 没有你想的那么坏 我慢慢说给你听 当初验尸离开 是我让她去照顾胡娘的 所以 她和胡娘 应该是关系不错的 在东北灵狐一族的时候 胡娘肯定也是照顾验尸的 既然验尸都不急 还说 没有那么坏 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松了一口气 放开了验尸 让她恢复自由 验尸对我说道 这一次赶誓一脉的人 去东北找我 听说了 一些关于你的情况 便偷偷跟着我 从灵狐一族中跑出来了 我又激动起来 喊道 胡娘也来了 眼睛立刻看向四周 幻想着那个魂牵梦绕 不敢想的人 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到我这个样子 验尸却不再继续 往下面说了 很是生气地冲我喊了句 怎么 你还知道胡娘 你还想着她 你自己说说 我们去灵狐一族好几年 你连个消息都没有烧过 胡娘还几次三番通过关系 给阴曹地府传信 就是想要你去见她一面 可你倒好 你自己又做了什么 面对验尸 炮轰一般的询问 我顿时没有了声音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回答 她说的都对 胡娘给我传消息 钟馗也曾经和我提过 只是我有各种事情 加上到处有敌人 为了不给胡娘招惹祸患 只能是忍着相思之苦 不去找她 说到底 这些都是我的错 我想要开口解释 但是这些话 在自己的心中过了一遍 又觉得实在是苍白无力 便又自己咽了回去 低着头 难以抑制眼中的泪水 这个时候 旁边尼菩萨看不下去了 替我说了句话 叶寒不是不想去 只是她有很多敌人 怕给胡娘带去灾祸 艳尸反应更大了 喊了一句 灾祸 什么灾祸 死吗 哼 我告诉你叶寒 你应该比我更加了解胡娘 若是她是怕死的 当年你还是一个 毛头小子的时候 她就不会为了你而受苦 从你一出生开始 她就守护着你 把你当成自己的男人 这份情你 更是比谁都清楚 是她怕死吗 我无言 看到我的样子 艳尸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没有再说这些沉重的话语 她缓和了语气 道 是我有些激动了 一涵 你也不要见怪 我只是替胡娘打抱不平而言 我道 我知道 我不怪你 等艳尸完全平静 说话不再颤抖之后 才又和我说 胡娘对你的事情 一直十分关注 借着灵狐一族的眼线 探听你的情况 可灵狐一族 本就非常低调 不常在道上走动 有些事情知道的也有限 她就又通过出马一脉的关系 打听你的事情 直到前段时间 胡娘在灵狐一族的圣地牧种内 吸收到了一缕祖辈九尾天狐的传承 让她成为了灵狐一族的重中之重 完全被保护起来 切断了她和外界的联系 这才没有打探你的休息 开始前行修行 但只要是出关 她就向我询问你的情况 我听到胡娘 吸收了一缕九尾天狐的传承 虽然不清楚其中的具体情况 但想来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机缘 所以才让灵狐一族十分重视 艳尸又道 叶涵 你也知道 也就是在胡娘被重点保护起来的时候 你成为了阴阳道上的风云人物 到处都在说 你的事情 英思成的星秀 强势大战四方 各大势力的争抢对象 更和英思成的修罗女有了关系 还传出来了修罗女 怀了你的孩子之事 我心里面咯噔一下 不由得开始想胡娘知道 我和大乔的事情之后 会是如何的伤心 不等她自己说了 我开口问道 胡娘知道了 她什么反应 说什么 艳尸回道 一开始 胡娘是不知道的 灵狐一族的各大长老都瞒着她 让她好好修行 稳固自己的道横 融合那一缕传承 否则她自己也会有危险 所以 她那段时间听到的 一直是你的好消息 胡娘一开始不知道这些事情 但她如今出来了 绝对是知道了 我还是想知道胡娘的反应 我一直没有去见胡娘 其中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她 当时就选择了逃避 一个男人 成长的路上 并不能够做好一切 在这件事情上 我当时不知道对错 在做过了之后 逃避了之后 现在想起来 才觉得是自己错了 胡娘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她对我很失望吧 我沉声说了句 验尸回道 胡娘也是刚知道不久 当时敢示一脉的人找上我 刚好胡娘出关 就偷偷找到他们 询问你的情况 那个时候 她才知道你的事情 知道你成为了道上的公敌 为了修罗女 和自己未出生的孩子 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她一开始还不相信 差点将敢示一脉的那几个人给杀了 说他们是在污蔑你 后来她一个人 在灵狐一族的禁地中待了三天 三天没有露面 谁都不见 说到这里 验尸脸色一变 长舒了一口气 似乎是说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三天之后 她从禁地出来 状态变了很多 但也没哭没闹 只是说要出来找你 所有人都以为 她是要杀了你这个复兴人 可她却说 你和修罗女的事情 一定是有别的原因 她等着你给她一个解释 这件事情暂且不稳 你为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变成恶魔 说明你绝对没变 你还是你 就是那个叶涵 她说爱你 很爱你 既然你成了恶魔 她作为你的女人 应该做的不是劝你回头 而是要随你坠入地狱 和你一起为魔 我倒吸一口良切 脑海中不由地想到了 一身白衣的狐娘 如同仙女一样的人物 口中说出自怨为魔这句话 是多么令人震撼 验尸继续道 就是这句话 彻底惊动了整个灵狐一族 所有的长老和狐族之人 强行阻拦狐娘离开 将她困在了境地 可就在我离开的那一天 狐娘冲破了 灵狐一族的封印禁锢 随我一起离开 跟着来到了湘西 想要找到你 可当时你不知所踪 到处都找不到你 第573章 女人的心胸 我听了验尸说的 关于狐娘的事情 内心早就已经掀起了 惊涛骇浪 无论如何深呼吸 如何调整心态 都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眼中不由自主地流泪 强忍着内心的激动 颤抖着声音 开口询问了一句 再后来呢 验尸说道 再后来 狐娘从灵狐一族逃离的事情 也不算是一件小事 灵狐一族不可能做事不管 让组长君梦追出来寻找她 君梦追到这里 劝了狐娘一晚上 虽然没有劝动她 但狐娘也答应了君梦 必须要尽快返回灵狐一族 君梦相当于是狐娘的父亲 肯定会偏向于狐娘 能够答应给狐娘时间 也算是退了很大的一步 君梦返回灵狐一族 我们就联系上湘西所有的力量 一起寻找你 可是道上没有任何你的消息 听闻你被救了之后 就失去了行踪 我心中已经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之前我们几个去找无脸老鬼 却没有想到 竟然错过了狐娘来这里找我 一来一往之间 让我们相互错过了 谁都没有见过谁 而去神农架的时候 我们隐藏着身份 没有被人注意到 道上没有任何我们的消息 而神农架又是兄弟 在那里发生的时候 也不会传出去 这段时间 我们在神农架中 就像是人间蒸发似的 可能别人想都想不到 我们是去了那里 所以 燕尸他们找不到我 也是正常的 我问道 狐娘现在在哪里 是回灵狐一族了吗 燕尸摇头 对我说 狐娘找不到你 到处也没有你的线索 她心中担心你 去了阴间一趟 没有找到你的消息 之后便离开了 说是要去找找你的敌人 看他们是否知道你去了哪 主要是担心 你出事了 狐娘去了阴间 让我心中稍稍担忧 毕竟我和阎王已经闹翻了 说是敌人也不为过了 狐娘去那里 还是十分危险的 狐娘去阴间 没有被为难吧 我问道 燕尸道 没有人为难她 她只是去了一趟 很快就回来了 没有出什么事情 那她现在还在外面找我 我沉声嘟囔一句 抬头等着燕尸 立刻又开口询问道 你有没有通知 她我已经回来了 燕尸叹了一声 目光变得愈发的深沉 对我开口说道 唉 三天前 狐娘就离开了 出去找寻你的踪迹 临走的时候 还说若是找不到你 就挨个 拜访那些和你有仇的人 一定要找到你 然后就失去了联系 没再回来过 听到她说和狐娘失去了联系 没再回来过 我心里面就咯噔一下 更加难以平静了 整个人都要跳起来 那种激动的程度 不亚于老狗激动的时候 失去联系 没有回过来 是出了什么事吗 我当时就把眼睛瞪得滚圆 身上的毫毛也都竖了起来 不自觉地释放出强大的气息 艳势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 刚才还沉寂的一个人 忽然就爆炸了 身上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她都不禁向后面退了一步 和我拉开距离 叶寒 你先别着急 狐娘是失去了联系 但不代表她出事了 她在离开之前 就和我说了 暂时不会和我联系 也不让我去找她 还又向我强调解释了一句 再说了 狐娘如今的道行 也是非常强大的 她在灵狐一族中 得到了最好的资源 又得到了九尾天狐的传承 在族中地位很高 寻常之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真要打起来 你都不一定是她的对手 所以 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了 艳势说的是很轻松 我不一定是狐娘的对手 这话实在有些夸大了 就算是狐娘得到了 再大的资源和机遇 也不可能超过我 如今我的进步速度 在老狗他们看来 都已经是坐火箭式的快了 要是狐娘进步比我还快 那真是不可思议了 当然 艳势这样说 也是因为自己道行不够 理解不了我们之间的差距 有多么大 更不明白其中的深浅 只知道狐娘很强 所以才会这样说 我说到 狐娘离开之前 有没有告诉你 她会去什么地方 如果你有急事要联系她 用什么办法能够找到她 艳势摇头 我不知道狐娘去了哪里 她什么都没有说 至于要找她的办法 如果她不是出现了什么意外 只要是 放出你已经出现的消息 她肯定会回来找你 咱们也不必大海捞针事地去找 那好 就赶紧放出我已经回来的消息 让狐娘知道 赶紧回来 艳势对我的话十分遵从 没有多说一句 立刻将外面赶尸一脉的人喊进来 让他们去放出消息 就说叶涵已经回来了 如果狐娘听到我回来的消息 肯定会立刻赶回来 这个时候 艳势拉着我坐到椅子上 对我说道 叶涵 你也别着急 别觉得心里面有什么负担 刚才我说话是有点重了 你别见怪 我没有别的意思 心中编闷了好几年的情绪 通过刚才的话语发泄出来 艳势的内心也舒服多了 开始向我道歉 不要让我产生误会 这种事情 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 都难以保持平静 若是别人 说不定都要直接揍我了 艳势现在的状态算是好的 我摇摇头 回了句 我没事 不怪你 听我这样说 艳势倒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 张了张嘴 想要说话 却也没有发出声音 又重新闭上了嘴巴 没再多言 过了一会儿 场面一度沉静 什么声音都没有 完全就是 陷入了一种 让人感觉到紧张的氛围 我实在没有心思说话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满脑子都是狐娘 想着她到底怎么样了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老狗他们几个趴在旁边 也不说话 自己玩自己的 根本不想 掺和我的感情之事 一个个都是 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最后 还是艳势自己打破了沉寂 开口和我说话 叶寒 他唤了我一声 我听到声音 抬头看了一眼 是以询问的目光 他继续道 狐娘去过平安村了 本来是想祭拜一下你爷爷的 可他发现了修罗女的坟墓 还在那里待了一会儿 我心中一颤 立刻追问 他 那他有没有做什么 或者说什么 艳势摇头 当时我就在旁边 狐娘什么都没做 也没有说什么 在那座坟头前面站了半天 只在最后的时候 嘟囔了两句话 哪两句话 狐娘当时说 整件事情无论对与错 都是大人的事情 和孩子没有关系 终究是苦了这个未出生的孩子 艳势说完 瞥了我一眼 注意着我的神态变化 随后又继续说道 他还说 既然进了叶家的祖坟地 那就是叶家的人 让大乔陪着孩子好好走 他和你一定会替他们报仇 让他们安息 我听到这两句话 心里面紧绷的神经猛被一颤 有些难以克制的激动 紧紧握着拳头 口中喃喃自语了句 狐娘 我欠你的太多了 狐娘看到大乔的坟墓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十分理解 暂时放下两个女人该有的战争 而是将大乔当成 是自己人 说是和我一起 替他们母子两个报仇 这份情 比天还要大 这份胸襟 更是寻常女人 所不可能有的 连我都打心眼里敬佩她 可能是从小的经历 让狐娘懂得 如何去宽容和珍惜 第574章 伤痛一人悲 我回来的消息 已经放出去了 为了将狐娘找回来 我也顾不得 自己的身份特说 哪怕是再一次 搅动阴阳道上的局势 也要让狐娘知道 我回来了 让她来找我 听着艳师 将狐娘的一些事情 告知我 还有她在灵狐一族中 的一些事情 让我确定狐娘这几年 在灵狐一族过得很好 心里面也稍稍舒心了 人就是这样 在没有听闻到 心底人的名字之时 一切都还正常 没有将内心的情绪扩大化 可一旦把内心的火热 引动出来 那所有的一切 都将化作虚无 任何的理智都消失了 现在也不顾上什么后果 只想着能够找到狐娘 她为了我 不劝我放下屠刀 而是和我一起入魔 那我所担心的危险和生死 对她来说 更加不算什么了 艳师见我心不在焉 整个人都不在状态 便没有和我多说 一涵 我给你安排房间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会派出所有人 去找狐娘的 只要一有消息 我会立刻通知你 她也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直接将我从椅子上拎起来 硬拖着我去休息了 不让我多想 免得越想越坏 艳师给我安排了房间 之后又给老狗 他们美人安排好地方 她虽然不知道 老狗和生男 但对尼菩萨是很熟的 相互介绍了一下 也算是互相认识了 她以前就帮着圣姑 掌控感知一脉 经历过大场面 虽然道行算不上顶级 也没有被老狗等人看在眼里 但是看人的眼力镜 还是有的 从尼菩萨的一些态度 和话语中 就能够了解到 老狗和生男 都不是寻常人 所以 对他们两个的态度 也很谦恭 没有让他们两个 挑出不是来 我就不管外面这些事情了 被艳师推进屋里面之后 就直接躺到床上 闭上眼睛 想要让自己平静下来 可哪怕是闭着眼睛 泪水还是很快 就从眼角流出来了 根本就止不住 姑娘 你快点来吧 我想你了 我嘴里喃喃自语道 我躺在床上 脑袋里面什么都不想 完全放空 整个人的状态 都显得十分颓废 意识也处在半迷糊之中 没有睡着 但是意识却很恍惚 什么都没有想 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应该是过了好长时间了 外面传来的敲门声 将我给惊醒了 砰砰砰 叶寒 赶紧给本大爷起来 别在里面藏着了 出来 老狗还在外面叫嚷 十分嚣张 大有一副 我不出去就踹门进来的状态 而这样的事情 老狗也是绝对能够干得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 调整一下状态 瞪大了眼睛 经历的事情多了 各种伤心痛苦的感受 对我的打击和影响 也在慢慢地减弱 我开始学会了 慢慢调整心情 因为一件事情 一味地颓废伤心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从床上起来 向门口走去 准备给老狗开门 老狗还在外面叫嚷 声音越来越大 我甚至能够看到 它在外面生腾起强大的火焰 形成的火红色的光影 叶寒 出来 出来啊 本大爷可要踹门了 这可是你逼我的 我刚走到门口 正要伸手去专门 把手打开门 忽然之间 房门静止落了下来 要将我砸到在下面 当时我根本就没有防备 也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情况 正正地看着眼前黑了下来 好在养成了一定的习惯 瞬间向后面退了两步 拉开了距离 我躲过一劫 怒目看着门外面的始作俑者 老狗也看到了我 嘴巴咧着 身上的火焰收敛起来 上来就冲我喊道 严寒 你在里面做什么呀 叫你也不答应 不得不让本大爷把门踹开 对了 你既然在这里 为什么不给本大爷开门 刚才踹门 还把本大爷的脚隔音到了 一会儿 你可要给本大爷揉一揉 我直接是忍不住了 骂道 厚颜无耻 我在这里不就是要给你开门的 谁料到你直接踹开了 别告诉我 你看不到我走过来了 还有 你这身体 就算是铁门 撞碎了你都不会有事 现在你还说疼 一会儿 还要你赔上这扇门呢 老狗面对我的呵斥 别过头去 一句话都没有说 但是那样子也不服输 根本就没有 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 我当然 也懒得和老狗生气 缓过神来 沉声问道 你着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老狗这才看我一眼 道 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那个女娃娃 让我来告诉你 你出现的消息传出去了之后 阴阳道上 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 我冷笑一声 问道 怎么 难道还有人想要杀我 他们谁还敢领头 一开始的时候 我大杀四方 被人称作是恶魔 很多人想要报仇 也有很多人 打着正义的名号 要杀我 可是经历过 几次的事情之后 他们应该认识到 自己不是我的对手 要杀我是不可能的 而那些能够杀了我的老家伙 也都不值得 为了一点所谓的虚名而出手 如今无脸老鬼 也不在了 我还真就没有想到 他们会集合起来来找我 老狗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 他们倒没有在想杀你 只是有些人 不知道从哪里 听说了狐娘 暗中有些势力 似乎在打狐娘的注意 看到我脸色变了 老狗赶紧解释 你先别急 狐娘暂时没有消息 没有消息就是没事 你别急着担心 他们也只是 有这样的想法 还不知道怎么做的 也不知道结果如何 那女娃娃 就是让我来通知你一声 我脸色变幻 又沉声问道 师姐呢 老狗指了指外面 她一早就出去了 好像是有什么急事 本来是要我过来 告诉你的 不过我睡着了 这才记起来 你 我面对老狗 也是无语 没有再和她废话 我跑去前厅 想看看艳师回来没有 过去之后 她还没有回来 不过这里有 赶誓一脉的人坐镇 他们也清楚 其中的一些事情 经过我询问之后 暂时了解了一些情况 我出现的消息传出去 散播得很快 的确是引起了一些势力 在暗中开始活动 不过更多的是 打探我的虚实 至于狐娘的事情 似乎也是有人放出的风声 大多数都只是 随着传这件事情 没有人知道 狐娘在哪里 不过 关于我和狐娘的一些事情 似乎是被一些人 给挖出来了 当年我为了狐娘做的事情 也重新成为了 道上的传奇之事 狐娘随着我名声远扬 却不一定是好事 她同样也和我一样 处在了风口浪尖 从某种意义上讲 她甚至比我还要危险 因为那些人知道 我难对付 首选的肯定是狐娘 有些胆子大 不怕死的 说不定就想着 拿狐娘来威胁我 担心的事情 竟成了真 当天晚上 艳师回来了 不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 还带回来两个人 这两个人 其中一个我还认识 看到她的时候 我顿时皱起眉头 心里面就觉得 有麻烦要上门 她就是阿尔 那个被我杀掉 死而复生 还一直想要拉拢我的家伙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阿尔并不是真的活过来了 她和之前我杀掉的 不是同一个人 他们是四胞胎兄弟 这是一种特殊的 秘法炼制的傀儡 另外一个人 我不知道是谁 但她却非常吸引眼球 是一个看上去 二十三四岁的女孩 身上穿着绣花绸缎长袍 额头两边有小树头发垂落 略显男儿妆的扮相 更显出了她的清秀美丽 第五百七十五章 林延青 艳师看了我一眼 向我使了个眼色 示意我自己注意一下 后面的这两个人 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其实也不用她来提醒我 我看到这两个家伙的时候 心里面就意识到有问题 并且加了小心 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叶涵 这两位同时找到了我 说是你的朋友 一定要跟着我来见你 我没有办法 只能带他们来了 艳师耸了耸肩膀 语气中略显无奈 阿尔的道哄我很清楚 绝对不是艳师能够应对的 如今乖乖带着他们来 也免得出手受伤 这样的选择并没有错 至于这旁边的女孩 虽然她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 可外表的皮囊之下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灵魂 我却看不透了 但是我能够肯定 她绝对不是一个 简简单单的二十几岁的姑娘 我先对阿尔说了句 阿尔 你倒是反应最快 一听到我出现了 就急着赶过来了 这一次过来找我 回应着阿尔脸上的笑容 阿尔听到我的问话 脸上笑意更浓 开口说道 呵呵 叶小兄弟还是那么幽默诽谐 一点都没变呢 他没有直接告诉我有什么事情 开始和我卖关子 打太急 似乎也不着急 随即 我看向旁边那个女孩 脸上带着笑容 开口询问 这位姑娘 咱们之间应该不认识吧 更加算不成朋友了 不知道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啊 女孩的双眼很大 十分明亮 看上去就好像是三四岁的孩子 那样童真 俊秀之中带着可笑 很让人有好感 叶寒 咱们之间是不认识 现在可以认识一下了 我叫林延青 今年二十二岁 性别女 未婚 喜欢吃各种美食 还喜欢游玩 最喜欢捉弄人 别人都喜欢叫导弹鬼 她的声音也十分清脆 听起来心里面舒服 可是说的内容 让我十分猛逼 一开始两句话还行 后来说着说着 这自我介绍 就好像成了查户口的 连年龄和未婚 以及爱好都说出来了 我赶紧喊停 婷婷 你先等一下 这个叫林延青的女孩 听到我的话 便闭上了嘴巴 瞪着两个大眼睛看着我 非常的清亮 看不出任何有阴谋的样子 我原本以为 她是什么老妖怪的想法 也变得有些不攻自破 这么可爱的女孩 不可能是老妖怪 林延青 名字是很好听 也比较别致 可咱们之间不认识 你也没有必要和我说 关于你的这么多事情 你就直接说吧 来这里找我有什么事 能够找到艳师 跟随着来找我 绝对不是小角色 直接把话挑明了 免得阴阳怪气地说几句 都不清楚来临 林延青回道 我来这里找你 是因为有人告诉我 你比较好玩 我在山上实在玩够了 所以爷爷就把我送下山来 跟着你一起玩 爷爷 你爷爷是谁 我立刻问道 林延青一愣 似乎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两只手堵住嘴巴 大眼珠子转来转去的 好像是在想办法 他一边堵着嘴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什么爷爷 我没有爷爷 我也没有说爷爷 你干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哭笑不得 这小丫头 心智似乎还不完善 应该是他爷爷送她来的 但是告诉她不能说 可刚才已经说漏嘴了 如今只能强行否认 阿尔也在一旁大笑起来 说了句 你这小娃娃 真是奇怪啊 一开始我觉得 你在路口等着就有问题 没有想到你还有个爷爷 让你爷爷出来吧 我也跟着向外面看了看 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人 林延青听了阿尔的话 气得一跺脚 冲她喊道 哼 我没有说爷爷 什么出来不出来的 我听不懂 我不想和一个孩子在这里闹 一边哄着一边说道 小妹妹 你二十二 可还没有我大 快点让你爷爷出来吧 有什么事情就直说 没有必要藏着 还让你一个小姑娘出面 老人家 难道就不嫌害臊 这一句话没有骂人 暗中却也带着浓重的鄙视 如果是他爷爷真的在 绝对会出来的 不可能被人这样说 还藏着 被我看着 眼睛这么问 他有些脸红 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哼 反正没有爷爷 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他往桌子上一趴 好像鸵鸟似的 将脸埋起来 其他就什么都不管了 还堵上嘴巴 表示不再听我们说话了 我看了一眼 只能无言摇头 唉 还真是怪了 什么人都有 随后 我看着阿尔 道 阿尔 这小姑娘 看来是一时半会 说不了什么了 咱们之间也熟了 你有什么事情 就直说吧 阿尔道 好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家主子担心你 让我过来看看 另外我还听说了 叶寒兄弟的女人胡娘 最近也出现在了道上 似乎还有人想打她的主意 我就顺道看看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听她提到阿尔 我心里面有些不安 虽然她没有表现出 任何威胁的状态 可是这样一句话 明里暗中都在暗示着什么 我冷声说了句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就不劳你费心了 不管是谁 要是感动我的女人 我叶寒就算是拼了命 也要让她承担后果 这句话中带着威胁的味道 也是在提醒阿尔 不要打狐娘的主意 阿尔赶紧解释道 叶寒兄弟 你可不要误会了 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家主子叮嘱过我了 对待兄弟你 就是要亲近 我们不能够成为好朋友 但也绝对不能够成为敌人 还希望你能够一直记着这一点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既然她这样说了 那我就不用担心这家伙了 语气缓了缓 道 既然是这样 那我倒应该多谢了 说完话 我想到狐娘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而阿尔他们 也有自己的消息来源 说不定就能够知道一点线索 阿尔 狐娘出去找我了 至今没有消息 你可有她的什么线索 原来是这么回事 阿尔沉申回了句 随后又摇摇头 道 我没有狐娘的线索 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不过既然叶寒兄弟你开口了 我现在就发出消息 让我们的人找别的渠道查一查 说不定会有什么消息 多谢了 我点头感谢 这个时候 刚才埋着脑袋的林延青 忽然抬起了头 向我们这边看过来 两个灵动的大眼睛盯着我 开口说道 你说的那个狐娘 我见过 瞬间 我的目光定在她的身上 三步和坐一步 直接跳过来 来到她面前 什么 你见过狐娘 真的吗 在哪里 林延青说道 前几天 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半路碰到了她 她长得很漂亮 人参狐魂 身上还有很强大的九尾天狐传承 当时正在和一条金龙打斗 人参狐魂 这个特征除了狐娘 还能有谁 金龙 什么金龙 狐娘怎么样了 我抓住林延青的衣服 大声喊道 她被我忽然的动作吓了一跳 眼中有些恐惧 也不敢说话了 我只能暂时压制内心的激动 深吸一口气 好好 对不起 是我激动了 你告诉我 狐娘怎么样了 那个漂亮的姐姐 和金龙斗了很长时间 我就在旁边看着 当时我就看出来了 姐姐的道红 不比那条金龙要弱 两个人打得难分上下 打着打着两个人就去了远处 后来我就离开了 没有追过去看 第576章 白骨婆婆 林延青告诉我 狐娘前不久 和一条金龙大战 似乎还是一场非常胶着 不相上下的战斗 结果如何 她也不清楚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 我能够肯定 狐娘绝对是遇到麻烦了 我抓着林延青的衣服 依旧不放过她 继续追问道 狐娘和那条金龙 是在哪里打斗的 他们又去向了那个方向 你见到他们两个打斗的时候 没有发现 狐娘身上有伤吧 林延青甩开我的手 刚开始的惊骇已经没有了 此时就好像一个小母老虎似的 瞪着大眼睛 略有恼怒地看着我 不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还把我给训斥了一番 哼 本小姐可不是你的小奴才 你再敢这样冒犯我 就和你开战了 到时候 别说本小姐欺负你 而且 刚才都已经和你说过了 我就看了一会儿 之后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了 刚才还会害羞的小姑娘 忽然就变得凶悍起来 郁葱般的手指 指着我的额头 脚下点了起来 一点都不愿意在我之下 气势很凶 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主 我被她忽然的动作和话语 还吓到了 愣了一下 心里面反倒是安静了下来 呃 林延青 不不 林小姐 你不知道狐娘去了哪里 我可以理解 不再为难你 那还请你告诉我 你是在哪里发现 狐娘和金龙打斗的 这对我很重要 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握垂下头 很是诚恳地说道 或许是被我的诚意打动了 也可能是她刚才不是真的生气 慢慢将手放下 缓了一口气 冷哼了一声 哼 早不知道这样和我说话呢 非要等我生气了 你才知道害怕 罢了 我就告诉你 我是在小虎山下 看到他们两个在打斗的 我听到这座山得到名字 立刻皱起眉头 沉吟一句 小虎山 我知道自己不是学识渊博之人 可也走过不少地方了 对于某些地方的山脉 也有所了解 可是这 小虎山是哪里 我的确是没有听说过 小虎山在哪里 我继续问 林延青一正 张开嘴巴 想要说话 可像是被噎住了 没有吐出自来 过了一会儿 才略显尴尬地回了句 小虎山就在小虎山那里 你不知道就算了 我很是疑惑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又看向旁边的艳师等人 他们都冲我摇摇头 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你不是在耍我吧 我语气也带着不善 耍你做什么 我真的看到了 你爱信不信吧 小姑娘脾气挺大了 撇了撇嘴巴 不打算和我说话了 直接别过头去 也不再看我 这个时候 旁边的阿尔忽然大笑起来 嘎嘎嘎 叶涵兄弟 这小丫头说话颠三倒四 也不知道是哪家派来 刺探你的虚实的 如今又搬出胡娘之事 故意引起你的注意 你可别着了道呀 我心里面咯噔一下 深深看了阿尔一眼 又凝重地看着面前的女孩 林延青年龄不大 给人十分天真的感觉 不像是有什么特殊的心机 但这不代表她傻 好赖话 还是能够听出来的 她知道 阿尔是在说她 直接就急了 站起来指着阿尔骂道 你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又没有和你说话 用得着你插嘴吗 再说了 本小姐是那种说谎的人吗 我就是见到了 这有什么假的 我听到她的话 看着气势汹汹的样子 既害怕阿尔会对这个姑娘出手 又暗暗感到头疼 这小姑娘不知道为何找上我 看上去像是天真无邪的孩子 可刚才已经说了 最喜欢的就是捉弄人 再加上这一连串发怒的状态 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主 真要是缠上我 也够瘦的 阿尔被她这样说 脸色当即就变了 原本装出来的和善不见了 脸上那些恐怖的纹落出现 弥散出强大的气场 不知死活的丫头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赶紧拦住阿尔 替她解释道 阿尔 你别生气 她就是一个小丫头 你和她治什么气 别动手 看在我的面子了 别和她一般计较了 阿尔还是给我面子的 可是没有想到 我这点面子 被林延青一句话 给瞬间抹除了 你还想杀我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样子 长得都能吓死鬼 还满身的臭气 人不人鬼不鬼的 敢出现也是勇气 她一边说着 还一边绕过我去 在阿尔身边走了两步 伸出手指着她 手指都贴到阿尔的身上了 根本就不害怕 林延青的手要离开的时候 吃拉一声 不知道怎么回事 阿尔身上的衣袍 立刻散落下来 裸露出身体 阿尔的衣袍里面 还穿着一件 古怪的紧身衣 遮住前胸和下体 看上去很是古怪 林延青看到这一幕 大笑起来 哈哈 笑死我了 你看看 你自己那模样 这丫头 还真是会捉弄人 我也不禁有些想笑 可爱于阿尔在这里 也不好直接笑 只能是憋着 可除了林延青在笑 还有一个笑声十分的刺耳 笑声的源头是老狗 这家伙从一开始 就趴在大厅的桌子上看戏 什么话都没有说 如今一开口 就是刺耳的笑声 嘲笑的声音刺激了阿尔 他手上凝聚出强大的力量 将我推开 冷声说了句 叶涵 你别拦着我 让我杀了这个臭丫头 不仅仅是为了我 也为了教训他 刚才冒犯你 说话之间 他的手掌就落了下去 我正要出手挡下来的时候 一只没有动静的老狗 忽然张大嘴巴 喷出一团火焰 挡在了林延青的面前 同时口中传出来一句话 你一个小小死灵傀儡 竟然敢在本大爷面前放肆 真是一点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老狗的火焰 将阿尔的手掌拦下来 让林延青躲过这一劫 奇怪的是 这小丫头一开始就站在那里 哪怕是阿尔打出一掌 和老狗喷出火焰的时候 她都纹丝未动 甚至眼睛都没有眨 一点都不怕 气势很足 阿尔听到声音 向前面看过去 老狗从桌子上跳下来 向我们这边走过来 身上燃烧着淡淡的火焰 也颇有威严 林延青立刻伸出手 在老狗的脑袋上面摸了一下 双眼放光 口中还说道 呀呀 大狗狗 刚才你趴在桌子上 我还以为是一件摆设品呢 没想到是活的呀 她的小手在南明离火之中 丝毫不受伤害 也不知道是老狗特意控制的 还是这女孩不同寻常 老狗看了林延青一眼 身体猛的一阵 将她的手甩下来 并且开口说了句 小丫头可不要随意碰本大爷 否则会有危险的 日后要和本大爷 保持一定的距离 林延青根本不听 只是黑黑一笑 颇为好奇地盯着老狗 阿尔收敛起身上的力量 长舒一口气 看着老狗 与其变得缓和下来 说道 前辈应该就是前不久 在黄河渡口祭台上 救下夜寒的人吧 您的火焰果然厉害 不知道前辈在此 晚辈多有得罪了 还请前辈勿怪 他的态度十分谦功 该道歉的道歉 也不和老狗说别的 似乎十分忌惮老狗 俗话说的 伸手不打笑脸人 阿尔如此态度 老狗也没有继续发作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你这个家伙 倒是挺会来世的 和你家的 主人白骨婆婆不一样 本大爷倒也想见见 那个婆娘了 虽说她的身体和相貌 不是自己的 可除了摇齿小妞 她当年也算是绝带天骄了 第五百七十七章 大狗狗 我早就和老狗说过 关于阿尔的情况 当时老狗 似乎就猜出来了 阿尔背后的主人是谁 只是不能够确定 也就没有告诉我 他如今亲眼见到了阿尔 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情况 就已经完全确定了 对方的身份 如今一口道破 也是让阿尔为之大惊 阿尔看着老狗 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 既震惊又恐惧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过了一会儿 他才开口道 你 你知道我家主人 你满身是火 来历不明 难道真的是 主人所猜测的那般 你是 神兽麒麟 老狗眼睛一瞪 身上火焰大涨 怒声道 本大爷的本体 也是你能叫的吗 看到老狗的怒火 阿尔立刻低下头 忙不迭地说 不敢 不敢 晚辈是因为太过激动 还请前辈见谅 这个时候 老狗趁着阿尔低头 没有注意到我们 他就瞥了瞥眼睛 冲我使个眼色 似乎是在想我表示自己的能耐 随后 老狗道 嗯 本大爷就原谅你这一次 不过日后你见到本大爷 就要称呼神兽大人 否则的话 本大爷就把你烧了 毁了你这句死灵之声 是是 晚辈记下了 老狗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之后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林延青 咧了咧嘴巴 将刚才的气场 全都收敛起来 嘿嘿 小丫头 你告诉我 你手腕上戴的东西是什么 能不能给我看看 还有你脚下穿的鞋子 好像也不错 我和你换一下好不好 他的目光好像扫描一样 扫过林延青身上的各个部位 似乎在看什么绝世美食 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要是不了解老狗的 还以为他这一位怪狗叔叔 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林延青也被老狗的模样 给吓了一跳 赶紧握住自己的手腕 还不放心地看了一眼 自己的鞋子 像防贼一样防着 不行 这是姑娘家的贴身之物 怎么能给你呢 刚才还觉得 老狗挺好玩的 现在他却开始躲着老狗了 向旁边走了两步 和他拉开距离 看样子 是把老狗归裂为坏人的行列了 我看着老狗的样子 也有些拉不下脸 张着嘴巴 口水都要出来了 实在太丢人 拉了他一下 提醒一句 老狗 你注意点形容 这么看着人家 人家怕你给他给吃了呢 怕什么 本大爷不吃人 老狗美好气地回了我一句 我了解老狗 知道这家伙不好劝 只能是先向林延青说道 林小姐 我这个朋友脑袋有些病 不太好惹 你要是不想惹麻烦 又没有别的什么事情的话 还是先离开吧 否则他要是伤到你了 我们可帮不了你啊 林延青听到我的话 立刻看着我 使劲摇头 并且对我说道 我不走 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就只能在这里了 说完之后 又可怜巴巴地和老狗说 大狗狗 你别欺负我 我肯定会对你好的 那可怜楚楚的样子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看得我心里面都触动了 老狗像是也动了侧隐之心 平和地说道 放心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你就好好待在这里 以后有我保护你 林延青当时就高兴了起来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听到这句话 却完全愣住了 有些颠覆了我对老狗的认识 这家伙也不是什么菩萨心肠 怎么会无缘无故对一个小丫头这么好 林延青高兴过后 立刻就进入了角色 冲老狗带着撒娇语气说道 大狗狗 刚才这个家伙欺负我了 你可看到了 我帮我打他好不好 老狗听闻 立刻向阿尔那边看过去 阿尔身体一震 将脑袋垂下去 似乎还有些发抖 他恐惧老狗 是因为老狗和他的主人认识 所以他从主人那里 听了一些关于老狗的传言 觉得老狗道行深不可测 要杀他简单得很 若是让他知道老狗现在只会玩火 没有了道行 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嗨嗨 你叫阿尔是吧 老狗沉声问 阿尔点头 回应道 是的 我是叫阿尔 阿尔 你来找叶寒 除了之间说的那些废话 没有别的事情了吧 没有了 阿尔低着头 完全不敢说多了 就是老狗问一句 他说一句 也不过多解释 十分简洁明了 老狗又道 既然没有了 那就走吧 别在这里耗着了 我们今天可没有准备留你吃饭过夜 是 他答应一声 转身就要走 不敢有任何的停留 刚转过身去走了一步 老狗又喊了一句 等一下 回去之后 告诉白骨那个婆娘 有机会本大爷想和他见一面 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有以前的风情 阿尔听到老狗如此说自己的主人 身体一震 没有多言 轻声应了一句 表示会告诉自己的主人 随后 他逃一样地离开了 生怕是老狗在喊住他 看着他离开 我对老狗说了句 老狗 你这吓唬人的本事还不小呢 看把他给吓的 我与他打过好几次交道 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呢 这是本大爷的本事 老狗道 我撇嘴 故意说了句 要是让他知道 你没有道行了 你看看 他还怕不怕你 刚才你还嚷着去见人家主人 也不怕被拆穿了 人家把你宰了 老狗一听这话 就不乐意了 看着我说道 燕涵 我可是和你一伙的 刚才也是在帮你的 你不能吃里爬外啊 再说了 本大爷就算是没有了道行 也不是好欺负的 白骨婆娘绝对也不再是以前了 想要宰了 我还一定能行呢 我没有和老狗争辩这件事情 但我对他口中说的 白骨婆婆很感兴趣 这个白骨婆婆 指的就是阿尔的主人 那个一直关注着我 向我抛出橄榄枝的人 我便开口问了句 老狗 你说的这个白骨婆婆 是什么人啊 她就是摇池大神的那个宿敌 老狗点头 说道 没错 就是她 这个白骨婆婆 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妇人 不知道在深山中 吃了什么药草 竟然无病无痛地 活了整整五百年 五百年之后死了 灵魂不消 身体瞬间变成一具白骨 变成了白骨之躯 不知道哪里得到了修行之法 就开始修行 进步飞快 也算是一代传奇 最为主要的是 这白骨婆婆 因为表面上是白骨之躯 为了让自己变得漂亮 找寻了各种漂亮女人的皮囊 自己拼凑出来一副皮囊 非常漂亮 并不逊色于摇池的美丽 一时间风头更盛 听说她和摇池的恩怨 是因为同时看上了那个家伙 成为了情敌 斗过无数次 而她是胜少败多 加上自己喜欢的男人选了摇池 所以 她对摇池非常痛恨 后来就和坠入了魔道似的 神情似乎有些不清醒 没怎么在人前露面了 老狗说得很简单 但大体的情况 我也算是了解了 不得不说 这个白骨婆婆 真是一代传奇 从她活着就是传奇 只可惜 造物弄人 给了她传奇的一生 但却没有留下好的回忆 我沉默一会儿 感慨一句 这样的人物 绝对十分可怕 只希望她不会来找上我们 怕什么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她若是敢找麻烦 咱们这边有摇池小妞呢 你有什么好怕的呀 老狗倒是十分轻松 一点也不怕 似乎已经是胸有成竹 早就有所打算了 第578章 离奇身份 我了解了二背后的人 心里面的一个大疑问 也算是解开了 自己也清楚 像白骨婆婆这样的人物 还不是我能够揣测和想象的 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之后 我便将目光看向旁边的林彦青 这个小丫头 在我和老狗说话的时候 脑袋挺着 耳朵树立起来 看上去听得可认真的 从她的表现来看 就像是街道上的八卦大妈 我一阵无语 不由地想到了 刚才阿尔说的那句话 她到底是什么人 又是谁会把 这样一个丫头送到这里来 让她来刺探我的虚实 实在太不靠谱了吧 喂 林小姐 你听了我们两个的话 有什么想法 我问了句 听到我的声音 林彦青猛的一颤 清醒过来 将脑袋收了回去 脸上略有些红润 有种做坏事 被发现的尴尬 还非常没有底气地 回了我一句 什么 你在说什么 什么想法不想法的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看了老狗一眼 露出无奈的笑容 又说道 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 刚才你让老狗 将阿尔赶走了 那接下来 咱们就说说你的事情吧 林彦青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自己坐在椅子上 一副随便你怎么说的样子 我先看了艳尸一眼 轻声问道 师姐 这个姑奶奶 是从哪里带回来的 碰到她的时候 她身边真就一个人 也没有吗 艳尸道 我是在回来的路上碰到的 当时有那个阿尔跟着我 我也不敢多说什么 就想到一个是带着来了 两个也一样 并没有发现 她身边还有什么人 这个时候 老狗说了句 叶寒 你问这么多没用的做什么 就直接问问 她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接下来想做什么 不就好了吗 我按照老狗说的 问了一声 林小姐 你来这里找我 有事就直说 没有事的话就离开吧 再说了 我们两个非亲非故的 你总在我这里 就不怕我们 对你做些什么坏事吗 现在外面 像你这么清纯的小姑娘 可不多了 装坏人谁也会 冰冷的语气 配上点表情动作 绝对能够吓到人 不过林延青明显 不是那种会被吓到的人 她都没有正眼看我 只是瞥了我一眼 十分轻蔑地说了句 你还想把本小姐怎么着呀 我看到她的样子 一阵无语 这丫头表面看上去无害 可是这无赖的气质 简直就像是女般的老狗 老狗 你来 你来吧 问问这丫头 到底什么来临 想要做什么 老狗听到我的话 一下子抬起身体来 两个前爪子 搭在了林延青的手上 紧紧地扣住 把她给吓了一跳 尖叫一声 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哎呀 大狗狗咬人了 大狗狗咬人了 老狗还咧着嘴说 我不咬你 不咬你 我也不是狗 我是麒麟 她的安抚并没有起到作用 甚至让林延青 更加地害怕了 叫得更大声了 身体也像是跳舞似的 不停地甩动 可就是没法把老狗甩出去 这个时候 我发现了 老狗扣着林延青的手 实际上是抓住了她手腕上 那个没有任何出奇之处的手绳 手绳看上去 像是用某种细草精编织的 平淡无奇 只是一件普通的装饰品 也不知道 老狗为何会如此在意 老狗似乎也有些听不下去了 冲林延青说道 好了好了 你别叫了 我放开你 放开你还不行吗 她将自己的爪子收回来 落到地上 向后面退了两步 最里面还嘟囔道 这丫头真不好对付 林延青见老狗放开自己 向后面退去了 她反过来发起了攻击 伸出手去 在老狗的身上 狠狠地抓了一下 坏狗狗 狗狗坏 这一次 轮到老狗惨叫了 哎呀呀 疼死我了 小丫头 你是真的上手啊 我在旁边看得清楚 林延青在老狗的身上 拔下来一片鳞片 麒麟的身躯 比龙都要强横 鳞甲更是如同钢铁 却被这个普通的小女孩 给轻易地拔下来一块鳞片 这也太令人惊骇了 林延青将手上的那片鳞甲 扔到地上 冲老狗威胁道 你再敢咬我 我绝对轻饶不了你 老狗被拔了一片鳞 疼得直叫 但是却也没有对林延青发怒 似乎对她的态度格外不同 就算是我 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我安抚下老狗 沉身问道 老狗 这丫头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对她这样特殊 老狗咧着嘴巴 对我说道 这小丫头可不是寻常人 她身上看似没有道行 却连我都看不透 体内似乎是拥有着强大的力量 而且她说自己是22岁 但给我的感觉不像 其中绝对另有隐情 而且 她身上的衣服和配饰 也全都不是寻常东西 每一件都是珍宝 看到她手上的草绳了没有 那应该使用千丝万缕草边之城的 水火不清 坚硬难断 她的鞋子 应该是用清晰皮做底 枫林树叶做理 龙皮做表 是一件无价之物 还有她头上的簪子 也是某种神木之条 我根据老狗所说的的 盯着林延青满身打量 将身上所有的物品收入眼中 看似全都是平淡无奇的 但经过老狗口中说出来 全都是宝贝 都说龙全身是宝 可是相比于龙 林延青这一身更是无价之宝 比十条龙的价值还要高 从老狗的表现就能够看出来 我忍不住问了句 老狗 你说的要真是对的 那这丫头 到底什么来头 不会是掉进天坑里了 捡到了这一身行头 放屁 什么天坑 能刚好凑齐这一身行头 那是怎么回事 我问道 老狗没有回答我 只是轻声说了句 你在一边看着吧 随后 他开口询问道 小丫头 看你这意思 是打算一直跟在我们身边了 他看了老狗一眼 点头不语 老狗又道 那你可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若是我们将你送到 某些不好的地方 你觉得自己 还能够回来吗 我不管 反正我就死跟着你们 我自己一个人 是哪里都去不得 林延青一副耍无赖的架势 老狗也不气 继续道 你自己一个人 哪里都去不得 这是为什么 你都这么大了 难道还不如三岁孩子吗 三岁孩子 还知道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玩呢 我一直生活在山上 哪里都没有去过 自由程度 还不如三岁孩子呢 这一次好不容易下山了 你们就让我跟着你们 好好玩玩吧 求求你们了 他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看得人心里面不人拒绝 可是我们都从他这句话里面 听出了些消息 这丫头似乎没有出过门 一直生活在山上 是完全被圈养起来了 而之前他曾经提到过的那个爷爷 应该也真的存在 否则他一个人在山上活不了 老狗继续询问道 你跟着我们玩玩可以 我也答应了 不过你跟着我们玩了 日后 我们也要让你带我们去玩 你一直在哪座山上生活 改天给我们做导游 带我们去玩玩吧 不行 那座山 你们不能去的 林延青立刻摇头 但又道 但是我可以带你们去小虎山 隔得很近 那上面的风景也很好呢 刚才他提到过小虎山 说是胡娘和金龙 在这座山下打斗 如今又提到了 而他本来就没有出过门 相当于是 地理白痴 看来这个小虎山 应该距离他一直所生活的山很近 第579章 哭得威力 林延青是个鬼机灵 眼珠子转来转去的 一看就是满肚子的鬼心思 可他又神秘莫测 看不出是什么老头 只是他的心智 相当于是二十几岁的小女孩 没有多少心机 老狗说的话 里面都有套路 让他不知不觉 暴露出自己的情况 让我们猜出来的一些事情 他提到的小虎山 让我们十分的疑惑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这既关系到林延青的身份 也是我去找胡娘的线索 我冲老狗使了一个眼色 让他询问林延青 看能不能问出 小虎山在哪里 老狗会议 立刻对他说了句 丫头 本大爷可是神兽麒麟 已经活了无数年 还真就没有听说过 小虎山这个地方呢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林延青道摇头道 没有骗你 我说的是真的 真的有小虎山 在哪里 什么地狱 什么省份 什么城市 老狗追问 在 林延青刚要开口说话 却只吐出来一个字 剩下的也没有说完 就又闭上了嘴巴 冲老狗咧嘴一笑 很不好意思地回道 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老狗一正 哼了一声 故作姿态地说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看你就是在说谎吧 他像是在哄孩子一样 开始用激将法 来让林延青 说出准确的坐标 这样的办法 在我们看来非常幼稚 可是林延青 还真就吃这一套 他听完老狗这句话 就变得激动起来 忙不迭地解释道 我说的是真的 没有骗你 我一直生活在山上 对外面的事情 一点都不清楚 小虎山处在什么地方 我真不知道 就算是现在让我找回去 我也不可能找到的 要不然我怎么会 赖在这里不走吗 说着说着 小姑娘竟然伤心起来 大眼睛上面 蒙了一层水雾 好像要哭的样子 看到我心里面都有些不忍 老狗也有些慌乱了 赶紧开始哄他 本大爷和你说着玩的 你别想多了 小丫头 不知道就不知道 我们都相信你说的话 解释的同时 老狗还瞪了我一眼 似乎是在埋怨我 我赶紧向后面退了一步 站得远远的 不愿意掺和进去 女人麻烦 女人哭起来更麻烦 还是交给老狗 自己去解决的好 林延青 还一个劲地强调 我就是没有说谎 没有说谎吗 你还一个劲地问我 这就是在欺负我 他眼中的泪水流下来 裂开嘴巴 开始哭起来 梨花带雨 十分惹人恋爱 呜呜 老狗慌了手脚 他不怕有什么敌人 可面对着林延青的眼泪 立刻就败下阵来 开始慌忙地开口解释 丫头 你先别哭 本大爷没有这么意思 我就是和你开玩笑玩呢 逗你玩的 哭声不减 老狗继续道 你不是没有地方去 要留下来吗 本大爷做主了 让你留下来 还会好好照顾你 谁要是欺负你 你就和我说 一定给你出头 只要你别哭了 要我怎么样都行啊 林延青带着哭腔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还可以信任你吗 当时老狗已经慌了 顾不上别的什么 立刻点头 回应道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只要你不哭了 想怎么着都行 嗯嗯 林延青收连起泪水 一边抽气一边说 我就再相信你这一次 可别忘了刚才说的话 嗯 不会忘的 你不哭了就好 林延青 泪水来得快 走得更快 要不是眼睛还有些红 脸上也有些泪水 根本看不出哭过的样子 那我现在有些累了 想休息一会儿 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安顿一下 老狗说道 好 我这就去给你找地方 他说完话 看了艳师一眼 毕竟这里是人家的地盘 就算是有房间 他也找不到 只能是求助于艳师 艳师看了我一眼 询问我的意见 他还是不可能被老狗一眼 眼神就服从 不等我说话的 老狗就等不及了 直接说道 既然累了 那就先去我的房间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 我去给你找个最好的房间 嗯 好 谢谢你了 大狗狗 林延青伸出手 摸了摸老狗的脑袋 还真把他当成狗一样了 老狗咧着嘴巴 看似是高兴的样子 但是眼神中 却流露出无奈的神色 也是难得一次吃了瘪 他带着林延青往外面走 准备去房间休息 实际上是林延青拖着他走 他在后面跟着 一边走着 林延青还把手腕上 那根草绳取了下来 拎着老狗的爪子给戴上了 口中说道 大狗狗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这根草绳就送给你了 当作是纪念品 日后你可要好好保护我的 刚才老狗就盯上了 人家这根草绳 如今对方自己送上来了 老狗自然是开心 他大吼一声 兴奋地跳起来 你真的给我了 不会反悔吧 林延青摇头 不会的 说了给你的就给你了 好好 本大爷以后肯定罩着你 谁都不敢欺负你 以后你就跟着我 绝对带你 去玩各种好玩的 老狗一副被兴奋 冲昏头脑的样子 当即许下了好几个承诺 林延青的哭样早就没有了 听到老狗的承诺之后 高兴地大笑起来 直接将老狗 当成宠物一样 抱着脑袋玩弄 和刚才可怜的样子 判若两人 看着他们两个开心地离开 却安排房间休息 我心里面却隐约觉得 老狗这一次 可能被算计了 怕是要吃亏 这个时候 燕师对我说了句 燕涵 你真的要留下这个小姑娘 我看了她一眼 贪了贪手 无奈地说道 不然呢 能怎么办 我只能是将她留下来 否则她赖在这里哭 那还了得 尼菩萨坐在椅子上 略带笑意地说道 燕涵 你说咱们之前 收了一个游历的深男 如今又来一个玩耍的林延青 日后可能都会拉起一支队伍来了 我微微皱眉 无论是深男还是林延青 都不是正常人 他们跟着我 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但绝对会有露出真面目得到一天 只希望到时候 等了一会儿 老狗就跑回来了 她的爪子上面 还带着那个草绳 咧着嘴巴 看样子是开心得很 还给我们展示 你们看 这就是千丝万缕草的金条 看上去是不粗 实际上有千万根细丝凝聚成 非常坚硬 本大爷可以用这些细丝拉线 制成一块布 配上先绑布块 再练制一件圣衣 我听她说完 便知道了她内心的想法 原来是为了裤衩 老狗 那小丫头给你这手绳 你给拆了制成裤衩 她能愿意吗 到时候再哭给你看 我说道 老狗回道 本大爷已经告诉她了 她也同意了 没有问题 嘎嘎嘎 你们就等着瞧好吧 本大爷现在就去收拾这千丝万缕草精 尽快将圣衣重新做出来 我喊住老狗 等一下 你先别着急 有话和你说 拽住老狗的身体 让他先停下来 什么话 快点说 老狗很着急地说 老狗 你不觉得自己是 被人给算计套路了吗 我沉生说道 眼睛死死盯着老狗 她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着我 问 什么意思 谁算计我啊 那个小丫头 林延青 你一开始也说了 这丫头不是寻常人 咱们谁都看不透 可她在我们面前 又是哭又是闹的 在不知不觉中 让你接受了她 甚至还和她关系不错 加上你手上的草绳 这所有的一切 是否有些逃过正常了 就似乎是按照剧本表演出来的 第580章 一觉睡出来的问题 我们行走在阴阳道上 比谁都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道上的人都是 有私心的 很多事情太正常 太没有问题了也不好 刚才阿尔和林延青一起来 可是在阿尔身上 却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甚至是被老狗赶走的 这里面有瑕疵 但却十分真实正常 可林延青不一样 她来到这里发生的一切 就好像是按照计划进行的 把我们都算计进来 尤其是老狗 回过头来仔细想想 林延青似乎是借着她的性格特点 让自己一步步地拉近关系 先是耍大小姐脾气 后来装可怜哭了 又在老狗妥协的时候 将草绳送给她 棒锤和甜枣都给了 让老狗消除内心的隔阂 还确认了她留下来的事实 虽然整件事情 跳不出任何毛病 但一切都太正常了一些 正常的无懈可击 却是让人心里面不舒服 直觉告诉我 这里面绝对是有猫腻的 而老狗身为当事人 在没有把自己摘出去的前提下 也发觉不了这里面的问题 经过我这一提点 老狗沉寂下来 低下脑袋想了一会儿 也感觉到有问题了 你这么一说 我才意识到 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可看那丫头的样子 她所表现出来的状态 不像是做假的 我立刻道 咱们先不说林彦卿如何 可若是她背后的人 给她画出这条路 让她这样来比我们妥协 是不是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老狗想了一会儿 点点头 道 思思 还真是这么回事 可如今 咱们总不耐够把这个丫头 直接扔出去吧 当然不能 我沉声说道 眯起眼睛 看着外面 不管她是谁 有什么样的目的 既然来到这里找我 一定会有显露真正目的的时候 像深男那样 咱们就等着看好了 老狗也说了句 哎 我觉得那丫头 可能和曾经找过你的那些强大的人是一样的 都是与那一碗你刺激到先绑力量有关系 我没有回话 可是心里面还是将老狗的提醒记下来 她说是有道理 那天晚上无意之中搅出来的事情 似乎把我推上了一个黑暗的深渊 不知道还会有谁来找我 老狗见我不说话 她也没有继续留下来 说了句 行了 你自己慢慢想吧 要不就想办法去问那丫头 本大爷就不陪你了 我现在将千丝万缕操给分开 编织成不快 等做好之后 我再出来找你们 她留下这样一句话 一溜烟跑了 也不知道去哪里躲起来 练制自己的裤衩 之后 艳师对我说道 叶寒 既然这边没有别的事情了 我就先去找人答应一下小虎山 说不定会有所发现 天下山脉风乱有太多了 随便一座小山村周围 都能有三四座山 名字也是各种各样 说不定还有崇明的 所以要想找出真正的小虎 也并不容易 挨个打听 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暂时只能这么做了 我点点头 好 那就有劳师姐了 不用客气 关心胡娘安危的 也不止有你一个人 艳师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 去派手下的人打探消息了 我一个人回房间去了 没有丝毫睡意 一个人躺在床上 心急如焚地等待着 等待着胡娘的消息 一夜过去了 第二天太阳出来 我就从房间里出去 憋在房间里面 实在太闷了 那样的环境 更加让我心里面不舒服 我在院子里面走了一会儿 却看到尼菩萨 从远处跑过来了 口中低声喊道 叶涵 你怎么早早到这里来了 看他当时的状态 似乎是有什么急事 一副忙不迭的样子 我出来散散步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吗 我开口问道 尼菩萨对我说道 有事 有事 你赶快去看看吧 昨天晚上就回房间 休息的那个丫头林延青 出事了 我脸色一变 立刻问 出什么事了 刚才敢示一脉的人 发现了异常 去找你和老狗 都没有找到你们 就去和我说了 我只是去看了一眼 具体情况还不知道 但是他所住的那个房间 出现了一种诡异的东西 像是一个大水泡 将整个房间都笼罩住了 他一把拽上我 一边跑一边说 你自己过去看看吧 我和你也解释不通 路上 我问尼菩萨 老狗呢 这家伙不知道吗 他的感知力那么惊人 怎么就没有 察觉到出事呀 尼菩萨道 老狗自从晚上 出去练制裤衩之后 就没有露过面 也不知道躲在哪里了 而且 那丫头住的房间 出现的异常 并没有任何力量气息 就算是老狗在附近 可能也察觉不到什么 这个院子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我们很快就去到了 林延青住的房间 过去的时候 外面已经站着几个人了 有感示一脉的人 还有深男也在 自从来到这里 他还是第一次 从房间出来呢 看到我们过去 那个感示一脉的人 和我说 叶寒大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摇头 没有回应 眼睛看着眼前的房间 正如之前 尼菩萨对我说的 整个房间 都被一个水泡 一样的东西包裹着 只是这个水泡 似乎是实心的 是固体的 就像某种透明的胶体似的 还在随风轻轻颤抖 而且 它应该是从房间里面 溢出来的 房间里面 应该也充斥着这样的东西 这些透明的胶体状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气味和气息 如果不是眼睛看到 仅凭感知是感觉不到的 我问了旁边的人一句 昨天夜里这姑娘进去之后 可曾出来过 不知道 应该没有吧 这个时候 深男看着我 问了句 叶寒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刚才我听到外面有吵闹声 从房间里面出来 过来就看到这样了 听说里面有一个姑娘 她是什么人啊 深男自从神冬嫁出来 和我没有说过几句话 这么长的一句话 从她口中说出来 倒是让我有些惊奇 我回到 里面是个姑娘 具体什么来的不清楚 深前辈 你能看出 这些透明的东西是什么吗 深男摇头 不清楚 但感觉好像是某种精华 精华 什么精华 我问 深男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 不再多说 应该也只是猜测 没有什么证据 来说明到底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 我说道 咱们不能这样等下去 我先喊两声 看看里面有没有回应 随即 我大喊着林延青的名字 林延青 林延青 声音足够大 引起来了阵阵声波 导致那透明的胶体 微微发颤 可是里面的人却没有回应 也不知道 他是否出了什么意外 我的喊叫没有起到作用 只能亲自过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 慢慢地向前面走去 来到那透明的东西旁边 伸手就能够碰到 当时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 也是非常小心 搞得额头上直冒汗 我颤抖着抬起手来 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 触感很软 很柔 冰冰的 还有一丝触氧 好像上面有某种 看不到的细微东西 一直在动 碰了一下之后 又立刻将手收回来 生怕出现什么问题 好在并没有什么反应 这东西 似乎没有杀伤力 我尝出了一口气 擦擦额头上的汗水 又重新举起手 用了更大的力 往透明的东西上面 用力戳了一下 第581章 没有痕迹的大爆炸 我一开始碰了一下 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以为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想尝试着戳破 到房间里面去看看 林延青怎么样了 却没有想到 这一戳却戳出事情来了 手指用力压在上面 立刻就凹陷下去一大块 一开始还没有什么别的反应 仅仅是因为 力的作用很变形了 可是很快 我耳边就传来一声 玻璃开裂的声音 似乎有什么东西裂开了 我微微一震 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是怎么回事 忽然间感觉到 手指戳着透明胶体 传出来了极其明显的痛痒感 反应很剧烈 眼睛扫了一下 发现这些透明的胶体 竟然出现了一些裂痕 瞬间 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刚才听到的开裂声音 正是这些看似柔软的 透明胶体上传出来的 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有些太晚了 我想要向后面退 脑袋里面刚刚出现这个念头 还没等做出任何的动作 包裹着房间的透明胶体 猛地一下子炸开了 一股强大的力量 瞬间倾泻出来 我只感觉到 一股气浪袭来 一下子将我打飞出去 脑袋里面嗡嗡地想 没有什么内伤 可是外伤似乎很重 身上的骨头 或许都断了 我摔落在地上 又狠狠地挨了一下 疼得我叫了一声 一时间还爬不起来 只能趴在地上承受着疼痛 夜寒 尼菩萨等人的呼喊声 传进了我的耳中 他们一边逃窜 一边向我这边过来 查看我什么情况了 我在地上没有爬起来 脑袋抬了起来 看向前面刚才爆炸的地方 那么强大的气浪力量 应该将房间移为平地了 可是奇怪的是 刚才那么多透明的胶体 在爆炸之后 竟然什么都没有了 一点痕迹都没有剩下 仿佛就没有存在过 而且房子也好好的在那里 一点损伤都没有 就连房门都好好的关着 像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胶体 只是一个假象 刚才那一股强大的气浪之后 一切都快速恢复正常 让我们所有人都猛了 尼菩萨来到我身边 将我从地上搀扶起来 打量着我的身体 询问道 叶寒 你受伤了吗 感觉还好吧 我缓了口气 尝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 胸口有些疼痛 可能是有点伤到了骨头 但应该不是特别严重 以我现在的体质 也不需要特别的救治 慢慢就会好的 还好 没有太大的事情 随后 我们一起看向前面 我开口询问道 刚才那些透明的胶体 炸开了 然后发生什么了 怎么一点痕迹 都没有留下 尼菩萨回了句 我也不知道 忽然之间就消失了 就感觉到猛的一阵 然后什么都恢复正常了 感示一脉的几个人 也十分惊恐 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深难沉默片刻 开口说了句 刚才那些透明的东西 爆炸之后 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但这股力量 对周围的东西没有伤害 似乎只对碰到 他的东西有伤害 所以我们都没有 房子也没事 只有夜寒你受了伤 说完之后 他自言自语地嘟囔道 这么奇怪的东西 真是太古怪了 我从未听说过 这个时候 我慢慢放开 搀扶着我的尼菩萨 一个人站立住 忍着胸口的疼痛 慢慢地向前面走过去 深难和尼菩萨 也在我身边 深难是因为好奇 想看看房间里面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尼菩萨 则是怕我出事 在我身边看护着我 我们慢慢走到房间门口 相互对视了一眼 眼神交流一番 做好开门的准备 打开门之后 里面是什么情况 我们都想象不可能 可能会发危险的事情 必须要小心翼翼的 深难的道横最强 对我们还算是照顾 伸出手将我们拉到后面去 自己一个人正对着门口 伸出手握住了门把手 他双眼一亮 就在要用力打开房门的时候 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咔嚓 随即 我们就看到 房门从里面被打开了 迅速还有些快 当时把我们都给吓了一跳 还以为是要出来什么可怕的东西 深难立刻放下门把手 向后面退了两步 尼普萨也拉着我闪到一旁 眼睛却是没有离开被打开的房门 里面没有出现 我们想象的可怕的情况 走出来一个身影 这身影个头不高 样子很是慵懒 头发有些凌乱 小手捂着嘴巴打喝浅 睡眼萌萌的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刚刚起床 配上交好的面容 倒是非常有小女人味道 很多男人都喜欢这样的调调 林延青 林延青 我和尼普萨同时呼喊了一声 眼睛瞪得和核桃那么大 张大嘴巴 差不多能够直接塞进去一个鸡蛋 出来的认识林延青 她衣服有些褶皱 加上这一副刚刚睡醒的状态 实在超出了我们的预想 刚才那些透明的胶体爆炸的时候 我心里面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这个丫头可能就没命了 却没有想到 她还在里面睡觉 看样子 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两个这一声喊 也将林延青的睡意冲散了 让她清醒了很多 闭上嘴巴 瞪大眼睛扫尸我们几个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最后 她开口打破沉寂 正正地说道 你 你们这是做什么 都在我房间外面干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企图 这丫头还捂住自己的胸口 非常警惕地看着我们 那模样的确是有些好笑 可我当时实在笑不出来 就想知道 她是怎么完好无损地在里面的 还有就是 刚才那透明的胶体 是不是和她有关系 我开口问道 林延青 你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了吗 林延青看着我 目光有些闪烁 向后面退了一步 疑惑地问道 什么 发生什么 我怎么知道发生什么 现在是你们 在我房间外面 还问我发生了什么 今天你们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 否则的话 本小姐饶不了你们 她又恢复了强势的姿态 也不捂着胸口了 冲我们挺了挺胸脯 看样子 好像是在威胁我 我忍不住冷笑一声 开口回道 你还问我们 还向我们要解释 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吗 和你没有关系吗 虽然我没有证据 可是直觉告诉我 刚才的事情 和她绝对有关系 或许是被我的义正言辞 给吓到了 再加上是自己一个人 林延青显地有些害怕 又向后面退了一步 声音也弱了下来 我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刚才我就在房间里面睡觉了 说到这里 她猛地一下子停了下来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当即脸色大变 露出恐怖的神情 看了看自己 又看了看我们 随即 她非常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能睡觉呢 完蛋了完蛋了 希望没有闹出太大的事情 她裂开嘴巴 换上了笑容 只是看着有些假 对我说道 嘿嘿 叶寒 叶寒哥哥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呀 我看着这里都很正常的嘛 不像是有什么事情啊 我心里面奇怪 她刚才说自己睡觉完蛋了 难道刚才那诡异的场景 是因为她睡觉了 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刚才你的房间外面 被一股很大的透明胶体 给包裹住了 这些胶体 是从房间里面一出去的 我戳了一下就爆炸了 可四周什么痕迹都没有 我向前面走了一步 脸色变得阴沉下来 给予她压力 你今天别想骗我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582章 认识你 林妍清心至始终稚嫩 与她二十几岁的年纪完全符合 在面对我的强势压迫之下 立刻就露出了慌乱的神色 她不仅是脸上慌乱 眼神中也满是惊慌 眼珠微微颤抖 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我口中喊了一句 狠狠地跺了一下脚 将气势施展到极致 把林妍清心底最后的防御打破 让她告诉我其中的真相 林妍清说话的时候 嘴唇都在哆嗦 吞吞吐吐地说道 我 我 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 我不是有意的 我 她一边说着 一边脸上露出委屈的神色 又开始哭起来 没有砍出这个丫头 有什么倒横 可是哭闹的本事 还是有一手的 昨天晚上就把老狗整得够呛 今天又拿出这个招式 想要应付我们 虽然她哭起来的样子很真实 看不出半点装甲的痕迹 但是我的内心依旧在告诉自己 她都是装的 绝对不能信了 我把眼睛一瞪 冷下心来 大喊了一句 盖过她的哭声 别哭了 再哭我就把你的嘴巴堵起来 给你扔出去 声音很大 传出去之后 立刻就让周围安静下来 刚才哭得厉害的林妍清 顿时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紧闭上嘴巴 眼睛流出的眼泪也停了下来 瞪着眼睛看向我 眼神之中带着一丝的恐惧 其他人也被我的喊声吓到了 全都惊恐地看向我 尤其是敢示一脉的几个人 我这个恶魔屠夫的名号 他们从来没有忘记 生怕我会发疯 把他们杀了 我没有在意别人的目光 看着林妍清 冷声道 赶快 现在就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妍清没再废话 也没有再应付 立刻说道 我就是一不小心睡着了 真不是故意的 没有陪我玩的 我一个人在房间 实在太闷了 躺着 躺着就睡着了 我内心一阵无语 忍不住再喊问 我问的不是你睡不睡 是刚才你房间里面 出现的那些透明的胶体 别避重就轻 说透明胶体的事情 林妍清 被我吓得 向后面退了一步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个火影 从外面飞跃进来 落在了 我们后面的空地上 口中还喊道 什么事情 怎么这么热闹啊 来人正是老狗 这家伙似乎没在这个院子里 之前是出去了 现在才刚刚回来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发现老狗屁股上 又穿上了裤衩 这一次的裤衩 和之前的裤衩不太一样了 以前红黄相见的 如今是肉色的 他用千丝万缕草的金丝 编织成干草一样的颜色 对于衣服而言 就是肉色的 穿在老狗的身上 真是有些别扭 我们没有说话 都在看着老狗 老狗也很享受我们的目光 将自己的屁股翘起来 衣服恨不得 翘到天上去的模样 可以展示给我们看 他也不用言语 告诉我们 自己重新缝制的裤衩 直接给我们 翘出来 只是现在林延青的事情 比裤衩的事情要严重 我还没有心思 去关心老狗的裤衩如何 也没有搭理他 老狗发现 我们看了他一眼之后 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 再加上感觉到 现场的气氛有些古怪 也察觉到有事情发生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了 是出什么事了吗 我没有回答老狗 尼菩萨把事情和他说了一番 老狗了解了是怎么回事之后 先是看了我一眼 确定我受伤不重 这才将目光锁定在林延青的身上 老狗走到林延青前面 沉声问道 小丫头 这件事情和你有关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狗狗 林延青刚才已经恢复正常了 看到老狗之后 眼泪又下来了 这演技比各大影帝都要强悍 他抱住老狗 口中哭哭啼啼地说道 我知道是我的错 是我不小心睡着了 才会引起了慌乱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老狗像哄孩子一样 伸出爪子来 摸索着他的头 继续问道 刚才的事情和你睡着有关系 嗯嗯 有关系 我是不能睡觉得到 一旦睡着了 就容易出现各种怪事 这一次运气还不错 没有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说到这里 他意识到 这样可能把自己说得太可怕了 像一个定时炸弹 又给自己解释了一句 不过 我只要不睡着 就不会有事的 而且我以后保证 绝对不会再睡着了 我们所有人都很疑惑 一个人睡着了 就会无缘无故 出现这样的怪事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呢 可是看他的样子 也不像是说假话 老狗问道 丫头 你说的是真的 你睡着了 就会出现怪事 我们都没有听说过 你可不能骗我们呀 没有骗你们 是真的 林延青一个劲地点头 还强调道 昨天晚上我睡着了 只是出现一个大炮 问题并不是很大 以前的时候 我不小心睡着了 还会造成地震山崩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现在在睡 肯定还会出现怪事 老狗立刻道 别别别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这院子也不是我的 你要是睡着了 发生个地震山崩 咱们给院子毁掉了 还要赔给人家 赔不起的 看到老狗搞怪的模样 林延 轻破气微笑 又变得开心起来 大狗狗 你最好了 我以后就要和你在一起 老狗却伸出爪子来 将他的手臂给拖了起来 咧着嘴巴问道 我好是好 只是有一个问题 要先问问你 你手腕上的手绳 不是给我了吗 怎么现在又有一个了 听到老狗的话 我们都看向他的手腕 上面真的戴着一个草绳 和昨天的一模一样 刚才还没有注意到呢 老狗果然是眼睛尖锐 林延轻露出俏皮的笑容 说道 嘿嘿 大狗狗 这草绳就是我没事的时候 自己编着玩的一些小东西 这次出来装了两个 给你一个 我还剩下一个 编着玩的 老狗差点跳起来 大声喊道 编这个草绳的东西 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有多少呀 能够让你编着玩 林延轻很奇怪地 看着老狗 不解地回道 就是在山上的呀 有一大堆呢 不过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 没有仔细数过呢 老狗一阵雨噎 他以为是好东西的玩意儿 甚至可能早就已经 不复存在的东西 人家既然说有一堆 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他自己嘟囔了一句 你这丫头 不会是从以前穿越过来的吧 在这个时代了 千丝万缕草这种东西 竟然还会有一堆 本大爷怎么感觉 像做梦似的呢 这个时候 深男走上前去 盯着林延轻手腕上的草绳 看了一会儿 沉生说了句 原来这种东西 是叫千丝万缕草呀 我感觉自己 好像在哪里见过 可是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老狗看向深男 喊道 你别在这里气我了 千丝万缕草 十分难得一见 现在的条件 根本不可能存活 除非是有人很早以前就收集 晒干存留了起来 否则不可能还会有的 更加不可能有很多 林延轻也盯着深男 伸出手指了指 双眼放光 很是激动地说道 咦 我见过你 我见过你的 你是不是经常说道友 请留步 深男脸色一变 眼中闪过金光 看向林延轻 沉默不语 似乎是在回忆 自己见过的所有人 搜寻他的身份 第583章 赶不走 深男看着林延轻 过了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 一直保持着沉默 眉头越皱越紧 到最后都没有想起来 自己哪里见过他 他沉声说了句 小姑娘 你知道我 为何我对你没有一点印象呢 林延轻一歪头 古灵精怪的一笑 哼声说道 哼哼 你对我没有印象 可我就是见过你 还知道你的一些事情 嘿嘿 算是秘密吧 说完 他扫视周围 看了我们一圈 刻意说道 不过你放心 我不过告诉别人的 谁都不会说的 这句话一出 深男的脸色当时就变了 眯起眼睛来 带着一丝冷意 看向林延轻 林延轻刚才的话 说得很轻巧 在深男听来 那就是一种暗中的威胁 知道秘密 还说不告诉别人 摆明了就是在威胁 这个时候 老狗不怕事了 立刻就问林延轻 小丫头 你知道 这家伙什么秘密 和我说说 我对他也很好奇呢 我们和深男 在一起有段时间 可他在我们面前 始终都是蒙着一层 面纱的样子 猜不透他的 真正身份和意图 如今老狗 问这么一句 内心的确想知道 也有戏耍一番的意思 这家伙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热闹了 林延轻摸了摸 老狗的脑袋 说道 大狗狗 不能告诉你 我刚才答应了这位大叔 不能和别人说的 说完这话 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皱着眉头说道 哎呀呀 肚子饿了 有没有吃的呀 我想吃东西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跑出去了 招呼上敢施一脉的那几个人 说是要去吃饭 让他们带着过去 敢施一脉的人 不敢擅自做主 先是看了我一眼 寻求我的意见 看来是艳师 走的时候有吩咐 遇到事情要听我的 我点了点头 他们会议 便带着灵妍亲去吃东西了 灵妍亲喊了老狗一声 老狗回了句 自己不吃饭 让他先去吃 吃完了 回来找他玩 结果这丫头就高高兴兴地去了 等他走了之后 老狗脸上的表情也收敛起来 目光变得深邃 第一个开口说话的 却是深男 他问我们 这个丫头到底是什么来历 怎么一夜之间 多了个如此奇怪的人 老狗答非所问地回了句 这个丫头的身体里 好像存在这里两个意识 一个是天真的小姑娘 还有一个是诡诀的老怪物 真是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为何留在这里 我附和了一句 他说自己22岁 我绝对不相信 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是装的 22岁 深男沉吟一句 眉头微微一簇 看着刚才灵妍亲离开的方向 刚才我看他的时候 稍稍用了一点法眼的力量 从他的面相和身体上来看 的确是二十出头的年龄 但是他的古灵 却超出了我的眼力范围 法眼乃是神眼的一种 能看破肉眼所 无法看透的东西 这与道衡无关 是天生的优势 什么叫超出了你的眼力范围啊 我开口询问了句 深男解释道 就是他的古灵实在太长久了 我的法眼看不透 比我活得都要久 要说能与之比拟的 他停顿一下 看了老狗一眼 继续道 也就只有麒麟道友了 老狗可是活了无数年了 要他自己说个年份的话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记不得了 再加上在冥冤之中暗无天日 时间对他来说 已经不算是什么了 我惊呼一声 难道这个丫头和老狗一样 都是从以前活下来的人物 深男摇头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说的只是自己看到的 至于他是什么样的存在 我实在猜不透 我们都皱着眉头沉思 心里面猜测林延青的各种身份 接着 尼菩萨就在后面说了句 咱们这样 瞎猜也没有用 他自己又不说 咱们留着他 还是个祸患 实在不行赶走了就算了 我苦笑道 能赶得走吗 这有什么的 对付一个小丫头 竟然还把你愁成这样 听说你们现在人小时候 不都欺负女孩子的吗 你小子怎么这么没出息 尼菩萨开始教训起我来了 我说道 有本事你就去赶吧 好啊 尼菩萨应了一声 对老狗说了句 老狗 这件事情可是很好玩的 咱们两个一起呗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 以前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 老狗世上赶着凑过去的 可这一次他竟然摇了摇头 轻声回了句 大兄弟 这丫头刚给了我千丝万缕草 让我又缝制了一件圣衣 接着我就去赶人家 这不好 不好 还是你自己去吧 你 尼菩萨还想说什么 老狗立刻别过头去 将耳朵搭拉下来 捂住不听 一副说什么都没有用的样子 随后 尼菩萨看向深男 结果没说话呢 深男立刻就转身离开了 回了自己的房间 一副高冷的样子 根本不可能掺和这样的事情 尼菩萨自言自语道 走吧 走吧 我也没打算你帮我 这件事情 就让我自己来吧 接下来 尼菩萨就开始了 赶人计划 而且是立刻就下手了 他来了个就地取材 从院子的角落里 挖出来两条蚯蚁 趁着林严青吃饭的时候 扔到饭桌上 可是林严青一个劲地吃 眼睛都没有离开过晚 根本就没有看到蚯蚁 尼菩萨又去找来 各种蛇虫鼠蚁 把能够下到 小女生的那一套东西 都拿出来了 将蛇丢在林严青身上 他直接又反扔回去了 还以为是尼菩萨 在陪他玩呢 蛇虫鼠蚁都不怕 和尼菩萨玩得不易悦呼 搞得尼菩萨泪够呛 被小丫头追着跑了大半天 之后 尼菩萨又幻化出 各种恐怖的鬼怪模样 想要将他吓走 林严青却以为是变脸魔术 还说以前自己听过 却从来没有见过 拿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 等着尼菩萨给他表演 一个劲儿的拍巴掌喊好 又用水火欺负他 林严青身上的衣服 水火不清 什么都不沾染 倒是尼菩萨被搞得灰头土脸 整整一天 院子外面都鬼哭狼嚎了 一个笑一个叫 一刻都没有安宁 林严青丝毫没有要走的样子 反而玩得很快 越发喜欢这里了 尼菩萨反倒是被整得够呛 我们也算是见识了 这丫头的古灵精怪 晚上 老狗也有些看不下去了 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个烧烤炉 整来一头猪和一头羊 说是一起吃烧烤 林严青以前没有吃过烧烤 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看着我们烤好了 吃了一口之后 和老狗以前的反应一样 惊叹为世间最好的美食 当时 在场的我们几个人 只有我自己知道 吃烧烤最配的还是啤酒 冰镇啤酒 便无意识地说了句 只是一味地吃烤串 很腻很乏的 像以前的时候 虽然没有太多钱 只能吃几个串 但配上喝上两大杯啤酒 那感觉才是真的爽呢 什么玩意儿 啤酒 老狗一下子跳到我旁边 瞪着眼睛问我 我点头 道 对啊 啤酒 一种很 很不一样的饮品 你没有喝过吧 老狗摇头 尼菩萨说了句 那玩意儿 我也没有喝过 我们大清的时候 还没有啤酒呢 只有白酒 老狗道 白酒又是什么 不行 本大爷今天晚上 必须尝一尝 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 老狗立刻找 感示一脉的人买去了 很快 感示一脉的人 就把东西买回来了 不仅仅有两大桶冰镇的啤酒 还有两箱茅台酱酒 几个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的家伙 立马上去开喝了 第584章 酒姑娘 老狗和尼菩萨 一开始喝的是啤酒 每个人抱着一桶 大口大口地喝着 一个劲儿的鬼叫 看样子是十分地享受 林延青也去老狗的桶里 接了一杯 一口喝下去之后 大叫一声 真是太爽了 又凉又刺激 就是有点瑟瑟的 味道不是太好 随后 他又去将旁边一箱白酒拆开了 将白酒拆开之后 看着白酒瓶子很奇怪 甚至以为是什么器皿法器 这东西是不是某种法器容器 听说比较难炼制呢 一边说着 一边野蛮地将瓶盖打开 像刚才喝啤酒时候那样 猛地灌了一口 将这两种酒当成一样的了 我想阻止 都已经来不及了 伸出手去 嘴巴张开 话却还没有说完 看到他一口灌下去半瓶 我心里面已经开始想象 他一口喷出来的情景了 这茅台白酒 可是五十多度的 用小酒中和还行 这样还饮食 绝技不行的 林延青口中含着一大口酒 嘴巴孤独着 眼珠子瞪大 脸色慢慢变化 刚才还是白嫩的脸上 呈现出一种暗红色 似乎是受到了一定的刺激 我立刻说道 这是白酒 和刚才的啤酒不一样 你喝不了的 赶紧吐出来吧 老狗和尼菩萨 也被我的喊声吸引了 像林延青那边看过去 尼菩萨说了句 这有什么 不就是喝了口酒吗 以前的时候 我们宫里面 有一位郡主姐姐 喝起酒来谁都不怕 男人都喝不过她的 古代时候的酒 酿造工艺十分简单 度数非常低 能够达到四十度 可能就是好酒了 寻常都不得一尝 所以 古人喝酒 都是用碗来计数的 现在的白酒不一样 这么高的度数 林延青这一口下去 绝对会醉了 在尼菩萨说完之后 林延青一下子 将醉里面含的酒 给咽了下去 随后张大嘴巴 激动地跳起来了 快 吃点肉串 我说道 接下来她的一句话 却让我拿着串的手 凝固住了 直接掉到了地上 她大喊了一句 这东西就是酒吗 真是太好喝了 比我在山中喝的 林泉之水都要好喝 我彻底傻眼了 正正地看着林延青 她眼中的兴奋 和脸上的高兴 没有骗我 这丫头是真的喜欢喝酒 老狗和尼菩萨 看到她的模样 也好奇地尝了一口 结果两个人 都给吐出来了 说是太烈了 喝不了 还是啤酒好喝 那天晚上 我被他们拽着 灌了半瓶茅台白酒 喝了两杯啤酒 醉得不行 要不是有点道行之称 早就躺在地上 不省人事了 我们几个在院子里面 迷迷糊糊地待了一晚上 下半夜的时候 我就睡着了 剩下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两箱茅台酒 毒被喝光了 而他们三个 也早都醒了 正在吃剩下的肉串 老狗告诉我 昨天我睡了之后 林延青一个人 将两箱酒都喝光了 没有一点醉的迹象 还吵着要酒 幸好是他拦下来了 尼菩萨也说了句 这小丫头的兴致 还真是匪夷所思 下半夜的时候 燕尸回来了 他就把自己手腕上的草绳 送给燕尸 让燕尸给他灌一壶酒 燕尸没好意思要 燕尸花了好几万块钱 都没给灌满 才发现酒壶是件法器 刚回来把酒壶 扔给这小丫头 气得不行呢 这个时候 我看到林延青身上 挂着一个预镜瓶那样的东西 应该是某种特殊的法器 此时却被他当成是酒壶了 时不时喝上一口 真是怪胎 我只能这样评价他 有林延青这个家伙在 配上老狗和尼菩萨 好在我强压着 没有让老狗带他出去疯 否则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而这几天我重新出现的消息 已经彻底在阴阳道上传开了 我的行踪也不再是秘密 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这里 他们没有来杀我 但暗中各个势力的人 都来打探消息 胡娘那边也传来了一点消息 有人说在江苏地界上见过她 据说有人在追杀胡娘 她一直在逃 没有机会回来 消息没有任何依据 只是无由来地传着 也不知道是有人故意编造的 还是真的确有其事 我仔细想过 消息已经放出去这么久了 胡娘如果是正常的 肯定知道了 绝对回来找我 现在一直没有回来 就算是没有出事 也一定是被什么事情给耽搁了 所以我不能一直在这里等下去了 把我的想法告诉艳师之后 她这一次也没有拦着我 叶寒 你出去也好 最近阴阳道上的人都挺怕你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人领头 他们应该不会再对你出手 只要你小心一点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到 好 那你就留在这里 一旦胡娘回来了 你就派人通知我 让她在这里等着我 我会离开赶回来的 行 那需要我派人和你一起吗 我摇头 道 不用了 我和老狗 他们一起就行了 正说着话呢 从外面玩回来的老狗 和林延青等人听到了 知道我要出去 高兴得不行 尤其是林延青 兴奋地跳到我面前 艳寒哥哥 咱们真的要出去了吗 我微微皱眉 从心里面讲 我不太愿意带着这个丫头 可看她现在的样子 似乎不能不带 否则把她留在这里 指不定会出什么乱子呢 无奈 我只能点头 嗯 要出去了 你回去准备一下吧 我们一会儿买车票 定好时间就去喊着你 好嘞 她喊了一声 转身往外跑 跑了两步 又回来了 脸上带着可笑的笑容 将身上的玉瓶交给艳尸 很不好意思地说道 姐姐 你再去给我灌点酒吧 看到艳尸脸上不悦的目光 快速从身上掏出一块蒲玉 塞进艳尸的手里 姐姐 我知道买酒需要钱 我没有钱 但是大狗狗说了 我身上随便一件东西 都非常有价值 这一次我出来的比较急 就带了几件在山上玩的东西 给你这块小石头 你卖了换钱买酒 谢谢你了 蒲玉无光 但其中蕴含着浓郁的灵气 绝非凡品 这样的东西拿出去 若是世俗某种食货之人看到了 恐怕会开出天价来 用这个东西换酒 简直 让人无语 艳尸看了林彦青一眼 似乎不想要她的玉 但小丫头说完话之后 迅速溜走了 没给艳尸拒绝的机会 叶寒 你看这 艳尸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拿着这块鱼问我 我说道 这小丫头 给你你就拿着 不要白不要 这些玩意儿 对她来说不算什么的 她身上藏着的秘密多呢 说不定这玩意儿 是醉不值钱 她都看不在眼中的 你拿着就行 多给她灌点酒就好了 老狗也呵呵一笑 道 叶寒说的没错 这丫头身上 好像有个藏宝库 什么都能掏出来 你拿着就行 艳尸收下了蒲玉 出去安排人给我们买票 买酒什么的 我们则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 还没等收拾好呢 敢试一脉的人来报 说是有人找我 对方来势汹汹 似乎不是什么好人 道横还不低 我跟老狗 尼菩萨出去一看 竟然是熟人 只是当初的熟人 如今对我似乎有些敌人 来了三个人 中间那人是 灵狐异族的族长君梦 他还是老样子 一身白衣 英俊潇洒 雍容华贵 非常的有气质 另外两个人身上也是白衣 年纪略大 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了 目光深邃 看向我的时候 丝毫不掩饰敌意 我愣神片刻 心中急转 暗猜他们 这一次来找我 应该是为了胡娘的事情 君梦前辈 是您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我拱手行礼 第五百八十五章 麒麟压制 我看着君梦打了一声招呼 脸上露出善意的笑容 像是对待很久不见的长辈一样 态度千功和善 心里面却对他们的态度有些想法 每个人的眼神都不善 看样子 像是来兴师问罪的 君梦听到我的话 回了我一句 语气也不是很好 叶寒叶先生 咱们两个是有段时间不见了 不过我对你还是很熟悉的 灵狐一族虽然与世隔绝 但也有自己的眼线和耳目 关于你的事迹 我十分地清楚 也清楚你 现在的不得了 我自然是听出来了君梦话里面的嘲讽 知道他很可能指的是 我对胡娘的忽视 这让我无言辩解 只能心里暗暗叫苦 前辈说笑了 晚辈知识瞎胡闹罢了 上不得台面 您快先请坐 说这话 伸出手座 请的姿势 请他们坐下 君梦冷声道 坐就不必了 我们今天来找你 是有证事 我深吸一口气 强行坚持着笑容 开口询问道 什么事情 前辈请说吧 君梦也非常直接 道 胡娘从灵狐一族禁地中跑出来 说是要找你 如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没有她的消息 甚至还听闻 她因为你的原因 受到了追杀 今天我们第一 来找胡娘 将她带回灵狐一族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 你能够救胡娘的事情 给我们灵狐一族一个交代 她说完之后 目光冷冽地看着我 特有所指 道 听说叶寒大人可是风流得很 连孩子都有了 之前答应我的 对胡娘好的那些话 是不是全都当成放屁了 我心中有了准备 可听到君梦的话 还是有些尴尬 不知道如何回应得好 这个时候 旁边蜷缩在椅子上的老狗 替我出头了 仰着脑袋 咧嘴说道 哟 你们是哪里来的几个小杂毛 赶在我们的地盘上 当着我的面教训我小弟 是不是太不把本大爷放在眼里了 老狗身上的南鸣离火火焰很淡 没有显露出神威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四不像 没有任何神兽的模样 君梦冷眼看着他 说道 你又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我们和叶寒之间的事情 轮不到你说什么 老狗被这句话激脑了 喘息有些粗重 看样子 似乎是生气要发怒了 我一把将它按住 赶紧解释道 老狗 这是我和君梦前辈之间的事情 你就不要插手了 老老实实待着 要不然就出去玩吧 老狗被我压着 一个劲儿的点头 表示同意 这样我才把他放开了 刚把他放开 君梦旁边的那两个年长一点的人 却发出一声吃笑 道 哼 我以为是个什么玩意儿 敢在我们面前叫嚣 竟然是条狗 另外一个附和道 是狗老老实实听主人的话 不要随便乱叫 我们可不是你能够乱废的 否则就算是夜寒也护不住你 听到这番话 我也不压住老狗 就连我的目光 也顺便冷冽下来 瞥着眼睛 扫了那两个人一眼 一股强大的气势 顿时向他们压过去 老狗反应更大 我们喊他 老狗没事 可那种陌生人喊他问题就大了 何况这两个家伙还嘲笑他 彻底将老狗激怒了 我冷声说了句 两位 你们跟君梦前辈一起来 我给你们个面子 现在向我朋友道歉 否则咱们先不说胡娘的事情 就先谈谈侮辱我朋友的事了 君梦虽然也看不透老狗的深浅 但是他感觉到我的变化了 也感受到我的气场 脸色一变 夜寒 你别生气 这两位是我们灵狐一族的长老 他们不是有意得罪你朋友的 我现在就让他们道歉 砖头看向他们两个人 沉声说道 两位长老 你们刚才说的话有些重了 给这位朋友道个歉吧 老狗不吃这一套 他从椅子上跳下来 轻声对我说 夜寒 这件事情你别管了 我就看看这几只小杂毛 有什么本事 他身上的南鸣离火猛的暴涨 瞬间遍布全身昂首挺胸 身上散发出神兽强大的威慑 他现在是没有道横 可灵魂还是一样的强大 属于麒麟的威慑散发开来 仿佛无形的浪涛 在整个大厅里面翻滚不止 我感觉不是很深刻 可君梦和两个灵狐一族的长老 却下瘫了 三个人全都趴到地上 身上弥漫出淡淡的黑气 和老狗强大气势对抗 然而 这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 在老狗的气场之下 一切都不能够与之争辉 他们三个在强大的气场之下 身体瑟瑟发抖 慢慢显出了圆形 三个全都是白色狐狸 君梦的本体看上去最为灵动 毛色最纯正 背上还不止一条尾巴 君梦带着后面两个长老 以狐狸肢体行礼 向老狗道歉 前辈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要和我们一般见识 我们知道错了 还请前辈误管 后面两个长老拱着爪子 直接坐一颗头 我看着也差不多了 对老狗说了句 老狗 算了吧 差不多就行了 他们也不敢了 你就放过他们吧 给老狗一个台阶下 也就顺势放过了他们 哼 我今天就给你一个面子 饶了他们 不过要是再敢冒犯本大爷 一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所谓的什么灵狐一族 本大爷也给他灭了 老狗收回了自己的气势 君梦他们三个 直接倒在地上 身体慢慢地稳定下来 不过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老狗 十分恐惧地盯着他 本大爷告诉你们 就凭你们几个小尾巴的狐狸杂毛 给本大爷提鞋都不够格 当年你们狐族那些九尾天狐 都争着想和本大爷配对 留下一个好的血脉 本大爷直接拒绝了 没想到 你们现在可比你们的祖上 还要厉害啊 老狗这话听上去有些夸大 但他应该是认识九尾天狐的 以他的身份 来教训君梦他们几个 也完全是教训的这 君梦一开始没敢站起来 在地上蹲着问了句 前辈 灵狐一族 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九尾天狐了 您如何和我家祖上九尾天狐相识 老狗道 那个时候你不知道 告诉你也没用 我过去把君梦搀扶起来 口中说道 君梦前辈 老狗说的并不假 他和我们不一样 他已经活了无数年了 君梦战战兢兢地站着 双眼盯着老狗 只要现在老狗使个眼色 他立刻就能再蹲下 老狗看出他们三人的惊恐 养着脑袋说了句 你们有事找叶寒 就好好说 别阴阳怪气的 他可是我的小弟 你们要是找茬 就直接来找我 说完 他冷哼一声 留下一道火光 从大厅里出来去了 叶寒 我去找小丫头完了 要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你就喊我一声 我来帮你处理 我没有回应 看着老狗离开 等老狗离开之后 君梦才是真的松了一口气 两个长老才敢从地上趴起来 满头大汗 看上去是被吓得不轻 叶寒 这一位前辈到底是什么人 君梦问我 我回答 他是一头麒麟 已经活了无数年 深不可测 不过这件事情要保密 不要到处随意乱说 麒麟 我点头 没错 是麒麟 他不太喜欢陌生人喊他老狗 你们日后叫他前辈就可以了 不用太害怕 他们三个脸上 都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世上能够修行的动物 灵物有不少 可真正的麒麟 他们也是第一次听说 第586章 胡族长老团 老狗这么一闹 君梦和两个灵狐一族的长老 就变得老实起来 让他们说话都不敢说了 根本就没有从老狗的世界里走出来 这主要是因为 老狗对妖精受累的压制 实在太强了 在他们心里面都留下印象了 一时间难以消除 我在一旁安抚了好一会儿 君梦才慢慢地缓和下来 对我的态度也大为改观 没有了刚才的敌意 叶寒 真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能够认识 那位前辈那样的人物 我善笑一声 道 老狗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只要是不招惹他 他对人还是很和善的 日后相处多了你就知道了 君梦被老狗给吓到了 可是并没有变成弱智 他的脑袋还是清楚得很 知道这一次和老狗发生冲突 第一印象造成这样 日后想要改变他对灵狐一族的态度 恐怕是比较难的 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点头应了一声 这一次是我们冒失了 说话的时候 还回头瞪了一眼那两个长老 哼 两位长老 来之前我就警告过你们 注意说话的语气 适可而止 别招惹麻烦 你们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现在惹上了这样的大人物 就算是咱们整个灵狐一族都都不住的 你们两个现在立刻回族中 向大长老说明情况 自认领罚 若是不行的话 就让大长老带上人亲自来赔罪 我赶紧说道 君梦前辈 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 我和老狗是好朋友 他刚才虽然生气 但并没有太大的事情 你们不必如此劳势动众 向他道歉了就好 不需要再来人 特意登门道歉 君梦看了我一眼 点点头 但还是对两个长老呵斥的 还不赶紧回去 在这里 让那位前辈看到生气 两个长老早就没有了嚣张的样子 低着脑袋 挨了一顿训斥 也一句话都不敢说 等君梦说话 也乖乖地低着脑袋离开了 看着君梦把两个长老骂走 我反而是有些尴尬了 不知道说什么好 刚才老狗主要是为了我出头 才会主动站出来 结果搞成现在的局面 实在有些不太好看 君梦看了我一眼 沉生说道 一海 你别想多了 那位前辈教训一下他们两个 对我来说 倒不是坏事 哦 这是为什么 我为之一正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君梦脸色一苦 说道 你是不知道 我们灵狐一族内部的长老团 一直打压着我的权力 一个个仗着自己辈分高 什么事都像插上一脚 一点都不得安生 这一次我来找你 他们也是横生各种事情 非要跟着来 说是要替胡娘教训你 哎 说起来心里面就烦 我也不和你说 家里这些烦心事了 这一次来找你 是为了胡娘 你应该听小师说了吧 胡娘如今 得到了灵狐一族最高等的传承 在修为道衡没有彻底稳固之前 不能够长时间离开境地 我必须要带她回去了 我早已经猜到会是这件事情 立刻说道 胡娘现在失踪了 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正准备去找她呢 失踪 君梦脸色一冷 刚才对我缓和的态度 又变得冷冽下来 就算是有老狗压着 听到胡娘有危险 还是如此的态度 倒是让我心里面很放心 这说明 君梦将胡娘看得很重 真的当成女儿来对待 我又把胡娘的事情 和君梦说了一遍 让她知道 胡娘现在没有确切的消息 应该是出现了什么意外 但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随即 她大喊了一声 既然在江苏地狱有她的消息 那咱们现在就去找她吧 我是有这个想法 而且也都准备好了 可君梦也要跟着 却让我很惊奇 问道 你也要跟着 难道不需要回灵狐一族 说明情况吗 君梦道 不回去了 先找胡娘要解 而且我能够感应胡娘的气息 关键时候 还能够给大家纸条名路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力量 这个道理 我十分明白 再说了 君梦这一次去找胡娘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 他们同为胡族的灵魂 说不定冥冥之中 会有什么感应 我点头答应道 好 那咱们 就一起去找胡娘 和君梦聊了几天 她提到了我和大乔的事情 有些不高兴地对我说道 夜涵 关于你和地府修罗女的事情 我早就听说了 要不是族中有事耽搁了 我早就出来抽你一顿了 这件事情 你做得太对不起胡娘了 等找到胡娘之后 你必须要给她一个交代 否则 就算是有那位前辈护着你 我拼上性命 也要给胡娘讨个说法 说话的时候 君梦死死地盯着我 目光中闪烁着寒光 一副长辈问责的架势 气势很足 我并没有向君梦 在解释自己多么深不由己 没有说任何的理由 这件事情理由只能够作为借口 我的确是欠胡娘一个解释 这是不可否认的 君梦前辈 关于这件事情 我肯定会给胡娘一个交代 您尽管放心 您要是有什么不满 尽管可以教训我 夜涵绝对不会有二言 老狗更不会掺和进来 君梦看着我 听到我这样说 眼色稍缓 沉默了片刻 又开口说道 你的态度还不错 我也不是那不讲理的人 心里面生气归生气 可终究是你和胡娘之间的事情 先让你们两个年轻人处理 如果处理不好 不用你说 我也会教训你的 很快 艳师也回来了 给林延青带了酒 还给我们买好了票 又准备了一些行程上需要的东西 看到君梦 立刻向他行礼 喊道 拜见君梦组长 君梦和艳师也已经很熟了 他这几年 一直在灵狐一族中住着 肯定没少见君梦 相互之间都熟悉 所以 并没有过多的寒暄 简单打过招呼之后 就知道了君梦的来意 艳师知道 君梦要和我一起去找胡娘 也表示赞同 票已经买好了 下午就可以出发 只是没有想到 君梦也要跟随 艳师就准备再去买一张 不过被我拦下来了 我们这些人都不是寻常人 就算是手上没有票 要蒙混过关 还是一如反掌的 再去买票也会耽误时间 确定好时间之后 我通知了老狗等人 他们一个个都准备好出来了 说是准备好 其实什么可准备的也没有 完全就是空着手的 君梦本来以为只有我自己 可看到我们是一群人之后 便觉得非常震惊 尤其是老狗和深男 他完全看不透 知道他们都是强大的人物 便觉得惊骇起来 还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 似乎是要重新认识我 老狗瞥了君梦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没有和他一般计较 艳师安排人将我们送到车站 叮嘱一番之后 看着我们检票进站 当时 君梦直接化作一团白影 从旁边钻了进去 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也不需要票什么的 等到上车的时候 也是用同样的办法 非常轻松 我们一群人前去找胡娘 不过有这样想法的 只有我和君梦 老狗和林延青 就是跟着玩的 心不在找人之上 尼菩萨是跟着我 深男是游历 车上 我们说胡娘说到了 他和一条金龙曾经打斗过 而君梦表示 自己认识那条金龙 金龙是算是如今所存龙中 比较强大的龙重 其祖上和灵狐一族 原本有渊源 后来联系就淡了 第587章 金豆子 君梦知道那条金龙 可是不清楚 金龙为什么会和胡娘打斗起来 虽然相互之间的联系少了 可金龙应该能够看出 胡娘是属于灵狐一族的 如此大打出手 肯定也是有原因的 我指着林延青 开口说道 君梦前辈 你也不必太过担心 按照这丫头所说的 胡娘的道横 并不低于那条金龙 和她一番缠斗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危险 君梦看了林延青一眼 可是林延青 似乎早就得到了老狗的指使 对她不加理睬 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 而林延青对老狗 又柔又打的行为 什么话都没有多问 她对我说了句 胡娘如今得到了 我们族中最高等级的传承 就算是龙也丝毫不惧 和那条金龙斗个步相上下 也不是不可能 一路上 我们左一句右一句地说着 基本上都是我和君梦在说 老狗和尼菩萨 带着严林青完他们自己的 深男闭着眼睛 一言不发 完全就像是透明人似的 所以只能由我说话 我们天黑了之后 才到站下车 因为以前没有来过这边 下车之后 我们也和无头苍蝇似的 从车站出去 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 江苏地界上 算是比较平和的 没有太多的阴阳势力 有的只是一些名家正派 有着自己的秩序 不像湘西那样鱼龙混杂 灵狐一族不问世事 对这边更加不了解 没有什么朋友 在这边 我们都是新人 虽然名头胜 但没有底蕴 在这里也是一点门路都没有 老狗和林严青看到繁华的道路 两个人都鬼叫起来 就像是没有见过似的 引得周围路人都看我们 以为这两个家伙是神经病呢 小丫头 这地方可是大城市 繁华得很 本大爷一会儿带着你去夜店嗨 那里人多 玩得也很开 你一定会喜欢上的 林严青兴奋地点头 好好 夜店 去去去 我还没有去过的 那里面是做什么的 就是玩吗 没错 是一个玩的场所 还有个大商场 各大小吃街 咱们既然来了 就把这里逛一遍 说到这里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将尼菩萨拉过来 让这位菩萨叔叔请客 他手里有钱 咱们在这些地方玩吃 都是需要钱的 林严青拉上尼菩萨 说道 菩萨叔叔 带我们去玩吧 让我玩高兴了 我就把你之前 看中的那个亮珠子送给你 尼菩萨一听 立马点头 好 一言为定 保证让你玩高兴 我伸手就给了老狗和尼菩萨一巴掌 因为林严青 毕竟是个女孩 又不是特别熟 我没好意思打她 咱们刚到这里 你们就想着去疯 这一次来 是为了疯的吗 先办正事 老狗和尼菩萨相识一言 没有说话 但也没有反驳我 尽重的 这个时候 一直没有说过话的深难 上前一步 开口说了句 我知道 这里有一个阴阳势力 专门售卖各种消息 做些见不得人的生意 说不定 他们能够帮上我们 专门售卖消息 我微微一正 专门做这个的 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深难道 没错 这个势力不为人所知 除了一些老顾客和朋友介绍去的 道上没有多少人知道 我也是偶然一次机会才听说的 知道大体的位置 并没有去过 有事情可做 比闲着没事胡乱瞎逛的要好 既然有这样一个势力 还是深难特意提出来的 一定有他的可取之处 深难要带我们去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那个地方距离车站比较远 我们若是双脚走的话 一时半会还到不了 可若是乘出租车的话 没有准备的地理坐标 到时候转来转去的 人家不一定在我们 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己开车去 我们打听着 在附近租了一辆车 自己开车前去 深难所说的地方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能够分清东西南北就算好的了 谁都不认识路 深难也只知道大体方位 指了半天 最后走错了 我们又绕了一大圈 半路上加了一次油 走了很多冤枉路 最后才找到他所说的那个地方 那里是一个店铺 位置说偏不偏 说正不正 铺面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非常的普通 没有任何特点 要不是深难指了指 我都不一定正眼去看 我们到达那里 是凌晨四点多 快五点的时候 天才蒙蒙亮 路上没有什么人 周边店铺也都关门了 只有那间铺子 还亮着灯 亮的灯也非常奇怪 现代社会 店铺晚上亮灯 就是为了吸引客人 各种灯光十分明亮炫彩 而这家店里面的灯 确实昏黄的 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 谁都不愿意进去 这样的一家店 想来生意 也不会好到那里去的 我们下车走过去 来到金钱之后 我才发现 立着一个牌子 破破旧旧的 一点都不气派 上面写着三个字 五金店 后面一行小字 24小时营业 一间24小时营业的五金店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呢 深难前辈 你确实是这里吗 我开口问了句 深难回到 24小时营业的五金店 没错 就是这里 走 咱们进去吧 说完 他率先向前面走去 给我们领路 我看了后面的老狗 和尼菩萨等人 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还是不相信 这里就是要找的那个地方 老狗说了句 进去吧 里面的确有几道 强横的气息 或许真的能够 从这里得到什么线索呢 再说了 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进去玩玩呗 他带着林延青 和尼菩萨一起走了进去 剩下我和君梦 跟在了最后面 推开门走进这间店铺 里面有一股淡淡的油漆味道 破旧的货架上面 摆着各种五金用品 看上去就是一间普通的店铺 角落里面有张小窗 旁边还有个椅子和桌子 一个看上去有五六十岁的人 正躺在小床上睡觉 他身上破破烂烂的 还有些脏兮兮的 不像是阴阳道上的人 但我看到他的那一刻 在意识之中 立刻就感应到了 这个人不是寻常人 他身上有一股汪洋一般的气息 看似平静 实在有些深不可测 不说肯定拥有分神的境界 但绝对是有了 入微高层次的境界 这么一个小店里面 竟然藏龙卧虎 床上的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慢慢睁开眼睛 从床上起来 口中问道 请问你们需要点什么呀 深男回了句 我们需要一点硬货 金 金 深男说了这样一个字 那人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睁开眼扫视我们一圈 沉生说道 这么多人来我这小店里面找金子吗 是想打劫还是怎么的 我这里可没有什么金子呀 深男手上拿出一个金色豆粒 这个金豆子应该认识吧 当年你家店主给我的 他虽然已经过去多年 但我一直保留着 后来才听说 他在这里有家店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前来 如今刚好有事找你们 就顺道过来看看 另外把这枚金豆子还给你们 那人颤抖的手 接过那枚金豆子 激动地自语道 店主 店主 他眼中流出了泪水 雨色宁夜 非常的决定 看来是想到自己的店主 伤心难以控制 这个时候 店铺里面又打开一扇门 出来两个差不多年纪的人 打扮也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比较高 另外一个胖一些 他们看到金豆子 反应和刚才那人一样 激动过后 那人看着深男 恭敬地问道 前辈认识我家店主 又带着金豆前来 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吧 我需要知道一个人的所有消息 他叫胡娘 你们应该知道吧 第588章 通魂之术 深男直接说出胡娘的名字 向眼前的人询问他的消息 听到 胡娘的称呼之后 那三个人的脸色 顿时变得不正常了 相视一眼 似乎是在暗中交流什么 他们没有回答 深男也微微皱起眉头 十分疑惑地询问了句 怎么 难道你们这里 也不清楚胡娘的消息 你可以听说了 他不久之前 还在这片地界上露过面 一开始和我们说话的那个人 看着深男说道 前辈 树碗被冒昧 先问您一句 您找胡娘有什么事情 是否也是 想要利用胡娘 对付最近到上风头 正盛的夜寒 深男听到对话的话 脸上一冷 声音也变得冰冷 开口说 现在 是我来问你们 不是要你们问我 如果这枚筋豆子不好使的话 那我们就用别的方式来谈谈 身上瞬间释放出强大的气场 周围空间立刻憋闷起来 呼吸变得困难 无由来的温度骤降 连我都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颤 前辈 您不要生气 我们说 我们说 感受到深男的气场 他们立刻就换了一个态度 开始向我们解释 我们刚才询问您目的 其实是有原因的 您所闻的胡娘 关于她在这片地界上出现过的消息 实际上就是我们放出去的风声 听到这话 我心中已经 眼神变得疑惑起来 正正地看着他们三个人 猜不出他们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按照他们表现出来的状态 不是那种会管闲事的人 更不会主动来招惹我和胡娘 这种陌生人绝对不会莫名其妙地放出这样的风声 深男问道 是你们放出来的风声 这么说的话 消息是假的 消息是真是假 我们不知道 是有人找我们放出去的风声 他对深男回应了一句 是谁 不知道 对方摇了摇头 沉声说道 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 有生意找上门了 我们只管收钱做活 关于雇主的目的 那就不是我们该问的了 深男点了点头 阴沉着脸 沉思了片刻 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向我使了个眼色 毕竟找胡娘是我的事情 接下来该怎么样 我的意见是最主要的 我说了句 看来这一趟是白跑了 三个人听到我说话 向我这边看了一眼 眼中露出略显惊讶的神色 似乎是认出了我是谁 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 还特意卖了一个好 开口说道 我们可以派人去打探胡娘的消息 如果有消息 会立刻通知你们 我到了生贤 多谢 在这里听到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我们也没有久留 很快就离开了 走之前 那三个人也一直在表示 说可以帮我们调查 一旦有结果 会立刻通知我们 对此 我也没有抱什么特殊的希望 回到车上之后 我们离开的路上 我开口问了申南一句 申前辈 你找的这个地方可信吗 难道就只要巧 咱们找来这里 就刚好是他们放出去的假消息 申南看了我一眼 摇摇头 我也不能确定可信与否 他们是开门做生意的 只要利益足够 什么事都愿意做 如果真有人 给我们不下局 也不排除咱们被骗了的可能 您不是他们店主的朋友吗 您还不能够确定 我问 申南从我咧嘴一笑 语气变得深沉起来 回到 我不是他们店主的朋友 实际上他们店主 还是我杀的 那枚金豆子 也是从他尸体上搜出来的 据说这金豆子 在他们店里 代表的是一次 无条件的请求 所以我才会拿出来 我倒吸一口凉气 刚才人家一口一个前辈叫着 还以为是自己店主的朋友 结果是杀死他的敌人 不过 我还是第一次 听申南说自己杀过人 之前的时候 他向我强烈表示过 自己不杀人 现在不杀人 以前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们先找了个地方住下 毕竟跑了一晚上 最后结果还是这样的 就算是身体不累 心里面也累了 老狗和尼菩萨 带着灵言轻跑出去疯了 没有和我们一起安顿下 只剩下我们三个 君梦和我急得不行 担心狐娘的安危 坐下了也安定不下来 你说 好好的一个大活人 怎么就在几天之内 忽然没有了踪迹 消失得也太诡异了吧 君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口中还一直嘟囔着 狐娘对她而言 不仅仅是女儿 更是灵狐一族的希望 她如今拥有九尾天狐的传承 一旦稳固修行 修行起来就会一路直上 说不定还会让灵狐一族 再次出现一只九尾天狐 意义重大 实在不行 我就回族中 用和各大长老用族中的通魂术 尝试着联系狐娘 否则这样找下去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结果呢 灵狐一族中有通魂之术 这可能是族中密法 有一定的独到之处 但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否则的话 君梦不会出来 早就用此术来联系狐娘了 这也是她情急之下口中所说的话 是实在没有办法最后的选择 现在肯定不能直接回去 我思索片刻 说道 这样吧 咱们分头行动 我从这里往南去 找找个大地方 你就往北去 顺路找一下 如果能够找到 咱们相互通知 找不到的话 你会灵狐一族 去使用通魂之术 君梦没有回应 没有说好 也没有说不好 倒是深男沉声说了句 叶涵 你可知道 种族之中的通魂之术 是一种什么样的密法 我一听到他这样问 就想到自己 似乎想错了什么 导致刚才说错话了 不知道呀 我摇了摇头 深男对我说道 通魂之术 是通过族中密术 一个灵魂为媒介 与远在天边之人灵魂相通 而这个作为媒介的灵魂 要和所找灵魂有血缘关系 还要实力相当 最为关键的是 通魂之术完成 作为媒介的灵魂 通常会因为损耗严重而破灭 就算是侥幸活下来 那人灵魂也会残缺 成为傻子弱智一类的人 听完深男的话 我心里面就明白了 这所谓的通魂之术 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人的灵魂为代价 与另外一个人的灵魂相通 而能够和狐娘的灵魂相通的 可能只有君梦自己了 她和狐娘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灵魂上是属于妇女 通魂之术 需要以她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怪不得她刚才并不作声 原来是有这样的缘故 君梦或许愿意用自己来找到狐娘 将她换回来 可是作为灵魂一族的族长 她身上的胆子也很重 不是说放就放下的 君梦前辈 刚才我不知情 说话有些没分寸 您不要见怪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冲君梦行了一礼 君梦摇头 道 没什么 如果真的找不到 我愿意用自己的性命 来作为找到狐娘的代价 她对于灵魂一族的意义 比我要重 灵魂一族谁都可以没有 唯独不能够没有她 我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点点头 我们相互沉默了一会儿 深男闭着眼睛说了句 其实要找人 还有一个好地方 哪里 阴曹地府 深男口中吐出三个字 听她说到这里 我双眼猛地一亮 明白了她的意思 阴曹地府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势力 它完全属于阴阳道上 势力范围却遍布所有的地方 只要有生灵存在 有生老病死 那就是他们的管辖之处 第589章 阴思成的变化 阴曹地府之中 汇聚了各方的死灵残魂 还有专门的人负责 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在地府之中都能够听闻 尤其是阎王重新出山之后 对阴曹地府 进行了新的规整 如今肯定更有规章制度了 说不定有专门的人 负责审查那些灵魂 得知一些特殊的消息 可自从阎王和我的关系破裂之后 我就没有再和阴曹地府中的人 打过招呼 而且 他们这段时间也十分静默 没有听说过什么特别的消息 判官之前还常来找我 可能是知道了 我和阎王闹翻了 没有再来找过 已经有段时间 没有打过交道的阴曹地府 在去那里询问消息 不知道能够能到我想到的 我心中想到这里 没有立刻开口表示什么 而君梦对我的事情也了解 知道我因为和阎王的关系破裂 与阴曹地府处于敌对的状态 他主动开口说了句 我和阴思成的判官打过几次交道 说不上是什么好朋友 但也能够说得上话 我去一趟阴曹地府吧 我深深地看了君梦一眼 心里面也拿不定主意 不知道是否该让君梦一个人前往 申前辈 您看该如何呀 我问了一句 申男闭着眼睛 没有说话 他给我们指点了这样一个办法 之后就闭上嘴巴 什么都不说了 一副与他没有关系的样子 我回了君梦一句 等等吧 等老狗回来 问问他再说 这家伙了解阎王 说不定能够给我们想个好办法 提到老狗的名字 又说他和阎王是相识的 君梦立刻就没有了想法 点头表示同意 老狗他们三个出去疯 好在白天没有什么可以玩的 加上他们都不是正常人 不喜欢白天在外面 中午就回来了 我把事情和老狗说了一遍 老狗想了一下 对我回了句 既然是去阴司城找老阎王 那大家就都一起呗 一起 全都去吗 老狗点头 没错 全都去 说完 他还特意问了旁边的林彦卿一句 小丫头 你想去阴曹地府看看吗 阴曹地府 是不是死了之后 灵魂去的阴间呀 好啊好啊 我老早就听过了 一直想去看看呢 咱们去吧 一起去吧 老狗当即表示 行 咱们一起去 你们准备一起 我和小丫头也去准备一下 一会儿都去 给老阎王一个下马威 上一次的账 还没有好好算算呢 这一次 正好去要个说法 他一边嘟囔着 一边拉着林彦卿去了房间里 不知道要准备什么 我看着他们离开 又扫了尼菩萨一样 问道 我怎么感觉 老狗成了这个小丫头的跟班了 怎么什么都要问问他呢 尼菩萨撇了撇嘴巴 对我说道 哎 你是不知道 这丫头被老狗 灌了新好新好汤 基本上都交代了 他身上带着一个大乾坤袋 里面全都是宝贝 老狗这家伙 是盯上人家的宝贝了 想方设法的骗点 这几天 他们混在一起 看来老狗是套出来 不少有价值的消息 你呢 你最喜欢宝贝 怎么不去套点 我和尼菩萨开了句玩笑 尼菩萨摇摇头 道 老狗看上的那些玩意儿 实在太高端了 我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 咱们从神农架里面搞出来那些 我还没有整明白 贪多嚼不烂 那些高端的东西 还是让老狗去搞吧 你倒是看得开 我们闲聊两句 相互调侃了一番 等着老狗和林延青 从房间里出来 出来的时候 老狗变成了穿着衣服的 宠物 因为双脚上都挂上了饰品 看着既像是狗又像是小鹿 双脚上面挂着两个铃铛 还飘荡着红色的线坠 身上裹着一层床单一样的青色皮子 上面还有些诡异的图案 四个腿上都绑着黑色绷条 紧竖起来显得身体十分有力 就连尾巴上都绑了一朵小红花 看到这样的装饰 我们先愣了一下 随即破口大笑 嘎嘎嘎嘎 老狗 你真是笑死人了 哈哈 老狗 你是化妆了吗 好歹变成人的样子在化 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实在太可笑了 就连君梦都在一旁憋着笑 他不敢大笑 但又实在忍不住想笑 身体因为憋着都在微微发颤了 深男还保持着震惊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老狗面对我们的笑声 高傲地挺着脑袋 冷哼一声 哼 你们这群人实在太没有眼光了 竟然还笑得出来 知道本大爷这一身装扮价值几何吗 到时候老阎王看到了 说不定都能馋得流口水 你们就等着瞧吧 让本大爷带着你们去殷司城 好好在老阎王面前风光一番 我听老狗这样说 心里面顿时一震 以老狗的性格 要去见阎王之前这样装扮一番 肯定是别有用心的 难道是这身装扮有奥妙 我扫了旁边的林延青一眼 这小丫头也正笑呢 似乎是看着老狗的样子很可爱 我又想到了 刚才尼菩萨和我说的 老狗盯上了人家的宝贝 我立刻问了句 丫头 老狗身上这装扮 是像你要的吧 林延青点头 回道 嗯 是我给大狗狗打扮起来的 他说要在坏人面前装 装装逼 过后再还给我 不过 我看大狗狗穿着挺好看的 这一身就送给他了 以后穿的这个样子 和我出去才拉风呢 我听着他口中说出来的各种名字 头上顿时一阵黑线 这才几天的时候 就跟着老狗学了这么多不好的词 若是长此以往这样下去 一个好好的单纯小姑娘 还不知道被老狗交成什么样子呢 到时候 林延青那位爷爷找来 看老狗怎么交代 这个时候 老狗走着非常风骚的步伐 每走一步 身上的装饰品都随之飘动颤动 屁股还一扭一扭地 将全身所有穿戴的东西 表现得淋漓尽致 好了 都别废话了 跟着本大爷去殷司城吧 到时候都看我的眼色形势 别搞得咱们去求他似的 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威风来 老狗 曾经也在殷司城待了很长的时间 对于阴间一些入口的分布 也比较清楚 他带着我们去了距离此地 最近的城隍庙 城隍庙里有城隍 对了我是谁 给我跪拜行礼 拜见明差叶大人 明差这个称呼 还真是少有人这样喊我了 让我有些感慨 看城隍的样子 似乎还不了解 我现在和殷司城的紧张关系 依旧以为我是当初的明差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 城隍作为殷司城九品小官 平日都没有机会前往殷司城 对一些事情也不太了解 加上当初翻脸 是阎王先对不起我 暗中算计背叛了我 要是他还要脸 就不会到处宣扬这件事情 我对城隍回了句 嗯 起来吧 我还有事要去殷司城 就不和你多说了 简单一句话 让城隍赶紧让到一边 不敢阻拦我们 让我们从这里的法阵 前往阴间 来到阴间 立刻就感受到阴寒的气息 周围暗无天日 没有阳光什么的 如眼是荒芜的一片 只看到了几个孤魂野鬼在游荡 老狗比我还要着急 主动走在最前面 好像浮夸的怪物一样 给我们在前面开路 直接就奔往殷司城去了 我们来到殷司城外 远远就能够看到黑气中的城墙 模样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给人的感觉 似乎不太一样了 像是更加威严 外面也没有以前的那些 孤魂野鬼在游荡 非常安静 一大队阴兵守在外面 倒是有了一丝 皇家功成的不可侵犯 第590章 闯门 我们看着殷司城的城门 稍稍停了一下脚 感慨了一句 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殷司城如今变化有些大 看来阎王回来之后 对殷司城进行了一番整顿 没有以前那样涣散了 老狗看着前面 撇着嘴巴 很是不屑地说了句 老阎王就是这副德行 最喜欢做表面文章 搞得外表看上去规规整整的 其实屁用没有 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我看了老狗一眼 没有说什么 在他的心里面 阎王所规整的这些 可能是无关紧要的 都是一些表面文章 但是我很清楚 一个势力组织 必须要有一定的规矩 才能够做大做好 这是前提 如今殷司城相比于以前 肯定更加强大了 老狗向前面走去 口中说道 别看了 过去吧 也不知道老阎王是否在这里 要是在的话 现在也该察觉到 我们来到这里了 阎王仅剩一缕残魂 道横和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他手上有阎王令 配合着阎王令的力量 将阴曹地府一切事物 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我们这么多人来到这里 气息很杂 他若是在的 必定已经发现了 我们来到城门之前 守卫的阴兵发现了我们 他们只是小鬼兵 这点道横 根本就不被我们看在眼里 而他们也看不透我们的身前 但能够发现 我们身上没有鬼气 不是孤魂野鬼 就以为我们是 擅自闯入之人 一个个身上 弥散出强大的鬼气 手中法器指向我们 什么人 敢擅闯英私诚 老狗打扮得实在怪异 像个异形似的 立刻大喊了一声 本大爷是谁 你还没有资格知道 让你们老阎王 出来迎接本大爷 其中一个鬼兵 像是领队的队长 一听到老狗呼喊阎王的名讳 十分不敬 当时就怒了 他亮出手上长刀 向老狗喝喊了一声 哪里来得出 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后面两个鬼兵给拉住了 急忙提醒道 队长 别惹事 别得罪了他们 他们两个向我看过来 眼中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明显是认识我 队长问道 你们两个做什么 这些人擅闯阴间 还呼喊阎王爷的名讳 罪该当诛 你们两个敢拦着我 是想和他们同罪吗 不敢不敢 两个鬼兵吓得不行 立刻放开了手 甚至没有机会 告诉队长我的身份 这种情况 以前是不会出现的 看得出来 这个队长是新提拔的 而且形势比较决绝 非常的自负 不给人留余地 他看着我们 喊道 来啊 将这群人拿下 直接诛杀 这些鬼兵中 有不少是认识我的 其中也有见过老狗的 知道这家伙不是寻常人 那些不认识的鬼兵 一个个跃跃欲试 走在最前面 认识我们的就跟随着 既不敢出手 也不敢不动 非常为难 老狗冲我喊了句 叶涵 给这些小喽啰 给本大爷清理掉 别挡着本大爷的路 尤其是这个什么队长 直接杀了 我也算是替老阎王 做做好事 阴思成门前大闹 诛杀鬼兵英兵 这样的事情 我不是没有做过 如今老狗开口了 我也待劳了 将背上黑刀拎起来 刀身一颤 一股强大的气浪 立刻释放出去 如果一股巨浪 直接将冲过来的鬼兵 给打散 不过并没有将他们斩杀掉 接着 手上用力 黑刀 划出一道刀锋 直接冲向那个嚣张的队长 以我现在的道行 在对付这些鬼兵 根本不需要费力 今时不同往日了 因思成的城门对我来说 已经如履平地了 鬼兵队长在惊恐的表情之下 被黑刀的锋芒划过 化成了一团黑气 消散在空气中 什么都没有剩下 剩下的鬼兵都吓坏了 正正地看着我们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刚才那两个跪下的鬼兵 口中喊道 叶大人 请民饶命 我们不是有意要拦着您的 只是奉命行事 叶大人 在殷司城中姓叶的大人 只有一个 就算是那些 没有见过我的鬼兵 也意识到我是谁了 脸上露出恐惧之色 这个时候 城门打开了 走出来两个熟悉的朋友 牛头马面 他们两个还是老样子 但相比之前 道行似乎高了不少 应该是 受到了阎王的指点 看到他们两个出来 一群鬼兵纷纷跪拜 口中喊道 拜见牛匠 马匠 这两个家伙 在殷司城归整之后 地位也提升了 受到了阎王的重用 当时在阎王重出的时候 出了力 更是成为了红人 混得还不错 我将手上的黑刀收起来 看着走过来了两个人 脸上露出笑容 拱手说道 牛兄 马兄 好久不见了 别来无恙 牛头马面看着我 苦笑一声 没有立刻说话 以前他们见到我 还是很热情的 对我也非常照顾 是两个值得交的朋友 如今这个样子 应该是知道 我和阎王的事情了 对我不敢太过于亲近 免得让阎王不高兴 毕竟 他们是殷私成的人 叶寒 你刚来就又给了 我们这么大的礼 还真是一点没变呀 马面对我说了句 我一笑 回道 是他非要拦着我 话还没有说完 老狗上前去 开口说道 哼 他们敢挡着本大爷的路 那就是死有余辜 你们两个小鬼 还敢来问责不成 就算是老阎王在这里 本大爷也照样杀了他 老狗强势 让牛头马面 不敢再多说 对了 老阎王在里面吧 老狗又问 牛头回道 阎王在呢 我回去通报一声 然后带你们进去吧 通报个屁 我现在就进去 你们谁有本事就拦着我吧 老狗甩着屁股 无视牛头马面 堂而皇之地往里面走去 简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那些小鬼 不敢有任何的异动 牛头马面 也只能无奈地苦笑 我对他们两个说道 没事 我们进去了 有什么事情我们担下来 阎王要是问起来 就说我们强闯 你们也拦不住 哎 好吧 马面点了点头 也是无奈 抱歉 我回了句 知道他们为难 到了声歉 那我先进去了 这个时候 老狗他们已经走到城门口 马上要进去了 牛头却喊住我 等一下 和你说件事 什么事 一个月之前 第一那家伙回来了一次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我顿时就愣住了 狠人回来了 自从清先生的事情聊聊之后 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也不知道他如何了 心里面一直挂念着 第一前辈还好吗 刚问完 牛头还没有回答呢 城门里传出了一个声音 狗前辈 是您来了 快快里面请 阎王爷知道 你们来了 正在里面等着呢 判官从里面出来了 看到老狗之后 非常谦工地打招呼 让老狗十分享受 也没有为难他 还表扬了一句 还是你小子之雀 好好教教你们手们的这些小鬼 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是是是 判官答应的同时 向我这边看了一眼 牛头马面也不再多言了 刚才提到的狠人的事情 也没有要说的打算了 对我说了句 夜涵 阎王爷知道 你们来了 去吧 我看了他们两个一眼 没有多问 转身向老狗那边走过去 判官看着我 目光深邃 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 没有先开口说话 我主动拱手说了句 判官大人 他这才回了句 嗯 夜涵 你来了 说到这里 便停下了 没再说出什么 最后化作一声叹息 唉 第591章 老狗跳舞 判官心里面对我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并不是十分清楚 从表面上也猜不出内心 但可以肯定的是 判官绝对会和阎王站在一起 我脸上露出一笑 道 判官大人 我这次回来 是有事情找阎王爷的 既然他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您就先带我们过去吧 判官没有再多说什么 点了点头 好 你们跟我来吧 我们一行跟在判官后面 直接就往殷司城伸出去了 殷司城的布局 和以前没有变化 可是整体的氛围不一样了 以前的时候 城中平日根本就没有什么身影 殷官都闭关修行 能够看到的 可能就只有几个孤魂野鬼了 而如今道路两旁 全都是站岗守卫的殷兵和鬼兵 手上都拿着法器 站得溜直 很有气质 城中的气氛也变得庄严起来 殷官也不全都躲起来修行了 开始各自负责自己的领域 去处理该处理的事情 殷司城的核心之处 如今也已经不再是判官的府邸 变成了殷司城深处的阎罗殿 那里是阎王所在的地方 我们走在路上 看着殷司城的这些变化 老狗撇着嘴嘟囔道 老阎王把殷司城搞成这个样子 是想把它变成功成吗 还不如以前的时候 让人觉得轻松呢 判官只是咧嘴陪笑 也不敢多说别的什么 很快 我们沿着路一直往里面去 敲好经过我当初在这里的府邸 身为殷司城中特殊的明察身份 明察府也曾经有过一时的风光 府邸的院子后面 是属于我的第七阴兵队 钟馗还在此地给我看门 如今走过来 府门关着 不见两旁站着阴兵守护 并不是第七阴兵队的人 似乎将这个府邸给封了起来 我停了下来 指着关闭的大门 问了判官一句 判官大人 府中的钟馗前辈呢 钟馗与我关系近亲 我又和阎王闹翻 可能会牵连到他 判官对我说道 钟馗一直在这里守护着 不久之前刚刚离开了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人了 我才下令将这里封闭了 你下令封闭了 不是阎王吗 钟馗前辈走了 去哪了 我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心里面对此十分惊讶 阎王从没有下令封锁这里 也并没有为难 当初追随你的人 钟馗在殷司城 也一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他这一次离开 也并不是出了什么事 是他自己要求离开的 我皱起眉头 钟馗做一个阴官 就算是可以去阳间游走 但他更喜欢的 还是阴间的环境 既然一开始 知道我和阎王闹翻了 没有离开 那就不会无缘无故再离开了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缘故 虽然钟馗现在对我来说 是可有可无的 但我夜涵不是那种 忘恩负义的人 别人对我的情谊我都记得 当初我只是一个 刚刚入行的小子 钟馗前辈帮偶很多 关于阴间的一些事情 也是他在指点我 这份情谊我一直记在心里 不敢有丝毫的遗忘 我绝对不会看着钟馗 就这么不明不白 没有了音讯 判官大人 你说钟馗前辈 他自己离开了 他为什么要自己离开 还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说到这里 我脸色一沉 语气也变得冷冽下来 是不是你们将他赶走了 又或者是你们暗害了他 判官赶紧摇头 不过 你误会了 真的没有 他的确是自己走的 因私承中的人都可以作证 理由呢 我的态度很坚决 大有不给一个解释 就不算完的样子 旁边老狗也站在我这一边 对判官说道 我在这里的时候 那小鬼也很照顾我 你必须要告诉我们 他到底怎么了 为何要离开 判官看着老狗身上的火焰 明显露出恐惧的神色 他可以不畏惧我 但绝对是害怕老狗的 好吧 既然你们一定要问 那我就告诉你们 钟馗是跟着第一走的 刚才没有进城之前 牛头马面就和我说了一句 说是第一前不久回来过 如今判官提到第一 我心里面并没有太过惊讶 反而是想明白了钟馗的离开 我在殷司城中已经没有位置了 他又是我的人 就算是阎王暂时没有找他的麻烦 可是保不住什么时候就会遭殃 跟着第一离开 对他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不过 我还是装出惊讶的表情 啊 第一前辈回来过 判官没有对我的反应起疑 轻轻点了点头 嗯 第一那家伙回来了一次 在殷司城大闹了一番 殷司城中 也是这几天才当当平静下来的 他离开的时候 钟馗主动跟着他走了 我们也没有阻拦 我立刻追问 第一回来做什么了 谁也不知道 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先是在殷司城里转了一圈 最后又质问我们 为何不帮助你这个明差 说我们自私自利 大闹了一番 这个时候 老狗插了一句话 第一道很够看 但有老阎王在这里 应该没有他撒野的份吧 还能够在殷司城里面大闹 是不是有些不符合实际啊 判官摇头 回道 这件事情 阎王爷交给我处理了 他说 第一 曾经也是殷司城的明差 如今就算是 已经不在世了 那也不应该生死相向 便没有出面 虚伪 老狗咧了咧嘴 对此评价了两个字 判官无言以对 我又问 那你们知道 第一和钟馗 往哪里去了吗 判官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知道了是这么回事以后 我也没有再多问什么 继续让判官带路 去找阎王 又走过一段距离 很快就来到了 阎罗殿的范围 以前的时候 阎罗殿所在的区域范围之内 黑气浓郁 像是有堵墙 什么都看不到 如今显示出真容 两侧还有道横高深的鬼兵在守卫 很有气势 判官带着我们过来 鬼兵没有阻拦我们 但是目光一直盯着我们 似乎是充满了敌意 来到阎罗殿台阶下面 判官停下 冲里面喊了一声 阎王爷 狗前辈和叶寒他们到了 您看应该怎么办 阎罗殿的大门开着 可是从外面往里面看 只有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 仿佛是一处黑洞 里面传出了阎王的声音 让他们进来吧 刚说完话 老狗抖擞着身上的装饰品 冲里面喊了一句 老阎王 你可真会摆谱呀 还让我们进去 赶紧出来迎接本大爷 本大爷再给你开开眼 快点的 出来 阎王让进去 他却直接喊阎王出来 敢这样做的 恐怕也就只有老狗了 我什么话都没有说 站在老狗这一边 丝毫没有要进去的意思 判官看着老狗 一脸的无奈 一个劲儿苦笑着劝道 狗前辈 您就进去吧 阎王爷也已经是请您进去了 您就不要为难我了 老狗不理会他 一个劲儿地冲里面喊 老阎王 出来了 快点出来看看本大爷 阎罗店里一点声音没有 我还以为阎王生气了 过了两分钟左右 门口的黑色有些晃动 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 很快我就看到了一个身影 正是阎王 阎王出来之后 在台阶上面站立着 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们 老狗则是咧着嘴巴 将身上装扮 来显摆得到东西抖动一下 向阎王吹嘘道 老阎王 看看本大爷今天小打扮了一番 是不是别有一种风度了 有没有感觉到十分耀眼 第592章 凤华山 老狗的风骚劲 我早就领教过了 强忍着没有踹他屁股一下的冲动 任由他在我们面前跳来跳去 展示自己身上的宝贝 我们不识货 阎王却识货 在老狗蹦跋的过程中 就认出来了 他身上的东西 全都是宝贝 老畜生 你这一身打扮 实在不敢恭维 白瞎了这些宝贝了 只是我很奇怪 你是从哪里找来这些本败不存在的东西 阎王已经认出了老狗身上的东西 而且出口询问 那老狗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他想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是阎王对他的关注 老狗有的东西 阎王没有 这在老狗看来 就是阎王不如自己 他停了下来 甩了甩尾巴 扬着脑袋 回了阎王一句 本大爷从哪里找来的不重要 反正也和你没有关系 你就没有必须多问了 阎王也清楚老狗的德行 知道老狗就是为了显败 以我对阎王的了解 他应该不提这个话题了 却没有想到 他依旧接着问了句 你脚上挂着的这对铃铛 应该是铁树上结果铁铜果吧 铁树 我听到这个名字 心中一动 铁树我是知道的 但想来阎王口中的铁树 和现在所熟知的铁树 不是一样的 正如阎王所说的 我一直以为老狗脚上挂的是铃铛 却没有想到 竟然是树的果实 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从阎王说话的语气来看 他似乎对铁铜果铃铛十分感兴趣 老狗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铁铜果 老阎王果然还是有些严厉的 说着 老狗自己将断角上的铃铛取了下来 用爪子抓着摇晃了两下 传出来了清脆的响声 真就和铁铃铛似的 要不是阎王说 我永远都想不出来 这会是一种果实 阎王又道 铁铜果对你没有什么用吧 不知道可否割爱 让给我啊 要是你需要什么可以向我提出来 只要我能够给你 咱们做个交换也是完全可以的呀 不给 老狗当即给拒绝了 阎王能够直言提出想要 是我没有想到的 毕竟阎王一直给我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就算是想要什么 怕也不会死皮赖脸的直接讨要 这和他一贯的形式作风不一样 老狗拒绝之后 看着阎王说 老阎王 这铁铜果有很强的震魂作用 本大爷还要靠这一对铃铛的声音 休息睡觉呢 绝对不会换给你的 震魂作用 听到这里 我似乎明白了 阎王为何会对这个东西如此感兴趣了 他现在是残魂肢体 表面上看着没有什么问题 和正常的人是一样的 而残魂终究是残缺的 说不定就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意外 他肯定是 想要用这对铁铜果震魂 老狗一句话回绝了 阎王的脸上当即变得不悦起来 不过他是那种非常注重形象的人 并没有继续死皮赖脸的药 一旦再开口了 那就正好中了老狗的圈套 到时候 老狗绝对会好好羞辱阎王 阎王淡淡地说了句 好吧 既然你不肯割爱 那我也不多人所好了 你们这么多人来找我 兴师动众的 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啊 不会是想来找我算账报仇的吧 说完的时候 他扫视我们一圈 自己也露出淡淡的笑容 轻轻摇头 老狗回道 找你算账报仇是一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 向你打听一个人 老狗说话很直接 没有拐外抹脚 也没有藏着掖着 好像阎王不是外人 本来我还想暗中旁敲侧击一下 没有想到他的嘴这么快 直接就说出来了 但想想也是 阎王是什么人 只要我稍稍提到 关于狐娘的一点话 他绝对就能够猜出我的来意了 还不如老狗直接说出来 你还来和我打听人 是什么人啊 阎王露出笑意 老狗指了指我 对阎王说道 狐娘 叶寒的那个女人 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我要打听的 就是她 狐娘 阎王沉吟一句 双眼向我看过来 目光之中流露出古怪的神色 我和阎王是闹得不愉快了 而他对我也早就心怀疑心了 但我还是要面对他 这样的场景在我来之前 就已经想到了 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阎王爷 我们就是为了狐娘而来的 阎思成的消息系统非常广泛 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 狐娘的线索 我也想好了 阎王会对我为难 甚至那我的性命作为要挟 最坏的打算都有了 不过阎王开口 竟然就回了我一句 狐娘 我有他的消息 不仅如此 我前不久还和他见过呢 狐娘来到阎曹地府 这件事情 艳师对我说过 所以阎王见过狐娘倒是正常 只是我想要的是现在的消息 是他如今身处何处的线索 我说道 狐娘来过阎思成 与您见过面之后 又独自一个人找我去了 后来就是去了行踪 哪里都找不到他了 阎王冲我摇头 淡淡地说道 不过 我说的和他见过面 并不是指他来阎思成的那一次 而是在阎间见过的 也就几天之前 应该刚好就是你所说的 找不到他的那个时间 我心里面猛地一惊 瞪大眼睛 大声问道 什么 在哪里 阎王回道 在西北方的凤华山上 凤华山 我沉吟一句 这个时候 君梦在后面轻声说道 凤华山我知道 那里是阴阳道上 一些人谈法论道的地方 倒也算得上是一座名山 我又问 狐娘现在是否 还在凤华山上 这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我在凤华山上见他一面 之后就返回阎思成 不知道他如今是什么情况了 君梦站了出来 先是冲阎王行了一礼 自爆家门 拜见阎王爷 晚辈灵狐一族的现任组长君梦 也是胡娘的父亲 请问前辈 您在凤华山上见到胡娘 她是否安全 又是否遇到了什么麻烦之事 阎王的性格和老狗不同 但是作为辈分大的下人的老人 最喜欢的 还是这种受人敬重的情况 君梦对他尊敬 他对君梦也和善 嗯 你就是灵狐一族的组长 我听判官和我提过 倒也是不错 阎王应了一声 之后才说到正题 当时 有道上的人知道 我和叶寒的关系发生了反转 又觉得我辈分大 有点实力 便邀请我过去商议 暗中铲除叶寒的计划 还说手上有了把柄 我去了凤华山之后 发现他们所说的把柄 就是胡娘 他们困住了胡娘 却没有伤害她的性命 现在一直都没有动静 可能她还活着 只是那群人没有计划好 如何利用她来对付叶寒罢了 我心中暗道一声 果然是出事了 他们是谁 如何困住胡娘的 有没有让她受伤 我喊问道 阎王依旧告诉我 他们利用了一个法阵 胡娘应该没受什么伤 不过具体是和法阵我不清楚 至于那些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 本来我对现在道上的情况 就不是很清楚 不认识几个人 再加上他们脸上都戴了面具 遮住了自己的样子 我就更不清楚是谁了 遮住了自己的脸 倒是学聪明了 这些人肯定是怕事情暴露了 又会遭遇到灭顶之灾 才会如此行事 不等我们开口询问 阎王自己又补充了一句 我想 现在他们都还没有找你 可能是因为没有领头的人 没有把握压制住你 所以才会一直拖着 否则的话 他们绝对早就 拿胡娘来威胁你了 第593章 半真半假 我觉得阎王说的有道理 若是有一个领头的 他们一群人的实力还可以 能够有把握压住我 再加上手中的胡娘作为底牌 绝对早就和我宣战了 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毕竟这件事情拖得越久 对他们越没有好处 如今一直没有暴露消息 肯定是有什么条件没有达到 你说得不错 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我回了句 这个时候 老狗抬起爪子来 在我脑门上敲打了一下 冲我大喊了一声 小子 你别着急急糊涂了 什么都相信啊 我脑袋上被老狗打得生疼 这家伙也真是下狠手 实实在在这么一下 就好像是铁锤子敲在了上面 要不是我体质强 绝对脑袋开花了 疼归疼 老狗的话却进了我的心里面 让我心中一惊 像是有一盆凉水浇在了身上 他说的没错 这些事情听起来一切都合理 但是告诉我 这些的却是阎王 他可不是寻常人 他是想要我命的人 当初那件事情 差点害死我 要不是老狗救了我 让我看到了阎王的真面目 我还真以为他是一个好人的 我深深地盯着阎王 眼睛眯起来 心里面开始蠢夺 刚才他口中所说的那些 是否可信 阎王这个人的心机很重 他的心思也不是我可以揣测的 从他的脸上更加看不出什么 活了这么多年 要是被我这么一个小子看透了 那他也是白活了 老狗咧着嘴巴 大声问了句 老阎王 之前你可是和那些人 一起像杀了叶寒的 想要通过他来探寻 那最后一卷先绑的秘密 如今怎么主动拒绝人家了 狐娘在手上 要对付这小子 可是容易得很呀 阎王摇头一笑 没有做出解释 反而回问道 你是在怀疑 我刚才说的话有假吧 老狗哼哼一声 没有回应 意思却很明显 阎王也不在意 又说道 来这里问我的是你们 现在我告诉你们了 不相信的还是你们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你们爱信不信吧 反正该说的我也都说了 剩下的你们就自己考虑吧 他这句话已尽为退 倒是将了我们一军 让我们不知道 应该如何作答了 老狗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好了 我就站出来 和阎王说了句 阎王爷 咱们之间的事情 我不再多说 各自都心知肚明 这一次我们来殷司城 是真心求您帮忙的 我希望您不要再骗我 阎王似乎不吃这一头 反正我说了句 那要是我骗你呢 你能够把我怎么样 以你现在的道行 就算是加上这头畜生 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这话说得很难听 可以不否认 说的是事实 我没有什么理由再去反驳 我深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您说的没错 我们的确不能够把您怎么样 可我阎王一路走到现在 也是从血河里烫过来的 什么都经历过 只要是招惹到我的人 无论是谁 有什么样的身份 在我眼里 他就是敌人 对待敌人 我从来都是拿命来拼的 阎王听出我是在威胁 他冷哼一声 身上释放出强大的气场 开始向我施压 这个时候 老狗身上幻化出一头虚幻的麒麟印象 将我们都包裹起来 替我们挡住了阎王的气场 老阎王 你就知道欺负人家小辈 也不嫌丢人 不是我夸的 要是叶寒与我们活在同一时代 这家伙绝对比咱们都强 阎王冷声道 关键 他不是比我强的人 那就该有觉悟 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 还敢威胁我 敢这么做的人 还没有几个呢 好了 老狗语气缓了一下 没有将僵局继续恶化下去 随即又说道 老阎王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我们去救出了狐娘 你要的那一堆铁铜果 本大爷就给你送来 算是我们对你的感谢 听到这话 阎王还收敛起自己的气场 冷哼了一声 燕寒 我提点你一句 不可否认 你是有点天赋 与常人很不一样 但是 我告诉你 人外有人 不要太把自己当成忠心的 在我的面前 你还没有说狠话的资格 这句话好像一把利剑 刺在了我的心头上 将我身上所谓的自尊打碎 一切的骄傲都化作了泡影 那些一直以来挂在我脑袋上面的光环 这一刻也全都黯然失色了 因为在我心里面 我比谁都清楚 阎王说的没错 以我一个人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与众为敌 也不可能和他在这里理论 这种屈辱 激起了我内心中 极度强烈的变强心态 我紧握着拳头 低下头没有说话 可心里面更加渴望变强大 我不想被人这样看不起 不想被人鄙视 不想因为自己实力弱 而受到各种追杀暗害 更不想因为自己实力弱 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受到迫害 如果有了实力 这一切都不会再有 阎王说完话 在原地站着看了我一眼 随后甩了甩衣袖 转身离开 往阎罗殿中走进去 我抬起头看 看着阎王进去的背影 心里面告诉自己 以后一定要比他强 一定要站在他上面 俯视着他 只有强大 才能够得到尊重 叶寒 你没事吧 老狗在我耳边问了句 让我心思收了回来 我摇头 道 没事 我没事 林延青还说了句 叶寒哥哥 你好像有事 我看到你身上有些红色的气息 非常阴煞 让我都不敢靠近你了 对啊 叶寒你的眼睛也有些发红 就和以前入魔的状态 差不多样子 尼菩萨看着我说道 我揉了揉眼睛 并没有感觉到不是 刚才内心那种 极度强烈的感觉也没有了 再说了 之前那种 入魔的状态 也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 没事 我没事 你们别担心了 我咧嘴一笑 老狗语气沉重 提醒一句 叶寒 你别觉得我们话多余了 提醒你的话 要记在心上 之前你融合了邪线的夜深 那段时间一直魔整 这段时间好点了是真的 可不代表你体内的 这种魔整消失了 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好 我点头 道 我知道 阎罗殿的大门已经关上了 我们继续留在殷思城 也没有意义了 而且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判官送我们出了殷思城 看着我们离开 没有再送出来 路上 我说了句 阎罗如此轻易就告诉了我们事情 我总感觉有些太过于简单了 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陷阱 老狗摇头 不知道 老阎罗的心思很难猜 反正我是猜不到 其他人也都说不清楚 并没有说话 林延青 反而很有把握地说了句 那个阎罗刚才说的话 有一部分是真的 也有一部分是假的 我看不出他哪句话真 哪句话假 但能够感觉出 他应该是真的知道 狐娘在哪里 或许我们该去凤华山看看 我们都看向这丫头 不明白他哪里来的自信 说自己能够看透 老狗和他最熟 直接问道 丫头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本大爷还没有发现 你竟然有这样的本事 我们心里面都有这个疑惑 看着林延青 等着他给我们一个解释 林延青默默老狗的脑袋 笑着回道 大狗狗 我的眼睛和你们的眼睛不一样 我可以看见很多 你们看不到的东西 只是我还没有修炼到家 要不然哪句话 真哪句话假 我都能够看透的 第594章 一双慧眼 林延青这个到处存在着 诡异的丫头 连老狗都看不透她 我们就更加看不出 她身上的异常了 如今她自己说 眼睛和我们不一样 引得我们大家都瞪大眼睛 看着她的双眼 想要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结果我们看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发现 她的眼睛和我们到底 有什么不同 老狗开口问道 丫头 你的眼睛除了大一点 亮一些 也没有什么别的奇异之处了 不过你若是真的能够 看透老阎王的真假 那难道是拥有一对天生的神眼 说到这里 我们又都瞥了后面的深男一眼 因为深男的眉心处 就有一只法眼 法眼也是神眼的一种 他的神威 我们之前也领教过了 如果林延青真的 也有用神眼 那深男应该有所发现的 深男自己也意识到 林延青话中的意思 可能是拥有一对神眼 他没有说话 手上掐了一个法觉 眉心位置裂开一道口子 鲜血涌现之中 出现了那一只法眼 法眼之中 射出一道金光 投射在林延青的眼睛上 就在这个时候 林延青的双眼 似乎受到了什么大的刺激 瞬间绽放出两束绚丽的色彩 就好像他的眼睛中 有三棱镜似的 把光折射出七色的光彩 光彩反照到了 深男眉心的法眼之上 那只眼睛顿时闭上了 里面还流出了一缕鲜血 这一缕鲜血 和眉心裂开口子的鲜血 不一样 是眼睛中的血 与此同时 那只法眼 又快速回到了 额头的眉心之中 藏进了星号星号之中 可是这一次 深男眉心处的伤口 没有立刻恢复痊愈 而是留下了一个 杏和大小的口子 血肉外翻 有些恐怖 他睁开眼睛 十分惊恐地看着林延青 双腿略带颤抖着 向后面退了两步 林延青眼中的光彩 早就已经收敛起来 没有了刚才的那种绚丽目光 看上去和正常人的眼睛 是一模一样的 慧眼 深男口中惊呼一句 我们听到这话 脸色也是随之一变 看着林延青 目光变得越发深邃 老狗说了句 丫头 你这对眼睛 是天生的慧眼吗 慧眼也是神眼的一种 远非寻常肉眼能比 修行到极致 便能够看透世上的任何浑浊 看透一切昏暗 是一种十分强的同谋 林延青看着老狗 点头回道 是的 是慧眼 我没有骗你们吧 我的确是能够看到 很多你们看不到的东西 老狗激动地直接跳了起来 喊道 奶奶的 本大爷和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竟然没有发现 你这个丫头竟然是天生慧眼 能够拥有天生神眼的人 可是千万人中难寻一人 你到底是个什么怪胎 她这一激动 身上的装扮又是一阵骚动 搞得和跳什么舞似的 非常滑稽 林延青一阵大笑 丫头 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 赶快告诉我 都告诉我 老狗直接后腿 立着站了起来 搂着林延青追问 林延青摇头 大狗哥 你真好玩 这个时候 深男沉生说了句 你这一对慧眼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又是天生的慧眼 你说自己才22岁 这绝对没有可能 别说是22岁 就算是你2000多岁 都不一定能够将慧眼发挥到这样的程度 刚才慧眼和法眼交接的那一刻 深男就通过自己的法眼 看出了林延青这对慧眼的强度 林延青看了深男一眼 回了句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一句话 问得深男无话可说了 他本来就不善言辞 如今有深深感受到了林延青的强势 憋得脸色有些红润了 都没有将心里面原本想要说的话讲出来 甚至还有些恼羞成怒了 语气变得冰冷 略带压迫地询问道 你到底是谁 装成一个小姑娘跟着我们 有什么样的目点 林延青可是丝毫不惧深男 见到她对自己施加压力 完全不当回事 也没有任何感受到压迫的模样 本小姐又不是跟着你 是叶寒哥哥和大狗狗养活着我呢 你也和他们不是一伙 我还没有审问你呢 你跟着他们有什么目的 大狗狗都和我说了 你肯定是目的不纯 哼 从现在开始 我就替他们监视着你 这小丫头一句话 说的是挺实在 可这样的实话说出来 着实不太好听 而且把我和老狗都给牵扯进去了 尤其是老狗 他说的最后那一句 老狗说过 深男目的不纯 本来心知肚明的时候 可一旦摆到桌面上 味道就变了 将林延青抱过去 用爪子捂住他的嘴巴 轻声提醒道 丫头 本大爷什么时候说过了 你可不要诬蔑我啊 林延青想要说话 但是嘴巴被牢狗捂着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可一点都不服深男 深男也有些真的动气了 眼中闪烁着金光 似乎对林延青更加不满了 这和他以往的作风 也有些不一样 从根源上讲 或许就是他看到林延青 有比他强大的慧眼 在某种程度上 让他心里面不痛快了 我对他说了句 深前辈 您别动气啊 这丫头还小 不知道厉害轻重 您和他生气 就实在太没有必要了 我替他向您道歉 听到我的话 深男深吸一口气 周身缭绕起一阵清风 这一阵风来得非常诡异 立刻又消失了 随着深男刚才愤怒的情绪 也不见了 他又恢复到 之前对待一切 都十分淡然的状态 还十分惭愧地说了句 叶涵 不应该你来道歉 应该道歉的人是我 忽然转变的态度 让我都有些措手不及 深前辈 深男接过我的话 继续说道 你有所不知 我内心是有一个心魔的 刚才我用法眼 去看这丫头的眼睛 却反被她的一对慧眼 所刺激到了心魔 导致情绪出现了失控 这才有了刚才的情况 所以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该向你们道歉 希望 没有对你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他尤其看着 被老狗抱住的林延青 主动行礼道歉 小姑娘 刚才说我有些失控 多有得罪 还请你能够原谅 不要和我计较 林延青是小孩子的心智 吃软不吃硬 刚才深男态度不好 他也针锋相对 如今深男道歉了 他也就没有继续追究 甩开老狗捂着他嘴巴的手 从老狗的怀抱里正拖出来 看着深男 说道 怪不得 我刚才看到你状态有些不对 似乎是有一团黑气在身上 原来是有心魔 那倒也是怪不得你了 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不和你计较了 说到最后 这丫头的话语和语气 带着老狗才有的那种浓浓的嚣张 看来这几天 他已经是把老狗的坏习惯 学了得差不多 老狗也附和了一句 既然都没事了 那咱们也别在这里干耗下去了 赶紧出去吧 还要去凤华山呢 既然咱们不知道 老阎望哪句话 真哪句话假 那就直接过去敲敲 想来凤华山上一定有古怪 林延青还有些不乐意 道 这就走吗 咱们刚来阴曹地府 我还没有好好玩一玩呢 怎么接着就要走了 老狗安慰一句 以后有时间 本大爷再陪着你来 回阳间之后 咱们去凤华山上 到时候说不定还有架要打 那时候会更热闹 更好玩的 听到这里 林延青才露出了笑容 不再留恋阴曹地府 第595章 登凤华山 我们从阴间离开 回到阳间 然后片刻都没有停留 直接找去了凤华山 关于凤华山这个地方 我们都不清楚 也只有君梦有一定的了解 知道他所在的方位 就由他带着我们前往 路上 君梦桓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凤华山的来历 这座山在当地还有点名气 可往大了说 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名气 很多外人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地方 而他以前在阴阳道上 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 只是后来有一位道上的高人 曾在这座山上设谈讲道 后来讲道的习惯就延续了下来 有不少人都曾经在此谈法论道 以至于延续到现在 就变成了道上一个比较出名的圣地 很多道横高深的人物 过几年都会相聚与此谈法论道 相互共敬 照理说 像君梦这种身份和道横的人 也在邀请之列 只是灵狐一族不问世事 他们也没有掺和其中 这样一处道法之地 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沉声问了句 君梦道 随时时代进步 道上的人很难在世俗的世界上生存 生存的空间就小了很多 为了免去一些麻烦 这些有资格在凤华山上相聚之人 都是暗中偷偷进行 没有固定时间 也没有固定的位置 随遇而安 知道的人也就渐渐少了 我点了点头 恍然大悟道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快马家边赶到了凤华山 那里具体属于什么城市 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因为它所处的地方是乡镇 不是繁华的都市 这座山的山脚下 有些被开凿出来的小田地 附近的村民种着庄稼 上面则是遍布着松林的山峰 看上去应该是一片密林 外人看来 这座山没有被开发 并不是一处好去处 而在我们的眼中 却能够看出来 这座山上有些异常的气息 周围弥漫着淡淡的灵气 用一种通俗点的话来讲 就是这座山上有仙气 不是寻常的山 看到这座山 我不由地想到了一句诗词 山不再高 有仙则灵 老狗也仰着脑袋 一边看一边嘟囔道 确实有点味道 看来这座山也有些历史了 我看了老狗一眼 询问道 老狗 你能看出 这山上有没有什么人 或者是陷阱吗 这一次 听了阎王的话来到这里 是为了查探情况 可我也不能够盲目完全相信他 还是要做点防范的 有老狗在身边 我心里面还安稳一点 这家伙能够趋利避害 有危险的地方 他都能够有所察觉 老狗沉声回了句 我能够看出 这山上有些古怪 但距离实在太远了 整座山上是什么情况 我还没法完全掌控 你能感知到 有危险吗 我问 老狗摇头 感知不到 不过也不代表没有危险 还是要等上山靠近之后 我才能够有准确的感知 说完话 老狗撇头 看向旁边的林年轻 开口询问道 丫头 你这双慧眼 能够看出 这座山上 有什么奥妙吗 慧眼在某些程度上 比老狗的感知力 还要好用 林年轻脸色略带凝重 沉声说了句 危险不危险的我说不好 可我能够看出来 这座山上 有一座很强大的法阵 法阵 我沉吟一句 微微皱起眉头 记得之前在阴曹地府 阎王和我们说的时候 就是说 狐娘被人用法阵 困在了凤华山上 所以有法阵倒也不奇怪 林延青继续道 对 是有一座法阵 这座法阵气息完全内敛 但我能够看出来 这并不是 一座普通的法阵 里面阵纹极其复杂 十分有威慑力 而且 其内脸的锋芒 带着很重的杀气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一座 极其强大的杀阵 听他提到杀阵 我心里面忽然有了些疑虑 他们是困住狐娘 只是为了抓她 没有必要动杀阵 我紧皱着眉头 没有说话 而老狗 则是很不屑地说了句 什么狗屁的杀阵 本大爷当年 什么法阵没有闯过啊 凭着本大爷的本事 认他是什么法阵 咱们都能够进得去 出得来 不用想太多了 有老狗这样一句话 我心里面 还是稍稍安心了 而老狗 也一直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我说了句 既然这样 那咱们 也别耽搁时间了 现在就直接上山吧 转头扫了所有人眼 他们虽说都各有本事 不过也都不是善查 来到这里是为了狐娘 我总是要先问一句的 老狗和尼菩萨没有意见 林延青更加没有意见 恨不得跟着上去玩呢 君梦也没有意见 他和我一样 着急狐娘的安危 深男什么话都没有说 抬起头来 对我对视一眼 眼神深邃 没有表达什么意见 那就是没有意见 如此 我们便从山脚下的路上了山 刚开始的时候 山脚下还有上山的路 似乎是当地的居民 硬踩出来的 而走了没一会儿 山上就没有路了 似乎平日也没有人来 便不是荒草和杂树 走起来比较费劲 我们一边抬头望着山上 一边找比较好走的路上山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我们稍是停了一下 老狗则是深处山中 感知力遍布周围 也慢慢开始 窥得这座山的真面目 这座山上 似乎还真有些名堂 除了有一座 内敛了气息的法阵 还有好几个气息存在 应该是有人在的 最主要的是 在这座山里面 有东西 它抬着爪子 狠狠地跺了跺脚 像我们表示 刚才说的东西 是存在于山里面的 山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都疑惑地看着老狗 老狗却直接摇了摇脑袋 回了句 本大爷也不知道 只能够感受到 山里面有东西 老狗感知都不能够确定 林延青的慧眼 也没有任何的发现 那山里面的东西 应该不是寻常之物 但它既然在山里面 就和我们没有关系 这一次是为了狐娘来 能不结外生枝 就不结外生枝 能察觉到狐娘的气息吗 我问老狗 老狗摇头 没有狐娘的气息 我感觉到的几个人的气息 都是非常强劲阴邪的 应该不是狐娘 它们有几个人 都聚在一起吗 一共有五个 没有聚在一起 但相隔都不远 每一个差不多有十几米吧 只要惊动一个 它们都会知道 通过老狗的感知 我们暂时了解了这里的情况 对敌人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 它们每个相隔有十几米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在一起的 想要逐个突破 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这几个高手解决掉 恐怕是不太现实的 除非是像深男 这样深不可测的人出手 可看他的样子 这也是不现实的 我作为领导之人 立刻就做出了下一步的计划 这几个人距离不远 我们不能够打草惊蛇 为了将上海降到最低 咱们如今只能是想办法 先找到狐娘 将她护起来 之后再和她们开战 老狗说道 我们没有找到狐娘的行踪 如何先找到她 我思索片刻 到 先去你们感应到的法阵旁边 阎王不是说狐娘 被法阵困住了吗 说不定在那里会碰到她呢 好吧 你们跟着我 从另外一条路上去 否则很容易会被她们发现的 老狗说完之后 率先向旁边走过去 准备绕过这块地方 从另外的山路 去找那座法阵 我们跟着老狗 绕过一处乱石堆 又从山崖爬上去 看到了那座法阵 第596章 集体突袭 老狗和林延青都提到的这座法阵 正圆在山上的一处石板平台上 因为这座山是石山 经过历史的开凿 会意外地形成一些特殊的地势 这个地方就很奇怪 很大的一整片 全都是石质 还是裸露出来的 看上去还光秃秃的 没有任何的植物 在这块地方的中间 有一块非常平滑的区域 像是有人特意打磨了似的 就在那个光滑的地方 有一股隐晦的气息 那里就是法阵所在之处 虽然这个法阵没有被催动 气息非常隐秘 但是以我现在的道行 已经可以看出点痕迹了 我们盯着法阵所处的地方 找寻中其中的破绽 看能够将这个法阵给破除 大家都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 尼菩萨就憋不住了 开口说了句 这里有座法阵 但也没有看到狐娘的痕迹 你们说 会不会是老阎王那个家伙 故意陷害咱们 他告诉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又暗中通知这些人 在这里设服害我们 尼菩萨说的 也并非没有道理 因为我们的确没有看到狐娘 他还继续说道 又或者是 狐娘原本是在这里 老阎王给他们信了 在咱们还没有赶到之前 他们就把狐娘给转移了 我看了尼菩萨一眼 冲他在嘴边竖了竖指头 示意他先不要早下结论 等一会儿看看再说 尼菩萨乖乖闭上嘴巴 也不多说了 随后 我看着老狗和林延青 询问道 你们两个 看出什么了没有 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狐娘啊 林延青摇摇头 没有说话 老狗说了句 没有发现狐娘 不过我倒是感觉 这个法阵有些熟悉 像是我以前曾经碰到过的 一个沙阵 虽然它没有那个法阵的强势 不过原理似乎是相通的 布置这个法阵的人很不简单 什么法阵 老狗摇头 忘记了 只是脑袋里面有些印象罢了 过去那么久了 我哪里能记得这么清楚 没有发现狐娘的踪迹 在这里干耗下去是没有用的 盯着眼前的法阵看 也没法将它瞅出两个洞 只能想下一步该做什么 我脑袋急转 几个方案在心中过了一遍 拿出最有把握的一个来 要不 咱们就绕过这座法阵 先去那几个人旁边看看 如今咱们自己找不到狐娘 只能够引蛇出洞 先去找他们了 整件事情都是我在主导 他们也没有意见 完全按照我的指使来做 刚要走的时候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停顿片刻 问老狗 老狗 你能够看出 那五个人是什么倒横吗 老狗看着我 说了句 和你半斤八两八 不过他们的底蕴很深厚 你能够勉强应对一个 但真要是生死之战 谁能胜还不一定 我倒吸了一口良切 他能够这样说 是给我提一个醒 让我心里面有个打算 别觉得自己刚刚突破的 分神境界 就觉得自己无敌了 到时候再吃个大亏 老狗带着我们 从法阵所在的地方绕过去 从后面去找那几个人去 正常的思想 上山指的都是从下往上 想来这些人也意料不到 有人会从他们背后 从山上下来 所以这一次偷袭 只要能够靠近一定的范围 成功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深难不出手 灵言轻没能力 能够上手的 有我 泥菩萨 老狗和君梦四个 就算是偷袭一击必中 对方还有一个人会录在外面 而我们就算偷袭成功 也不一定能够将他们杀掉 所以无论怎么说 一场恶战 怕是在所难免了 我一边跟着走 心里面一直在计划着 一会儿将要发生的情况 在心里面先有个底 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 绕过法阵所在的 这一处诡异的地形 我们又来到了 杂草遍布的山路之上 在这种山路上 走路很难不发出声 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否则一定会被他们察觉到 从山路上下去 刚过去一个弯路 我就看到了下面的人 正如之前老狗所说的 一共有五个人 身上都穿着长长的衣袍 衣袍的款式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各不相同 另外 每个人的脸上 都戴着一张奇怪的鬼脸面具 看不到真正的样子 五个人都盘膝坐在石头上 任由山风吹打在自己的身上 衣袍却纹丝未动 有种不动如山的感觉 非常古怪 我看到这一幕 和阎王说得差不多 果然是都戴着面具 心里面的担心又减了一份 开始这些人没有发现我们 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 一动不动地盘坐着 确定四周没有别的情况之后 我就冲他们使了个眼色 我使眼色 主要是因为这几个人相距比较远 我们一起偷袭动手的时候 必须要分开一段距离 每个人负责一个 他们也都明白我的意思 冲我点点头 各自像一个人 慢慢地靠近过去 我又冲深男和林延青 使了个眼色 让他们暂时留下来 不要跟着过去了 免得被发现 深男没有意见 林延青也意识到紧张的气氛 很认真地点点头 之后 我自己也和他们一样 弓着腰 极力控制着自身的气息 脚踩下去的时候 不发出一点声音 就把自己当成是完全透明的 慢慢靠近过去 一点一点的 耐住性子 毕竟一个不小心 就会暴露自己 一切都功亏一篑了 终于 我来到了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 自己体内的气息 也收敛到极致 而这种极致一旦打破 我体内的力量 也会如洪水般涌出来 再看老狗他们几个 他们三个和我情况一样 都到了攻击范围之内 君梦更是直接幻化出来了狐狸本体 清零的身躯 就带着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非常适合偷袭 而让我心头一颤的 还是老狗 他对自己的把握很大 直接走到那人的身体后面了 距离都不足两米远 还非常自得地 冲我羊手挺胸 给我显摆呢 吓得我大吸了一口凉气 冲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示意他一定要老实一点 老狗根本不理会我 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他还故意气我 恨不得当场给我跳舞 动来动去的 没个消停 我看情况也差不多了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冲他们几个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动手 我们也都做好了准备 老狗也安静了下来 向我这边看着 大丈夫做事 当机立断 我也没有迟疑 眼睛一瞪 瞬间就冲我前面的人动了手 体内的力量片刻之间 如同洪水倾泻 全都涌了出来 我猛地跳了起来 直接扑向前面的那个人 如果猛虎攻击猎物一样 而老狗他们也是一样的 看到我瞪大眼睛的那一刻 一个个也全都出手了 老狗身上火焰瞬间燎原 尼菩萨则是一拳 打向对方的脑袋 君梦身体化作白影 像是一柄剑 要穿透对方的身体 对方那几个人都没有想到 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被我们的偷袭 给结结实实打中了 别人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可我明显感觉到 自己双手之中 释放出来的力量 是打到了人 而且 对方并没有使用任何的防御 那个盘坐在面前的身影 当时就飞出去了 就算是不死 也绝对受重伤 老狗利用难民离火 将对手给包裹起来 让他成为了一个火人 并没有出手攻击 兴奋地大声喊道 嘎嘎嘎嘎 本大爷这一把火 就把你给烧死了 第597章 玉髓扇子 偷袭讲究的是一击必杀 瞬间拿出最强大的杀招 出招之后立刻撤退 如果对方死亡或者重伤 那这一次的偷袭 就算是成功了 我们偷袭之后 并没有立刻追击 而是暂时稳定下来 查看这几个人的情况 他们道横都不低 生命力犹如小强 杀死他们 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 你们是什么人 是谁 什么情况 什么人敢在这里出手偷袭 一时间寂静的山林之中 便传出来了各种愤怒的喊叫声 回荡在四周 刚才被我们几个偷袭 打飞出去的几个人 还都没死 一个个身上 弥散出强大的气息 发出愤怒的吼声 气息和眼神 立刻将我们给锁定住了 那几个被我们攻击的人 嘴角都带着血迹 看样子 应该是受了比较重的伤 但没有生命危险 而那个被牢狗的南鸣离火 而包裹住的家伙 似乎还有些麻烦 因为这是强大的南鸣离火 世间最强大的阳火之一 不死不灭 以他的道行 还无法驱除这一团南鸣离火 但是他也没有立刻就被火焰烧死 依旧在苦苦挣扎 快点救我 先救我 另外四个人 包括三个重伤的人 手上立刻打出秘法 帮助那人驱除身上的南鸣离火 其中一个人 手上亮出来一柄扇子法器 这柄扇子通体清脆 仿佛翡翠雕琢而成的 上面还刻着非常精细的花纹 看上去犹如立体 十分地吸引人的眼球 扇子的主人手上 凝聚出强大的力量 挥动手上的扇子 看似不大的清脆扇子 被他用力扇出来之后 竟形成了一道诡异的怪风 这股怪风从南鸣离火之上刮过 竟然带动着火苗 开始猛烈地颤抖起来 随即 他又猛地闪了好几下 怪风呼呼地从南鸣离火上刮过 火焰竟然直接从那个人的身上 剥离了出去 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燃烧起来 而在火里面的那个人 周身被一个黑色的气罩包裹着 身上是有些烧伤 却也没有伤及性命 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什么东西 能够克制住老狗的火焰 不由地盯着 对方手上的那柄扇子 心里面开始惊诧 老狗本来以为自己的火焰 绝对能够烧死对方 就算是他能够坚持一会儿 也不可能一直对抗南鸣离火 却没有想到 冒出来这样一柄扇子 竟然把他的火给扇走了 他直接就生气了 一下子跳起来 口中喊道 什么玩意儿 你这是什么扇子 竟然能够将本大爷的火给扇走 因为对方都戴着面具 根本看不到长什么样子 声音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对方回了一句 此乃西方玉地之中的 玉髓制成的法器 属风又属土 能够煽动任何有形无形之物 你这一团火焰又有何难 老狗听到对方这嚣张的话语 更是气得不行 身躯膨胀起来 火焰大掌 变化出了神兽麒麟的姿态 气场顿时压制住了所有的一切 那几个人也感觉到了恐惧 聚在一起 死死盯着老狗 也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打架 关键还是狐娘 我在后面 拉了老狗的后腿一下 让他先稍安勿躁 随后 我走上前去 看着五个人 沉声问道 几位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但这一次我来到这里 主要是为了一个人 只要你们交出他来 我们立刻离开 绝对不会再有别的什么想法 哼 一人冷哼了一声 这个时候 一个看似地位比较高的 脸上戴着红色的鬼面具 盯着沉声说了句 你 难道就是最近风头正盛的叶寒 听他说话的语气 以前是不认识我的 也没有见过我 否则一开始 绝对就已经认出我来了 我没有否认 直接点头 没错 我是叶寒 刚才这几个人还非常疑惑 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为何会忽然发起偷袭 知道我是叶寒以后 立刻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你就是叶寒 你竟然找来了这里 还敢偷袭我们 如此行径做事 真是道上的毒瘤 今天就趁这个机会 把你铲除除害 对方的态度很不善 对我也没有任何和平可言 明显心里面早就已经有了 想要杀死我的打算 言望所言并不假 这些人应该就是在这里 商讨着如何杀我的 我冷声说道 看你们的修为道横 应该是道上的一些老前辈了 如今藏头掩面地说 要杀我除害 却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又抓了我的女人来威胁我 这样的行径做法 难道就值得歌颂吗 我今天来是为了胡娘 你们赶快将胡娘交出来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否则的话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叶寒这个恶魔屠夫的名头 老狗迫不及待地说道 费什么话 先将他们打个半死 看他们交不交出来 哼 好大的口气 我也不怕告诉你 胡娘那个孽障 也确实在我们的手上 如果你们能够胜得了我们 再把他交出来 也不是没有可能 从他们急着开战的驾驶来看 似乎也是一群战斗分子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畏惧 哪怕是老狗 已经展示出了自己的神威 如此来看 他们还敢这样大胆 那就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对方有 能够压制住老狗的底牌 他们不需要畏惧 二就是对方知道 老狗强大的气场 只是装枪做事 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的倒横 不足为惧 当时已经没有时间 去想太多了 因为对手已经出招了 五个人各自都拿出了真本事 从五个方向 分别向我们这边扑过来 因为他们的衣袍颜色很花哨 加上各自都戴着面具 速度快的时候 还让我们有些眼花缭乱 老狗最先开始反击 他的目标就是那个 手持清脆扇子的人 庞大的身躯猛冲过去 爪子拍打向他 哪怕是没有倒横 气势上也是依旧强大 如果对方大意的话 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很快 我们也反应过来 各自找上一个对手 手上拿出法器 开始了颤抖 我紧握着自己最顺手的黑刀 将自身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有了分神的境界之后 黑刀在我的手上 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只要我将力量涌入黑刀之中 刀身整体就会胀大 变成十几米长的大刀 周围缭绕出强大的刀锋之力 倒横低的可能都不敢靠近 这毕竟是当年出自阎王手的法器 又是给自己的轻信炼制 自然是费了一番功夫的 以前我倒横上低 还看不出其中的奥妙 如今才算是入了门 黑刀在手 打开大合 我也没有可以催动什么秘法 就是单纯地 按照自己的本能和意识来战斗 对方倒横也不低 正如老狗所说的 能力不在我之下 可是依旧被我逼得 不敢贴近我的身体 只能在四周游走缠斗 一时间 我们全都陷入了混战 每个人一个对手 对方还有一个空闲的人 在四周随时接应 所以 以场上暂时的形势来看 对方似乎是稍稍有点优势 但优势并不大 还是五五分的状态 我们打了一会儿 双方谁都奈何不了谁 也都能够感觉出来 要是这样打下去的话 恐怕一天 都不一定能够有个结果 这样下去不行 咱们不能担得太多的时间 我喊了句 老狗说道 那有什么办法 这些家伙都不简单 本大爷现在又没有倒横 只能是缠住他 这个时候 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大狗狗 你好好打 我给你指挥 不出二十招 绝对让你上网 十八章 未捕先知 能够叫老狗一句 大狗狗的 也只有林彦卿一个人了 他的声音我也熟悉 不用回头去看 我就知道是他 我一边和对手打斗 一边思索着林彦卿所说的话 这丫头敢这样说 肯定是有一定的把握 而他异于常人的 最为奇特的地方 便是那一对慧眼 慧眼号称 能够看透世间一切昏暗 这双眼睛所看到的事情 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说不定真的能够帮到我们 老狗此时也回了句 好丫头 本大爷就信你一次 林彦卿笑了笑 表示对老狗的满意 随后他看着老狗的战斗 口中开始传出 各种指点的话语 告诉老狗 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前坡 直接跳过去 对方要用法器 别用火 直接闪开 从旁边往他身上喷火 林彦卿说得很简单 没有什么特殊的言语 就是在指点老狗 每一步的动作 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被他的话给吸引过去 可听了林彦卿的话 自己这边总受影响 因为我还在战斗 影响到自己的发挥 我只能是闭住双耳 特意让自己 不要去听林彦卿说什么 按照自己的思想 来出手 先顾好自己这一边 耳朵不听林彦卿的话 但我的眼睛 却能够看到 老狗此时的情况 老狗的动作十分灵活 反应也比我们都快 他就算是听了 林彦卿的话再出手 也非常迅速 似乎根本不用经过思考 如此一来 他的对手开始慌乱起来 因为老狗每一次出手 似乎都已经看透了他 接下来的好几步动作 根本不给他出手的机会 一招就将他所有的路给封死了 只能是仓皇应对 原本是想要进攻的 结果被老狗封死了 进攻的手段之后 反而只能被老狗压着打 一时间 局势立刻发生了反转 原本是不相上下的战斗 老狗开始占据了优势 没几招下来 老狗按照林彦卿所说的 用自己的脑袋 顶住对方的扇子法器 之后 一巴掌将他拍到在地上 受了更重的伤 老狗开心地大笑起来 嘎嘎嘎嘎 丫头 你还真是厉害啊 不愧是传说中的眼睛 竟然能够看透 对方提前的意图 本大爷这一次 是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了 林彦卿也笑着地回道 大狗狗 赶紧继续打他 这家伙还有力气呢 你这一巴掌 没有让他彻底 失去继续反抗的力量 这个时候 刚才被老狗拍了一巴掌的人 重新站了起来 扫视着老狗和林彦卿 目光定在林彦卿的身上 他也看出来了 老狗能够反败为胜 全都是因为林彦卿 刚才的指点 你是谁 为何能够看透 我的出招意图 他指着林彦卿 冷声说道 从语气中就可以听出来 带着浓浓的杀气 林彦卿冲对方 做了一个鬼脸 非常轻视地说道 我就不告诉你 你能把我怎么样 老狗也乐得哈哈大笑 觉得林彦卿 十分对他的口味 这可把对手可激怒了 他看不出林彦卿 有什么古怪 只觉得自己 被一个小女孩侮辱了 立刻冲他喊道 你个小孩子 真是找死 他竟然出手 向林彦卿冲过去 想要将他先杀死 老狗眼急手快 也没有用林彦卿来指点 身体猛地一跃 直接跳到旁边 将对手冲过去的通路 给截住 大狗狗 打他的脑袋 他的脑袋是他的弱点 就往脑袋上面打 只要你能够打中一下 他就会彻底 失去战斗的力量 有了林彦卿这句话 老狗也大笑着 冲对方的脑袋招呼 他甚至不顾自己的防御 把所有的力量 全都用来进攻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加上老狗自己皮糙弱厚 打几下不怕 但要打老狗 那对方的脑袋就失去保护 老狗能够直接要了他的命 所以 对方根本就不进攻了 一个劲地往后面退 一边退一边防御 咔咔咔 让你能耐 你不是厉害吗 还搞出一个什么玉水扇子 本大爷把你打趴下之后 就把你的扇子抢过来踩碎 看你还有没有 什么本事来搞本大爷 老狗一边进攻一边喊道 非常的得意 但是 他们两个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对方有五个人 我们四个每人缠住了一个 还有一个是闲着的 他早就看到了那边的情况 见自己的同伴陷入了困境 而这一切的源头 就是林延青 他便趁着老狗没有注意 从旁边绕过去 想要将林延青杀掉 不过林延青一双慧眼 早就察觉到了有危险 知道 有人对他产生的杀气 那人刚走了一步 林延青就大喊起来 大狗狗 快点过来救我 有人要来杀我了 你快看呀 他过来了 准备去杀林延青的人也傻眼了 自己刚走了一步 就被对方发现了 而且 明明距离这么远 完全有机会躲开 搞得好像刀 已经架在了脖子上面似的 老狗 也被吓了一跳 赶紧回去看 发现林延青好好的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丫头 你要吓死我 之后 他又看了深男一眼 开口道 深男 你不出手帮我们也就算了 你帮我护好这个丫头 行不行啊 深男闭着眼睛 宛如空气一样站在那里 沉生说了句 我只是在此游历 不掺和其中的事情 还请不要为难我 他直接婉拒了 一点面子都没给老狗 这个时候 准备杀林延青的人已经 飞速向他那边过去了 老狗也急了 虽说这丫头身上处处诡异 我们都看不透 可究竟有没有本事 谁都不确定 绝对不能够冒险 眼睁睁看着他出事 我赶紧收回刀 转身往林延青那边跑过去 老狗距离他最近 速度最快 瞬间反身一跃 直接来到了林延青身边 将他护在了身体后面 丫头 别怕 本大爷在这里 谁也伤不到你 林延青也不知道 是真怕还是假怕 主动缩在了老狗 庞大的身躯之后 看模样 倒真像是害怕了 老狗暂时替林延青 挡了对方一下 此时 我也已经过去了 黑刀凌空 逼得对方更加不敢尽丝毫 可对方终究 比我们多一个人 无论我们再怎么保护 林延青 还是有很大的危险 就在我想办法的时候 这丫头 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 她抱着老狗的大腿 直接爬上了老狗的背 在背上坐下了 抓着两片鳞甲 乐呵呵地对老狗说 大狗狗 这样就行了 我可以指挥你 你还可以保护我 咱们两个一起上 挑他们五个都不成问题 老狗以前是 所有人向往地做骑 导致他形成了 最不喜欢被人骑的毛病 之前几次连我都不行 搞得他很生气 这一次 林延青直接爬上去 我还怕老狗将他摔下来 好在老狗 强行压制住了内心的冲动 慢慢地稳定了下来 老狗说了句 丫头 好大狗狗 你和叶寒哥哥听我的 按照我说的出手 我收回心思 双手握住黑刀 注意力集中 听着旁边林延青的指点 手上的黑刀 犹如一条长龙 凌空飞舞 直接攻击对手的弱点 我们两个人 面对三个敌人 在林延青的指点之下 三个回合下来 对方就落败 又都受了伤 退向后面 看上去也没有多少力量了 之后 君梦和尼菩萨 也得到了林延青的指点 很快将敌人打败 第599章 如入无人之境 5个人全都落败 而且每个身上都有伤 汇聚到一起 相视一眼 似乎是在暗中交流着什么 我们几个也聚在一起 盯着对方 并没有立刻下杀手 我开口询问道 现在你们已经败了 应该把狐娘交出来了吧 让狐娘跟我们走 我也送你们一条生路 现在就让你们下山去 刚才那个似乎领头模样的 戴着红面具的人 盯着我 开口说了句 叶寒 你果然不是寻常人 实力够强大 身边也有各种能人意识帮你 这一次我们败了 也是无话可说 但并不代表我们服了你 要是凭真本事打 你还不一定是我们的对手 他这话说的不假 这几个人倒横和我差不多 但也都是有自己的底牌 并不是没有机遇的人 打起来 我真不一定是对手 可现在 我没有时间和他们论英雄 我的目的就是狐娘 别废话 赶紧将狐娘放了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这个时候 他又对我说了句 哼哼 叶寒 你可知道 这凤华山乃是谈法论道之处 交流切磋是可以的 但绝对不能够出现人命 你真要杀了我们 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并不畏惧 冷声说道 别说这样的话来吓唬我 今天你 若是不把狐娘交出来 看还能不能或者下山 他扫射我们一圈 根本没有一个有畏惧之心 反而是杀气腾腾的 就等着我一声令下 直接将他们给杀了 如此 他们便向我们妥协 与其缓和了下来 沉声说了句 凤华山本是一处和平之地 没有想到 今天因为我们发生这样拼杀之事 虽然没有出现人命 但也是不尽之举 我微微皱眉 但没有打断他 并没有说话 因为我现在差不多可以感觉到 这些人在凤华山上相聚 就跟华山论剑的那些江湖豪杰一样 心存敬畏 紧接着 他又说道 好 今天既然已经是这样的结果了 那我现在就带你去见狐娘 听到这话 我心中一动 立刻催促道 赶快 五个人向我们这边走过来 双眼也是死死地盯着我们 生怕我们会忽然出手 当然 我们也十分防备着他们 怕他们会暗中耍什么花招 互相防备着 如此道也都谨慎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他们五个绕过我们 从刚才 我们下来的路上去 来到了刚才 我们看到法阵的那片石头地上 胡娘就在这里 那人说了句 我听到这句话 想到了阎王所说的 胡娘被困在法阵中的事情 如此看来的话 应该是不假的 只是法阵如今完全内敛 要不是我们道横高 都发现不了 刚才过来的时候 也根本就没有发现胡娘的踪迹 我沉声问了句 她在哪里 戴着红色面具的人走上前 伸手指了指前面法阵所在的地方 说道 这里有一所法阵 胡娘被我们困在了法阵之中 我道 赶紧将它放出来 她看了我一眼 又越过我去看自己的四个同伴 开口说道 大家一起让法阵显化出来吧 其他四个人并没有多说什么 听到这句话之后 立刻向四个方向走过去 最后 他们五个人分立在五行方位之上 将那个法阵包裹在中央 又各自挥舞出手掌 手上凝聚出阴阳之力 迅速打出了两个法掘 同时将手掌印在了地面上 五个人的手掌上 各自释放出来了强大的力量 全都汇聚于内敛的法阵之上 顿时 那个看不到的法阵显化出来了 五种力量扑洒开来 让法阵显化 变成了一个无形的空气罩 地面上出现了各种诡异的符文 看上去像是阵纹 拥有莫名的力量 还在不停地变化着 根本参无不透 他们同时赫喊了一句 急 声音传出去 法阵立刻定型 彻底暴露在我们的视线之中 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存在 只是地面上的阵纹 依旧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十分的奇异 很快 里面出现了一个身影 一身白色的衣袍 长发飘飘 身体之上能够看到一个淡淡的狐狸身影 虽然它背对着我 看不到是什么样子 但从背面看 我就能够确定 它就是狐娘 这声音我永远不可能忘记 狐娘 我忍不住喊了一声 不过狐娘盘膝坐在地上 似乎根本就听不到我在说话 一动没动 这个时候 戴着红色面具的那个人 又冲我喊了句 叶涵 你现在看到了吧 狐娘就在这里 她如今被困在这座法阵中 没有我们五个人 你根本就不可能将她救出来 他们抓住狐娘 本来就是要威胁我的 之前和我们打过一番 有恃无恐 也是因为有狐娘在守 所以不管怎么样 如今将狐娘拿出来 自然是要威胁我的 这一点 我早就已经想到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稳定下来 沉声回道 你们想怎么样 直接说吧 不用拐弯抹角了 好 爽快 她喊了一声 面具之下的双眼之中 射出两道金光 随后大声说道 我查过你的生平 知道你进入阴阳道 也是因为这个狐娘 甚至还为了她 将道家毛山一脉给灭了 看来她对你很重要 你为了她可以死 那我今天就要 让你用自己的命 来换狐娘的命 这话说得很直接 也完全表达出了 她心里面所想的 我没有说话 因为情况到了现在 这五个人身受重伤 还能够有多少力量 又有什么资格 让我拿命去换 就在我蠢夺的时候 她又说了句 叶寒 这座法阵拥有强大的杀招 只要我们动动手 就能够让狐娘灰飞烟灭 你就算是有能力杀死我们 也会有狐娘陪着我们 你要好好想清楚了 该如何做抉择 这个时候 我瞥了老狗一眼 因为我敢和他们对抗 不顾狐娘在法阵之中的危机 就是因为有老狗在这里 老狗拥有强大的能力 可以趋利避害 出入法阵 如入无人之境 能够找出任何法阵的阵眼 可以说是喊少有法阵 能够在她眼皮子底下逞胸 如果老狗向我表示 自己可以破除这个法阵 那我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将这五个家伙斩杀掉 老狗看到我的眼神 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大笑了一声 将背上的灵眼轻放下去 冲他们喊道 你以为这么一个狗屁法阵 还能够难住本大爷吗 本大爷现在就进去 把这个法阵给破了 说完话 他就向法阵那边走过去 一边走还一边嘟囔道 本大爷在哪里见过这个法阵 真是忘记了 不过就算是他的原版在这里 本大爷也不怕 何况这么一个赝品呢 老狗走近的过程中 脚下所踩的阵纹 不停地变动 释放出诡异的力量 还引发出阴风的呼啸声 让我心头发颤 为老狗捏把汗 而他靠近之后 走的步子十分诡异 不按正常的步子走 有时候倒着走 有时候走一步退两步 每走一步 地面上的阵纹都会迅速变动 但是法阵没有爆发出任何力量 让老狗完好无损地走进去了 这五个人都傻眼了 被老狗的能力所折服 不仅仅是他们 我们也都惊叹老狗的能力 就连林延青都双眼放光 说道 大狗狗好厉害 我都做不到这一点 很快 老狗来到了那个法阵左边一个地方 冲我们这边笑了一声 传出来一句话 嘎嘎 这个法阵的核心就在这里 看本大爷 我现在就给你破了 第六百章 无脸 老狗看出了法阵的核心所在 非常得意地 冲我们说完一句话 之后便直接抬起爪子 上面凝聚着一团火焰 往地下面狠狠地打了一下 南鸣里火 瞬间便燃烧了地上的阵纹 那些阵纹 就像是活着的尼丘 被南鸣里火燃烧之后 立刻扭曲变形 看上去像是在挣扎 不过在火焰的燃烧之下 这些阵纹很快就凝聚成一团 失去了原本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 整个法阵都受到了影响 遍布整片区域的阵纹 开始剧烈地颤抖变化起来 非常不稳定 法阵也变得扭曲起来 随时可能会崩溃的架势 看到这一幕 我心中也激动起来 冲老狗喊了句 老狗 带狐娘离开 但是有人比我更快 旁边那五个人 从惊论中清醒过来 似乎是意识到 自己手上唯一的底牌 要被打破了 一旦这个法阵受损 以狐娘的道行 加上我们的帮助 完全可以将它救出来 他们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 发起了反击 启动杀伐之阵 戴红色面具的人 喊了一声之后 五个人一起打出诡异的法阵 控制招法阵变化起来 阵纹不停的变化之时 慢慢变成了红色 显化出来的法阵 也充满了煞气 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血污 让人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其中蕴含的强大杀气 之前林延青就提过 这座法阵是一座杀阵 锋芒内敛的时候 感受不出来 可一旦爆发出来 那这座法阵 就会释放出强大的杀阀之力 如今 他们趁着法阵 没有完全被毁掉 启动了其中的杀阵 我在外面 甚至都能够看到 法阵之中血色的刀光剑影 那种强大的杀戮之意 让我内心感觉到 深深的震撼 老狗的安危我并不担心 按照这家伙的经历 如今这点法阵对他来说 根本就是小儿科 以往他肯定经受过 比这还要恐怖的法阵 我所担心的是狐娘 她从刚才就盘膝坐在地上 一动不动 老狗进去了之后 也不见有什么动作 看不出他是什么样的情况 老狗 救狐娘 老狗第一个感受到法阵的变化 因为他身处其中 最能够感受其中的气息变化 这家伙倒不是多么害怕 可身上依旧是 生腾起旺盛的南鸣离火 将自己暂时保护起来 而后看着四周 寻找着其中的生路 任何法阵 无论什么强大 总会有一条生路 这就像是九这个数字 它是数字中的基数 阴阳存在之道 都是会流一些 老狗没有回应我 我急坏了 生怕狐娘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 林延青在我旁边 安慰了我一句 叶寒哥哥 你别着急 这座法阵被大狗狗破坏了 现在的沙阵 只是徒有其表 威力并不是很大 你这位狐娘姐姐的道行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我松了一口气 看了林延青一眼 她真诚的目光告诉我 说的并非是假话 随即 我将目光转移到 还在催动沙阵的那五个人身上 心里面不由地生起了沙意 手上的黑刀剧烈颤抖 你们去死吧 我大喊了一声 身上的力量 全都汇聚在黑刀之上 双手握刀 用力劈斩出去 强势的刀锋 直取他们的性命 五个人身上都有伤 只让一个人来 对抗我这一招 有些不太可能 就算是挡住了 恐怕也会有生命危险 他们一起空出一只手 凝聚出力量 将我斩出去的刀锋给打碎 消散在空气中 当时 我的身影 已经如同一只离了闲的箭矢 化作一道残影冲向他们 戴着红色面具的人 却放声大笑 叶涵 我实话告诉你 胡娘之前已经被我们锁伤 现在她根本就没有意识 如果任由她在法阵中 就算你杀了我们 她也不会活下去的 听到这话 我的身体猛的一下子停住了 手中的黑刀也立住 身上所有的力量收敛了起来 没有释放出去 转头看了一眼 法阵那边 老狗在里面是游刃有余 但是她似乎受到了一点阻碍 没有办法靠近胡娘 只能够自保 胡娘那边还是刚才的老样子 她坐在地上 一动不动 法阵的沙发之力 化作刀锋剑光 在她身体周围划过 衣服已经是破破烂烂的了 若是胡娘还有意识 这样的情况肯定会进行抵抗的 现在她什么反应都没有 说明她没有意识 就像刚才红色面具所说的那样 胡娘是存在着问题的 时间紧迫 耽误一刻钟的时间 胡娘就多一份危险 我不能够冒这个险 林延青 你能够帮我 进入法阵去找胡娘吗 我返回到刚才的地方 冲林延青焦急地询问一句 她的双眼 一直盯着前面的法阵 沉思片刻 点点头说道 可以 这座法阵已经被破坏 时时刻刻都在崩塌 你可以根据我给你指的路进去 好 那赶快帮我进去 林延青给我指了一个方向 对我说道 你从这边走 记住 看好了脚下踩的阵纹 千万不要踩那些绿蓝色的 踩那些红色的阵纹 脚下注意不要使用力量 可能会有些杀伐之力 但你只要忍着过去 就不会有危险 我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也没有多说什么 看着胡娘背上的白衣 已经隐隐出现了血色 更是急得不行 按照林延青所说的办法 踩着地上的红色阵纹 就冲过去了 看似依旧蒙着红色雾气的法阵 如今可以是处于崩塌的状态 是图有虚表的 没有伤到我什么 我可以直接冲进去 唯一让我有些受伤的 就是脚下 刚才林延青也说了 脚下这些红色的阵纹 带着纱阀之力 踩在上面 就好像是踩着刀刃在走 脚下还是能够感觉到疼痛的 不过我的体质还算可以 没有造成很大的伤痛 能够支撑着走过去 我穿过法阵 来到了中心位置 像胡娘所在的那个地方过去 半路上和老狗碰到了 这家伙利用南鸣离火 在这里面跳来跳去的 并没有被伤到 夜涵 我的身体很大 如果去胡娘那边 会将所有的纱阀之力 转移到那边 所以没赶过去 不过这座法阵 在三两分钟之后 就会彻底崩塌了 我们再等等 很快就好了 胡娘身上也有道横 体质很强 应该不会有事的 你也别过去了 我并没有将老狗的解释 放在心上 也没有理会 看着胡娘背上的血色 难以抑制 也等不下去 我等不了了 必须要过去救胡娘 万一她出什么事情 我这一辈子都后悔不及 我就继续向胡娘那边走过去 踩着红色的阵纹 而来到了法阵中心 我也感受到了杀伐之力 但是因为法阵的崩塌 并没有多少杀伤力了 最后 我直接三步跨坐两步 来到胡娘的身边 大喊了一声 胡娘 只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我没有想太多 伸出手来 挽住了胡娘的胳膊 将她强行从地上拉起来 一边看向她 一边顺势往背上背去 刚做出一个背的动作 还没有将她拾上去 我看到了胡娘的脸 她的身材 衣服乃至于气质 都和胡娘一模一样 可是她的脸并不是胡娘 而是一张没有任何五官的脸 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张皮遮在了脸上 十分地恐怖 你 没等我说出话来 那张脸皮上 忽然浮现出了清晰的五官 我说出发了一张皮遮在了脸上 我说出发了一张皮遮在了脸上